华山 莲花风 一座道观孤零零 矗立在山顶云层之中 道观前一个面容清秀的少年 蹲在地上 逗着一只金灿灿的熊鸡 嗨嗨 随着一声咳嗽 一位须发皆白的灰衣老道 背着手走出道观 天宇 你在山上待了二十年 为师的本事 你也学得差不多 灰衣老道声音沧桑 叶老道 说吧 有什么任务 叶天宇没有抬头 继续斗着熊鸡说道 多年前 我欠了卢阳灵家老爷子一个人情 灵家来电说 老爷子重病 为师年纪大了 不想动了 你替我下山去瞧瞧 帮为师将人情还了 顺便看看 你那美若天仙的未婚妻 叶老道变魔术般 手里出现一个帆布包 叶天宇炸毛了 叶老道 你是不是早有预谋 明天就是华山斗鸡大会 我的黄元帅 一定能拔得头丑 你现在让我去卢阳 我不去 灵徒 一天到晚就知道斗鸡 玩物丧志 为师踢不死你 灰衣老道 恨铁不成钢地 对着叶天宇屁股踹了上去 叶天宇轻飘飘毙过 老道 就让我把这次斗鸡大赛结束 少跟老子废话 灰衣老道将帆布包扔给叶天宇 你的衣物我都替你收拾好了 即刻动身 记着 到了卢阳 把信交给林老爷子 按他吩咐的去做 这么急着赶我走 是不是王寡妇在山下等着你 叶老道 一把年纪了 老胳膊老腿的 悠着点啊 别等我回来 成了肉干 叶天宇放开手里的熊鸡 结果翻不包 身影一晃 已经飘出 臭小子 没大没小的 怎么跟你师父说话呢 一只臭鞋 带着一股无形的钢风 呼啸着卷向叶天宇 呵呵 叶老道 鞋子您老 还是自己留着吧 等会光脚下山 别搁着脚 说话间 鞋子又稳稳地 落在灰衣老道的脚下 臭小子 还有那件 灰衣老道话未说完 声音已在半山腰传来 知道了 师父 我会找回师妹的 六月卢阳 焦阳四火 叶天宇走出火车站 长山瞬间就湿透了 这城里哪有山上好 在华山自己长衣长挂的 晚上还得搁棉被 哪像这简直就是做大火炉 叶天宇嘀咕着朝停车场走去 边走边看 火车上 他和林家通了电话 林家人告诉他 会有一辆白色宝马 在停车场等他 刚走进停车场 就看到一辆白色宝马 停在出口 叶天宇没多想 快步走过去 打开副驾驶门 抬腿就坐了进去 宝马车内 触摸汉症苦恼不已 手机滴滴滴地响得不停 看了下号码 他根本就不想见 打电话的人 叫谭世伟 卢阳豪门谭家二少爷 有名的花花公子 一直疯狂地追求他 他清楚 这位谭少爷的为人 被他玩过又抛弃的女人 数不胜数 可是 即便谭世伟臭名远扬 家里还在极力撮合他们 确切说是 逼他嫁给这个顽裤 今天一上班 谭世伟便将他堵在办公室 除梦汉借口上厕所的机会 好不容易溜了出来 车子开到火车站 却不知道去哪里 正自苦恼 副驾驶车门 突然被人打开了 听到动静 除梦汉纳闷地转过头 只见一个男人 非常自然地打开车门 上车后 将做邓后仪 靠椅放平身子后仰 然后 干脆利落地 踢掉脚上的黄胶鞋 长腿一伸 臭脚直接搭在驾驶台上 从开门上车 移动座椅 身子后仰 拖鞋搭腿 整套动作自然流畅 行云流水 快得除梦汉都没反应过来 开车吧 都上车了 还愣着干嘛 男人闭着眼 慵懒地吩咐道 什么情况 这家伙是谁 难道自己开错车了 除梦汉一脸猛地 看了眼车子那时 是自己的车没错呀 我们一会儿 到了再叫我 坐了一天一夜的车 真塌娘的累 男人说着 脱下外套 搭在脸上 喂 好像上错车了吧 眼看男人的举动 越来越放肆 除梦汉 忍不住轻声提醒 上错车 闭目养神的叶天宇 撩开衣服 看了眼身边的驾驶员 雪白如玉的脸蛋上 戴着一副墨镜 将眉眼遮住 但小巧的穷鼻 红润的阴唇 以及精致的下巴 无不散发着诱惑 你不是林家派来接我的 叶天宇感觉到 自己可能上错车了 哪有这么漂亮的女人 当驾驶员呢 林家 楚梦汉正要回答 手机铃声再次急促地响起 楚梦汉看了眼来电显示 犹豫了下 还是接通了电话 为什么逼我 谭世伟他就是混蛋 绝不会嫁给他的 电话那头一愣 随即咆哮到 逼你 因为你是楚家人 楚梦汉 你给我听好了 嫁 你得嫁 不嫁也得嫁 我都给你定好日子了 六月二十 爷爷受诞之日 也是你和谭少订婚之时 楚梦汉心中一阵悲凉 哥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对面一阵冷笑 呵呵 你还记得我是你哥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楚家 楚谭联姻是 我们楚家腾飞的机会 楚家 楚家 你有没有替你妹妹想想 谭世伟那混蛋是什么人 你不知道吗 谭少是什么人 我不管 我只知道 他能帮咱们楚家崛起 对面接过话 冷哼一声 你去哪了 谭少到处在找你 电话也不接 楚梦汉 我警告你 最好别整什么幺蛾子 否则楚家容不得你 说完啪的一声挂断电话 无力地放下电话 泪水从洁白脸颊滑落 楚梦汉暗暗做出决定 谭世伟就是个衣冠禽兽 我绝不能嫁给他 调整了一下情绪 楚梦汉转身打量起身边的不速之客 二十来岁模样 面貌清秀 眉梢间跳动着一丝张扬和不羁 泛黄的白背心外露出的剑朔肌肉 心头莫名一动 楚梦汉的脸颊微微发烫 自从谭世伟死皮赖脸的纠缠上自己 以及家里的不断施压 他已经在心里做出了决断 只是一直未遇到合适的 或者说自己对上眼的 这个男人虽然素未谋面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总有一种似曾相识 看着他忽然生出一种 值得信任的安全感 就他了 叶天宇也意识到 自己上错了车 窘迫地将臭脚 从驾驶台收回 靠一板回 身子坐正 清了清嗓子 装作淡定自若地说道 不好意思 我以为是来接我的车 上错车了 没有说话 楚梦汉默默地看着男人 呵呵 我这就下车 叶天宇尴尬一笑 将黄胶鞋挤上 准备下车 啪哒 一声轻响 车门被锁上了 叶天宇推了推 没推开 他回过头 看着锁门的美女 一脸猛逼 美女 你什么意思 你叫什么 今年多大 结婚了吗 楚梦汉问道 叶天宇莫名一荒 这灵魂三问是 山里媒婆最常用的切口 难道老子被看上了 要当坠须 问这干嘛 叶天宇犹豫了下 还是回道 我叫叶天宇 二十二岁 目前单身 身份正在身上吗 叶天宇点头 行 楚梦汉眉头舒展 把衣服整一下 咱们去结婚 啥 结婚 叶天宇瞪大眼睛 看着女人 城里现在 都这么开放吗 问三句话 就要结婚 美女 你没发烧吧 咱们才见面 话还没说几句 就去结婚 叶天宇耸耸间 再次拉动车门 等一下 楚梦汉叫住叶天宇 摘下墨镜 美眸盯着他 你对我不满意 满意啊 你漂亮 性感 腿长 身材好 关键是 咱们一点都不了解 叶天宇真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和我结婚 不需要了解 楚梦汉有些沮丧 想他堂堂 储家二小姐 卢阳四美 想和他结婚的男人 能绕卢阳市三圈 多少豪门公子 他都看不上 对方一个寒酸 竟然推三挡四的 啥 叶天宇更猛了 这城里的婚姻 难道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结婚都不需要相互了解了 虽然眼前这位美女超级漂亮 但要说结婚 叶天宇还真接受不了 毕竟自己下山是来见未婚妻的 现在未婚妻没见到 却和一个陌生女人去结婚 这叫什么事吗 况且 叶老道交代的任务还没做呢 不是 美女 别开玩笑了 我上车纯粹就是个误会 叶天宇连连摇头 他可不认为 美女真的看中了自己 虽说自己长得还算帅气 但还没帅到 能让美女看上一眼 就要嫁给自己的地步 不会是套路吧 网络上都说 城市套路深 你和我结婚 我可以付你钱 二十万 怎么样 眼看叶天宇直摇头 楚梦翰直接出嫁了 这下 叶天宇更加坚信 这一定是套路 哪有美女嫁给自己 还主动付钱的 连山里寡妇出嫁 都不带这么玩的 美女 这不是交业 我不能答应 你 吕遭拒绝的楚梦翰 心中 生出一股挫败感 自己已经这么主动了 哎 难道他就一点都不动心 想到自己将嫁给一个流氓顽固 一生就这么毁了 楚梦翰突然悲从心起 望着叶天宇 晶莹泪珠 顺着光洁的脸颊滚了下来 哎 哎 你别哭啊 叶天宇最见不得女人哭泣 伸手想帮他擦眼泪 楚梦翰撇过脸 掏出一块手帕 擦了擦眼泪 擦完小心翼翼 折叠好 放进兜里 女人的举动 吸引了叶天宇 他下意识瞟了眼手帕上的精美图案 一艘青州荡漾在湖泊中 一对年轻情侣依偎在船头 一朵朵荷花含苞待放 图案栩栩如生 刹那间 叶天宇整个人呆住了 眼睛一顺不顺盯着女人 楚梦翰没有注意叶天宇的表情 无奈地按下开锁键 啪哒 车门锁打开 下车吧 楚梦翰调整了一下心情 将墨镜戴上 冷淡说道 刷 下一刻 叶天宇直接将楚梦翰的手握在自己的手心 认真地看着他 美女 虽然我现在连你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但我觉得 咱们俩就是天赐良缘 连上错车都能遇上真爱 现在咱们 就去结婚 楚梦翰 addy锦号人民币AP 型号 刚才 还一千一万个不愿意呢 这 太突然了 办证很顺利 不到一个小时 两人就拿着鲜红的结婚证 回到车上 楚梦翰整个过程 一言不发 直接将车驶出民政局 叶天宇拿着结婚证 也是沉默不语 结婚证上 自己是两千年生 而楚梦翰 则是九十九年的 从年龄上看 与失散二十年的师妹 婉情不吻合 叶天宇是个孤儿 两岁那年 被云游的叶老道 从人贩子中救出 带回山中收养 也是那一年 叶老道突遇一股蒙面高手袭击 师娘遇害 尚在墙堡中的师妹 婉情失踪 算算时间 师妹婉情 今年应该二十一岁 二十年来 叶老道 寻遍大江南北 已无所获 叶天宇每次下山 即使叶老道不说 她也会寻找一番 只是寻找师妹的唯一线索 是叶老道 留在她身上的一副手帕 凭一副手帕 在茫茫人海 寻找一个失散二十年的女孩 不斥大海捞针 多少次 叶天宇都是无功而返 没想到这次 她刚到卢阳 居然鬼使神差地 见到了那副手帕 虽然年龄不符 但那副手帕 怎么会在她身上 是巧合 还是另有缘由 总之 她一定要搞清楚 车上沉闷无比 最后 还是楚梦汉先沉不住气 瞥了一眼叶天宇 问 为什么 又决定和我结婚 叶天宇扬了扬眉 你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看楚梦汉一身装扮 开几十万的宝马 整个一都市精英 和自己这个 稍嫌土气的山里小子 实在有些不匹配 楚梦汉将车子停在路边 沉默了一会 扭头直视叶天宇 你想知道 叶天宇点点头 楚梦汉长长的睫毛 微微颤动 我被家里人逼婚了 他们让我嫁给一个流氓顽固 我不愿意 所以 决定与你结婚 原来 是为了躲避逼婚 才和我结婚的 怪不得这么迫切呢 这让叶天宇松了口气 同时又隐隐有些失落 见叶天宇表情怪异 楚梦汉轻叹一声 你别把这婚姻当真 等到那流氓不再纠缠我了 我们的婚姻自动结束 这段时间 我会付给你钱 你就当这是一个工作 这样也好 叶天宇暗自说道 自己就是个鼎雷的 等到弄清手帕的来龙去脉 到时一拍两散 这就叫互相利用吧 既然结婚是帮你应付家人 那义务 我也尽到了 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等一下 楚梦汉一把拦住他 大小姐 该做的我都做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我真的还有事 叶天宇有些急了 自己下山的是来治病的 电话里听林家人口气 林老爷子情况很严重 已经陷入昏迷了 别自己还没到 老爷子隔屁了 自己就算有神仙本事 也不能医治死人啊 拿着 楚梦汉从昆包里 拿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叶天宇 里面有二十万 是你的报酬 叶天宇接过银行卡 脸上带着玩味 咱们这算是买卖了 楚梦汉一脸尴尬 随后 叶天宇将银行卡还给他 楚梦汉一脸疑惑地 看着叶天宇 嫌少 你就是给我二百万 我也不会要 叶天宇打开车门 就要下车 就算我做了回雷锋 等等 楚梦汉拽住他 留下手机号 有事 我联系你 还有 你在卢阳最好小心点 我担心谭世伟知道了 会对你不利 谭世伟 叶天宇随即猜到是谁 淡淡笑道 你还是想想自己 该怎么应对吧 走了 望着叶天宇挺拔的背影 悠悠道 但愿这是不会连累他 如羊匪翠庄园 一座占地数十亩 完全属于如羊林家的私人庄园 就连门口看门的门卫 都是派头十足 停车场更是停满了豪车 叶天宇从出租车下车 看着这阵是暗暗扎舌 嘖嘖 林家还真有钱 这庄园 干什么的 一名身材高大的门卫 走过来喝倒 看了眼叶天宇 长得挺清秀 只是穿着有点寒衬 背着个帆布包 最搞笑的脚上 居然穿着一双年代感十足的黄胶鞋 也不知道哪里找的 这年头居然还穿这样的黄胶鞋 也算是奇葩了 知道这什么地吗 赶紧走 门卫见叶天宇无动于衷 脸一沉 伸手就去推他 我是林家请我来的 请你来的 门卫一脸不屑 就你这土鳖样 手上也加上了力度 呵呵 你给我说说 土鳖是什么样 叶天宇笑眯眯地握住门卫伸过来的手 轻轻一带 蹭蹭蹭 门卫被带出数十米 险些摔倒 门卫一脸震惊 他是武警特警退役 通过林家层层选拔的高手 对方就这么随意一带 自己的身子像不受控制了一样 这年轻人才二十出头吧 我来给老爷子看病的 你快去通报 就说是华山下来的人 门卫深深看了眼叶天宇 脸上不负刚才的傲气 但声音依然硬气 你等着 说完转身走进门房 打电话 片刻 他走了出来 指着里面一栋欧式别墅 那 那栋别墅就是 谢谢啊 叶天宇潇潇洒洒进了庄园 门卫目送叶天宇走远 才甩了甩手 看着子清一片的手腕 心里惊骇 你妈的 高手啊 经过一小段讹卵石小径 叶天宇来到别墅前 暗响门铃 大门打开 一个模样清秀的女孩 出现在叶天宇眼中 你是 叶天宇正要回答 就听屋内 有人问道 小云 外面什么人 女孩连忙回答 小姐 是一位小哥 叶天宇寻声音望去 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 走了出来 一身黑色长裙 肌肤圣血 精致的容颜 仿佛雕刻而成 表情冰冷 给人一种骄傲的感觉 高昂着精致的下巴 像只骄傲的孔雀 只是那张精致的俏脸 带着一抹淡淡的愁容 林诗音看了眼叶天宇 红唇清起 从华山下来的 多年前 爷爷给他订了一桩婚事 找了个未婚夫 还是千里之外华山上的 就在几天前 爷爷告诉他 华山上的那位要来看他 不会就是这香巴佬吧 有信物吗 林诗音看着穿着土气的叶天宇 微微皱眉 与气稍显嫌弃 叶天宇将叶老头的信 递给他 看了眼信封 林诗音伸手接过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叶天宇 叶天宇嘴角上扬 反问 你叫什么名字 林诗音没有搭理 转身进屋 丢下一句话 小云 放他进来 叶天宇跟着女人进了别墅 别墅很大 装修的也很豪华 只是一楼空荡荡的 没有其他人 不过 楼上隐约传来说话的声音 楼上梁神医 在给爷爷治病 你现在 说完 不再理会叶天宇 林诗音匆匆上楼 爷爷 叶天宇盯着那婀娜背影 暗簇 这漂亮女人 想必是自己的未婚妻了 嗯 颜值 身材真不错 叶老道眼光不错呀 真的给我找了个美女当老婆 叶天宇心中暗喜 只是 看他忧心忡忡的 老爷子病情应该很严重 我得上去露一手 让未来老婆对自己刮目相看 叶天宇暗自嘀咕一声 也跟着上了楼 别墅二楼 一间布置的像VIP病房的奢华房间 里面围满了人 中间的床上 躺着一个约莫七十的老人 脸颊上布满了褶子 双目紧闭 病床前坐着两位老者 一位穿着白大褂 一看就知道是医生 另一位则穿着灰色糖装 慈眉扇目 一把白胡子飘飘 看起来颇有一股先锋倒鼓的味道 手正搭在老人的脉搏上 叶天宇寻思 想必搭卖的这位 就是梁神医了 梁神医旁边 站着一对中年男女 几个医护站在床头 摆弄着医疗设备 老婆林诗英坐在床檐上 握着老人的手 泪眼朦胧 还有一些人分散在房间 表情各异 有的脸上挂着忧伤 有的脸上带着捉摸不透的笑意 梁神医 我父亲他情况怎么样 中年男子林远征 急切地问道 梁神医将搭在老人脉搏的手 收回 捋了捋胡须 慢条思理地说道 莫急 林老师暗急复发 欲气太重 等会我给他扎几针 替他理顺一下体内淤积之气 便没问题了 谢谢神医 听到梁神医的回复 林远征的脸上 终于露出一丝欣慰 梁神医是江南省最好的中医 一手银针灌绝江南 不管是什么疑难杂症 银针扎下 保管针道病除 梁神医 我爷爷都昏迷好几个钟头了 还请您赶紧出手吧 林诗英带着哭腔说道 梁神医咳嗽了一嗓子 依旧不紧不慢地打开准备好的针酒包 取出银针在灯火上炙烤了一会 掀开老人的衣服 刺入数个穴位 叶天瑜只看了一眼 便发现了问题 下意识脱口而出 这真扎下去 会要老爷子命的 叶天瑜声音不高 但这话在静静的房间内 犹如一颗炸弹炸开 所有人脸色大变 说说说 众人目光都投向他 表情或诧异或愤怒 谁让你上来的 林诗英第一个反应过来 脸一冷 怒赤道 哼 先锋道鼓的梁神医 冷哼一声 脸色不渝 年轻人 不懂别乱说话 旁边穿白大褂的老者 皱起眉 表情严肃 针灸 是一门深奥学问 讲究一个镜 梁神医正在凝神失真 启容 等小儿胡乱打搅 林远征也大声呵斥 哪来的黄毛小子 竟敢胡言乱语 梁神医是中医太陡 岂是你能说到的 还不给我滚 然后看了眼梁神医 低声解释 神医 也不知道从哪跑来的黄毛小儿 您老没必要跟小孩子一般见识 说吧 扭头吩咐林诗音 带他下去 别在这影响梁神医 给你爷爷治疗 显然 林诗音并没有告诉他 叶天宇是谁 抱歉 我说话直接 叶天宇面对冷嘲热讽 反而快步走进房间 不过 我说的都是事实 小子 看你穿得破破烂烂的 八成是剪破烂的吧 怎么进来的 还怎么给我滚出去 一个脸上长着肉流的中年男子 呵斥的 出去 林诗音精致的脸上布满寒霜 冷冷道 谁让你随便上楼的 二叔的话没听到吗 滚 叶天宇仿佛没听到一样 走到床边 看着昏迷中的老人 眉头紧皱 这位梁神医显然误诊了 银针扎的穴位和深浅都有问题 赶快将银针取下 不然一会就出事 吃 坐在床边的梁神医 一声痴笑 冷漠地瞥了眼叶天宇 老夫行医四十余年 治愈患者不计其数 还从没人敢如此质疑老夫 你个黄口小儿 不懂不要乱嚼舌根 梁神医不屑地看了眼叶天宇 语气傲然 毕竟 中医针灸之道 在于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看着叶天宇也就二十出头 或许略懂点针灸的皮毛 但若说精通 简直痴人说梦 就如身边穿白大褂的 是中心医院中医科刘主任 同样精通中医针灸 但和自己比起来 也是千差万别 梁神医呵斥完叶天宇 对林远征说道 半小时内 林老自然会醒 到时 话未说完 只见躺在床上的老爷子 身子突然剧烈抽搐起来 伴随着抽搐 嘴角溢出白色泡沫 脸色呈死灰状 这一幕来得太突然 屋内 所有人脸色大变 爷爷 您怎么了 不要吓我 林诗音吓得手足无措 神医 求求你 快 救救我爷爷 梁神医 林远征也惊慌地喊道 莫吉 莫吉 我来看看 梁神医表面上镇定自若 内心却是有些慌神 来不及思索 梁神医抓住老人的手腕 这一大脉 心中彻底慌了 怎 怎么会 林老的气血全乱了 刚才 他诊断 林老应该是老年气血两须 扎得真久 也是调理气血的 想不到现在的 林老体内的气血 完全乱了 他收起银针重新施针 可是不论怎么做 老爷子的情况都没有好转 突然一口黑血喷出 喷了梁神医一身 林诗音和中年夫妇 吓得六神无主 白大褂刘主任 和几个医护 急忙调试医疗设备 进行检测 梁神医头上冷汗直坠 不断地做着补救措施 可依然没有任何起色 伴随着呕血 老人的身体抽搐得更加厉害 神医 我爸怎么了 你快失针啊 林远征扶起老人 帮他顺气 一边催促梁神医失针 梁神医满头大汗 手忙脚乱 他现在完全不知道 手上的银针该落在哪里 这时 叶天宇说话了 他指着老爷子的虎口 和脚面穴位 梁神医 和古学 太冲学 你若真试试 闭嘴 林远征朝叶天宇怒吼 都什么时候了 你替天什么乱 满口胡言 你不要这里瞎起哄 梁神医行医几十年 难道还要你教 脸上长着肉流的二叔 也在一旁帮腔 叶天宇毫不在意 对梁神医道 你这样任由老爷子折腾 横竖都是个死 试试又何妨 你敢咒我爷爷死 原本负在老人身边哭泣的林诗音 站起来对叶天宇怒目而视 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珍珠 滴落在衣衫上 然而 梁神医犹豫了 他咬咬牙 两枚银针分别落在林老的河谷 太冲穴上 奇迹出现了 银针落下后 原本剧烈抽搐的老人 眼皮子抖了下 抽搐逐渐停了下来 这 梁神医老脸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竟然真有用 原本乱糟糟的房间 瞬间安静下来 大家不可思议的看着叶天宇 这年轻人 竟然指导梁神医针灸 更不可思议的是 梁神医又拿起银针 问 小友 下一步该落针何处 叶天宇指着林老的手腕 和小腿外侧 内观学 落针 三阴交 足三里 落针 支沟 杨泉学 落针 梁秋 玄门 落针 按照叶天宇的所指的学位 梁神医不断失针 数十针落下 林老爷子彻底平静下来 呼吸变得平稳 死灰色渐渐退去 梁神医长嘘一口气 转身看向叶天宇 多谢 小友指点 他知道 今天若非叶天宇指点 自己的仪式英明 真的毁在这儿了 一屋子的人都是满脸震惊 林时音眼睛一顺不顺盯着叶天宇 长长的睫毛上依然挂着泪珠 叶天宇一脸淡然 老爷子的病 他进屋扫了眼 便了然于胸 根本不是梁神医诊断的气血两须 而是突发性心梗 导致气血逆行 静气攻心 虽然 梁神医经过他的指导 将老爷子的病情控制了 但是潜伏在体内的气静 只是被压制 并没有驱除 老爷子之所以没有醒过来 就是这股气静 依然在体内折服 若不驱除 他还是醒不了 要让老爷子醒来 还需要关键两针 这两针在人体特殊穴位 绝不是梁神医能够扎的 叶天宇知道 这两针必须他亲自出手 他从帆布包里取出针袋 抽出一长一短两根金针 这考后 朝老爷子眼睛的清明穴 和头顶百慧穴 小心翼翼拈去 死 站在一旁的梁神医 和白大挂老者 情不自禁倒吸一口凉气 这 这可是人体两大死穴 在这扎针 弄不好要死人的 金针一点点刺入脑内 这时 只见叶天宇凝神静气 对着金针屈指轻弹 针尾立刻开始不停地颤动 发出嗡嗡响声 昏迷中的老爷子 似乎受到了什么牵引 身体开始不停抽搐 胸腹之间起伏不定 梁神医仔细端向 忽然想起了什么 震撼地哆嗦道 小 小友 你这套针法 可是失传已久的玄天颤针 叶天宇有些惊讶地 看了眼梁神医 这老头居然知道玄天颤针 看来这神医名号并非愣得虚名 不错 正是玄天颤针 叶天宇汗手 下一秒 梁神医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动作 只见他弯腰对着叶天宇 深深鞠躬 感谢先生 让老朽 此生有幸 见到玄天颤针绝技 我为刚才的态度 向先生道歉 还请您见谅 语气尊宠 称呼也从你变成了您 小友变成了先生 叶天宇 仍然专注失真 满屋人 都被震撼到了 死死盯着叶天宇 想要看看这所谓的玄天 颤针到底有多强 随着时间推移 肉眼可见的汉珠 爬上叶天宇的额头 脸色变得苍白 虽然这两针看似轻松 却是他施展的师门绝技 以气欲针 以针为影 辅助气行 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 最讲究气血 气血通则摆并消 一刻钟后 叶天宇出手如垫 右手瞬间取下两根金针 左手一抄老爷子后背 哦 老爷子一张嘴 一股带有强烈腐臭味的 粘稠痰叶喷涌而出 瞬间 宽敞的房内 弥漫着一股奇异 且强烈的臭味 等老爷子吐完 叶天宇用毛巾 为他擦拭一下 放到床上盖好被子 看向林诗音 有纸笔吗 林诗音正了下 才道 我 我去拿 叶天宇龙飞凤舞的 在纸上写下一副药方 递给梁神医 神医 劳烦你帮我抓一副药 千万别这么叫 折煞老朽 老朽姓梁明讯 叫我梁讯即可 梁神医恭敬接过药方 自打见识叶天宇 施展悬天颤针 简直惊为天人 哪里还敢再说什么 今天多亏了先生 否则林老 老朽先去拿药 尽快赶来 梁讯抱拳 对林家人道歉 衣服都没换 快速离开了 下一瞬 房间内气氛有点尴尬 刚才 所有人都对叶天宇全公知 没想到 最后是这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小子 出手救了老爷子 林诗音处在床边 扭泥尴尬 犹豫着是否该道歉 刚才就数他吼得最凶 好在老爷子病情稳定 大家心情舒畅 没人计较这些 林远征似乎忘了刚才对叶天宇的态度 问 我父亲还要多久才能醒 等要喝了 睡个把小时 自然会醒 正说着 梁神医将要送来 叶天宇将要配合 吩咐拿去煎药 给老爷子将要喂下 叶天宇招呼大家离开 不要打搅 独留下林诗音看守 一小时后 林远征率先走进病房 眼前一幕 惊得他 他差点咬了自己的舌头 之前 病入膏肓 昏迷不醒的父亲 这会儿竟然靠在床头 兴致勃勃地 和孙女诗音说着话 老爷子不禁醒了 而且面色红韵 精气神都不错 林远征赶紧来到床边 爸 您怎么样了 诗音二叔也跟着过来问候 说 您没事了吧 老爷子点了点头 说道 好像终于活过来了 随即 看了眼走进来的梁神医 和白大褂刘主任 多谢梁神医和刘主任 没你们我这把老骨头 怕是要入关了 梁神医尴尬地咳嗽一声 林老其实是这位叶先生出手相救的 老爷子顺着梁神医目光 看到了穿着土气的叶天宇 有些疑惑 小有失 林诗音掏出叶老道的信地上 爷爷 他叫叶天宇 说是华山下来的 此话一出 林老爷子脸色骤变 他激动地从床上坐起来 动作一大 忍不住咳嗽起来 林诗音赶紧帮老人垂背顺气 林老面带激动地问 你 你师父可好 叶天宇上前恭敬道 我师父挺好的 命我下山帮您瞧病 林老爷子颤抖着打开信 边看边说好 好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林家人都莫名其妙 只有林诗音 隐隐预感到了什么 果然 林老将信看完收好 指着林诗音 问叶天宇 小语 你看我孙女长得咋样 叶天宇实话实说 很漂亮 这么说你喜欢了 那就好办了 下午你跟诗音 去明政局把政领了 回头我再挑个良辰吉日 为你们置办酒席 爸 爷爷 林诗音妇女同时惊呼 不可思议地看着老爷子 怎么 我现在说话 没人听了 老爷子眼睛一瞪 不是 爸 这是不是太仓错了点 林远征低声说道 我看您身体不好 还是缓几天再说 什么缓几天再说 我要是能动 现在就带他们去领证 说到这 老爷子看着低着头的林诗音 丫头 你不会也不听爷爷的吧 林诗音沉默了一会 抬起头看了眼叶天宇 爷爷 既然我和他已有婚约 他又救了您 我 我答应履行婚约 关孙女 你想清楚了 是的 我愿意嫁给他 林诗音说完 翘脸一红 有些羞涩的低下了头 林远征看到女儿都同意了 自然无话可说 林家其他人更是没有意见 只有那位二叔 脸色一直阴沉着 梁神医在一旁道贺 恭喜啊 林老 叶先生可不是一般人啊 你可是找到了一位贤孙女婿 看着满屋子热闹 临到叶天宇傻眼了 他没想到老爷子醒来 居然弄这么一出 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自己翻步包里 还揣着上午刚从民政局领的结婚证 下午又要去民政局登记结婚 这不是开玩笑吗 再说了 民政局能让自己领证吗 这可是典型的重婚啊 老爷子 我这次下山 除了给您看病 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 您现在没事了 我就先告辞了 叶天宇说着 就要转身离开 当着一屋子的人 还有梁神医等外人在 叶天宇不能说 自己已经结婚了 虽然那个婚 是替楚梦翰打掩护的 可结婚证是实打实说了刚硬的 婚姻已是既成事实 现在说出来 不光林家人没面子 叶老倒也饶不了自己 只能拖一拖 希望楚梦翰能尽快摆脱 谭世伟的纠缠 还他一个自由身 等等 老爷子回过神来 将手中信递给叶天宇 小语 这可是你师父的意思 你想反悔 没门 等吃完饭 乖乖跟诗音去领证 老爷子看着叶天宇 眼中带着一丝脚侠 叶天宇接过信看去 最后几行字 无图天宇 为师为你定的老婆 漂亮吗 不管漂亮不漂亮 你都要娶 身为天华门掌门弟子 你肩负着本派 传宗接代的重任 一切听林老爷子的安排 叶天宇将立当场 草 原来这一切都是 叶老道故意为之 怪不得在山上 叶老道急着催他下山 连华山斗鸡大会 都不让参加 原来是让自己下山结婚啊 可他已经结婚了 民政局势肯定不能去了 可是看老爷子的态度 这婚事非结不可 这该怎么办 这边 叶天宇在想着 如何破解这个难局 梁神医 刘主任 与林老爷子交谈一会后 谢绝林老爷子挽留 起身告辞 经过叶天宇身边 梁神医客气道 叶先生 哪天有空 可方便到我的中草堂坐坐 我有几个遗症 想请先生赐教 刘主任也极力邀请叶天宇 抽空去卢阳 中兴医院指导 叶天宇客气地表示 一定会登门拜访 中饭很丰富 不过叶天宇 却吃得胃同嚼辣 脑子里想着 如何破解下午这个局 磨磨蹭蹭 吃到快两点 这时 女佣小云走进餐厅 姑爷 小姐让您过去一趟 咦 哦 叫我呀 叶天宇无奈地放下碗筷 看来躲是躲不了 只能直接跟林诗英摊牌了 心里打定主意 跟着小云 来到林诗英的闺房 林诗英的闺房很大 很温馨 雪白的大床 欧式沙发 粉色的墙 床上摆着两个白色兔宝宝 卡哇伊 林诗英神色复杂地看着叶天宇 论姿色林诗英和楚梦汉梅兰秋菊 各有千秋 不分伯仲 要说唯一差异 那就是气质上的差异 林诗英冷艳如冰 不可清静 楚梦汉漂亮温婉 惹人联系 此时的林诗英 应该是刚洗过澡 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心香 闻着很舒服 可 我 叶天宇咳嗽一声 正要解释 林诗英打断她 吩咐小云 小云 你先出去 把门带上 我有话跟她说 等关上门 林诗英脸色一拉 跟叶天宇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她冷冷地看着叶天宇 实话跟你说 我非常不愿意这桩婚姻 希望你能成全 成全 叶天宇诧异地看着对方 不懂她的意思 林诗英继续道 可是爷爷认准了你 他老人家身体不好 我不忍服了他的意 所以就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叶天宇好奇地问 咱们假结婚 假结婚 叶天宇不可思议看着对方 怎么个假结婚 林诗英淡淡道 我会弄张假结婚证 拿给爷爷看 至于婚礼 那只是个形式 走走过场罢了 叶天宇心里顿时卸下一块大石头 爽快道 我答应 林诗英一正 美眸略微诧异 看了眼叶天宇 他还以为叶天宇会对自己死缠烂打 没想到对方回得这么干脆 随即神色一松 既然是假结婚 咱们得立个规矩 你说 我席而公听 叶天宇心道 这女人事情就是多 这破事 还要立什么规矩 要是合理范围内 就算了 要是搞一些奇奇怪怪的条约 小爷我就不奉陪了 第一 公开场合 我们以夫妻的身份露面 私底下 我们各过各的 互不干涉 前提是 不能让家里人知道 尤其是爷爷 第二 我不在的时候 你不可以随便进我的房间 更不可以上我的床 第三 这期间 任何的身体接触 都必须经过我的允许 林诗英接着补充 还有 爷爷跟我说了 让我在天威集团 给你安排个职位 明天你就去公司报到 还有吗 叶天宇问道 暂时就想到这些 林诗英淡淡应道 叶天宇摇了摇头 自己一句话没说 林诗英将一切安排 妥妥贴贴 看着这个骄傲 强势的女人 叶天宇心中莫名 生出一种征服的欲望 林诗英说完 常常遇了一口气 看了眼叶天宇一身 吐气的衣服 还有年代位 很重的黄胶鞋 周梅道 你要不要去换身衣服 叶天宇一正 问道 换衣服干嘛 去领证啊 说完 看都不看叶天宇 开门走了出去 保时捷918副驾驶上 叶天宇翻着鲜红的 结婚证 一脸猛逼 这假结婚证 做得也太逼真了吧 跟帆布包里的那张真的 简直一模一样 要不是林诗英就在旁边 他真想拿出来 好好比较一番 也不知道这妞什么功夫 和自己照了张合照 然后打了个电话 将照片传了过去 不到一个小时 就有人将这 以假乱真的结婚证 送了过来 以叶天宇的眼力镜 一时都变不出真假 骗老眼昏花的老爷子 完全没问题 这漂亮女人 看着娇俏冷傲的 办事真有两把刷子 林诗英挑了眼 副驾驶上 把玩着假结婚证的叶天宇 带眉微处 神色复杂 当她提出假结婚时 没想到这个土里土气的家伙 居然满口答应 倒是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联想到她在爷爷面前的推托 还有指导梁神医的治疗 林诗英的美眸之中 充斥着淡淡的好奇 眼角的余光 不时地在她身上扫来扫去 专心开车 偷窥狂 叶天宇头也不抬 呼地说出一句 让她抓狂的话 你才偷窥狂 林诗英俏脸一红 眼睛瞟了一下副驾驶地垫 狡辩 我就是好奇 你哪弄的这古董鞋 四五十年了吧 关你屁事 八婆 叶天宇撇撇嘴 眼睛看向后视镜 随即眼神一宁 你 混蛋 林诗英俏脸充斥着愤懑 却无力还击 狠狠拍了一下方向盘 叶天宇没有搭理她 神色凝重地盯着后视镜 她发现在他们的车后 一辆黑色商务车 不及不离地跟在后面 宝石杰快 她就快 宝石杰慢 她也慢 始终保持三十米距离 有意思 叶天宇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看来有人惦记上这丫头了 宝石杰离开大道 开向通往翡翠庄园的灵鹰道 丫头 我看你面相不佳 中唐城青黑色 眉尾限子气 斜冲面观 补挂上这是有车马安全之货 你开车注意点啊 叶天宇看着后车静淡淡说道 破 林诗英差点笑喷 一脸比一道 都二十一世纪了 你还信风水补挂一说 这是封建迷信 也就你们山里信这一套 作为新时代青年 咱们要相信科学 别被迷信洗了脑子 叶天宇扫了他一眼 自言自语 是吗 是不是封建迷信 一会就见分晓 话刚说完 后面的商务车突然加速 超过保时捷 在前面拐弯处 突然转向 然后 瓶 饶氏林诗英已经紧急刹车 车头还是撞上了商务车尾 因为刹车及时 撞得并不严重 惊魂未定 林诗英脑海里不禁冒出叶天宇的话来 靠 乌鸦嘴 急忙下车查看相撞情况 叶天宇也跟着下车 这时 商务车门打开 呼啦一下 冲出五六名黑衣蒙面人 朝他们走来 你 你们想干什么 见这些人来者不善 林诗英精致面容微微变色 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为首的光头蒙面人 用冷漠语气说道 林小姐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不要逼我们动挫 说说说 顿时 身后的黑衣蒙面人 全都抽出家伙 杀气腾腾围拢上来 林诗英意识到了危险 身边就一个不算健壮的叶天宇 叫人或者报警 显然来不及了 就在林诗英思促对策时 一道懒洋洋的声音 在身后响起 喂 想带人问过我了吗 叶天宇双手插在裤兜 挡在林诗英身前一脸痞笑 围首的光头蒙面微微一顿 随即一挥手 从背后抽出甩棍 啪啪舞动起来 花里胡哨 叶天宇嘴角微撇 抬脚踹出地上一粒石子 石子破空飞出 击中光头的膝盖悬中穴 下一刻 哎呦 光头扑通一声 跪倒在叶天宇面前 其他人还在愣神之际 扑扑扑 石子再次飞出 剩下蒙面人接二连三跪倒在地 喂 还愣着 等着抓呀 上车 林诗英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就被叶天宇拽上了车 坐进驾驶室 林诗英到车挂挡踩油门 保时捷轰鸣着窜出 等到这些蒙面人 一脸猛逼爬起来 只能远远看见 保时捷冒烟的围翼 车上 叶天宇看了眼女人 问 你得罪了什么人 此刻 林诗英脸上依然带着惊恐 茫然道 我怎么知道 随即想到那些蒙面人 莫名其妙地跪倒在地 疑惑问道 那些人怎么都替你下跪了 叶天宇呵呵一笑 因为我会妖法 刚才我就在他们身上施法了 七 骗谁 林诗英撇了撇嘴 随即若有所思道 回头我要好好查一查 回到山庄 林诗英带着叶天宇 拿着结婚证 直奔爷爷的房间 走到门口 叶天宇很自然牵起林诗英的手 林诗英像被惦记了一般 脸颊发烫 挣扎着怒道 你想干嘛 叶天宇朝房间里眨眨眼 意思做给老人看 林诗英随即议会 不再挣扎 任由他牵着自己的手 房间里 林老爷子看起来精神不错 林远征在一旁陪着说话 爷爷 林爷爷 林诗英一脸幸福地牵着叶天宇 来到床前 把林字去掉 老爷子看着叶天宇 笑着纠正道 叶天宇笑了笑 爷爷 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老爷子颤颤巍巍地下了床 在林远征的搀扶下 慢慢走了几步 叶天宇赶紧上前搀扶着老人上床 爷爷 您身体刚康复 还不宜运动 等几天再慢慢活动 老爷子笑着点点头 看到林诗英手中的结婚证 伸出手 林诗英乖巧的地上 爷爷 这是我们的结婚证 老爷子看着结婚证上的合影 笑得合不拢嘴 连声说道 好啊 好啊 两人真是般配 林诗英一脸尴尬 赶紧侧过脸去 生怕爷爷发现 脸上露出的尴尬 还好 老爷子翻来覆去看了一会 将结婚证还给林诗英 对他说道 你跟你爸先出去 我和小语单独说会话 林家父女面面相去 不知道老爷子葫芦里卖什么药 还是走了出去 临走时 林诗英朝叶天宇眨眨眼 意思让他说话注意点 叶天宇假装没看见 平得一声将门关上 气得他挥舞着粉泉 屋内 老爷子怕了拍床檐 示意叶天宇坐过来 叶天宇乖巧地坐在床边 看着老人 听青山说 你用了玄天颤针救了我 看来你已经得了你师父的真传 叶天宇谦逊 我只学了点皮毛 和师父比起来还差得远 老爷子点点头 已经不简单了 玄天颤针可是叶真人的绝学 想必其他功夫 你也学了不少 叶天宇默然 十几年来 叶老道将一身京士害俗的本事 传授给了他 叶天宇天赋过人 无论是一道武道 还是其他本领 都练得出神入化 大有青出于蓝 近些年 叶老道让他独自处理一些事物 叶天宇均能出色完成 顺带着在江湖上 还闯出了神医名王的称号 知道我为什么急着 让你和丫头结婚吗 见叶天宇表情没啥变化 老爷子说出真相 因为我想让你保护他 有人想对他不利 我懂了 联想到刚才在路上发生的事 叶天宇知道 老爷子所言不虚 立刻说道 爷爷 你放心 有我在没人动得了诗音 顿时 老爷子眉头舒展开来 小子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说完 朝门口看了看 低声说道 你和丫头联合起来 骗我老头子 不过老头子 我心里挺高兴 叶天宇正了一下 不知道老爷子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和诗音拿着假结婚证 糊弄我老头子 以为我看不出来 老爷子 原来你都知道了 诗音从小在我身边长大 他的那点心思 我会不知道 老爷子一脸得意 从他那么爽快 答应和你结婚 我就知道 他心里藏着小九九 他可不是一个轻易 被别人决定的命运的人 哪怕是他最亲的爷爷 叶天宇竖起大拇指 老爷子 您这演技 绝对比那些电影明觉强多了 我们那是 一点没看出来 老爷子呵呵一笑 小语 你可不能告诉丫头 这是咱爷俩之间的秘密 诶 我听明白 这丫头什么都好 就是太争强好胜 所以我恳请你师父 把你弄到他身边保护 有你在 我就放心了 老爷子叹了一口气 看着叶天宇 小语 丫头我就交给你了 他性子傲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你要多包容他 他弄出这假结婚 是一时接受不了 等你们处久了 我相信 他一定会接受你的 只是现在委屈你了 不委屈 一点都不委屈 叶天宇连连摇头 心里却道 我现在有婚姻在身 真正委屈的是他才对 还有 我让诗音在天威集团 给你安排了一个职位 你明天就跟丫头一起上班 书房内 林诗音向父亲说了 路上发生的事情 你没受伤吧 林远征惊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拉着女儿左看右看 爸 我没事 林远征心有余悸 你是说五六个蒙面人 还带着家伙 要带你走 林诗音点点头 然后他们一个个突然跪倒在地 你和叶天宇开车跑回来了 嗯 林远征疑惑道 你说 这会不会是叶天宇做的 林诗音想了想 摇摇头 我当时也是这么猜的 可是他就在我身前 和那些人还隔着好几米远 而且身子动都没动 这就奇怪了 林远征沉思片刻 玄机道 先不管这些 以后出门一定要带着保镖 你那跑车 也别一个人开着乱跑 我猜这些人 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 哎 这次你和叶天宇结婚 我知道你心里不愿意 可这是你爷爷安排的 我也不好阻拦 委屈你了 爸 别这么说 爷爷身体不好 现在没什么 比让爷爷高兴 更重要的是 我没什么委屈的 那就好 你爷爷让你给他在天威 安排一个职位 还叮嘱一定要安排好 你准备 把他放到哪个部门 林诗音铁贴嘴 爸 你就别操这份心了 我早就为他准备好了职位 与此同时 江州一处别墅 脸上长着肉流中年男子愤怒道 他妈的 该死小子早不来 晚不来 偏偏这时候跑来 还救了那老东西 旁边长相酷似他的男子问 哥 老东西醒了 我们该怎么办 虽然老东西醒了 但是他已经老了 不足为患 只要林诗音消失了 老东西只能将天威集团 交给我们管理 中年男子阴冷地说道 那 林诗音那丫头怎么处理 你放心我已经开始了下一步计划 说到这 门外传来敲门声 进 嘎吱一声 一个光头黑衣男子走了进来 那丫头搞定了 中年男子冷声道 老板 出了点意外 让他逃了 光头男子小心说道 废物 中年男子脸上的肉流跳了跳 怒斥 我拿那么多钱养着你们 居然连个黄毛丫头都拿不下 一群废物 老板 您先别激动 这次纯粹是个意外 相信我 光头连忙解释 结果 被中年男子一巴掌护在脸上 这么好的机会 你都给搞砸了 还指望我相信你 中年男子眼中闪烁着冷忙 看来只能去找他了 吃过晚饭 老爷子又把叶天宇叫到房间 陪他下棋 下午的时候 叶天宇给他又扎了几针 周身穴位推拿了一遍 老爷子惊奇神好了很多 跟叶天宇连下了好几盘 老爷子胜多富少 最后 老爷子尽兴 一推棋盘 小宇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我就不耽误你了 赶紧回房休息吧 说完朝叶天宇眨眨眼 意思你懂的 叶天宇站起来 对陪坐在一旁的林远征夫妇道 叔 爸妈 我去休息了 林远征恩了一声 叶天宇走到门口 老爷子跟在后面喊道 小子 晚上悠着点啊 听到这话 叶天宇一个猎浅 差点摔倒 老爷子真够皮的 知道他和林诗音之间是假结婚 却故意这么说 卧室呢 林诗音洗完澡 换上粉色睡衣 晃动着两条修长奶白的眉腿 趴在床上跟闺蜜V姓聊天 巾巾不让须眉 诗音 你说你结婚了 天啊 真的假的 惊恐 诗情画意 当然不是真结婚了 刘瀚 金国不让须眉 假的 为什么 疑惑 诗情画意 一言难尽 刘瀚 金国不让须眉 则则则 能娶卢第一美女的一定是位大帅哥吧 寒寒 发张照片过来 让我也欣赏欣赏 窃笑 诗情画意 没有 白眼 金国不让须眉 真消遣 还假结婚 这么藏着掖着 是怕我抢了你男人 咱俩可是死党闺蜜 好男人就该一起分享啊 坏笑 诗情画意 陈月月 滚 就在这时 嘎吱 房门被推开 叶天宇背着帆布包走了进来 啊 林诗音惊叫一声 狼狈的 将被子盖在身上 羞脑的瞪着叶天宇 谁 谁让你进来的 叶天宇无奈一探手 我被爷爷赶来的 今天可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难道你让我去睡客房 林诗音顿时无语 是啊 今天是他和叶天宇领证的日子 从现在开始在林家人眼里 自己就是这个男人的妻子了 总不能领证第一天 就把他赶去睡客房吧 可是 自己的私密空间 突然多出一个陌生男人 他实在接受不了 更让他羞愧的 自己身上现在只穿着睡衣 贴身都没穿 你先出去 等我换身衣服 再进来 叶天宇盯着猛丑 看得林诗音一阵心慌 才黑黑笑着退了出去 等到叶天宇敲门进来 林诗音已经穿得整整齐齐 他警惕地看着叶天宇 想着今后和这个男人同居一事 想死的心都有 林诗音从衣柜中拿出被褥 扔到叶天宇的身上 嫌弃道 你 要么睡沙发 要么睡地上 总之与我的床 保持两米以上距离 而后 回到床上 冷冷道 还有 房间里淋浴洗手间 你不许用 呵呵 那我晚上要稀稀去哪 一楼客房 行吧 叶天宇答应一声 将被褥铺开 打了的地铺 还别说 被褥又香又软 躺在上面 比山里木床舒服多了 一日 吃过早饭后 林诗音开车 带着叶天宇 去天威集团 林诗音一路精神奄奄的 昨晚根本没睡好 或者说 根本就没睡 本来和一个陌生男人 在一个房间睡觉 就提心吊胆的 更可气的是 这犊子一晚上呼噜到天亮 林诗音扔了一晚上抱枕 不娃娃 嫩是没砸醒这犊子 黑灯瞎火的 自己又不敢下床 只能睁着 眼看天花板到天亮 这犊子倒是精神奕奕的 早上起来 居然兴致勃勃 和爷爷下了一盘棋 哄得爷爷开心得不得了 临走时 一再叮嘱诗音 在公司 一定要把叶天宇安排好 安排个鬼 林诗音 恨恨地一拍方向盘 等着瞧 车子驶出庄园 进入大街 林诗音一脚刹车 冷冷道 你在这下车 打车去公司 我还有点事 到公司再联系我 啥 让我打车 爷爷让我跟着你 你没听见吗 林诗音秀眉一触 打量了眼夜天宇 带着这个土鳖进公司 还不被公司员工笑话死 不行 绝对不能跟他一起进公司 我身上没钱 宰得打车吗 林诗音眉头一挑 一脸嫌弃地 从钱包里掏出一达红票子 去买身像样的衣服 土得掉渣 公司就没有你这号土包子 不挺好吗 这可是华山一带最时髦的行头 叶天宇嘟囔一句 还是接过票子 这里是城里 不是山上 没钱 到哪都不方便 谢谢啊 林诗音没理他 一踩油门 保时捷剑一般射出 看着保时捷消失的车影 叶天宇摇摇头 想起老爷子的话 这丫头骄傲得很 看在老头的面子上 你要迁就着点他 老爷子 都这么说了 还能说啥 先让他嘚瑟嘚瑟 回头再收拾你 叶天宇在路边 打了辆出租车 半小时后 车子在天威大厦停下 天威大厦位于 卢阳CBD中心 是一座高层的办公建筑 天威集团四个大字 如同卢阳地标一样耀眼 叶天宇背着帆布包 走进大厦 边走边 嘖嘖出声 见这栋大厦 该花不少钱吧 前台小妹 见到一位帅哥 向自己走过来 眼前一亮 可扫视他一身 土气着装 尤其年代感十足的 黄胶鞋 顿时心里充满了失望 哎 这年头 帅又不能当饭吃 先生您好 请问 您有什么事吗 出于职业操守 前台小妹 仍然保持着脸部微笑 很有礼貌问道 咦 美女 叶天宇 看着前台夸张地大叫着 嗯 身材修长 五官精致 微笑甜美 我靠 大美女啊 前台小妹却是脸羞红 有些称怒道 先生 这是天威集团 请你小声一点 话虽如此 却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 女孩子哪个不喜欢被人赞美 她感觉心里甜丝丝的 不过 眉宇间藏着寅远的痛 美女 如果我没猜错 你应该是来那个了吧 是不是每次来都很疼 叶天宇神秘兮兮凑近她 我教你 每天早中晚各按一下 永泉百会等学 左一圈又一圈地安 每次五分钟 坚持医院 我保证你以后就不会痛了 你 前台小妹满脸诧异地看着叶天宇 她是怎么知道自己那个来了 而且她说的 怎么和自己看的老中医说的一模一样 只不过她觉得中医不靠谱 所以没有尝试 现在看来 有必要试一试了 希希 你嘴可真甜 你不会是来泡我的吧 前台小妹眼嘴偷笑 大厦里想追求她的男人太多 花样百出 她见怪不怪 叶天宇看着小妹摇摇头 不是 我是来找林诗英的 小妹虽然长得还行 七八分姿色吧 不过和林诗英没法比 与自己扮了正老婆楚梦汉 也相差甚远 想到与自己有过交集的两位美女 叶天宇嘴角扬起了一个好看的弧度 原来不是来泡我啦 前台小妹莫名感觉一丝失望 这家伙虽然穿着土气 可长得挺帅 关键是 嘴真的很甜 突然间一下打住 惊讶道 你说来找林诗英 对啊 怎么了 她不是天威的总裁吗 我们总裁是叫林诗英 小妹的话说道 这就停了下来 林诗英 不仅是天威总裁 还是卢阳四大美女之首 眼前这家伙土里土气 还一脸色眯眯的 她会认识美女总裁 开玩笑吧 叫林诗英就没错了 就是她让我来的 可是 前台小妹有些犹豫 她不认为 这个土气的穷屌丝 会认识总裁 不过公司会议上 领导一再强调 让他们这些前台接待的 不要以貌取人 再看她如此的淡定 说不定是总裁的什么穷亲戚 请问 你找我们总裁 有提前预约吗 前台小妹谨慎地问道 一般来找总裁 基本都是提前预约的 见她还要预约吗 我可是她请我过来的 我是她 嗨嗨 你们总裁的办公室在哪 告诉我 我自己找她 总裁请你过来的 小妹看了眼寒沉的叶天宇 轻笑一声 帅哥 你怎么不说 你是总裁的老公啊 叶天宇顿时满头黑线 卧槽 这都被她猜出来 大公司前台果然不一样 见多识广啊 美女 我真是林诗音让我来的 不相信你可以打电话 前台小妹眼看叶天宇信誓旦旦的 将信将疑地拿起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小妹 这里有一个人想找总裁 她叫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小妹捂着电话 对着正偷眼瞧她的叶天宇问道 叶天宇 你叫我小雨哥 或者叫我叶帅哥都行 没问你那么多 臭评 前台小妹白了叶天宇一眼 娇称道 小妹 她说她叫叶天宇 叶天宇 总裁的预约上没这么个人 好了 总裁很忙 等会她还有个会 你们这些前台怎么回事 不知道建总裁要预约吗 赶紧让她走 说完 那边的萧蜜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这个萧蜜匆忙中接了这个电话 语气有些不悦 小妹吐了吐舌头 再看叶天宇 你没有之前的和善 先生 萧蜜说 总裁没有跟你预约 你不是来捣乱的吧 怎么可能 分明是林诗音 让我直接找她的 一个秘书她知道个屁 叶天宇撇撇嘴 不屑说道 什么 你居然敢说 萧蜜知道个屁 前台小妹惊愕地看着叶天宇 要知道 萧蜜可不是普通秘书 她是集团董事秘书 还兼着市场部经理 是总裁最信任的人 在集团比那些部门经理 话语权大多了 现在这个穿着土气的小子 竟然在这里诋毁萧蜜 这话 传到萧蜜里 她这个前台也不用干了 天威集团是上市集团 江南省有名要起 工资待遇在卢阳企业中数一数二 这么好的工作 哪里去找 哎 哎 我说 你在想什么呢 赶紧给林诗英打电话 要不告诉我 她办公室在哪 我直接找她 叶天宇看着发呆的小妹催促道 对不起先生 如果你想无理取闹 我叫保安请你出去了 前台小妹被萧秘书电话里责备 再加上这犊子满嘴胡言乱语 态度也变得不善 喂 喂 喂 干什么的 这时 一个看着有些派头的保安 快速朝这边赶来 对小妹关切问道 妹儿 这小子是不是来捣乱 没占你便宜吧 说着舔着脸朝妹儿 套了过去 妹儿身子往后挪了挪 眼神中闪出了一丝鄙夷 很显然对这个保安不怎么感冒 不过 底气足了不少 凯哥 他在这无理取闹 请你赶他出去 听了妹儿的吩咐 叫郑凯的保安队长 顿时来了精神 小子 早就注意你鬼鬼祟祟的 不是什么好人 你知不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 敢在这里闹事 为了在妹儿面前显摆一下 郑凯故意将声音说得很大 谁鬼鬼祟祟 老子是来找人的 没工夫 跟你瞎裂裂 叶天宇无比郁闷 来老婆公司 居然被前台和小保安刁难 你替瞎逼逼傻 到底走不走 郑凯一听 勃然大怒 聊起袖子来 准备去掏紧棍 叶天宇不等他伸手 鬼魅般欺身上前 下一秒 郑凯别在腰间的锦棍 出现在叶天宇手里 你他妈的 卧槽 你别乱来啊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 让你进橘子去 郑凯一脸惊恐地看着叶天宇 自己的锦棍 什么时候到这小子手里了 自己一点都没感觉到 嘿嘿 我不信 叶天宇抓住锦棍两端一扭 锦棍硬生生扭成U形 在一宁变成了铁麻花 卧槽 看着不断变形的锦棍 郑凯瞪大了眼睛 眼珠差点掉下来 这梯 太强悍了吧 锦棍橡胶 这是人能干的事吗 喂 总裁办公室在几楼 叶天宇将锦棍赛还到郑凯手里 笑咪咪问 呃 十八楼 郑凯看着手里的铁麻花 咪咪邓邓地回道 叶天宇拍了拍郑凯的肩膀 冲傻愣着的小妹挥了挥手 朝电梯走去 喂 你不能上楼 眼看着叶天宇进了电梯 郑凯这才反应过来 拎着麻花紧棍上了另一部电梯 叮 电梯门打开 叶天宇一个剑步跨出电梯 不想幽香扑鼻 一个女人迎面与她撞了一个满怀 对方柔软的身子 弹性十足的娇躯 差点被她撞散架了 幸好叶天宇本能的一抱 才没把人撞飞 呃 叶天宇心里尴尬 这一抱手上握住那啥了 事出突然 女人居然忘了挣扎 抬起头与叶天宇的目光对视 是你 两人同时惊呼出声 你怎么在这里 相同的话 相同的语气 这世界 还真小啊 望着怀里一脸不可思议表情的楚梦汉 叶天宇感慨 四目相接 面对叶天宇炙热的目光 楚梦汉心虚地将目光收回 娇称道 你 你撞疼我了 哦 对不起 松开楚梦汉 叶天宇尴尴尬地挠挠头 你怎么在这里 楚梦汉脸色飞红 极不自然地说道 我是爱找诗音有点事 原来你也认识林诗音啊 那太好了 看着一脸娇羞的楚梦汉 叶天宇心里直乐 太好了 听口气自己的两个老婆 不仅认识 还相当地熟络 那以后 岂不是再次打量起自己捡来的老婆 今天 楚梦汉穿着路肩米白色长裙 夸着小昆包 一双玉腿长而直 身材妙慢 气质优雅 见叶天宇冲着自己傻乐 楚梦汉脸更红了 慌忙将目光头到一边 我还有事 我 我先走了 说着按下电梯 急慌慌想进电梯 等一下 叶天宇一把抓住女人的胳膊 楚梦汉一惊 挣扎道 你 你想干什么 叶天宇贴着女人的耳垂 低声道 我就在这里工作 有什么事来这里找我 嗯 楚梦汉低哼了一声 挣脱叶天宇 倩吟很快消失在电梯里 目送楚梦汉离开 叶天宇朝走廊的镜头总裁办公室 直接走了过去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 里面隐约传来翻动文件的声音 透过门缝 看到一个埋头专注批准文件的角色美女 叶天宇嘴角扬起了一个弧度 老婆办公的样子 真的很漂亮 此时 林诗英穿着一件白衬衫 外面是天蓝色职业装 绣发披肩 美眸如秋水 气质浊然 看着专注工作的老婆 叶天宇不忍打脚 悄无声息地推开门 轻手轻脚地走近 坐到门边的沙发上 顺手拿起茶几上的小慈悲 边瞎着保养茶 边欣赏眼前美女 林诗英的办公室很简约 两排书架上 放满了各类型的书籍 书籍按门类 大小依序排列 宽大的办公桌上 一尘不染 文件 办公用具 摆放整齐 看得出来 女人对工作的态度很严谨 每个细节都在追求完美 此刻 假装忙碌埋头批阅文件的林诗英 心中异常的愤怒 简直恨到了极点 这独子太可恶了 进自己办公室不敲门也就算了 连招呼 也不打一个 就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更可恶的是 居然端着自己刚喝的养生茶 这是想和自己变相接吻 还有 那双贼眼睛 咕噜噜地盯着自己胸乱看 终于 林诗英受不了叶天宇猥琐的目光 豁得站起身 双手环抱 盯着叶天宇冰冷道 看够了没有 没有 叶天宇理直气壮地说道 欣赏美女这么愉悦的事情 就这么一会儿 怎么可能看够 林诗英脸上浮现一抹韵色 却无可奈何 这家伙 现在是自己名义上的丈夫 昨晚 还和自己睡在同一个房间 一想到昨晚那一夜的呼噜声 他就来气 你是猪啊 一晚呼噜到天亮 林诗英越想越气 随手抓起桌上的文件夹 狠狠朝着叶天宇砸了过去 叶天宇微微偏头闪过 这种程度的偷袭 根本不值一提 啊 文件飘飘悠悠 砸在跟着叶天宇上来的保安队长 正开脸上 正开不顾脸上疼痛 一脸掐妹上前问道 总裁 您没事吧 要不要把这家伙赶出去 滚 林诗英正好有气没处发 一脸寒霜喝道 正开一脸猛逼站在门口 不知道总裁是叫自己滚 还是叫沙发上的家伙滚 正字发呆 叶天宇站起来 拍了拍正开肩膀 嘲弄道 喂 我老婆叫你出去 没听到 傻逼 老婆 这下正开是真的傻了 冰山女王居然是这土别的老婆 看到正开呆呆站在门口 林诗英一脸寒霜地走上前 低声警告 今天的事要吐露出一个字 立刻卷铺盖走人 滚 是 是 总裁 正开啪的一声进了个礼 毕宫毕竟退出办公室 小心把门带上 才长于一口气 我尼玛 这拉里拉他的家伙 居然是总裁老公 林诗英警告完正开 回头却发现 叶天宇不知什么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舒服地靠在椅背上 悠闲地转着椅子 老婆 女人要温柔点 别动不动就拿东西砸人 你看把人砸到了吧 叶天宇拍了拍椅子扶手 一副教训语气 你 林诗英脸上覆盖一层寒霜 喝道 你给我起来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谁让你做的 老婆 你说什么 能不能大声点 我听不清 叶天宇装聋作哑 还故意用手掏了掏耳朵 恶心 面对这样无赖男人 林诗英有种秀才遇见兵 有理说不清 看着这犊子 色迷迷地盯着自己 真想过去将他还扁一顿 握了握自己的粉拳 林诗英妥协了 无奈地把扔在地上的文件捡起 来到办公桌前 将文件递给叶天宇 冷道 你看一下 把他签了 叶天宇接过文件 看都没看 往桌上一放 笑道 老婆 我读书少啥也不懂 你帮我签吧 对了 你不会是想把我卖了吧 谁是你老婆 这是聘用合同 你必须自己签 林诗英一阵抓狂 碰上这么个不要脸的家伙 他感觉有力无处时 卖了他 要是能做到 他不介意把他卖到月球 去挖矿 聘用合同 叶天宇作证身子 一本正经道 老婆 咱们是一家人 有必要弄得这么正式吗 呸 谁和你是一家人 林诗英银牙紧咬 捏紧小粉拳 自己平时打交道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即使有些顽固 在他面前 也假装规规矩矩的 什么时候遇到过 这般没脸没皮 耍赖不讲理的家伙 他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的情绪 平复下来 正要说话 却见叶天宇一脸诡异 对他做出一个虚声手势 林诗英走到他身边 呵斥 装神弄鬼 你给我起来 叶天宇没理会他 头贴着办公桌面倾听着 林诗英气不过伸手去推他 可手刚伸出 却被叶天宇轻轻一带 一屁股坐在叶天宇的大腿上 叶天宇揽住他的小蛮腰 身子微微前倾 另一只手伸到办公桌底下摸索 林诗英又惊又怒 没等反应过来 身子已经躺在男人怀里 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却发现男人的手臂像铁圈一样 根本挣脱不了 闻着男人身上的气息 林诗英一瞬间竟然有些失神 不过 林诗英到底不是普通人 身为天威集团的总裁 很快恢复了平日的冷峻 放开我 叶天宇没有搭理他 埋头继续在桌下摸索着 快放开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 林诗英真的急了 此刻 走廊里隐隐传来 哒哒哒的高跟鞋声音 他知道是自己的秘书 来通知自己开会的 须 叶天宇终于从桌下探出身子 松开林诗英的先腰 做出嘘声的动作 在他疑惑的眼神中 摊开手掌 一枚扭扣大小的黑色物件 映入眼帘 这是什么 林诗英好奇地看着 叶天宇手里的物件 叶天宇没有说话 在办公室里走了一圈 在书架后摸了摸 在沙发下摸了摸 然后走了过来 摊开手掌 上面又多了一个相同的黑色物件 这是什么 林诗英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紧张地问 窃听器 叶天宇看着林诗英 右手一捏 直接将两个窃听器捏成粉碎 什么 窃听器 听到这话 林诗英脸色骤变 自己的办公室 居然被人装了窃听器 那自己说的每句话 岂不是都被窃听了 如果天威集团的商业秘密 尤其是奥旦同研制计划 被对手公司窃听了 到时候 天威集团将面临巨大的打击 想到这里 林诗英的冷汗都冒了出来 林总 董事们都到了 就等你过去开会 这时 门外传来秘书的声音 我知道了 你先去准备 我收拾一下 马上就过来 打发走秘书 林诗英盯着叶天宇 看不出 你还有两下子 你是怎么发现窃听器的 叶天宇不以为然 窃听器 老掉牙的玩意了 林诗英皱眉 那现在怎么办 叶天宇看了眼脸色煞白的女人 这种低劣手段 一看就是小鱼小虾 没事你先去开会 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 你来处理 林诗英盯着叶天宇 道 难道不需要报警 报警 只会打草惊蛇 没任何用处 这是你甭管了 叶天宇瞥了眼林诗英 当前最重要的是你的安全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的贴身保镖 你的安全 交给我负责 就你 林诗英看了眼 略显单薄的叶天宇 带着几分怀疑神色 听说干这一行的 都很厉害 你有啥绝活 是会胸口碎大石 还是能单手开砖 使出来让我瞧瞧 他相信叶天宇有点本事 治病更是一流 但要说保护自己 就他的小身板 和五大三粗的保镖 比差远了 你当我是玩杂耍的 还胸口碎大石 单手披砖 哪两块哪待着去 叶天宇不屑一顾 胸口碎石 单手披砖 这些小儿科 他六岁就会了 气 没那本事 就别吹牛 你刚刚说 要做我的贴身保镖 对吧 林诗英一脸深意地 看着叶天宇 从他的眼神 叶天宇看得出来 这女人根本就不相信自己 那把这合同签了 林诗英拿起桌上的文件 递给他 刚才 林诗英递给叶天宇的文件 他瞧都没瞧 就放在桌上 这次 他的眼角余光 瞟了下 顿时脸都绿了 保安合同 叶天宇接过文件 仔细看起来 确实是保安合同 什么 你让我去当保安 叶天宇心中 一群草泥马在奔腾 有没搞错 想他堂堂天华门掌门弟子 江湖上威名赫赫的神医名王 居然去做保安 这要是传出去 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虽然说保镖跟保安名字差不多 但是工作性质天壤之别 保镖好歹 也比保安高大上一点吧 看着叶天宇 一脸错愕表情 林诗英嘴角闪过一丝 微不可查的得色 不然呢 保安部正好缺人 你去顶上 老爷子让我贴身保护你 叶天宇强调了一句 林诗英表情淡然 那不就是保安吗 你守好天威的大门 就是对我最好的保护 看着叶天宇一副吃别的表情 林诗英的眼里笑弯了腰 叶天宇反应过来了 这娘们根本就是刻意刁难 从昨晚同房后 态度就变得恶劣起来 你算你狠 拿起笔签下自己的名字 看着得意洋洋的林诗英 叶天宇暗暗发誓 迟早把这娘们好好地摩擦 让她知道老公 我不好惹的 我让人带你去保安部报到 林诗英拿起桌上电话 拨通了保安部经理的号码 不一会 保安部经理急匆匆赶了过来 公公静静喊了声 林总 林诗英指着叶天宇吩咐 给他找一身制服 到保安部上岗 今后他就是你的人了 接着刻意强调了一句 把他看好了 别让他捅娄子 是 林总 保安部经理不敢多说什么 点头答应 点头哈腰地 带着叶天宇 退出办公室 林总 叶天宇一脸深意地 看着林诗英 关心说道 红枣枸杞挡身茶 老婆 你月经不调啊 别急啊 晚上回去 老公就给你治哈 哐当 叶天宇一阵风势地 逃出办公室 身后一个精致茶杯 直接飞了出来 滚 电梯内 保安部经理疑惑地看着叶天宇 他在天威集团担任保安经理 已有些年头了 总裁亲自安排一名保安上岗 他还是头一次见 这个土里土气的家伙 难道有什么大来头 琢磨了半天 这哥们才拍了拍叶天宇的肩膀 问道 兄弟 你和咱们总裁 什么关系 叶天宇漫不经心回道 我是他男人 他男人 保安经理一个踉枪 差点摔倒 嘴巴如动了两下 还是没敢继续问下去 在天威集团工作这么多年 他深深明白一个道理 有些事不能多打听 知道的太多 未必对自己有好处 什么都装糊涂 才是最好的明哲保身 出了电梯 保安经理 小心翼翼 陪同叶天宇 来到大厦保安室 进入保安室 这哥们才恢复了些气势 面对保安队长郑凯 他叮嘱道 这位叶先生来这里工作 你要照顾好 出什么纰漏 你给我卷铺盖走人 听到没有 郑凯看到是叶天宇 眼睛都直了 行到公司那么多岗位 这位大爷 怎么来我这小庙 装大神啊 一会的功夫 自己已经听到两次 卷铺盖走人的话了 这是尊大神啊 咱郑凯 岂敢有一丝的怠慢 估计这位 也就是来视察的 应该不会待太长 是是是 曹经理 我郑凯做事 您还不放心吗 郑凯咧嘴苦笑 嗯 曹经理冷哼一声 转身变脸般露出灿烂笑容 叶先生 那就委屈您了 有什么事 直接找我 这些兔崽子 要敢为难你 我饶不了他们 呵呵 没事没事 你忙你的 不送啊 叶天宇大咧咧 往沙发上一靠 翘起二郎腿 看着曹经理 离开的背影 其他保安的目光 都集中在叶天宇身上 这位爷是谁啊 这么大仆 哥几个好啊 以后 咱们可就是同事了 叶天宇 看着面面相去的保安 打着招呼 同 同事 正在倒水的郑凯 差点把杯子打翻 你是说 你来这当保安 是啊 这不来报到了吗 报到 郑凯将茶地上 低声道 老大 你 你不是说 总裁是你老婆吗 怎么当上保安了 哎 叶天宇一脸无奈 招手让郑凯福尔过来 女人吗 来那个了 心情不好 你懂得 郑凯连连点头 我懂 我懂 同时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刚才还担心队长位置不保 原来是小夫妻在闹矛盾啊 估计关系一解冻 这尊大神就得离开 叶天宇似乎看出郑凯的心思 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心 我在这 你还是队长 没人跟你争这位置 不不不 在这里 你才是老大 郑凯一脸谦逊说道 当即掏出一根烟地上 老大 来跟华子 刚才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把小的当个屁给放了吧 挺会来事 叶天宇夹着烟 满意地拍拍他的肩膀 不知者不怪 凯哥是吧 好好干 有前途 叫我阿凯就行 谢谢 谢谢老大栽培 郑凯咧嘴一笑 恭敬地将香烟点燃 看得一旁保安眼睛都直了 趁着郑凯到后房找制服的机会 其他保安凑到他身边 打听到 凯哥 这位到底谁啊 妈的谱也太大了吧 郑凯低声严厉道 你们给老子听好了 今后这位就是咱们这里的爷 不 是整座大厦的爷 一定给老子服侍好了 凯哥 你倒是说 这位爷是谁啊 这些保安也看出来了 眼前这年轻人身份肯定不一般 郑凯瞥了眼靠在沙发上悠闲抽烟的叶天宇 我说了 你们可不能随便乱传啊 否则老子下岗了 你们也跟着倒霉 这些人都愣啊 你嘛 这么严重 偷偷告诉你们 是总裁的老公 郑凯压低声音说道 啊 卧槽 我乐个趣 叶天宇光荣上岗了 崭新的棕褐色保安制服穿在身上 还别说挺像那么一回事 只不过歪戴着帽子 稍显脾气 叶天宇在大厦里瞎逛忧 保安队长郑凯跟在身后 拿着帽子给叶天宇扇风 一边拍着马屁 老大 这身制服穿在您身上 像定制的一样 简直不要太帅 小弟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 绵绵不绝 行了行了 阿凯 哥知道自己帅 你没看到那些美眉 一个个望穿秋水的 看着郑凯一副八节奉承 想到之前对自己横眉怒对 一脸蔑视 心到这家伙 就踢一马屁鲸 哎 拍就拍吧 谁让哥确实帅呢 叶天宇目光在大厦内寻缩 此时不少衣着时尚 打扮性感的年轻女子 进进出出 宛若一道明亮的风景 颇为扬眼 阿凯 带我到前台检查一下 看看那边的安保工作 是否到位 叶天宇一副领导派头 对身后的郑凯吩咐道 呃 检查前台安保 老大你确定 不是去泡前台美女 郑凯眼神复杂 妹儿可是她的菜 这位也不会看上了吧 那自己拿什么去争啊 当然 这些话只能藏在心里 她是万万不敢说出口的 带着叶天宇走向前台 前台的妹儿正在电脑上操作 突然感觉一道阴影压过来 抬头看到叶天宇 一脸痞笑地盯着自己 叶 叶天宇 你怎么 妹儿一脸猛逼 这家伙 怎么穿上了保安制服 还歪戴着帽子 一脸痞笑 妹儿 叫叶先生 他现在是我们保安部老大 郑凯赶紧上前 讨好地说道 叶先生 老大 妹儿更糊涂了 凯哥 你不当保安队长了 郑凯一脸尴尬 那个 那个 妹儿 怎么样 我这制服帅吧 我现在可是一名光荣的保安 你别听他的 叫什么叶先生 显得多生分 咱们现在是同事了 你就叫我小语哥 叶天宇一副领导拍头 嘚死地拍了拍他肩膀 死 郑凯感到一阵牙疼 小语哥 妹儿 偷偷看了眼叶天宇 水嫩脸但有些飞红 乖 这就对了 叶天宇得寸进尺地摸了摸满的嫩脸 一脸见笑 这回 一旁的郑凯不光是牙疼 脸部肌肉狠狠抽了抽 不过 还是自觉地转过头看向外面 随即怒骂一声 草 又提示着混蛋 滋 就在叶天宇感到莫名其妙 一道刺耳的急刹车声传来 叶天宇转头看去 一辆银色宝石结 炫酷地停在门口 一位穿着考究的年轻人 叼着香烟 手捧一大束玫瑰花 带着一副欠扁的表情 走了进来 身后跟着两个墨镜黑西装的壮汉 一看就是保镖 这家伙是谁啊 这么嚣张 叶天宇不满地问道 这混蛋叫蔡坤 是来泡集团肖密的 他妈的 肖密也是他能惦记的 郑凯撇撇嘴 一脸不屑 叶天宇笑笑 那咱们这位肖密 一定是个大美人了 那是必须的 集团除了总裁 就是你老婆 就数她最漂亮了 郑凯一脸骄傲 搞得这位肖密 像他老婆一样 叶天宇若有所思 听你这么说 我倒很想见见 这位大美女了 这时 叫蔡坤的家伙 静止朝这边走来 只见郑凯一个剑步冲了过去 叶天宇看在眼里 顿时有些刮目相看 没想到这个马屁精保安队长 居然也有血性一面 毕竟一个地位卑微的保安 不畏强权 实在有些难得 事实证明 叶天宇是想多了 刚刚还一脸不屑的郑凯 来到蔡坤面前 点头哈腰问候 蔡少爷 您来了 嗯 蔡坤叼着香烟 嘴里轻哼一声 草 得性 叶天宇有些鄙视 随即眼神发狠 这拽了巴基的家伙 到老子地盘 来泡妞 这习惯不能惯着 蔡坤手捧鲜花 叼着香烟 自顾自地朝电梯走去 自此至终 郑凯都拱着腰 一脸恭敬 只是走到电梯前 蔡坤的脚步停了下来 叶天宇堵在电梯口 手拿警棍一指他 站住 蔡坤眉头一皱 一个穿着制服的保安 居然敢拿着警棍指着他 你替谁啊 新来的吧 知道本少是谁吗 蔡坤脸沉了下去 以往那些保安看到他 巴结都来不及 这小保安倒好 竟敢拦下他 还用警棍指着他 活腻歪了不成 老子管你是谁 登记了吗 来公司的人必须登记 否则给老子滚蛋 叶天宇不屑地说道 草 有意思 本少来天威 还要登记 你替小保安 敢跟老子这样说话 看来老子最近仁慈了 蔡坤冷笑一声 想他堂堂卢阳四少的蔡大少 在卢阳地界 居然被一个小保安呵斥 这要是传出去 他的脸往哪个 去 帮着孙子松松鼓 剃得敢拿警棍指着老子 蔡坤退后一步 朝身后的保镖拦了拦嘴 是 蔡少 一名保镖 扭了扭脖子 朝叶天宇走了过来 嗯 蔡少 蔡少 他就一心来的 不懂规矩 您千万别计较啊 身后的郑凯脸 都下白了 赶紧拦下保镖 怕这话不起作用 上前凑到蔡坤的耳边 叽叽咕咕嘀咕了几句 哦 有这么回事啊 蔡坤听了一愣 不幸地上下 打量起叶天宇 嘖嘖道 见鬼了 林大美女 居然好这口 好 今天就给林总一个面子 蔡坤回头 对正要上前的保镖吩咐 你 去登记一下 谢谢 谢谢蔡少 郑凯一脸感谢 然后将叶天宇拉到一旁 低声解释 这位蔡少 是蔡氏集团的少东家 蔡氏集团 跟咱们天威集团 是合作关系 您看 此刻 郑凯感觉自己 就是只风箱中老鼠 两头受气 谢 老子管他什么蔡少计少的 不登记 都替给我滚蛋 叶天宇根本不屑一顾 是是是 您看蔡少也登记了 你就让他上去吧 郑凯疯狂地朝叶天宇打着眼色 你眼睛眨个鬼 老子眼睛瞎啊 他都登记了 老子还拦个AO 叶天宇瞪了他一眼 侧身让出道来 郑凯尴尬一笑 按下电梯 跑到蔡少跟前 蔡少 您请进 小子 不要以为有点背景 就有恃无恐 在卢阳你还嫩了点 蔡少冷笑一声 带着保镖 静止走进电梯 看着电梯徐徐上升 郑凯一脸愤慨 老大 别跟这混蛋一般计较 他就是卢阳一条恶狗 草 凯哥 你真强 看着正气凛然的郑凯 叶天宇竖起大拇指 这家伙不光是马屁精 还是条变色龙 真替人才 接下来 郑凯带着叶天宇 在大厦里里外外转了一圈 经过刚才的事 叶天宇也没了多少心智 看了眼时间 过去有大半个钟头了 还没见蔡少下来 心中一动 问郑凯 你说的那个萧密 在几楼办公 十七楼 郑凯想都没想 随口答道 嗯 我自个上楼转转 你就别跟着了 说着 叶天宇朝电梯走去 哎 郑凯答应一声 转身朝大厦门口走去 走到门口 回头看了眼闪身进入电梯的叶天宇 脑子里 突然闪出一个不好的念头 要出事 郑凯惊出一身冷汗 赶紧朝电梯跑去 十七楼 市场不经理事 气氛有点压抑 手捧鲜花的蔡坤 一脸贪婪地盯着办公桌后的一个成熟美女 美女一身合体的淡粉职业妆 夫如宁之 身材鲜柔 山峰傲然 一双桃花眼 妩媚撩人 这长相 这身材 放眼美女如云的天威集团 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他便是萧青年 天威集团董事秘书 兼市场部经理 蔡坤 你跑来干什么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以后不要来纠缠我 我们不合适 面对蔡坤赤裸的目光 萧青年柳眉紧促 冷冷说道 秦青 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泽泽 连生气都这么迷人 我太爱你了 蔡坤毫无顾忌地盯着美女 眼睛都快钻进沟里了 秦青 你三番五次地拒绝我 想我蔡坤 世家子弟 英俊潇洒 年少多金 到底哪里配不上你 说着将手中的玫瑰花 递到萧青年面前 一脸见笑 玫瑰是从荷兰订购的 送给你 爱我 请收回这话 我们不合适 萧青年没有结玫瑰 眼里闪过一抹厌恶 蔡少爷 请你称呼我全名 我们的关系 还没熟悉到称呼我小名的程度 蔡坤毫不介意萧青年的态度 依然笑嘻嘻 轻轻 你知道我们蔡家的实力 我作为蔡家的唯一继承人 你跟了我 以后蔡氏集团都是你的 何必委屈自己 给别人打工 对于蔡坤的称呼 萧青年很厌烦 但是这个男子的身份 自己招惹不起 蔡家 在卢阳有着百年基业的世家 祖上靠佩起家 后来逐渐洗白 但与A市立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近些年 蔡家生意越做越大 市立横跨 黑白两道 蔡坤身为蔡家三代单传 自然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凭借这个身份 在卢阳 蔡坤坏事做尽 这纹固最大的爱好 就是玩女人 尤其是学生骂 大把钞票砸在床上 玩玩就甩 前不久 还有一个女学生怀孕 被她抛弃 跳楼自杀 可是 蔡家背景深 关系硬 很快便摆平了这事 连水都没有见一地 以萧青年的身份 面对蔡坤无赖是追求 也只能委屈求全 强忍心中的愤怒 萧青岩深吸口气 淡淡说道 蔡少爷说笑了 我真的配不上你 从了我 就配上了 蔡坤将玫瑰放在桌上 洋洋得意 轻轻 轻轻 只要你跟了我 来我蔡氏集团 蔡氏旗下的珠宝 医药 地产等等 所有产业你随便挑 不比你这破经理强百倍 事实上 以蔡坤的身份地位 整个卢阳 什么样的女人 只要她想要 简直唾手可得 只不过她玩够了那些青涩的学生妹 萧青岩这样 有着流洋背景的成熟知性美女 是她的新目标 从见到萧青岩第一面的时候 蔡坤就决定了 这个女人 她一定要弄到手 遭到萧青岩拒绝后 更加刺激了她的战友欲 萧青岩越是这样 就越能激发她心中征服的欲望 萧青岩轻轻捋了铝额钱的秀法 道 蔡少爷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们真的不合适 你请回吧 眼看着女人言由不尽 蔡坤的脸阴沉下来 自己跑天威集团 前后不下数十次 现在整个卢阳 都知道她蔡少爷 在追求天威的萧青岩 若连一个女人都拿不下 她蔡坤的脸往哪放 蔡家的颜面往哪放 清清 你是聪明人 拒绝我 可考虑到后果 蔡坤一改往日温柔假象 语气阴致 尽管她喜欢刺激 充满征服欲 可被萧青岩三番五次的拒绝 她的脸挂不住了 蔡坤的流氓本性 终于暴露出来 萧青岩翘脸寒霜 蔡少爷 你在威胁我 你可以这么认为 蔡坤面露狠色 嚣张道 萧青岩 你最好别给脸不要脸 我蔡坤看上的女人 就没有得不到的 你还是乖乖从了我 否则 这一刻 蔡坤暗自得意 得到萧青岩 不仅能享受这个 倾国倾城的女人 还能将天威集团的台柱子 挖到蔡氏集团 可谓是一举两得 萧青岩讹眉微处 直接下竹客令 你做梦 我是不会答应的 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嘿嘿 萧青岩 得不到你 你认为我会离开 蔡坤盯着萧青岩 眼神中流露出 一抹最原始的想法 你 你想干什么 萧青岩看着 蔡坤邪魅的眼神 顿时有些慌神 干什么 既然你不识抬举 就别怪我无情了 蔡坤双目赤红 静止绕过办公桌 一把将女人搂在怀里 这里是天威集团 你敢乱来 啊 救命啊 萧青岩没想到蔡坤这么大胆 居然赶在天威集团乱来 顿时慌神了 嘿嘿 我蔡坤办事 看谁敢阻拦 天威集团又算什么 蔡坤黑黑冷笑 加大手上的动作 砰 办公室门被踹开 一道挺拔的身影 缓步走了进来 蔡坤下意识松开萧青岩 未转身便骂开 都替谁啊 连老子的事都敢管 是不是不想活了 呵呵 好威风啊 蔡少爷 叶天宇一路来到十七楼 刚想敲门 就听到 里面传来女人的救命声 来不及敲门 直接一脚将门踹开 又是你 蔡坤回过头 看到是一身保安符的叶天宇 当场怒了 你替是阴魂不散啊 哪里都有你 随即瞪了眼发猛的保镖 狂吼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给老子上 废了这孙子 愤怒 让蔡坤面目争鸣 两个保镖在蔡少狂吼声中 迅速扑上 在他们看来 教训一个小保安 还不是分分钟搞定 然而 下一秒 就见眼前一花 一道残影闪过 紧接着 两道身影腾空飞起 重重砸在墙上 叶天宇收回脚 将目光看向蔡少 咧嘴一笑 你的保镖 不怎么样吗 蔡坤看了眼 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的保镖 眼里 闪过一抹惊骇 小子 别以为有两下子 就有恃无恐 在卢阳 你敢动我一根毫毛 我保证 你会死得很惨 此时 就算自己的保镖被打倒 蔡坤依然觉得 叶天宇不敢把他怎么样 他就是这么有底气 事实证明 他想多了 叶天宇是什么人 管替狗屁少爷 嘿嘿 这要牛逼人物 我也是第一个见到 叶天宇冷笑着一步步逼近 你 你敢动我 眼看叶天宇挂着冷笑 蔡坤心里慌了 叶天宇咧嘴一笑 拿起桌上的那束玫瑰花 问道 对了 你来这是送花的 蔡坤愣了下 点头 是 叶天宇笑着问道 送谁的 小蜜 嗯 蔡坤下意识地哼了声 呼 玫瑰花直接抽在蔡坤的脸上 花瓣纷纷落地 花刺在白嫩的脸上留下一道道血痕 送谁的 他叫什么 你替能不能大点声 叶天宇立声喝道 萧青岩看着叶天宇 一脸的不可置信 这宝安谁啊 还真臭啊 是 他狠透了蔡坤 可他绝不会想到这男人说动手就动手 动作 干脆到谁也没反应过来 要知道 蔡坤可是蔡家继承人 如今被打了 蔡家岂能善罢甘休 萧青岩 蔡坤捂着脸 眼中浮现一抹怨毒之色 他没想到叶天宇说动手就动手 呼 又一记玫瑰抽到脸上 萧青岩 萧蜜的名字也是你能教的 兔崽子 你敢打我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蔡坤捂着脸眼神怨毒 却不敢还手 自己的保镖就在地上躺着 还手那是找死 叶天宇冷冷一笑 老子最不怕的 就是威胁 说着 看了眼办公桌后 脸色煞白的美女 嗯 长得真不错 妩媚撩人 尤其是那山峰 怪不得这混蛋惦记了 对了 送花就送花 求爱就求爱 你替耍什么流氓 叶天宇扬起手中光秃秃的玫瑰汁 撇了撇嘴 蔡坤一击灵 摇头道 我没有 呼 叶天宇手里的玫瑰再次抽出 还说没有 没有人家喊救命 真没有 蔡坤快哭了 他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被人这么欺负过 这玫瑰上的刺 抽一下脸上 就是一道血痕 自己的保镖 没有了 这家伙像吃了蹭驼 自己要是承认 还不得被抽死 到底有没有 叶天宇的声音拔高了一个度 手中的玫瑰再度扬起 蔡坤吓得一哆嗦 捂着脸颊 轻轻点头 有 你说你踢见不见 我 我 玫瑰只狠狠落在脸上 死 你什么 我 我 又是一记玫瑰 我见 蔡坤欲哭无泪 低声说道 你说什么 大声点 叶天宇扣了扣耳朵 玫瑰又举了起来 我踢得犯贱 蔡坤咬牙切齿 悲愤地大声喊道 嗯 还不错 知道自己犯贱 就是欠管教了 叶天宇手中的玫瑰扬起 眼看又要落到脸上 这时 郑凯扒开门口围观的员工挤了进来 老大 老大 手下留情啊 郑凯冲到叶天宇面前 用身子接住这几玫瑰一抽 老大 你 闯大祸了 看到蔡坤满脸血迹斑斑 郑凯的心狠狠抽出了一下 蔡坤是谁 如阳蔡家大少爷 这位爷连他都敢打 还想不想活了 哼 不就是一个泼皮吗 你别拦着 看我抽不死他 萧青岩这个时候 终于反应了过来 对郑凯吩咐道 还不赶紧让你的人 放他走 虽然被欺负了 萧青岩还是不想 把蔡坤得罪得太狠 毕竟蔡家的势力摆在呢 老大 气也出了 你看蔡少 看了眼诚惶惶惶惶的郑凯 以及一众震惊的眼神 叶天宇冲蔡坤挥了挥手 看在你小子态度 还算诚恳的份上 这次就饶了你 滚吧 蔡坤闻言 眼底深处 闪过一抹疯狂的杀意 可现在 他不敢多说什么 好汉不吃眼前亏 但是今天的屈辱 他一定要讨回来 从小到大 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等屈辱 这一刻 蔡坤决定了 今天的屈辱 必须要百倍千伽地讨回来 而且很快 至于萧青岩这娘们 他一定要让他跪着服侍自己 一定一定要狠狠地玩死他 拒绝郑凯的搀扶 丢下昏迷的保镖 蔡坤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 谢谢你 看着蔡坤狼狈逃离 萧青岩松了口气 随即皱了皱眉 你今天得罪了蔡坤 以他牙字必报的性格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哼哼 没事 我就一小保安 怕得A腰线 叶天宇一脸无所谓 说实话 叶天宇还真没把那个蔡坤放在眼里 如果拾去 乖乖的还好 若是还想找麻烦 他不介意让这混蛋后悔来到这世上 你是保安 我怎么以前没见过你 之前 净是紧张 担心 完全没在意救他的人 长什么样 现在看 样子皮帅皮帅的 还挺耐看 哦 我今天才入职 没见过正常 叶天宇拿起手里的玫瑰汁 剑上面还剩一朵玫瑰 笑道 美女 初次见面 也没带什么礼物 这朵玫瑰就借花献佛 送给你了 美女别嫌弃啊 不由分说 将大朵玫瑰塞到萧青年的手里 转身冲一脸崇拜的郑凯道 走吧 还等美女请你吃饭啊 看着叶天宇潇洒离开的背影 萧青年张了张嘴 到嘴边的一句你叫什么 最终还是没能问出口 没想到叶天宇走到门口 突然转回身 冲萧青年呲牙一笑 萧蜜 我有句话说了 你不要生气啊 萧青年一愣 随即问 什么话 我觉得你这身衣服不合适 萧青年莫名其妙 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衣服 问道 哪里不合适了 勒 你看 叶天宇指了指萧青年的衬衣 用手做出夸张的球状 你的那么大 都快把衬衣撑爆了 怪不得蔡坤那混蛋 死纠缠着你不放 估计就是他惹的祸 还有啊 穿这么小的衬衣 影响胸的血液循环 对胸部发育很不好 很容易得乳腺癌的 所以我建议你 要么穿宽松点的 要么就干脆不穿更好 叶天宇说得阵阵有词 却没发现肖青年的漂亮脸蛋 憋得发紫发红 好半天 才到 给我闭嘴 小米 我的建议你最好能听进去 对你有好处 说着 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肖青年深吸了一口气 将衬衣扯了扯 拿起手中玫瑰花 闻了闻 突然扑斥一笑 老大 蔡坤被你这么羞辱 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路上 郑凯不无担心地提醒 怎么 怕了 叶天宇拍了拍一脸担忧的 郑凯肩膀 语重心长 以后 像蔡少这样的无赖 就得这么教训 我们作为公司的保安 也是公司的门面 不管对方有什么背景 来头 敢扰乱公司的秩序 只有一个字 干他娘的 老大 今后真的要这样 郑凯声音颤抖 蔡坤 如扬豪门蔡家继承人 可是身份显赫呀 虽然 他刚才看着叶天宇痛打蔡坤 也觉得解气 可人家 是天威的姑爷 有林家在背后撑腰 自己一个小保安 要钱没钱 要后台没后台的 那么做不是做死吗 当然 这泼皮若是还敢来 老子做不死他 叶天宇淡淡道 老大 牛逼 郑凯嘴里奉承 心里却在同情 蔡坤不会就这么罢手的 您老还是自求多福吧 卢阳 书香一品 楚梦汉家 楚家老爷子 楚梦汉父母 大伯一家 二伯一家都在 大家围着桌子坐旁说着话 见楚梦汉进来 视线都落在他身上 汉汉回来了 快 来爷爷这边坐 家里正在聊你的事 老爷子和蔼可亲地笑道 面对老爷子的热情 楚梦汉有些不适应 从小到大 他对自己都没这么和蔼过 当然 现在这一大家子 都坐在他家里 聊自己的事 不猜都是逼自己 嫁给谭侍伟 楚梦汉没有过去 直接说道 爷爷 我知道您来的目的 是要我嫁给谭侍伟 但我不能听您的 他就是个人渣 我不想一生就这么毁了 听了这话 一屋子的人 脸色都变了 刚才还和蔼可亲的老爷子 瞬间拉下了脸脸色 放肆 老爷子垮着脸说道 你必须给我嫁给谭少爷 刚才唐古山给我打电话了 只要你嫁给谭少 楚家欠台海集团的一亿货款 无限期延长 让楚风公司度过危机 除此之外 谭家还将拿出四千万 作为聘礼 此话一出 唐上做的大伯 二伯一家 听得是羡慕极度恨 为什么我家的女儿 怎么就没被谭少看上呢 真是人 别人气死人 楚梦汉的妈赵桂枝乐坏了 汉汉 四千万啊 拿一千万给你爸买栋别墅 拿两百万 你跟买辆豪车 剩下的钱 我帮你存着 你去谭家过你的神仙日子 爸妈这边 你就不用管了 赵桂枝白胖的脸上 都笑出褶子来了 楚梦汉脸色发白 妈 我是人 不是商品 我不想被交易 然后 看向父亲楚剑生 哀求道 爸 我真的接受不了谭世伟 求求你别把我卖了 楚剑生一脸为难 正要说话 老爷子拍而起 丫头 你要是能解决 楚家欠台海集团的一亿货款 解决处分公司的危机 我就不干涉 否则二十号 你必须和谭少订婚 没得商量 说完 看向楚剑生夫妇 好好做下这丫头的工作 没事不要让她到处乱跑 二十号就快到了 别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楚剑生低着头答应一声 老爷子冷哼一声 在大伯二伯的搀扶下 带着两家人 气呼呼地离开了 汉汉 嫁到谭家不好吗 有多少女人 想嫁给谭少 你没看到大伯家的梦情 二伯家的梦西 羡慕的眼神了吗 真是气死妈了 众人走后 赵桂枝气急败坏地吼着 你是不是想气死你妈 那可是四千万彩礼啊 赵桂枝垂胸顿足 指着楚剑生吼道 你看看 你看看 都是你养的好女儿 都要翻天了 你也不管管 哥哥楚五这时回来 看到妈在发飙 简单问了情况后 二话不说 上去就给了楚孟汉一巴掌 楚孟汉 我再警告你 你给我听好了 你要是把这婚事搅黄了 我饶不了你 说着又要去踹她 被楚剑生给拦下 冲楚孟汉吼道 给我滚回房间 好好反省 楚孟汉美眸情泪 捂着嘴冲进房间 砰的一声关上门 无力地划靠在门后 叶天宇回到保安室 里面炸开了锅 叶天宇做菜哨的事 楼上执勤的保安 早就传到了保安室 众保安列队欢迎 对叶天宇钦佩至极 他们这些保安在大厦 没少遭到蔡坤的冷眼呵斥 甚至被羞辱 这些人也想奋起反击 可没这个实力啊 今天 终于有人将这混蛋收拾了 真是大快人心 一众保安将叶天宇 请到沙发上落座 端茶地烟 揉肩敲背 老大 您可真的给我们保安长脸 连菜哨都敢揍 简直是卢阳保安的楷模 佩服 佩服 机操物六 算这小子实相 不然老子抽不死他 叶天宇舒服地享受着服务 一脸嘚瑟 牛逼 又是一阵恭维 叶天宇靠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问 你们平时除了执勤 都有什么活动 郑凯一听来了精神 打牌啊 天威保安两班到 白天就是登记一下进出人员 比较清闲 晚上则要熬通宵 稍微累一点 所以很多保安都愿意上白班 原因很简单 轻松没什么事 安排一部分人执勤登记 其他人没事就在保安室打牌 老大 要不咱们玩两手 郑凯看着舒服地喝着茶 抽着烟的叶天宇 轻声说道 叶天宇伸了身懒腰 将嘴里的香烟吐掉 喝了口茶 咕咕嘴 拉倒吧 我怕把你输得穿裤衩回家 嘿嘿 老大我承认你喵 可要说到打牌 我阿凯还没服过谁 郑凯不服气地说道 其他保安顿时都上前凑起热闹来 老大 赶紧帮我们收拾他 郑凯玩炸金花 可没少赢我们钱 是啊 老大 我的工资一半都孝敬队涨了 老大出马 一个赢俩 叶天宇看了眼中保安 好久没玩这玩意了 放心啊 等会我让他都给吐出来 拉倒吧 老大 赌场无兄弟 这上面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郑凯咧嘴一笑 抓起桌上的一副牌 随手训了一个漂亮的扇形 这手花活 一看就是的排场老手 看得出来 郑凯对自己的排技 相当自信 行啊 叶天宇鬼魅般出手 郑凯手里的牌 不知怎么就到了他手里 只见叶天宇随手一拉 扑克牌瞬间形成一道绚丽的拉花 然后一收一张 扑克牌像弹簧一样 在双手间来回拉扯 动作潇洒 像极了电影《赌神》中的片段 最后 一扬手 五十二张扑克牌 天女散花般 洒向空中 未等扑克牌落地 叶天宇不疾不虚地伸手 将杂乱无章的扑克牌 一一抓在手里 整整齐齐 小小的一副扑克牌 被他玩得出神入化 像活的一样 这一刻 所有人都惊呆了 郑凯张的大嘴 半天都合不拢 你妈 这个也行 他低头看了眼裤子 隐约感觉自己这次怕是真的要当裤子了 事实上 情况没有那么糟 但绝对让他感到绝望 半小时后 又赢了 拿钱吧 叶天宇叼着烟 得意洋洋说道 再来 郑凯掏出最后一张红票子 拍在桌上 不服气说道 叶天宇前面堆满了红票子 零钱更多 还来 身上还有吗 叶天宇将一口烟喷出 瞥了眼郑凯别别的腰包 没有就将裤子当了 再来一把 我就不信 一把都赢不了 赌博是泥坑 越陷就越深 郑凯 你可想清楚了 开牌 郑凯发狠将牌 摔到桌上 叶天宇瞥了眼一脸不服气的郑凯 轻轻翻开底牌 不好意思 郑凯 又比你大一丢丢 操 你替坐 老大 你手气也太好了 郑凯将嘴里的狠话 硬生生憋了回去 叶天宇轻飘飘将红票子 拎到自己面前 将嘴里的烟嘴吐掉 看了眼围观的保安 阿凯赢了你们多少 我 我四百 我六百多 我一千多 呵呵 叶天宇将票子数了数 你 四百 你 六百 你 最后看了眼剩下的小票子 问郑凯 你每月工资多少 四千五 靠 这回功夫 你替一个多月工资都没了 回去拿啥跟老婆交差 真要当裤子啊 叶天宇将剩下的小票子推给郑凯 又从兜里掏出老婆诗音 拿给自己的钱 行了 这些拿着回家交差吧 所有人都一脸愕然地望着他 还有这样的 赢了钱还自己掏腰包的 郑凯更是尴尬 连忙将钱推回 老大 那哪行 赢了就是赢了 输了就是输了 我阿凯愿赌服说 叶天宇眼睛一瞪 我让你拿着就拿着 费什么话 我有人养 你有吗 这 郑凯一想也对 这位大爷是谁 后面就是做金沙 这点钱在他眼里算什么 郑要将钱塞进兜里 却听一道懒洋洋的声音 不过 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你小子 郑凯心里一慌 赶紧将手里的钱 放回桌子上 老大 有什么 您尽管吩咐 叶天宇抬头看了眼时间 马上到吃饭时间了 中午这顿饭 你得请了 郑凯 常遇一口气 吓死老子了 那是当然 今天这顿必须我请 兄弟们现在就跟我去对面同庆楼 谁说下管子了 还得瑟了 就在食堂安排 老大 这不太好吧 请您在食堂吃饭 兄弟们还不得骂死我 郑凯小心翼翼说道 我看谁敢骂你 食堂不好吗 经济又实惠的 把钱省下来 交给媳妇不好吗 是不是 兄弟们 叶天宇瞥了眼中保安 问道 是啊 同庆楼贵的要死 随随便便一顿饭都要大好几千 划不来 对 划不来 就在咱们食堂搞 我赞成老大的意见 叶天宇伸了的懒腰站起来 一挥手 既然兄弟们都这么说 那就这么定了 出发 天威大厦二楼 高雅的环形餐厅 这里是天威集团的第一食堂 也是中高层员工专用食堂 此刻 却被叶天宇带着一众保安占据中间 烟雾缭绕 你 去打菜 我看看 十一个人 打十一份菜 中午不能喝酒 这些菜够了 叶天宇郑凯说道 又对另外三个人吩咐 你仨也去帮忙 他一人弄不来这么多菜 很快 郑凯四人将菜打了过来 保安们将四张桌子 并在一起 一五喝六地开斥起来 今天怎么回事 这些小保安 怎么跑到一食堂来了 还大吵大闹的 一点休养都没有 是啊 谁让他们进来的 一股穷酸味 还怎么吃饭 保安部曹经理呢 也不管管 成何体统 保安们的喧闹 引起四周白领的不满 叶天宇皱了皱眉 问身边的郑凯 阿凯 这餐厅平时不许你们过来吃饭 郑凯尴尬地点点头 老大 这是公司的第一食堂 都是些中高层在这吃饭 咱们这些保安 保洁 还有小文员 都在外面餐厅就餐 不能进来的 其实 这第一食堂 也是他们这些保安 第一次来 要不是叶天宇在这 打死他们 也不敢进来 在天威集团这样科技企业 保安和保洁差不多 就是公司的最底层 不仅工资低 地位也低人一等 唉 谁让自己读书手 只能做保安 操 都什么年代了 还分等级 我说了 咱们今后就在这吃 我看谁敢管 叶天宇 摞起袖子 愤愤不平说道 谁替这么嚣张 老子现在就管了 就在这时 一道冷冷的声音传来 叶天宇一回头 只见背后站着一个三十出头 输着个大背头的胖子 正上下打量自己 郑凯等保安一看来人 赶紧都站了起来 鞠躬道 红总 郑凯 是谁允许你们上这来的 叫红总的胖子 冷冷说道 郑凯文言 脸色一变 歉意道 红总 对不起 我们马上离开 这家伙是谁 红总哼了一声 看到叶天宇坐在那里没动 还悠闲自得地抽着烟 勃然大怒 立刻把这家伙开了 郑凯面带男色 凑到红总身边 正要说话 红总一脸嫌弃 退后好几步 拉开距离 行行行 有屁就放 离我远点 郑凯压低声音 红总 这位是总裁的人 恐怕不好开吧 红总惊讶地看了眼 歪戴着帽子 叼着香烟的叶天宇 不可置信地说道 救他 还林总的人 林诗音是什么人 商界精英 冰山女王 自己想清静 都难得进身 这个像痞子样的家伙 怎么成了他的人了 是 很清静的那种 郑凯还特意强调了一下 因为有林诗音打招呼在前 不敢当众泄露 否则要说出是总裁老公 怕是要惊掉一地下巴 很清静的那种 难道是男朋友 红总吃笑问道 阿凯 这家伙谁啊 谱这么大 难道是天威集团的总裁 叶天宇故意问道 红总脸色一沉 放肆 你小子胡说什么 郑凯一听 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 心道 老子今天上班没看黄厉咋的 怎么竟碰上狠人对决了 赶紧扯了扯叶天宇 老大 咱们还是离开吧 不 老子还没吃完 上哪去 你也给老子乖乖坐着 我看谁敢带你走 郑凯等一众保安 顿时傻站在那 一会看看叶天宇 一会看看红总 左右为难 反了 反了 来人了 去把保安叫来 红总大吼道 吼完才发现 保安就在当场 你们还愣着干嘛 还想不想在这干了 给我将他轰出去 红总对郑凯等人喝道 保安们一个个面面相去 却没一个动手 好好好 反了你们 你们都给我等着 一会一个个都给老子滚蛋 红总眼看没人动手 只能发着狠话 干瞪眼 场面一时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 有人喊道 总裁来了 总裁好 总裁 萧蜜 叶天宇一抬头 只见餐厅门口 出现两位曼妙美女 正是林诗英和萧青年 两人边走边谈 根本没注意 里面的剑拔弩张 胖子红总快步赢了上去 大声抱怨 林总来得正好 真是岂有此理 你再不管 公司都要翻天了 林诗英愕然 红总 什么是这么严重 什么事 你看看这餐厅里 都是些什么人在吃饭 啊 都快成大食堂了 红总气呼呼地说道 林诗英这才抬眼看到 叶天宇坐在四张桌子 并在一起的桌旁 旁边站着一众保安 也是愣了下 随即对红总道 不就是保安在这吃顿饭吗 这本来就是公司食堂 红总 没必要大惊小怪吧 大惊小怪 林总 这是坏了公司的规矩 都这样以后公司的制度 还怎么执行下去 红总一脸愤愤然 没这么严重吧 我倒是觉得这规矩 当初制定时 欠考虑 它不利于员工团结 我早就想废除了 正好借今天这机会 干脆就把这规矩作废了 蔡青岩 回头你发一个通知下去 林诗英淡淡对萧青岩说道 林总说的是 这规矩确实不合理 都是天威的员工 凭什么保安就不能进来吃饭了 萧青岩说着 还特意看了眼叶天宇 下午 我就把通知下了 你们 哼 眼看着林诗英与萧青岩一唱一和的 红总哼了声 气呼呼地走了 夏诗英也没理会 更没看叶天宇一眼 静止和萧青岩去打菜 那个红总谁啊 看把你吓的 快尿了吧 叶天宇 叶天宇瞟了眼惊魂未定的郑凯 问道 郑凯这才坐下来 甘大道 老大 红总叫红伟明 是天威的二股东 副总裁 咱们这些小保安可惹不起 而且他 叶天宇见郑凯吞吞吐吐的 敲了一下他脑袋 有话就说 有屁快放 憋着不难受啊 郑凯挠了脑脑袋 啊 小道消息 我也是听小道消息 说 红总在追总裁 啪 又是一巴掌拍在 郑凯脑壳上 你听刚才怎么不说 郑凯嘿嘿一笑 这不是小道消息吗 当不得真的 什么当不得真 凡是跟世音老婆 沾一点边的 老子都当真了 瞟了眼郑凯 问 你刚才不说 是不是怕我动手 郑凯点点头 心道 我敢跟你说吗 说了刚才还不得闹翻了天 叶天宇狠狠瞪了他一眼 这次放过你 下次有事还瞒着我 看我怎么收拾你 郑凯举手 一脸检讨模样 老大 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 算你小子识相 叶天宇说着 转头看向林诗英 这边 林诗英打好饭菜 坐在靠窗的位置 比着头优雅地吃着 一会儿 萧青岩端着饭菜 摇曳生姿的身影 很自然地 坐在林诗英的对面 各吃各的 显然 两人的关系 熟人的不能再熟人了 两大美女 往餐厅一坐 一个冰宴冷傲 一个成熟妩媚 整个餐厅顿时显得 声色明媚了许多 刚才 还熙熙攘攘的餐厅 瞬间安静下来 尤其是那些保安 平时哪有机会 与天威两大美女 共同进餐的机会 餐厅里的每个人 偷看着两大美女 安静地吃着自己的饭 仿佛发出任何声音 都是对美的一种亵渎 然而 叶天宇却不管 只见他站了起来 端起盘子 咔咔咔 朝两大美女 走了过去 诶 秦衍 上午的事 我都听说了 蔡坤那混蛋 又到你那里纠缠你 听说是一个保安 帮你解的围 还打了蔡坤 哪个保安这么英勇 我得奖励他 林诗英 一边优雅地吃着饭 一边轻声说道 他呀 呃 他来了 萧青岩转头朝保安方向望去 却见叶天宇端着饭菜 朝这边走来 听了萧青岩的话 林诗英下意识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是他 萧青岩点了点头 嗯 就是他 叶天宇走过来 将饭菜盘一放 熟弱地往林诗英身旁一坐 对萧青岩说道 对不起 消灭 麻烦你能不能换个位置 让我跟老婆一起吃顿饭 萧青岩愕然 你老婆 萧青岩早听诗英说 他有一个未婚夫 还是在边远山区的 这家伙称呼诗英老婆 不会是他吧 抬头看向林诗英 见他撇撇嘴 一脸的嫌恶 却没有出口否认 萧青岩明白了 感情这家伙 真的是林诗英的未婚夫 谁是你老婆 忘了 我跟你的约法三章了 林诗英眉头一皱 厌恶地说道 约法三章 啥玩意儿 哦 你看我这脑子 没文化 就是什么都记不住 都那三章啊 你再跟我说说看 叶天宇一脸茫然道 看着叶天宇 装模作样的表情 林诗英真想一粉拳 捶死他 滚一边去 别打扰我吃饭 林诗英低声喝道 听到没有 我老婆让你走开 别打扰他吃饭 叶天宇将林诗英的话 对萧青岩复述了一遍 臭屏 林诗英瞪了他一眼 我说的是 让你滚一边去 你讲话清楚点 好不好 让外人听了 容易误会 还有 今晚你不要用枕头扔我呀 我昨晚忍着没发声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 去死 林诗英休脑骂道 萧青岩坐在那里 看着小俩口打情骂俏 尴尬的不知道是该走 还是该留 眼看这家伙 得意洋洋死 赖着不走了 林诗英没办法 只好端起盘子 你不走 我走总行了吧 林诗英站起来准备离开 却被叶天宇一把抓住耗腕 别急着走啊 跟老公吃顿饭 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想干嘛 林诗英一惊 猛然正脱 却脚下一威 险些摔倒 幸好 叶天宇眼疾手快 一把拦住了林诗英 柔软的小蛮腰 霸道拥入怀里 顿时 一股清雅的幽香 扑鼻而来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我老婆 原来是花做的 真好闻 叶天宇用鼻子狠狠闻了闻 整个餐厅一片死寂 哐荡 林诗英手里的盘子 掉在地上 发出刺耳的声音 所有人都死死盯着 眼前这神奇的一幕 谁都没想到一个小保安 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公然调戏天威集团总裁 卢阳第一美女 林诗英 要知道 平时 天威的员工 能够远远看上 冰山女王一眼 心都怦怦乱跳 这小子胆敢 混蛋 你敢抱我 林诗英奋力推开叶天宇 结果自己一屁股落在凳子上 保安 保安 还不给我把她赶出去 林诗英气急败坏 休脑地喊道 这一刻 郑凯下的差点跪在地上 欲哭无泪 自己都造的什么孽啊 本来还指望着叶天宇这个靠山呢 现在倒好 自己的靠山直接把最大的靠山惹毛了 郑凯看了眼 其他保安 一个个眼里都是无助 众人一时都将在哪 就在这时 就听到窗外传来激烈的争吵 众人纷纷涌到窗边 朝下望去 只见公司大门口 停着六七辆金杯面包车 电子栅栏门紧闭着 五六十号雕龙画风的社会青年 轻易在手里拎着钢管砍刀之类的家伙 与栅栏门后面的保安对峙 蔡坤从炫酷的保时捷上下来 血迹斑斑的脸被清洗过 戴着墨镜 肩上扛着根棒球棍 一个皮肤有黑 光着膀子光头 走到蔡坤面前 蔡少 栅栏门关着 咱们怎么办 砸 把门给我砸开了 今天不把那孙子 碎尸万段 老子不姓蔡 说着 抡起棒球棍 狠狠砸在门上 食堂里 郑凯身上的对讲机 传来呼叫 队长 队长 蔡少带着人过来 要闯公司 请指示 郑凯从腰间拿出对讲机 喊道 我都看到了 你们千万守住门 不能放这些人进来 我马上就到 说着 一挥手 带着餐厅里的保安 朝门口赶去 叶天宇不急不缓地将饭吃完 看了眼林诗音 道 真替晦气 想跟老婆好好吃顿饭 都不行 这混蛋刚给他修了衣 对他们都做了什么 天威大厦前 蔡坤看着躺了一地的打手 再看若无其事的叶天宇 眼神惊惧震撼 自己带的这六十多个 全是混事会的 而且手里都拿着家伙 为首的 更是天地门赫赫有名的打手 求友 然而 就在他点支烟的功夫 这些人就全被撂倒在地 在蔡坤看来 刚才的场景 简直是电影特效 他只看见一道残影 在人群中窜来窜去 然后这些人全都躺在了地上 这梯还是人吗 愣了半天 蔡坤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他现在一心只想逃离此地 远离这个鬼魅般的男人 一步步退到车边 刚准备打开车门 身后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 想逃 一回头 叶天宇不知什么时候 已站在自己的身后 后几辆一阵发冷 蔡坤摊靠在车门上 嘴唇发干 你 你想干嘛 蔡少爷 你说 我想干什么 叶天宇刀子一样的眼神射过来 我跟你说过的话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忘了 蔡少爷 看来你不光是欠管教 你替还有病啊 严毙 莫得抓住蔡坤的手 用力一扯 顿时 在场所有人都听到清晰的咔嚓声 啊 我的手 蔡坤只觉得一阵钻心的剧痛 忍不住发出一阵惨叫 没事 蔡少爷 不过是脱臼而已 我现在就帮你接上 咔嚓 咔嚓 一声一缩 蔡坤再次发出一声惨叫 少爷就是少爷 我这接骨手艺这么好 你叫啥子吗 你看 这一叫 吓得我手一哆嗦 骨头接歪了 又得重新来 叶天宇一脸无奈 然后又是一扯 咔嚓 蔡坤的手臂再次脱臼 蔡坤惨叫着 差点腾晕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楼上的灵石鹰美眸瞪得溜圆 真是看不出来 这土包子不仅能打 这整人的功夫也是一流 萧青眼眼中闪烁着异样的火花 他一眨不眨地看着叶天宇 在他看来 这个男人皮比的笑容 配上清秀的面容 竟然有种说不出的阴气逼人 蔡少爷 我跟你说这人体骨骼呀 需要经常活动 你看我稍微一动 你这骨头就咔咔地叫 说明平时活动得太少了 平时 我帮我家黄元帅松鼓的时候 就从来没有声音的 算你小子运气好 今天我第一天上班 心情好 帮你多活动活动几次 叶天宇平静地说道 嘴角挂着残忍的笑容 不 不要 蔡坤眼里带着哀求 差点跪地磕头 你说不要就不要 身为名门弟子 遇到问题 岂能袖手旁观 叶天宇一脸真诚 你放心 我手艺很好的 动作也快 只要你别乱叫 保管一次到位 说着 咔嚓 咔嚓 骨头 接上 然后扯断 再接上 再扯断 躺在地上的球涌 挤起手下 看着蔡少七彩哀嚎 只觉得一阵阵的寒意 从脚底冒了上来 这大热天的 他们心里却是一阵拔凉拔凉 过往在卢阳横着走的蔡大少 现在居然被人当玩具一样玩耍 终于 蔡坤在惨叫声中晕了过去 不经玩的玩意儿 这么快就晕了 叶天宇一游未尽 蹲下身子 啪啪啪 在昏迷的蔡坤脸上一顿猛衫 装什么装 醒醒 醒醒 蔡坤还真的醒了 睁开眼看到叶天宇 那张灿烂的笑容 一紧张 又晕了过去 真替能装 叶天宇一把封住蔡坤的衣领 将他拎了起来 蔡坤被叶天宇拎得双脚离地 差点窒息 紧接着剧烈咳嗽起来 缓了好一会 才睁开眼睛 叶天宇 蔡少爷 现在知道自己有病了吧 蔡坤一脸惶恐 痘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 大 大爷 我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叶天宇问 什么不敢了 蔡坤声音颤抖 我再也不敢打扰萧姑娘了 还有呢 还 还有 我再也不敢来天威了 嗯 听着挺实相的 就怕你这健忘症 没彻底治愈 蔡坤忙不迭道 治愈了 治愈了 大爷 我的健忘症 真的被你治愈了 眼看叶天宇抬起手 蔡少爷差点当场下尿裤子 哦 真的治愈了 叶天宇装模作样地掏出一只金针 我还没用金针呢 就治好了 难道老子的医术又进步了 蔡坤看着金灿灿的金针 欲哭无泪 大爷 到底想怎么样 叶天宇笑着收起金针 你别怕 身为名门弟子 我不会随便杀人的 不过 不过 什么 蔡坤脸都绿了 颤声问道 不过像你这样人渣 那玩意留着 始终是祸害 说完抬脚朝蔡大少的胯下 狠狠踹去 不要 蔡坤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 再次昏迷过去 叶天宇这才转过身 邪逆躺在地上瑟瑟发抖的 球勇等人 烈日之下 在场五六十号混子 一个个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带着他赶紧给我滚 顺便带句话给蔡家 就说 蔡坤是我叶天宇废的 要报仇来找我 若想打天威的主意 我不介意将蔡家在卢阳抹去 叶天宇一脚将昏迷中的蔡坤 踢到球勇面前 冷冷说道 球勇哪敢说一句话 慌忙指挥手下 将蔡坤抬上车 车子一溜烟逃离 叶天宇的光辉事迹 很快在天威集团中传遍了 所有人都知道 新来的小保安 一个人干趴下上百手持器械的流氓 一些善于钻营小到消息的人 还结合餐厅里发生的事 将叶天宇和林诗英之间奇妙关系 传得有鼻子有眼 就在天威上下 对叶天宇事迹传得沸沸扬扬 保安室内 也是热火朝天 哈哈 拖吧 叶天宇望着穿着背心 尴尬的郑凯轻笑道 郑凯无奈地将背心脱下 光着膀子 穿着裤衩蹲在凳子上 桌上其他保安 也好不到哪去 叶天宇则穿得整整齐齐 得意洋洋地整理着扑克牌 再来 郑凯一拍桌子 不服说道 呵呵 郑凯牛逼啊 还来 你还有的书吗 叶天宇疑惑地看了眼 穿着裤衩的郑凯 难不成你小子穿了两条裤衩 郑凯心有不甘 我就赌了 不信你把把能赢 唉 自作孽不可活 当再次开牌 郑凯知道了 什么叫做欲哭无泪 对方的牌 似乎永远比自己的大衣丢丢 脱吧 还要老子动手 叶天宇贼兮兮地盯着 锦武裤衩的郑凯 别啊 老大 我就穿了一条裤衩 脱了 就录定了 呵呵 你小子当才的很近呢 咋现在怂了 叶天宇一脸音笑 拖 不拖大伙帮你拖 说着 众人一轰而上 哐荡 就在这时 门被推开了 萧青岩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到眼前这一幕 他整个人不禁凌乱了 郑凯撅着屁股 被三四个人摁在桌上 叶天宇在扒他的裤衩 卧槽 这是萧大美女 这辈子 第二次口吐芬芳 还是同一天 面对同一个男人 你们 你们在干嘛 萧青岩又羞又闹 眼面问宝 众人赶紧松开 郑凯一二三将吞下的裤衩 提了起来 萧蜜 你听我解释啊 郑凯虽然职位低下 但对整个公司的大大小小人物 摸得透彻 面对总裁第一情信 闺蜜萧青岩 他哪敢造次 呸呸呸 我不听 我来找叶天宇 萧青岩半天才将手从脸上移开 娇嫩的脸庞一片腮红 真体漂亮 郑凯狠狠咽了口水 心道 要是来找老子的就爽了 老大 萧蜜 找你的 郑凯让出路 朝叶天宇眨了眨 其他保安的眼睛 从萧美女进来 就没移动半步 这可是他们最近距离 欣赏这位天威大美女 也是萧大美女 第一次进保安室 这些保安一个个赶到蓬蔽生辉 找我 叶天宇一愣 将制服整了整 肆无忌惮打亮起眼前诱人的曲线 问 萧美女 找我 不是我找你 是总裁找你 萧青岩阅人无数 可是被叶天宇贼兮兮地看着 竟然有些慌神 哦 石英找我 叶天宇呕了声 收回贼眼 嬉皮笑脸问道 我老婆 找我啥事啊 萧青岩白了他一眼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你老婆 说完这话 立刻发现不对劲 流氓 狠狠瞪了他一眼 萧青岩转身就朝外走 快点 总裁 还在等着呢 哎 哎 哎 你等等我啊 总裁办公室 叶天宇也没敲门 直接推门进去 老婆 你找 叶天宇话刚收到一半 看到林诗音站在窗边 拿着手机正与人通话 赶紧歇口 蔡总 名人不说暗话 打了蔡少 该一一 该赔赔 你说个数 我林诗音绝无二话 对 打蔡少的 是我天威的员工 但你若想动他 得问过我 想怎么样 我接着就是 林诗音冷淡的声音响起 还有 蔡总 我奉劝你一句 最好别打我天威的主意 大家都是生意场上的熟人 闹僵了 谁的面子都不好看 林诗音冷冷地说道 随即 电话挂断 叶天宇嘴角 不由浮现一抹笑容 林诗音虽然对老公我 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背后对老子还不错 至少没把我推出去顶刚 蔡总 呵呵 想对天威怎么着 得问老子答不答应 叶天宇心中暗道 挂断了电话 林诗音踩着高跟鞋 坐回座椅上 叶天宇大咧咧地 往沙发上坐了下来 很自然伸出手 却发现旁边没有了茶杯 抬头看去 只见林诗音 手里正端着茶杯 轻轻抿了一口 看着杯口上的烈焰红唇 叶天宇忍不住舔了舔舌头 秦言 你先去忙 我跟他单独说会话 好的 总裁 林诗音跟萧青岩是闺蜜 但是公众场合 萧青岩一直称呼 诗音总裁 闺蜜归闺蜜 职场规矩不能乱 眼看着办公室门关上 林诗音才冷冷道 你都在公司瞎说什么 叶天宇茫然 我说什么了 你说你是我的 林诗音俏脸 突然不满一层红月 你是我的老公这话 他实在说不出口 哦 传我是你老公的话 我听说了 叶天宇翘起二郎腿 悠哉悠哉 不过 这话没错呀 说的是事实 林诗音气急败坏 混蛋 谁让你在公司里乱传的 我乱传 叶天宇悠然点了一根烟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是我传的 不是你 林诗音话说到一半 忽然发现 这独子嘴里 居然叼上了一根烟 顿时恼了 谁让你在我办公室抽烟的 嗨嗨 刚学会 替的这些臭保安 太客气了 一个劲的赛烟 就像烟不要钱一样 叶天宇答非所问 一脸嘚瑟 滚 林诗音握紧粉拳 狠狠将文件夹丢向叶天宇 可惜某人轻松躲了过去 我说老婆 除了这招 下次能不能来点新鲜的 你 先把烟给我灭了 才来公司一天 竟给我惹货 林诗音厌恶地 用手扇着空气中的烟味 他有严重的洁癖 对于空气的清新 也有很高的要求 惹货 我可是严格按照 保安管理条例 来执行的 有人来 公司捣乱 欺负美女 作为一名负责任的保安 我岂能坐视不管 叶天宇义正辞严 你也不能把人家 废了 虽然心里一万地赞成 叶天宇的做法 林诗音嘴上 却表达着不满 还有 你能不能把烟给灭了 在女士面前抽烟 不太礼貌吧 更何况 这里是我的办公室 林诗音气炸了 自己好歹也是 这混蛋的老板 怎么感觉他 才像老板一样 本以为自己这番话 叶天宇会将烟掐灭 没想到这混蛋 根本没理会 叼着烟起身说道 老婆 你是总裁 这些小事 就不要计较了 你的安全才是大事 林诗音 安全 叶天宇点点头 从你昨天路上被人拦截 到办公室 被安装窃听器 再到你刚才电话中 和那狗屁蔡总的交谈 我能感觉到你的身边 隐藏着不小的危险 话锋一转 不过吗 有你老公在 没人动得了你 这话 要是放在之前 林诗音一定觉得他在吹牛 不过 今天他是实打实地 见识到了 这男人的真功夫 能在瞬间击倒五六十个 手持器械的壮汉 不是吹牛就能吹出来的 叶天宇说完 又坐回沙发上 继续吞云土雾起来 林诗音一手眼鼻 一手扇着烟味 眉头紧皱 叶天宇 我在公司好歹是你的上司 你能不能尊重我一点 嗨嗨 显然 林诗音这一招 确实管用 林总 早说啊 叶天宇眼看林诗音 确实受不了这烟味 耸了耸间 走到窗边 将窗户打开 顺手将烟头扔了出去 道 这下满意了吧 看到叶天宇将窗户打开 将烟扔出去 林诗音心中突然有点小小的感动 叶天宇怂怂肩 没事了吧 没事 我回去上班了 本来想把叶天宇叫过来责问的 却被这家伙一顿脚合 搞得自己倒像是下属一样 得 也没法谈下去了 翻了个白眼 林诗音叮嘱一声 你 回去别再惹事啊 惹事 哼 天威保安室 叶天宇靠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一脸不屑 只要老子当保安一天 事情少不了 抿了口大红袍 问旁边打牌的保安 对了 谁能跟我说说 我诗音老婆 每天的动态 既然接受了老爷子的重托 保护诗音 自然要掌握他的行踪 呃 众保安便便相去 你嘛 这能跟你说吗 说了 还以为我们有所图呢 回头再给我们弄个葵花点学手 都不知道 叶天宇眼睛一瞪 看你们一个个见到美女 眼睛瞪得跟狗眼一样 难道我老婆不漂亮 阿凯 你也不知道 叶天宇直接点名 我 我知道一些 郑凯无奈站了出来 将林诗音每天在公司的行程 事无巨细地告诉了叶天宇 听完后 叶天宇惊讶问 草 你怎么了解这么清楚 郑凯顿时惶恐 老大 我 我绝对没其他意思啊 你老婆不仅是集团总裁 更是卢阳第一美女 自然关注的多点吗 亮你小子也不敢 叶天宇点点头 抬头看了眼墙上挂钟 自语道 六点了 我得提前到车库堵着 别让他偷偷溜了 花音落下 他起身问 我撬班了 没问题吧 郑凯嘴角一抽 心说 我的大爷 你别说撬班 就是把大楼撬了 哪个敢管 一点问题目有 老大 您赶紧的 以后想敲多久敲多久 这边放心 兄弟们帮你顶着 够意思 叶天宇哈哈一笑 身子已经飘出门外 天威大煞车库 林诗英走进保时捷918 电话便响了起来 他掏出手机一看 爷爷林震南打来的 爷爷 林诗英接通 轻唤了一声 诗英啊 爷爷听说 公司出了点事 严不严重 林震南开口问道 林诗英一惊 爷爷已经很久 不顾问天威的事了 怎么今天突然 关心起公司了 难道是那混蛋 爷爷 没 没什么事 就是一起斗殴 已经处理好了 林诗英想了想 觉得不能将实情相告 现在爷爷的病情 稍有好转 不能让老人家担心 诗英 你从小都没撒过谎 怎么现在学会撒谎了 林诗英用不容置疑的口吻道 这是我已经知道了 蔡家那小子 废了也就废了 算不得什么大事 只是我让小语贴身保护你 你怎么让他去当保安 胡闹 不带林诗英回应 林震南直接挂断电话 爷爷 林诗英气得直跺脚 按道 一定是那混蛋 把消息捅给爷爷的 第一时间 林诗英想到了叶天宇 拿起手机拨通电话 气呼呼质问 叶天宇 是不是你把公司的事告诉爷爷的 没有啊 叶天宇莫名其妙 没有 没有 爷爷怎么知道你去当保安了 我不清楚啊 叶天宇调侃说道 老婆 就算爷爷知道了 又能怎样 你才是集团总裁吗 你 林诗英语色 忽然感觉车库里 叶天宇的声音 比手机里的声音还红亮 一抬头 却见叶天宇 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面前 手里晃动着手机 老婆 跟谁打电话呢 你怎么在这 林诗英吓了一跳 冷不丁 手机都吓得掉落在地 我呀 专程等你啊 叶天宇笑眯眯捡起他手机 作为你的老公 肩贴身保安 当然要双速双飞了 说完 礼貌地打开车门 笑道 老婆 请上车 别叫我老婆 我不是你老婆 好的 宝贝 滚 臭流氓 看着叶天宇跟个狗皮高耀 厚颜无耻的样 林诗英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他感觉三叉神经好痛 狠狠瞪了眼叶天宇 赌气般坐上了车 叶天宇关上车门 直接坐进副驾驶 大手一挥 走吧 咱们回家 我让你上来了吗 滚下去 林诗英怒了 看着独自的气势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总裁 感情把自己当司机 再使唤 叶天宇仿若没听见一般 自顾自记着安全带 哼着小曲 你这个混蛋 没听见吗 我让你滚啊 林诗英有些抓狂了 你说啥 叶天宇习惯性的耳背 我 林诗英无语 别我了 你跟爷爷的通话 我都听见了 你这样自作主张地安排我 老爷子一定生气了 他老人家身子不好 你还是想着 回去怎么哄他老人家开心吧 叶天宇得意洋洋地 从口袋里掏出钥匙 在手上炫了起来 林诗英美目一睁 这钥匙他太熟悉了 不就是自己的房间钥匙吗 臭流氓 你敢偷我钥匙 还给我 叶天宇迅速将钥匙收了回来 脸上挂着皮笑 别误会啊 这钥匙可是老爷子给我的 他让我二十四小时贴身保护你 什么 爷爷给的 可想到爷爷对这混蛋的态度 他无语了 看着这犊子 一副小人得知的嘴脸 林诗英粉泉紧握 恨不得抱锤太一番 好了 走了 爷爷还在家等着我们呢 叶天宇边说着 便要帮林诗英系安全带 林诗英吓得双手护胸 警惕叫道 臭流氓 你想干嘛 紧张干嘛 我帮你系安全带啊 滚 我自己会戏 离我远点 林诗英气归气 想到爷爷的意思 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 带着叶天宇朝家赶去 这边 两人刚离开 一名打电话的中年男人 从车库阴影处走出 对电话那头说道 老爷子 小姐已经带着叶少爷往回赶了 好 你继续暗中监视 随时向我汇报他的情况 林诗南挂断了电话 拨通了另外一个电话 华山 天都风 叶老道悠闲地靠在摇椅上 身边蹲着一只金灿灿 雄壮的公鸡 怎么 诗英的丫头还不愿意 叶老道轻轻抚摸黄元帅柔顺的羽毛 随意地说道 林震南苦笑 都是平时惯的 这丫头的脾气太倔了 怪我之前没跟他说清楚 突然让他结婚 以他的脾气性格 没有大吵大闹就不错了 叶老道呵呵一笑 说道 正常 虽然叶天宇那臭小子确实优秀 但是也不可能初次见面 就让诗英认可 如果是那样的话 老夫才会奇怪呢 林震南无语 这个老家伙 表面上夸叶天宇优秀 实际上还不是在说 他这个师父教导得好 不过 以他对叶老道的了解 还真不是吹的 算了 老林头 你身体不好 就别瞎操这份心了 我相信那臭小子 会有办法的 他可不是省油的灯 老伙计 你就等着瞧好吧 卢阳够他折腾的 到时啊 诗英还得求着他 叶真人 你还真说着了 小语啊 第一天上班 就将卢阳蔡家大少爷 给废了 蔡中原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都被我给对了回去 林震南呵呵笑道 不过 我真的喜欢这小子的性格 有他在诗英丫头身边 我也放心了 叶老道顿时嘚瑟起来 老伙计 那是自然 你也不看看是谁的徒弟 我天花门今后 还指望着他发扬光大 说到这 突然想到了什么 神情凝重起来 老林头 我有件事 想请你帮忙 林震南赶紧道 叶真人 我的命都是 你师徒救的 帮忙这话就别客气了 有事直接吩咐就是 叶天宇打电话给我 说他看到了 丫头婉晴身上的手帕 怎么 他找到婉晴了 叶老道怅然一叹 没有 那姑娘跟婉晴相差两岁 不过 那女孩是楚家的 二十年前那件事 发生得太突然 我不知道 当时是否有楚家的人 既然手帕 出现在楚家女孩的身上 婉晴的失踪 一定和楚家脱不了干系 林震南脸色微微一变 这一刻 他想到了二十年前的一个夜晚 一个老者身负重伤 躺在自己的门口 被自己收留 如仰楚家 这些年 楚家人才凋零 衰败得很快 早就不负当年的气派 剩下的 只是豪门的空架子 叶真人 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 林震南若有所思问道 叶老道语气森然 你帮我暗地查一下 当年楚家是否参与了那件事 若是 老夫不介意到卢阳走一趟 听了这话 林震南知道 一旦查出楚家参与了那件事 卢阳楚家覆灭的日子 也就到了 叶真人放心 这件事 我一定帮你 查个水落石出 林诗英并没有回庄园 而是把车开到市中心 凯旋购物中心 下了车 林诗英带着叶天宇乘电梯 直接上了十一楼 难装 叶天宇打量了下四下环境 发现近视知名品牌男装 却见林诗英在里面挑选衣服 难道是买给他父亲呢 还是男朋友的 像林诗英这种工作狂 哪有时间来逛商场 若非对他极其重要的人 只怕断然不会让他来亲自选衣服 不过 貌似 林诗英看的是年轻的款式 看到这 叶天宇不禁心里冒出酸水 怪不得要跟老子约法三章 第一条就是 互不干涉 原来有男朋友了 剃得好白菜 都让猪给拱了 看来老子 也只能嘴上过过瘾 叶天宇越想越憋屈 正在选购衣服的几个成功男士 见一大美女进来了 顿时齐刷刷地将目光 集中在了林诗英的身上 可当他们看见 一身保安制服的叶天宇 紧跟在林诗英后面 摇了摇头 眼中泛起了一抹嘲讽之色 嗯 这西装不错 你来试一下 在店里逛了几分钟 林诗英拿起一件深蓝色的西装 朝叶天宇招了招手 老子没有替别人试衣服的习惯 叶天宇肚子里正憋着气呢 口气又粗又硬 让我给你男朋友试衣服 呸 当老子免费模特呢 叶天宇心里暗自付费 林诗英不满地瞪了一眼 这个满嘴脏话的混蛋 谁说给别人的 买给你的 过来试试 看合不合身 林诗英没好气地说道 这么好 叶天宇一脸不幸走过来 瞄了一眼西装价钱 一万两千八百 草 这么贵 想到郑凯他们 一个月才四千五百 一件衣服 是这些人撒月工资了 算了吧 太贵了 叶天宇摇了摇头 这么贵买件衣服 你还不如给我那帮保安弟兄 多加些工资 林诗英文言 心中一动 嘴上却没好气说道 试试吧 那不是你该操心的事 我说真的 这身制服今天刚发 崭新的 没必要浪费 你就穿着保安制服跟我回家 你是想让爷爷骂我 才高兴是吧 林诗英没好气地说道 这样啊 早说啊 老爷子要是看到我这身制服 定是要数落你 不过 也没必要买这么贵吧 叶天宇嘴里嘟囔着 一头扎进十一间 很快 叶天宇从十一间走出来了 即便挑剔如林诗英 都不禁眼神一亮 叶天宇身材修长 标准的衣服架子 穿上这身笔挺的西装 气质上发生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果然 人靠衣装 马靠安 匹帅的气质 加上一身得体的西装 跟电视中那些男明星比起来 也不遑多让 不错 我们再挑一套 林诗英脸颊 漠然浮现出一抹羞红 一开了视线后 快步走向了不远处的一排衣架 等走出男装装柜 叶天宇已经是从头到脚 置换一新 老婆 这 是不是太高调了 叶天宇甘笑道 听到叶天宇嘴里老婆二字 林诗英翘脸一红 却装作没听见 十分钟后 商场电梯门口 林诗英和叶天宇并排站在电梯口 等电梯 看了眼身旁窍窍美女 叶天宇很自然地 将手付在林诗英掀腰上 放手 林诗英身子一紧 恶狠狠瞪向他 叶天宇咧嘴一笑 手紧了紧 叫老公 我就放手 这货给点颜面 就像赶着爬 林诗英气急 呸了一声 抬脚狠狠踩向叶天宇的脚背 叶天宇无奈松手 这丫头脚下的细长高跟 踩到脚背上 可不是好玩 绝对是一个血洞 叶天宇手刚松开 电梯就到了 林诗英立马奔入电梯 急摁电梯按键 想把叶天宇拦在门外 叶天宇正要跟着进去 抬头看了眼电梯 莫名一惊 一伸手 将女人从电梯内拉出 你干嘛 叶天宇一脸诡异 我看电梯上空阴霾压顶 戾气不散 大凶之兆 恐要出大事 我们还是不要乘这电梯 歉 一天神神叨叨的 鬼才信你 放手 让我进去 林诗英一脸鄙夷 抬腿要进电梯 可手 却被叶天宇牢牢握住 动弹不得 神经病 你放不放手 林诗英以为这货 又要占便宜 正要发火 刷 突然 面前的电梯 剧烈抖动了起来 紧接着 猛然急速下坠 轰隆 一声晴天俱响 整个商场 都为之颤了一颤 妈呀 目睹电梯 就在自己面前 急速坠落 林诗英 惊得一屁股 摊坐到地上 心脏都差点 跳了出来 电梯 真的故障了 靠 这家伙的嘴 开过光 这么灵 老婆 怎么坐地上了 地上梁 要不要我扶你起来 叶天宇说着 闲珠手伸出 又要搭在女人的仙腰上 林诗英瞪了他一眼 想自己挣扎着起来 可是刚才吓得太狠了 手脚完全不听使唤 无奈冲叶天宇求助 扶我起来 叶天宇却退后一步 算了吧 我要是扶了 等会又骂我臭流氓 你还是 自己想法子吧 林诗英无奈 试图挣扎着起来 可以抬头看见面前 黑洞洞的电梯口 阴森可步 吓得手脚更加不能动了 这时 有商场工作人员 朝电梯这边跑来 林诗英急了 想他堂堂天威集团总裁 居然狼狈坐在地上 这让人看到了 还不得上卢羊头条 为了不施礼仪 只得眼神求助叶天宇 关键时候 还得看老公我的 林诗英的眼神传递一道 叶天宇立马出手了 轻轻松松一个公主抱 直接将他抱入怀中 啊 林诗英失声叫出声来 随即也松了一口气 这时 一名胖乎乎的经理 喘着粗气跑了过来 身后跟着商场保安 见到黑洞洞的电梯洞口 胖经理吓出一声冷汗 询问叶天宇 刚才电梯内 有没人 叶天宇提醒道 放心 电梯里刚刚没人 胖经理依旧不放心 你确定 得到叶天宇肯定回答 胖经理才抹去一头的冷汗 南南道 幸亏你们小俩口没上电梯 不然就出大事了 林诗英一听这话 脸疼得红了 挣扎着从叶天宇怀里站起来 一阵慌乱后 楼上的顾客 谁都不愿待在这压抑的事故现场 纷纷响成其他电梯下楼 却遭到了胖子经理的阻拦 刚发生电梯事故 相关部门通知商场电梯 全部暂停使用 等候检查 请各位走消防楼道 谢谢配合 什么 林诗英瞪大了美眸 十一楼 穿着十厘米细高跟鞋 走下去 消防通道 林诗英才下了两层楼 一只脚变崴了 看着一瘸一拐的女人 叶天宇心里乐开了花 老子今天红韵当头啊 诗英老婆想不让我抱 都不行了 立马上前 二话不说 轻飘飘横抱起女人 这次 林诗英只是稍挣扎了下 放我下来 我慢慢走下去 就行了 口气也没有之前的冰冷霸道 叶天宇言辞拒绝 不行 老婆的美族是用来欣赏的 怎么能这么辛苦的 走十一层楼梯呢 林诗英俏脸一红 这犊子 虽然嘴碎了点 心地不坏 居然还懂得怜香惜玉 想感激她一句的 可话到嘴边 立马变了味 你抱就抱吧 可不准乱摸呀 不然饶不了你 不会 绝对不会 我叶天宇是那样的人吗 叶天宇信誓旦旦 心里却到 这么丝滑没腿 这么好的机会 不摸 呵 当我傻呢 林诗英白了一眼 任由她抱着下楼 抱着林诗英 叶天宇一口气下到一层 脸部红气不喘的 只是心中稍感遗憾 剃才十一层 怎么不是四十一层 五十一层 这么柔软的身子 丝滑没腿 还没摸够 就剃到地了 真想抱上去 再来一趟 当然 这一路 她可没少开油 更没少遭失音的白眼 眼看到了一楼 林诗英红着翘脸 急忙挣扎要下地 你可以放我下来了 叶天宇回到 不累 要不我抱你出去呗 林诗英修急 放我下来 人都在看着呢 叶天宇霸气回了句 看就看呗 我抱自己老婆 谁替这么无聊闲话 此刻 一楼大厅聚集了人群 听了这句话 目光刷得全部投了过来 哼 好一对俊男美女 有好事的 在一旁起哄 这话没毛病 林诗英修的翘脸飞红 挣扎道 放我下来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叶天宇无奈 只得松手 脱离叶天宇的魔手 林诗英低着头 匆匆逃离大厦 路上 林诗英问叶天宇 老师告诉我 你怎么知道 电梯会出事 叶天宇淡淡道 你不是说了吗 封建迷信呗 林诗英琢磨半天 问道 世上 真有风水像术 叶天宇回道 就看你怎么看了 就像西方的星座 信则有 不信则无 不过我们老祖宗传下的风水像术 有几千年历史了 比星座那玩意靠谱多了 林诗英流过学 很相信西方星座学 忍不住想反驳 可以想到昨天的撞车 以及刚才的电梯坠毁 心有余悸的他 顿时闭嘴 难道风水像术 不是封建迷信 太阳西斜 落日的余灰 洒在整个卢阳 如同披上了一层神圣的面纱 喧嚣了一天的繁华城市 似乎也降了温 几人欢喜 几人愁 林诗英与叶天宇 开心逛着商场 卢阳蔡家 却是陷入了惊慌愤怒之中 卢阳是最好的医院 卢雅医院里 此刻 却是一片压抑 如同乌云遮住了太阳 每个人的脸上都不带笑容 来去匆匆 似乎有些慌乱了 卢阳蔡家大少爷蔡坤 受伤住院 引起了医院的极大的重视 卢雅医院有蔡家的股份 蔡市集团董事长蔡中元 是卢雅医院的独立董事 不用蔡中元安排 院长就派人 把蔡坤接到医院最好的贵宾病房 并组建最好的医疗队 进行抢救 蔡坤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双眼无光 自从手术之后清醒过来 他就一直是这个表情 无论谁喊他 无论谁来照顾他 都不能让他的脸部肌肉 出现一丝一毫的变化 蔡坤盯着天花板 眼睛之中毫无生气 不过此时 他忽然感觉到 一阵血气上涌 一张嘴 一大口鲜血 便喷到了病床上 叶天宇的那一脚重弱千军 狠狠地击中了他的胯部 那玩意都变形了 可是 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个 由于蔡坤吐血的动作 牵扯了后背上的伤口 一阵撕裂般的疼痛 让他忍不住喊了出来 背上的伤 是怎么来的 叶天宇的一脚 把他的右侧肾脏给震报废了 肾脏内部的所有组织 全部被破坏 这一招是完完全全的 隔山打牛 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的伤痕 可里面却被破坏殆尽 一个肾脏被打爆 也让那颗肾里的尿液 全部散落腹腔 肾动脉和肾静脉 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没有任何办法 医生只能采取了肾脏摘除手术 否则的话 多耽搁一会儿 蔡坤的性命 可能都保不住了 由于腹腔积水严重 到现在蔡坤的肚子上 还插着根管子 不断地往外面排着积液 人体有两个肾脏 即便摘除了一个之后 另外一个 还是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因此 叶天宇还是手下留情了 如果他把蔡坤 另外一颗肾脏震报的话 那么这位蔡家大少爷 就得等着把他老爹的肾脏 也挖出一个 来给他做肾移植了 在肾移植之后 为了避免身体出现排异反应 还要坚持服用很长一段时间 让免疫系统变得迟钝的药物 对身体的伤害也是极大 蔡坤攥了攥拳头 身体却提不起任何的力量 就连简单的握拳动作 都不能顺利完成了 这一场手术 让他元气大伤 蔡坤吐了一大口血 立刻有特护上来 帮他清理 就在特护在忙碌时 病床前 站着一名身穿灰西装 气势英致的中年男子 脸型和五官看起来 和蔡坤有些相似 他就是蔡坤的父亲 也是蔡氏集团的董事长 蔡忠元 在蔡坤的床头 坐着一名中年贵妇 他握着蔡坤的手 抹着眼泪 毫无疑问 这位就是蔡忠元的妻子 蔡坤的妈妈刘丽 刘丽看着自己儿子的凄惨模样 想要伸手 却又不敢 生怕弄疼了他 自从清醒过来 蔡坤已经连吐了好几次血了 都说儿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 儿子受伤 做妈的疼在心里 一个戴眼镜的主治医生 走到蔡忠元跟前 恭敬道 蔡董 蔡少的伤势严重 这次手术后 最起码需要静养半年以上 我儿还能恢复吗 蔡忠元眼神阴致 气势害人 看得主治医生心中发虚 抱歉 蔡少应该是无法恢复了 主治医生说完 蔡忠元毫无征兆的一巴掌 狠狠抽了过去 啪 主治医生直接被抽到在地上 门牙都被磕掉一颗 贵妇流利听到这一结果 顿时哭天腔地 摇晃着蔡忠元的手臂 忠元 你快想想办法 咱孩子肾脏都被打没了 不能恢复 不就是废人了吗 这得多重的手 得多狠的心 忠元 你一定要给咱儿子报仇啊 蔡忠元脸色阴沉 忠元 他还是不是你儿子 你怎么就不说句话 你这个当爹的 怎么就那么狠心 流利实在受不了自己的丈夫了 开始用手臂锤打着他的胸膛 够了 蔡忠元一把将媳妇推开 怒到 都哭了喊了一下午 还有完没完 什么叫有完没完 他是你儿子 也是我儿子 看他被打成这个样子 我能好受吗 流利的两个眼睛 都哭成了桃子 你除了一天到晚逛街打扮 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 咱们的这个好儿子 可是干了不少的好事 今天受这么重的伤 完全是他在咎由自取 蔡忠元 你什么意思 你怎么能说儿子咎由自取 他的一个肾都被打坏了 你怎么忍心 说出这种话来 我能什么意思 我怎么不忍心 你知不知道 你宝贝儿子 一天到晚吃喝嫖赌 无额不作 我都为他擦了多少的屁股 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的儿子 不就是吃喝嫖赌吗 又不是杀人放火 有什么大不了的 无论他做了什么 都是你蔡家的种 付到人家 你懂什么 就替知道 在这里胡闹 蔡忠元怒骂道 脸色阴沉的 似乎要滴下水来 论面子 谁有他蔡忠元的面子丢得大 找林家老爷子郑南 想讨回个公道 却被直接给对了回来 就连林诗英 那个丫头骗子都不尿他 赔钱 他蔡家什么时候差过钱 这让他心中一口恶气难以发现 偏偏这臭婆娘在那里嚎叫 让他心烦意乱 忍不住破口大骂 蔡忠元不胜其烦地走出病房 病房外站着一名身材魁梧男子 脸上刀疤剑痕交错 眼神凶残至极 一看就是杀过人的很差 老爷 大少爷被人折磨成这样 简直就是侮辱我们蔡家 侮辱你 老爷 绝不能就这么放过了凶手 这是 你交给我蔡三来办 魁梧男子眼中 胸光一闪 蔡忠元狠狠将手中香烟扔在地上 碾灭 缓缓开口说道 想我蔡忠元熊霸卢阳多年 第一次有人这样打脸 蔡三 这件事交给你去办 三日之内 我要你提升那小子人头来见我 是 老爷 蔡三鞠了个躬 转身离开 蔡忠元走进病房 见主治医生捂着脸 瑟瑟发抖站在墙角 恶狠狠瞪了他一眼 你给我滚 没用的东西 是 是 主治医生大气都不敢喘 灰溜溜地离开了 忠元 你一定不要放过凶手啊 咱们儿子 差点被打死 他要是没命了 我可怎么办 见蔡忠元走进来 琉璃又开始大哭起来 蔡忠元没有理会 走到床边 弯下腰蹲在地上 轻轻用手抚摸自己儿子的血痕斑斑的脸 宽 你放心 爸爸不会放过那小子的 我要让他死 我可怜的啊 这辈子都成废人了 翡翠庄园 叶天宇跟着林诗英下了车 叶天宇 我警告你 待会儿见到我爷爷 你别乱说话 林诗英冷冷道 哼 小丫头翻脸挺快 刚才在商场干巴巴 让我抱着下楼 叶天宇轻哼一声 放心 我知道怎么说 绝对让老爷子狠狠克尼顿 公司那么多岗位 偏偏安排你老公当保安 你 林诗英气急 你什么你 你当你老公好欺负 叶天宇撇撇嘴说道 林诗英一脸比一地看着叶天宇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居然还想着告状 叶天宇冲林诗英眨了眨眼 我是不是男人 晚上试试 你就知道了 臭流氓 林诗英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脸颊羞红 狠狠地唾了一口 看着林诗英脸颊泛红 叶天宇咧嘴一笑 害羞了 你该不会是个厨吧 给我闭嘴 林诗英觉得牙龈有些痒 握紧粉拳 很想很想将她砸在面前 这张臭脸上 叶天宇知道林诗英要发飙了 见好就收 不逗她了 好了 看蛮你急的 女人生气会影响胸 美颜的 接着拍着胸脯保证 把心放在肚子里 一会儿 保证把老爷子哄得开开心心 说完 背着手当仙 朝别墅走去 叶天宇 你站住 又怎么了 话未说完 相风扑鼻 一条柔软的手臂 插进叶天宇的臂弯 转瞬 冰冷的脸蛋 浮现一抹幸福的笑容 呵呵 演技不错 叶天宇笑着 心道 和细经老爷子 演技有的一拼 到家里 你要敢瞎说 你死定了 林诗英脸上挂着笑容 声音带着些 咬牙切齿的味道 正说着 别墅门从里面打开 老爷子在林远征夫妇 搀扶下 走了出来 爷爷 爸 妈 我和叶天宇回来了 林诗英一脸灿烂地迎了上去 林 爷爷 爷爷 爸 妈 看到叶天宇 老爷子眼前一亮 扶掌称赞 小宇 西服不错 穿在身上格外风神俊朗 长得俊有卵用 男人有钱有地位才行 林远征心里嘀咕了一句 他始终觉得 山里来的小子 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爸 小宇像变了个人似的 还是您有眼光 林母李雪梅 倒是不抵触叶天宇 当然 华山叶真人的嫡传弟子 还能差了 是我们家师音高攀了 老爷子开心地说道 热情地拉起叶天宇手 小宇 来 快进屋 林诗英跟在后面 嘴角不觉抽了抽 想我堂堂天威总裁 卢阳大美女 怎么就算是高攀了 林老爷子精神很好 拉着叶天宇进屋后 自顾自跟叶天宇寒暄了起来 见爷爷如此满意叶天宇 林诗英直摇头 搞不懂老爷子 怎么那么喜欢他 这臭犊子 哪里好了 嘴碎得一憋 搞得像叶天宇是 亲孙子一样 自己倒像是外人了 或许是老爷子 特意交代过 这顿晚宴非常丰富 席间 老爷子和李雪梅 不断为叶天宇夹菜 林远征相对冷漠 林诗英则做得远远的 有一搭没一搭的 跟叶天宇聊几句 久过三旬 看着叶天宇 老爷子慈祥问道 小宇 第一天上班还习惯吧 林诗英抬起头 美眸 看向叶天宇 想看他是怎么回答 叶天宇淡然一笑 习惯 有诗英关照 哪会不习惯 我听说 你被安排去做保安了 有这回事 老爷子问 林远征有些诧异 爸 你是不是弄错了 你是不是弄错了 诗英不会这么安排的 是 我现在就在天威当保安 此言一出 满桌人面色进阶一遍 林诗英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说得好听 还是被这犊子给卖了 叶天宇话锋一转 不过 是我主动申请的 我去了公司后 一眼就发现 天威的安保存在着隐患 便向诗英讨了这个差事 好帮他整顿公司的安保 说完 嘚死地朝林诗英眨眨眼 意思老公还行吧 林诗英长嘘一口气 暗叹着独自撒谎 都不带打草稿的 难怪爷爷被哄的 都找不着北了 叶天宇将花园的滴水不漏 不过 老爷子似乎有些不幸 神情古怪地扫了眼林诗英 诗英 小语说的是真的吗 我怎么感觉 你们两个怪怪的 不是有什么事瞒着爷爷吧 爷爷 我们没瞒 虽然爷爷我年纪大了 眼睛还没瞎 爸 你们都已经结婚了 但是我发现 从你们进屋 一点亲密举动都没有 诗英 是不是对爷爷安排的婚事 不满意啊 老爷子意味深长地 看了眼孙女 一旁 林远征帮着诗英打圆场 爸 诗英从小在你身边长大 他瞒谁 也不会瞒您啊 是吗 可我怎么发现 现在的情侣走到哪 都手牵着手的 诗英 你看你们俩 在一个桌上吃饭 还离得那么远 这哪里像是新婚夫妻吗 林老爷子摇了摇头 一副爷爷我完全不信的样子 嗨嗨 叶天宇低下头咳嗽了两声 心道 这老戏精又开始要表演了 我 为了让爷爷相信 林诗英将凳子朝叶天宇 移近了一些 下一刻 林诗英却是面色一变 转过头 目光看向叶天宇 发现这个毒子 眼中带着一抹坏笑 拿开 林诗英用只能两个人听到的声音 低声喝道 这个臭流氓 竟然敢摸他那脸 林诗英又羞又急 却又难以启齿 尤其在一家人的目光注视下 手感不错 同样是只能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 王八蛋 林诗英嘴角动了下 没出声音 但是叶天宇还是看懂了 你敢骂出来 算你本事 叶天宇看着女人 眼神中尽是得意 年轻人啊 刚结婚那回都害羞呢 小语 吃菜 李雪梅打着圆场 笑盈盈地将一块排骨 夹到叶天宇碗里 叶天宇意犹未尽地将手拿开 拿起筷子 夹着排骨往嘴里塞 还是丈母娘心疼女婿 林诗英顿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狠狠地弯了叶天宇一眼 不过 在爷爷的目光看过来的时候 已经换成一副笑意盈盈的模样 手还搭上了叶天宇的胳膊 我还是不屑 老戏经面对林诗英 拙劣地演技 暗暗摇头 爷爷 到底要我怎样 你才相信我啊 林诗英有些无奈了 之前 自己在爷爷面前说什么 他都相信 自从这混蛋来了后 好像爷爷变得挑剔了 除非 除非你们当我面 接 接吻 此话一出 林诗英眼珠差点掉到桌上 啥 叶天宇正在啃着丈母娘 夹给自己的排骨 听到这话 直接将连骨头一起 咽进肚子里 这老戏经玩得 有点嗨啊 看着老爷子不经意间 朝自己眨了眨眼 叶天宇心中暗叹 爸 饭桌上来这个 不好吧 看着女儿一脸扭泥 林远征想帮女儿说句话 没想到立刻被对了回去 接个闻有什么不好的 你们谁没做过 你 还是你 老戏经看着自己的儿子 媳妇 眼神里都是你们那点事 我都知道 林远征满脑子黑线 心道 这老头 怎么越老越妖了呢 爸 我去看还有没有菜 李选眉眉想到 老爷子 当着女儿女婿面前 拿年过半百的 他们两口子举例 羞得慌忙 找了个借口进了厨房 爷爷 你听我解释 我跟天宇 一想到爷爷要自己 跟叶天宇接吻 林诗英顿时慌了 连亲个嘴都不愿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们 是恩爱的 丫头 是不是等我这糟老头子一走 你们俩就准备各奔东西 或者说现在 你们之间根本就是假结婚 老爷子接过话 根本不给林诗英解释的机会 这一刻 儿子林远征看不下去了 让这老头去疯吧 眼不见为净 也偷偷溜进了厨房 难道你们 老爷子说到这 手舞心口 脸线痛苦 丫头 爷爷我死不瞑目啊 爷爷 你怎么了 别吓我啊 林诗英差点吓哭 叶天宇忙上前 准备救治 却发现 老爷子居然朝自己眨了眨眼 操 还是演戏 这个演技不拿奥斯卡 都对不起观众 丫头 爷爷的话 你还听不 老戏经还在继续 叶天宇却坐回了位置 你就慢慢演吧 反正老子不吃亏 爷爷 你要我怎么做 你 你和小雨 给我亲一个 老戏经表情痛苦 声音低沉 一副不久于人世的样 旁边的叶天宇 差点笑喷 有这么卖孙女的吗 爷爷 我 好 好吧 林诗英看了眼 唯米的爷爷 一咬牙勾住 叶天宇的脖子 一双红唇 直接向着他的嘴巴 印了上去 林诗英这一吻 来势凶猛 即使叶天宇这样的高手 竟然没有躲过去 老子被抢吻了 不过 那柔软的触感 让叶天宇忍不住一颤 一吻之后 林诗英就想松开红唇 占了便宜 就想溜 没门 叶天宇吃了这么大亏 怎么会轻易放过这丫头 一手搂先腰 一手捂着后脑勺 两人的身子紧贴在一起 林诗英长长的睫毛 触碰上叶天宇的脸颊 嗯嗯 林诗英呼吸变得急促 感觉嘴里有异物 顿时又羞又急 抬起脚 十厘米高跟鞋 狠狠踩在叶天宇的脚背上 哎呦 叶天宇疼得呲牙咧嘴 你干什么呀 哼 林诗英冷哼一声 气呼呼地战红翘脸 娇艳欲低 分明是生气 却让人以为他害羞了 爷爷 这下满意了吧 满意 满意 丫头 这嘴轻得好 轻得爷爷 看着都觉得羡慕 还是年轻好啊 哎 看到你们幸福 爷爷我死而无憾了 老爷子精神一阵 萎米之色顿趣 一副满意地看着林诗英 切 叶天宇边揉着脚 边看着得意的老细精 夜色深沉 儒雅医院 病房里 蔡忠元夫妇坐在病床前 安慰着儿子 蔡总 这时 两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匆匆走了进来 是你吗 想看我蔡忠元的笑话 蔡忠元蹭地站起来 怒视着两人 蔡总 误会 误会 我们是专程来看望蔡少爷的 蔡忠元怒不可遏 误会 你们林家的人把我儿子 打成残废 还觉得不过瘾 赶到医院来羞辱我 爸 我要弄死那小子 我要睡灵失音 哎呀呀 床上的蔡坤啊 连叫了好几声 虽有怒火 奈何连手都抬不起来 蔡总 你真的误会 我们兄弟了 我们这么晚来 除了看望蔡少爷 还想谈谈与蔡总的合作 其中脸上带着肉流的中年男子 面带诚恳地说道 合作 林远健 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蔡忠元从怀里掏出香烟 掏出一根叼在嘴上 想了想甩了两根过去 来人是林家的两个弟兄 林远健 林远道 林家跟蔡家一样 在卢阳都有着百年历史的家族 天威集团是林振南 跟林远健俩兄弟的父亲林奥天 一起创办的 林奥天是老大 公司创办不久便过世了 是林振南一手将几个人的小作坊 创建成卢阳 甚至江南省赫赫有名的药企集团 虽然 不是自己亲生的 林振南却把两兄弟 当亲儿子看待 林远征不喜经商 林振南便培养林远健兄弟 并逐步让他们进入天威的决策层 前几年 林老爷子身体越来越差 便将天威集团 交给了林远健两兄弟打理 没想到 这两人不但经营管理不善 私心还特别重 除了会往自己腰包里搂钱 天威业绩逐年下滑 市场份额被竞争对手逐步蚕食 眼看企业岌岌可危 林老爷子 只得将在海外留学的林诗英照了回来 接手两人留下的烂摊子 林诗英通过引进先进技术 和高端技术人才 利用科学的管理模式 短短两三年的时间 就让天威集团重换生机 天威集团研发的奥旦同技术 更是得到多方的关注 天威集团的市值 也是一路飙升成为炙手可热的企业集团 然而 对林远剑兄弟来说 却是林诗英动了他们的蛋糕 两人在集团内部拉帮结伙 对抗林诗英 对外寻找靠山 妄图重掌天威的大权 蔡氏集团的蔡中原 就是他们想依附的对象之一 林远剑掏出打火机 将蔡中原嘴上烟点燃 蔡总 那个将蔡少打伤的家伙 叫叶天宇 听说是从华山上下来的 具体什么来历 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他和林诗英的婚事 是老头子多年前 就安排好的 接着 林远剑便将叶天宇和林诗英之间的婚约 以及叶天宇就老爷子一事 和蔡中原讲述了一遍 蔡中原文言 喃喃自语 有意思 林震南这个老东西 眼光一直很挑 这么多卢阳豪门子弟 他一个看不上 偏偏就看上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家伙 做自己的孙女婿 甚至不惜 跟我蔡家翻脸 也要维护这小子 难道仅仅是这小子 救了他一命 还是这小子 背后藏有什么玄机 蔡中原四处片刻 看了眼一脸痛楚的蔡坤 狠狠将手里的香烟砸在地上 不管这小子背后 藏有多大的玄机 老子都要弄死他 爸 不但要弄死那小子 我还要林诗英 萧青年 我要让这两个女人 天天跪在地上舔 蔡坤歇斯底里地喊道 儿子 放心 等你的伤好了 这两个害你的女人 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蔡中原安慰了一句 说完 蔡中原看向林远健 林远健 算你们兄弟实相 知道将自己摘出来 站到我这一边 林远健回到 蔡总您哪里话 以后我们兄弟 还要养张蔡总多多关照呢 蔡中原点了点头 你现在 准备如何对付林诗英 林远健一笑 回到 蔡总 我们兄弟有个初步计划 还希望蔡总帮忙 蔡中原没有说话 看着林远健示意继续 林远健接着到 天威现在最值钱的是 奥旦同项目 一旦这个项目落马 天威的股价势必大跌 到时请蔡总能入局天威股票 我们一起联手其他股东 逼林诗英 交出天威的管理权 而这一点 需要蔡总的鼎力支持 只要把林诗英赶下台 将天威集团收入囊中 如此一来 想要对付林诗英 甚至林震南那老东西 还不是蔡总一句话的事 听了林远健的话 蔡中原有些心动 嘴上却说 计划虽吼 可是 你们如何让那奥旦同项目下马 林远健神秘一笑 在蔡中原耳边嘀咕起来 听得蔡中原不断点头 最后笑了 此季甚妙 林老爹 你放心 到时我蔡氏集团一定会鼎力相助 哈哈 有蔡总这句话 我们兄弟二人就放心了 蔡总请放心 我和大哥一旦拿下天威 绝望不了蔡总的大恩 老二林远道也说道 如此甚好 蔡中原哈哈一笑 今后 咱们就里应外合 扳倒林震南那个老匹夫 第二天一早 林诗英醒来 就闻到一股香味 他伸了伸懒腰 昨晚叶天语这犊子 居然没打呼噜 自己也踏踏实实睡了一觉 回想到 昨天老爷子安排的闹剧 自己居然吻了那臭小子 想到这 林诗英嘴角勾出一道好看的糊涂 那算是自己的初吻吗 香味越来越浓 林诗英疑惑地从床上起来 穿着睡衣 来到二楼小客厅 却看到叶天语 在准备着早饭 桌子上放着稀饭 包子 牛奶 散发着一股浓郁的飘香 叶天语 你 林诗英瞪大眼睛 看着叶天语 端着两碟小菜 从厨房出来 惊讶极了 你醒了 叶天语看了林诗英一眼 淡淡道 这些都是你准备的 看着桌子上的早饭 林诗英只觉得食欲大开 林诗英刚要为叶天语 惊心地举动而感动 然而这犊子 嘴巴里突然蹦出了一句话 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营养早餐 爷爷说了 让我们家把劲 早点把儿子生出来 他好早点抱重孙 啊 滚 谁要跟你生儿子 林诗英火冒三丈 一点点感动 也烟消云散 这张碎嘴 爷爷说了 不生儿子 女儿他也喜欢 叶天语 老娘杀你 在打闹中 两人吃完了早饭 林诗英 今天开了辆大G 往天威集团赶去 像昨天一样 车子刚拐路大街 林诗英 就让叶天语 自己打车去公司 不过 今天倒不是特意赶他下车 而是他另有事情 叶天语也没废话 直接下车 路上 叶天语边等出租 边往前走 此时 正值上班高峰 大街上满是脚步匆匆的行人 和各种车子 经过一处红绿灯 绿灯亮起后 叶天语跟着匆匆忙忙的人群 准备穿过马路 走到一半 前方的人群停下了脚步 叶天语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 走到路中间 突然捂住胸口 慢慢地倒在地上 见老人突然倒地 周围的人群纷纷退后 不敢靠近 不知道具体情况 也没人敢上去扶老人 现在的人 都被短视频上碰瓷的段子 弄得极其敏感 没有谁傻到招惹这个麻烦 哪怕是真的事故 打120吧 等一下 我先拍个视频 等会好作证 看着不像是碰瓷的 这老太太 穿着还挺讲究的 可不能这么说 现在的片子哪个出来 不是一关处处的 路人围着倒在地上的老太太 展开激烈的讨论 就是没一个人上前搀扶一把 这时 只见倒在地上的老太太 嘴唇开始发青 慢慢地休克了过去 这老太太 好像真的出事了 还是打电话 叫120吧 虽然说没人敢上前去扶 但还是有人主动拨通了120 也有人打了报警电话 我会点医术 让我来看看吧 在大家议论纷纷 等着救护车的时候 叶天宇挤了进去 走向倒在地上的老太太 小伙子 你会医术 别到时救人不成 反而弄出事端来 对啊 看你这么年轻 也不像是医生啊 还是等救护车来吧 现在早高峰 救护车一下也来不了 万一年轻人真的有把握呢 周围的人 见叶天宇 蹲在老太太身边 便你一句我一句讨论 叶天宇伸手 替老太太把了脉 发现老太太是心脏病突发 已经处于休克状态 如果不及时救治 会非常危险 既然碰见了 医者人心 叶天宇毫不犹豫地出手了 先是在老太太身上按压几下 然后从身上取出树根金针 因为需要对金针制烤消毒 只得求助围观的群众 一个年轻人 递上一个打火机 叶天宇就着打火机 将金针消毒 消完毒后 叶天宇二话不说 迅速将金针扎入老太太心脏处的极权穴 然后依次扎入了其他几个穴位 世音 你今天气色很好啊 昨晚他没吵你吧 大剧副驾史上的肖青岩 看着红光满面的林诗英 问道 他自然指的是叶天宇 没有 昨晚他睡得挺老实 一点声音都没发 我俩都睡得很好 话一说完 林诗英顿感话里有奇异 赶紧闭嘴 瞪了眼闺蜜一眼 不再理他 专心开车 哎 世音 前面斑马线上 怎么围着这么多人 歇了几秒钟 肖青岩看着前方 好奇地问道 林诗英见前面车子 都绕着这群人 慢慢往前开 等到大剧缓慢移动到这群人旁边时 林诗英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发现斑马线上 有人晕倒在地 而出手就着的那道身影 特别熟悉 出于好奇 他将车子停在一边 咦 是叶天语按 他在干嘛 肖青岩惊讶地发现 叶天语在给晕过去的老太太 按压心脏位置 可不是吗 真的是叶天语 这犊子还真的急功好异 到哪都想露一手 林诗英暗自赋斐 诗英 叶天语难道是医生 肖青岩好奇地问 林诗英没有回答 美眸死死盯着忙碌的身影 现场围观的路人 看着叶天语那形如流水的针灸手法 一时间惊叹连连 刚刚还抱着怀疑的态度 现在烟消云散 吃瓜群众都不懂医术 特别是中医 这话题太高端 但让人眼花缭乱的手法 做不得假 没几年的硬功夫 磨练不出来 面前的叶天语 太神奇了吧 这针灸贤熟老道 完全是行医几十年老中医的手法 在大家看热闹的同时 肖青岩充满了惊奇 与林诗英早就知道 这独自的医术不同 肖青岩从叶天语的身上 发现了新闪光点 没想到 他还有这个本事 唉 要不是闺蜜的男人 一定把他抢过来 肖青岩暗自想到 这时 休克过去的老太太 悠悠转醒 叶天语把金针全部拔了出来 看着老太太问 感觉怎么样 谢谢 谢谢你救了我 医生 这是一点小意思 请你务必收下 老太太醒来后连连道谢 还从兜里掏出一打钱 要付诊费 老太太 不必了 治病救人 是我们学医人的宗旨 钱 还是请您收回去 叶天语拒绝收钱 站了起来 就要离开 啪啪啪 周围的吃瓜群众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还有几个老年人夸奖道 这年轻人 品质真不错 大句上 林诗音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 若有所思 扑哧 肖青岩捂着嘴 突然笑出声来 我说诗音 你就从了他吧 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去找 别到时被人抢了 再想追就难了 你找打 谁要追谁追去 我才不稀罕 林诗音一脸的不屑 眼睛看向人群 发现叶天语居然不见了 林诗音正感到疑惑 就听到车后座传来了一道声音 老婆 要不你就从了我吧 叶天语靠在后座上 得意洋洋道 我这样的疾病好男人 你不稀罕 可是有大把女人稀罕 别到时候回哦 你替子 林诗音与肖青岩同时口吐芬芳 惊叫了起来 刚才 两人一边看着叶天语 在路上救人 一边聊着天 明明见这家伙 在跟老太太说着话 怎么一转眼 就上了车后座 一点征兆都没有 突然那一下传来一道声音 活人还不得吓死啊 你是人是鬼啊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肖青岩转过头 心有余悸地说道 你在夸老公我 是诗音老公的时候 我就上车了 这不可能 林诗音摇了摇头 你明明在跟老太太说话 这回功夫 几十米距离你怎么过来的 而且一点开门的声音都没有 只要速度够快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叶天语耸了耸肩轻笑道 速度够快 肖青岩扑斥一笑 男人太快不好 人家还没有开始 你就到点了 诗音 这种男人 我建议你重新考虑啊 说完这话 林诗音一脸愕然 随即听懂了话里的梗 臭丫头 瞎说什么呢 叶天语坐在后排 正好通过侧面 清楚看到肖青岩那对凶器 果然是凶大无脑 你得不到我 也不想让别人得到啊 你喜欢我也没用 我有诗音老婆了 不过 看在你是老婆 闺蜜的份上 真要想的话 我给你个建议 你跟诗音商量下 看他同不同意 你当事情丫鬟 反正我没意见 看着一脸嘚瑟的叶天语 肖青岩气得随手抓起 驾驶台上的抽纸 砸了过去 去死吧 谁对你有意思 谁会对你有意思 呦 这个事情丫鬟 我看好你 连砸老公手法 都跟主子一样 老娘跟你拼了 at 警号人民币 警号ap 星号 一通咒骂 肖青岩解开安全带 从副驾驶朝着后座 爬了过去 哎 别过来啊 男女受受不亲 我老婆还在旁边呢 你别想应上我啊 叶天语嘴上说着 心里乐开了花 肖青岩这么爬过来 身子正好在叶天语的上面 哇 真的好大 此时 是上班高峰期 路上刚被犯病的老太太堵塞 车子行人都密集地堵在斑马县两侧 就见一辆高端大气的大巨 停在斑马县中间 剧烈地摇晃着 甚至 能透过车窗玻璃 看到后座上 一个女人压在一个男人的身上 一会儿那男人爬上来 又将女人压在身下 卧槽 见过车阵的 没见过大马路上车阵的 现在都玩这么刺激的吗 一时间 准备通过斑马县的路人 停下脚步 将大巨围了起来 林诗音从镜子中看到后座的情况 翘脸刷的一下 就红到了耳根 他知道这是二人在打闹 可外面的吃瓜群众 还以为两人在车里干那种事情吗 青年 你 林诗音小声提醒道 你 衣服滑下来了 正跟夜天宇扭打在一起的萧青年 这才发现自己的肩带 都是滑到手臂上来了 赶紧坐直了身子 我去 刚才静跟着他打闹 这么壮观的风景 居然忘了欣赏 暴殿天窝 叶天宇直勾勾地望着萧青年衣领以下 悔不得一头埋进去 臭流氓 你还看 他抬手朝叶天宇打了过去 却双手死死地被抓动弹不得 臭犊子 你放手 等会有你好看 呵呵 不等了 我现在就看 终于 二人停了下来 不过 是林诗音来到后座安慰 受伤的萧青年去了 叶天宇不好意思跟两大美女挤在后座上 下了车正要上副驾驶位置 却听到林诗音问 你会开车吗 看不起人是不是 你老公可是老司机 叶天宇得意地说道 林诗音翻了白眼 只要跟他搭上话 一准会被调整 那你去开车 说着不再理会这毒子 安慰起萧青年 好了 别跟他一般见识 这人脸皮比城墙还要厚 你跟他斗嘴 自找不自在 林诗音现在是深深领教了 能把精明一辈子的爷爷 哄得找不着北的人 还是不要招惹得好 萧青年被气的胸口波浪起伏 形象毁了 还让这混蛋占尽了便宜 王八蛋 改日我一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嘿嘿 别改日了 今月就行 我有空 坐在驾驶位置的叶天宇 立刻接口说道 林诗音没有听出来 萧青年瞬间反应了过来 臭流氓 我 老娘跟你没完 刚准备再起身 前面的路通了 叶天宇猛的一踩油门 大聚如一头凶猛的狮子 从斑马线上窜出 吱吱吱 车轮在水泥地面 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萧青年刚坐起的身子 舒得贴在了后座上 林诗音也吓了一跳 惊呼一声 你干嘛 开这么快要去死吗 冰山女总裁 忍不住又要爆粗口 可是叶天宇 非但没有听 反而是猛踩油门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 林诗音看着 卖速表的指针翻滚 他怀疑这毒子 除了油门 人根本就不知道踩杀车 慢点 你慢点 这车太快了 哎 前面有人 对面有车子 混蛋 红灯啊 我受不了 你慢点啊 听着后座两个美女 此起彼伏的叫声 叶天宇嘴角抽出了一下 你带一带 老子真的只是在开车 没有在开车 我这速度才刚刚提起来 不至于吧 这么好的车 不飙起来 实在对不起自己的车技 叶天宇心里嘀咕着 刚准备继续踩油门 林诗音赶紧抓住她的胳膊 一脸求饶 别别别 你慢点 我都快吐了 这才一百八 我平时只开六十 看到林诗音脸色煞白 叶天宇有些无奈 好吧 我慢点 叶天宇将车速降到了八十码 林诗音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旋即便想到了一个问题 这毒子刚才在市区 将速度飙到了一百八 那得要被开多少罚单 叶天宇凭借着精湛的车技 大惧宛如一条灵活的油龙 在车流中穿来穿去 毫不违和 不对啊 你怎么走南北高架呀 这不绕路了吗 只走长安街 不是最便捷吗 走了一会 萧青岩发现状况 低喝道 你想干嘛 想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 叶天宇没有说话 不过 他的眼角余光 一直盯着后车镜 一辆奥迪Q5引起他的注意 叶天宇之所以将车拐上南北高架 就是要证实 这辆车是不是在跟踪 高架上 虽然对方时不时的变道 有时还故意拉开 一段距离 但叶天宇已然分辨出 这辆奥迪Q5 就是在跟踪他们 有意思啊 叶天宇见没一条 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 天威总裁办公室 林诗英喝了几口热茶 才将心中的汹涌 压了下去 以后坚决不能再让这独子开车了 太刺激了 林诗英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有些头疼的轻叹一声 随后按下那线电话 柳秘书 你进来一下 很快 戴着眼镜 一脸惊淡的秘书柳冰夏 走了进来 林总 林诗英点点头 吩咐道 你去一趟人事部 把公司保安的资料 都给我拿过来 柳冰夏有些诧异的看了眼林诗英 他不明白 总裁为什么关注这个 要知道在公司 像这种小事 一般都是人事部经理负责 除非是公司招聘高管职位 林诗英或许会关注一下 保安资料有什么可看的 随即 柳冰夏想到了那个被传为是总裁老公的人 不正是在保安部任职吗 原来如此 好 林总 柳冰夏应了一声 没一会 柳冰夏捧了一大堆资料过来 轻轻放在办公桌上 每份资料上面都附带了入职照 林诗英一份份的翻看 翻了几份就翻到了叶天宇的资料 叶天宇 男 22岁 身高178 体重72千克 工作经验无 家庭状况空白 擅长技能空白 剩下的都是空白 这独自的简历太简单了吧 就这 人事不都让他糊弄过去 昨天的事 公司里有什么反应 林诗英翻着资料 淡淡问道 昨天的事 柳秘书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林总 公司里的员工都在传 那个叶 叶天宇太能打了 长得又帅 公司许多女孩都 听到柳秘书的回应 林诗英却摇摇头 我没问你 他能不能打 帅不帅 我是问你 有没有传我跟他之间的事 说完这话 林诗英有点心虚 故意低下头装模作样 翻看资料 柳冰夏这下 听出了林诗英话里的意思 他微微迟疑一下 随即回应 回林总的话 有小道消息 传 你跟叶经理关系不一般 不过 传的更多的还是 总裁你大工无私 把叶经理那样的人才 放到保安部 不过效果很好 现在整个保安的精神状态 焕然一新 停了下 看到林诗英期待的目光 继续到 现在公司大厦门口 执勤的保安严格多了 就刚才 叶经理还特意 安排了两名保安 在咱们楼层电梯口执勤 连我们秘书室的秘书 上下楼都要登记 柳冰夏这话说的非常有水平 不仅淡化了散布全公司关于 叶天宇是总裁老公的传言 还有意无意地将叶天宇的称位 改成了叶经理 执勤 林诗英惊喜地猛然抬头 不过瞬间意识到 自己表现得太过了 随即又装模作样地看资料 淡淡说道 搞这么大阵仗干什么 自然是考虑到您的安全 据执勤保安说 叶经理交代他们 这段时间不太平 让他们不认识谁进总裁楼层 都要严格盘查 柳冰夏说话不急不慌 林诗英听到之后 嘴角不自觉泛起嘶嘶笑意 不过 他只是简单地恩了一声 放下手中的资料 问柳冰夏 天威员工的平均工资是多少 柳冰夏愣了下 不知道总裁突然问这个问题什么意思 还是如实回到 八九千吧 八九千 林诗英又翻了下这些保安的工资栏 工资从三千到四千五不等 远低于天威员工的平均工资 怪不得给叶天宇买衣服 说那样的话 也算是他有心了 柳秘说 你去一下财务部 告诉周经理 给这些保安每人工资加两千 对了 不光是保安 那些前台 保洁员的工资 也都要加一些 具体金额 你和财务部商量着办 知道了 我这就去财务部 林总 那些保安要是听到这个好消息 一定会更加尽职尽责 也会更感激叶经理的 柳冰夏没说保安感激总裁 却故意抬高叶天宇 这小秘书 还真是人惊 林诗英听出了话外之音 白了柳冰夏一眼 就你知道的多 另外让财务部采购一批手机 每名保安配一部 说完 林诗英拉开抽屉 从里面拿出一个手机包装盒 这手机 你交给他 都什么年代了 还在用老人机 也不怕丢人现眼 安静地听着林诗英的吩咐 柳冰夏拿起手机包装 瞟了眼总裁手里的资料 一抹浅笑浮现在脸上 林总 手机我一定亲手 交到叶经理手上 没其他吩咐 我就下去办事了 林诗英点点头 直到柳冰夏离开办公室 才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白皙光滑的脸颊上 依然挂着红韵 将手里装模作样的资料 哗啦一下扔在桌上 咬了咬自己的红唇 就在这时 眼神扫过 刚装模作样拿着的资料 瞬间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绝美的脸上 疼得一下滚烫起来 几秒钟之后 林诗英哀嚎一声 啊 丢死人了 刚才装模作样看的资料 竟然拿反了呀 怪不得柳冰夏一直在笑 天威大杀万 一辆黑色奥迪K5 安静地停在对面的巷子口 三爷 我们跟到了天威 路上没机会下手 我们要进去吗 驾驶位置上 一名相貌普通的青年正在通话 眼神有些音质 不必要 他总要出来 你们再寻机会下手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阴冷的声音 明白 青年挂断电话 三爷怎么吩咐 说话的是 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一名女子 三十出头 脸上一道醒悟的刀疤 然而 若是有熟悉之人 看到这两个普通男女的话 一定会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因为他们是东南亚数得着的杀手 缅月双狼 野狼八玉 风狼玉姑 一对出自缅北丛林里的亲姐弟 他们自小父母双亡 被隐居点苍山的一位藏印高手收留 出道后 纵横缅月代加入了当地杀手组织 缅带同盟军 结识了同为缅带同盟军的成员 蔡三 后来 缅带同盟军被当地政府剿灭 双狼逃到卢阳 投靠了蔡三 蔡三是卢阳菜市旁族 现在任蔡家大管家 双狼就这样委身蔡市集团 专门替蔡家解决一些见不得光的事 这次 蔡坤出事 蔡三在蔡中原面前 主动请应 除了邀功 更重要的是 他对双狼很有信心 在滇灭 只要他们想杀的人 几乎没有失守过 三爷 让我们等着 找机会再动手 八玉手里 拿着叶天宇的照片 连连摇头 就这么个家伙 三爷出一千万 买他的人头 这钱也太好赚了 看他的表情 仿佛这钱跟白捡的一样 不可大意 玉姑小声告诫 据说当时蔡少被打时 身边有几十号人 三爷能出这么高架 这人 想必有些伸手 哼 他再厉害 又能厉害得过枪吗 八玉却是有些不以为然 玉姑没有与他争论 只是眼神冷得可怕 不管是怎样的因素 在他眼中 那个叫叶天宇的家伙 已经是个死人 今天 他必须死 叶天宇回到保安室 对保安交代了一番 便将车开出天威大厦 玉姑 目标出来了 奥迪车内 八玉立刻提醒说道 他阴冷的目光 紧紧盯着从车库开出的大G 手里摆弄着一把瑞士军刀 跟上他 有合适的机会就动手 没有机会就放弃 玉姑紧紧盯着开出的大G 冷冷说道 八玉点点头 打火踩油门 远远跟着大G 驶上街道 叶天宇叼着香烟 打开音乐 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行驶 偶尔 眼角瞥一眼后视镜 只见那辆奥迪Q5 一直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呵呵 叶天宇轻笑一声 绕着城区都起圈来 他妈的 这家伙在干嘛 没事都挤个圈子 八玉死死盯着前面的大G 嘴里不耐烦地咕噜着 耐心点 看他到底在玩什么 机会合适 立刻动手 玉姑冷静地说道 颠面双王能无往不利 至今能够安然无恙 除了伸手出众外 还有就是玉姑的谨慎 真他妈磨叽 八玉不耐烦地骂了一句 叶天宇开着大G在市区 多了一个多小时 见奥迪Q5 依然跟在后面 算了 不陪你们玩了 叶天宇想了想 然后将车开到近郊 一个废弃的工地 工地四周长满了荒草 一个人也没有 叶天宇把车停在工地外 独自走了进去等待 既然对方这么执着地 跟踪自己 自然要搞清楚 跟踪者是谁 叶天宇点上一根烟 悠然地吸了起来 一会儿 奥迪Q5跟着开进工地 在十斤里远的地方 停了下来 随后 车门打开 八玉和玉姑走下了车 八玉右手握着瑞士军刀 阳光照射下 反射出一道刺眼的寒芒 带着危险的气息 两人慢慢向叶天宇包抄过来 小子 劝你别做无谓的抵抗 否则会死得很惨 八玉眼神英智 嘴角扯出一抹残忍音效 玉姑手腕一番 一把锋利君刺 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手中 她的声音沙哑 分外冷酷 别试图反抗或逃跑 因为没人 能从我们手上逃脱 只要你乖乖的 我可以保证 你不会有一丝的痛苦 叶天宇吐了一个烟圈 轻笑说道 我还到哪路神仙 原来是缅月双狗 还真有点小失望 说完 她将烟蒂弹出 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火星 嗯 听到叶天宇的话 双狼脸色一变 对视了一眼 紧接着 玉姑下意识地后退两步 同时提醒野狼 巴玉 小心 找死 巴玉虽然意外 却没意识到危险 身子骤起 猛地向叶天宇扑了上来 军刀在手掌心旋转 以极快的速度 向对方的咽喉抹去 叶天宇见眉一条 冷笑出声 刀不是这么玩的 搜 一道残影闪过 叶天宇如鬼魅一般出现在巴玉身前 手臂犹如毒蛇觅食一般 在刀网中轻松抓住刀刃 瞬间军刀被夺了过去 死 缅月双狼的瞳孔骤然凝缩 面色骇然 蔡三的资料中 目标身份不明 不过能干倒几十人 对方绝对不是擅长 不像野狼 蜂狼玉姑 丝毫不敢大意 眼看叶天宇鬼魅般的身手 玉姑瞬间明白了对方的身份 高手 超级高手 此刻 玉姑感觉双方的身份发生了改变 猎物 变成了猎手 平 眼看手里的军刀被夺 八玉正要做出反应 呼掘手腕一阵剧痛 咔嚓脆骨声响起 搜的身子横着飞了出去 重重摔出好几米远 地上 八玉下意识地摸向左肋 这一摸 原本阴冷的眼神变得灰暗 肋骨断了几根 作为一名出色杀手 八玉有着不俗的近身搏杀能力 可刚才连对手怎么出招的都没看见 想想汗毛树立 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拿着 欲估扶起八玉 将手中军刺递给他 从腰后摸出一把手枪 对准了叶天宇 叶天宇面对黑洞洞的枪口 似乎浑然不觉 他把玩着手中的瑞士军刀 嘴里嘴里嘖嘖赞道 好刀 说完 嘎嘣一声 将军刀掰断 随手扔到地上 我劝你们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否则会死得很惨 叶天宇将刚才八玉的话 原封不动地送回 缅月双狼 一人握着军刺 一人持枪 面对手无寸铁的叶天宇 却是战战兢兢 随手掰断金刚打制的瑞士军刀 这份功力 已然让他们震害得无以复加 可作为在刀口上舔血的杀手 自然不能就这样束手待毙 去死吧 欲估一咬牙 瞄准叶天宇 扣动了扳机 平 空旷的工地 发出一声清脆的枪响 然而 叶天宇却消失了 这当然不是真的消失 而是快到不可思议 就在欲估扣动扳机的一瞬间 叶天宇鬼魅一般出现在两人的中间 八玉的反应也不慢 只见他眼露出凶光 手中的军刺 毫不犹豫地朝叶天宇胸口刺出 叶天宇轻飘飘地 避过对方军刺 顺势一记手刀 砍在八玉的手腕上 我来教你怎么玩到 话音刚落 叶天宇手中突然多出一柄 通体漆黑的怪异弯刀 闪电般反手一刀劈下 太快了 弯刀竟然爆出一道璀璨的冷光残暮 一枪打空 欲估赶紧调转身形 可已经迟了 只见一道乌光乍现 咔嚓 一刀下去 欲估手中的枪管被劈断 紧接着噼噼啪啪的闷响 伴随着咔嚓脆骨声接连传来 啊 痛苦的闷哼中 缅月双狼直接砸在停在十几米远的车子上 未等二人爬起 一只强壮有力的手 直接将欲估拎了起来 用力摁在车顶 叶天宇的一只脚 踩住巴欲的脖子 让他呼吸困难 欲估的嘴巴张大 脑部充血 脸颊因为窒息而变得铁青发黑 两条腿在空中不自禁地胡乱灯塔 他感觉到了死亡的降临 这一刻 他毫不怀疑 对方一定会杀了自己 自从欲估踏上杀手这条路 他就知道自己终究会有这么一天 这是宿命 他没有害怕 反而感到是一种解脱 欲估的手颤抖着身向衣领 下一刻 他的神色之间变得绝望 想死 我不允许 你们能死吗 闪电出手 叶天宇点了欲估的眩晕穴 欲估顿时四肢无力 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叶天宇将欲估在衣领里的毒药取出 然后像是丢垃圾一般松手 蜂狼瘫软在地上 如法炮制 也将野狼衣领中的毒药取出 叶天宇俯下身 冷酷地看着双狼 你们招惹了冥王 想死 没这么容易 顷刻间 恐怖的冷意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眸光 冰冷刺骨 冥王 莫被双狼同时发出惊呼 心里顿时变得冰凉 招惹谁不好 居然招惹冥王 这一刻 他们觉得自己离死神这么近 这个男人 居然是近几年神话般崛起 横扫暗黑世界的冥王 刺激招惹的 居然是他 真的作死 短暂的绝望之后 玉姑冷静下来 用沙哑着声音问道 你想怎样 不想怎么样 只需回答我几个问题 饶你们不死 玉姑艰难地问 你想知道什么 叶天宇点上一根烟 吸了一口 喷到他的脸上 谁派你来的 蔡三爷 玉姑没有隐瞒 直接回答 叶天宇见没一条 蔡三爷又是谁 卢阳蔡家大管家 蔡三 叶天宇点了点头 事情已经很清楚 幕后主使必然是蔡中原无疑 除了杀我 你们有没有其他任务 没有 听了这话 叶天宇放心了一些 至少蔡家只是针对他 还没对林诗音动心思 叶天宇抬手 在两人的身脉穴重重点下 站起身 眼神森冷 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们 最好永远消失 说完 转身就走 叶天宇并不想杀人灭口 他不想给林诗音招惹麻烦 何况已经点了两人的身脉穴 今后就是俩废人 至于那位蔡三爷 在他眼中 已经是个死人 叶天宇慢悠悠绕着工地转了几圈 抽完一根香烟 将烟头扔在地上踩灭 才转过身 目光中带着细血 多跟这么久了 出来吧 话音刚落 一道娇小的身影 出现在眼帘 是一个女孩 看起来还未成年 估摸着十六七岁的模样 头戴黑色棒球帽 脸上卡着墨镜 黑色牛仔T恤 石墨兰牛仔裤 脚灯耐克运动鞋 女孩面容精致 却也味十足 颇有点港片女版古惑仔的味道 你是谁 为什么跟着我 叶天宇见眉一条 上下打量起眼前不羁的女孩 女孩摘下墨镜 眉目灵动地看着叶天宇 嘻嘻笑问道 小哥哥 你的身手很厉害啊 叶天宇皱了皱眉 就在她蹂躏双狼的时候 已觉察到 有人在暗中窥探 这也是她饶双狼不死的一个原因 不知道这位窥探者什么来路 她不想给林家招惹麻烦 在工地转圈 就是等窥探者出现 却没想到是个小姑娘 嘻嘻 我叫灵儿 小哥哥 你叫什么名字呢 女孩眉开眼笑 眼睛眯得像月牙盘 跟着我 你想干嘛 叶天宇不知道眼前女孩的来历 没有回答 淡淡地问 哼 小哥哥挺拽的嘛 见对方没有回答她的话 女孩有点小郁闷 在卢阳赶无视她灵儿的 这男人是第一个 我见你一招 就将杀手放倒 还能躲避子弹 一定是武林高手 我要拜你为师 武林高手 拜师 叶天宇扑斥一笑 说道 小丫头 都什么年代了 还来武林高手 拜师这一套 我看你是网络小说看多了吧 如果没其他的事 我就先走了 你别走 林儿闪身 冲到叶天宇面前 张开手臂 拦住了她的去路 叶天宇有点郁闷 不知道眼前这小丫头 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说得够清楚了 我不是什么武林高手 叶天宇看着眼前的女孩 有些不耐烦 林儿一言不发 脚步向前迈出 叶天宇从地面的震动 察觉到小女孩正在积蓄力量 看来她要对自己出手 拜师不成 就耍无赖吗 叶天宇咧嘴一笑 丫头 和我耍无赖 你够格吗 林儿用行动 回答了叶天宇的问题 她脚下的步伏越来越快 距离叶天宇还有三米远 腾空跃起 双脚连番踢出 脚虽然没有踢到叶天宇的身上 可是 叶天宇却从空气的剧烈鼓荡 感觉到 她一踢之中 蕴含强大力量 叶天宇身躯微微后撤 单手在她腿上轻轻一拍 一招太极推手 轻松挡下女孩 凶猛一腿 叶天宇这一拍 看似漫不经心 实际上力道和角度 拿捏得恰到好处 顺势而为 一个千代 就让铃儿的攻击 偏离了方向 铃儿身子在空中一个翻转 落地时勉强站稳 发现面前的叶天宇消失了 紧急转身 却见叶天宇眯着眼 一脸嘲弄地站在身后 高手之间 只需要一招 就可探出对方的身前 铃儿望着叶天宇傲然身影 她知道对方绝对是个顶尖高手 比自己父亲的那些手下 不知要强上多少倍 与高手比试 想想就觉得兴奋 铃儿右手一抖 手中出现一把甩棍 寒光一闪 甩棍砸向叶天宇的尖头 叶天宇眼睛一眯 抬手准确无误地抓住棍梢 左肘击向身后 铃儿收腹 抬起右脚 提向叶天宇的下阴 叶天宇不禁有了些怒气 这小女孩与自己素不相识 居然对自己出这种阴招 这是让她绝后招啊 叶天宇双腿合拢 将铃儿的右腿夹在双腿之间 铃儿不得不放开甩棍 钻井粉拳狠狠向叶天宇的软肋击打 叶天宇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任凭她击打自己 然而 铃儿感觉触手处坚于筋食 还没来得及收回双手 旋即被叶天宇的手臂给牢牢夹住 此刻的铃儿 就像是从背后 把叶天宇紧紧抱住一般 铃儿粉脸泛红 用力挣扎 却感觉到 来自叶天宇双腿的压力 越来越大 几乎要把她的骨骼压碎一般 铃儿有苦难言 幸好 这时候叶天宇腰间的手机响了起来 乘着叶天宇 稍稍分神的一刹那 铃儿趁机从对方的束缚中 正脱开来 小哥哥你这么厉害 你就说我为徒吧 教我功夫 铃儿没用 因为受挫而恼怒 反而被叶天宇的功夫 深深蛰伏 美眸中闪着异彩 一脸期待地看着叶天宇 教你武功 我为什么要教你武功 你这么小 就这么毒辣 这要是有了一身的功夫 那还不成了祸害一方的小魔女 叶天宇断然拒绝 小哥哥 你就教教我吗 我拜你为师 以后都听你的 就是了 说着 铃儿拉着叶天宇的手摆呀摆的 一脸楚楚可怜地看着他 你的功夫已经很不错了 你还想怎样 叶天宇正开对方的手 右手奇快无比地在女孩身上 随意点了两下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铃儿顿时翘脸发白 他感觉到自己的身子不能动了 小小年纪不去读书 学什么功夫啊 叶天宇摇摇头 直接朝工地外面走去 小哥哥 你对我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不能动啊 铃儿见到叶天宇转身离开 顿时急了 我点了你的麻穴 几分钟后 就会自动解开 你就待在这反思一会吧 说完这句话 叶天宇的身影 鬼魅般消失在工地 混蛋 有种你给我抱上明来 我叫 混蛋 你给我站住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女孩看着叶天宇的背影 咬牙切齿地喊道 数分钟后 铃儿发现自己 终于可以动了 有些恼怒地 在原地跺了跺小脚 随即喃喃道 小哥哥居然会点学 我一定要学 铃儿嘟着小嘴追出工地 叶天宇的身影 早已经消失不见 看着叶天宇消失的方向 女孩发誓 不管天涯海角 本小姐一定会找到你 小姐 这个时候 两个穿着黑西装的汉子 一路狂奔到女孩面前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小姐 你吓死我们了 怎么跑到这偏僻的地方 让我们好找啊 哼 两个没用的东西 铃儿推开气喘吁吁的两个保镖 冷哼两声向前走去 小姐 你又要去哪里啊 身后的两个保镖 一脸担心地看着铃儿 赶紧跟了上来 走在前面的铃儿 突然脚步一顿 转过身来 看着身后紧跟不设的保镖 大咧咧地说道 交给你们一个任务 替本小姐找一个男人 找男人 两个保镖同时一正 互相对视一眼 行道 这小野猫发情了 一个保镖忍不住问 小姐 你想找什么样的男人 是帅的 健壮的 还是又帅又健壮的 这句话貌似有些奇异 可是 铃儿没听懂保镖话里的意思 嗯 痞帅的那种 呃 铃儿突然发现 她居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这让她郁闷起来 双眸瞪得溜圆 心有不甘地对两个保镖道 反正 是个有味道的男人 大约二十多岁 特征 对了 她会点穴 点穴 操 找男人 还要找会点穴的 这种男人上 哪找去 两个保镖对视了一眼 苦笑看着铃儿 郁闷道 小姐 这男人还真没办法找 我就没听说 如阳有会点穴的 笨死了 我刚才见到了一个会点穴的男人 你们帮我把他找出来 女孩这才反应过来 对保镖大声呵斥 梁保镖也明白了 原来双方的交流 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那男人长什么样 有什么明显特征 一名保镖提醒 比如脸上有没有质 身上有什么纹身 还有发型 没明显特征 我只知道他会点穴 这算不算明显特征 铃儿摇摇头 干脆答道 啊 除了会点穴 什么明显特征都没有 茫茫人海 让我们上哪找啊 两个保镖都要哭了 这我不管 反正找人是你们的事 我给你们三天时间 一定要把他 给本小姐找出来 女孩恶狠狠地瞪着两人 威胁道 否则 后果你们知道 两个保镖互相对视一眼 这小魔头 简直要他们的命啊 好了 我出来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我爸情况咋样了 咱们回去吧 铃儿根本没理会 两个保镖苦逼的脸 吩咐完 快步走向停在路边 不远处的一辆路虎卫士 钻进车里面 两个保镖苦笑着跟上 虽然小姐让他们去找的人 犹如大海捞针 但是 任务 还得不折不扣完成 否则 没准会被这小魔女给折磨死 两保镖头 搭拉着脑袋上了车 启动车子离开了工地 直到路虎卫士 看不到围影 叶天宇 才从一个角落里走了出来 看着路虎消失的方向 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 他点了女孩的穴道 但不放心将女孩一个人 不能动地 留在荒废的工地 没想到的是 这女孩来历不凡 身边居然有保镖跟随保护 要说对方是一个普通女孩 打死他都不相信 这女孩为什么要跟踪自己 真的就想拜师 叶天宇没想太多 毕竟卢阳这么大一个城市 女孩想要找到自己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 叶天宇叼上香烟 悠哉悠哉地上了车 奔驰六百 缓缓驶入天威大厦 叶天宇惊讶地发现 门口竟然有几十名 着装整齐的保安列队欢迎 当叶天宇从车里走出来的瞬间 所有的保安冲着叶天宇 刷的一声 整齐进了一个军里 齐刷刷地大声问候 叶总好 叶总 叶天宇一脸猛逼地看着这群崽子 怎么自己才出去一会儿 什么时候成总了 啪 叶天宇一巴掌 将郑凯保安帽扇飞 知道 你替吃错药了 搞啥呢 什么总不总的 不要执行啊 我走的时候 怎么吩咐的 心里去按赞 干得漂亮 剃的 老子跟诗音老婆一样 也带走了 郑凯将保安帽捡起 一脸陪笑 老大 叶总 里面请 切 神圣叨叨 叶天宇一脸装逼地带着众保安走进大厅 意外发现硕大的大厦前厅 四名美丽动人的漂亮前台和所有的保洁员工 早已齐刷刷恭候多时 前台小妹妹更是带头鼓起掌来 瞬间整个大厅内响起热烈的鼓掌声和欢呼声 原来 一小时前 一则奖励公告在天威大厦内转开了 特别是大厦的保安都乐开了花 他们不仅每月涨了两千元的工资 还额外奖励一部手机 足足两千块啊 工资涨幅有的超过百分之六十 这对于处于公司底层的保安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惊喜 不光是这些保安 连通前台 保洁的工资也都大幅度的增加 后来 一些消息灵通人士了解到 这次增加工资 是保安部的叶天宇 在其中起到了决定作用 有了金钱的奖励 这些保安 前台和保洁自发组织起来 才出现了刚才列队欢迎叶天宇的这一幕 原本就对叶天宇 佩服五体投地的保安们 现在则从内心里感激这个男人 愿意死心塌地地跟着叶天宇 干好保安的工作 于是 才入职天威一天的叶天宇 便收获了大量的忠实粉丝 成了整个大厦最亮眼的明星 现在 叶天宇走到哪里 最起码都有好几个保安跟随 端茶倒水 捏胳膊捏腿 那叫一个拉风 下午 公司给保安配发的手机到了 众保安拆开包装 捧着崭新的手机 一个个笑竹颜开 唯独 叶天宇在一旁郁闷 他的手机 是林诗英的秘书柳冰夏 亲自送过来的 可是 他发现这部手机 与其他人完全没开封的手机不同 这台手机包装盒 已经被拆开过 而且 手机卡都安装好的 送走柳冰夏 叶天宇心里嘀咕 难道 是因老婆怕人家说闲话 故意给自己发一部二手手机 歉 老子是这里老大 谁替敢乱嚼舌头 叶天宇掂量一下手机 比自己的老人机轻便多了 外观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二手就二手呗 总比老人机强 叶天宇也不去计较这些小事 就在他无聊摆弄着自己新手机的时候 嗡嗡嗡 一条短信突然出现 我是诗音 这是我的号 你记一下 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我的这个号码 叶天宇一愣 诗音老婆 他居然主动给自己发信息 叶天宇嘴角勾起一道迷人的弧线 心情好 打排顺 时间自然也过得飞快 转眼间已经到了五点 舒舒服服躺在沙发上 叶天宇嗨得不行 再过半小时 他就要翘班了 去接诗音老婆回家 手机里 郑凯给他下载了各种好玩的游戏 叶天宇正玩的一身静 就在这时 手机却突然的响了起来 略带疑惑的拿起手机 显示的是一串陌生号码 叶天宇迟疑片刻 这才将手机接听 喂 你好 你没看到我给你发的短信 还是你没从我的手机号 电话那头 林诗音愤怒的声音传来 短信 哦 原来是老婆你的号码呀 新手机还不太会用 晚上回去我 好好琢磨琢磨 要不你晚上教我 叶天宇前半句说的是实话 他对新手机不熟练 本来想着让郑凯教一下 不过由于短信上 说不让旁人知道这个号码 叶天宇便自己鼓刀起来 想着晚上回去 让诗音老婆教他 然而 叶天宇的话 在林诗音耳中 就是在敷衍 怎么可能不会存号码 根本就是没放在心上 想到这 林诗音忍不住轻哼一声 哼 借口 算了 说正事 我晚上参加一个晚宴 你陪我过去 晚宴 叶天宇重复了一句 心道 当然要赔了 老婆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喝酒 老公不在身边 那多危险 嘴上去装逼说道 不好吧 我还要回去陪老爷子下棋 哄他老人家开心 老爷子现在一刻都离不了我 我不回去 他会担心的 电话那头 原本就气鼓鼓的林诗音 听着叶天宇不情不愿的话 顿时不爽了 死叶天宇 臭叶天宇 居然不愿意陪老娘参加晚宴 气死了 二话不说 林诗音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叶天宇 却只是淡淡地摇摇头 这丫头连反话都听不出来 总裁也不知道怎么当的 六点 林诗音推开了保安室的门 叶天宇正和一众保安 热火朝天地斗着地主 烟雾缭绕 震耳欲聋 林诗音皱了皱眉 还是走了进来 一众保安见识总裁 忙不迭地将嘴上的烟熄面 一脸紧张站起身 叶天宇面色平静 还悠闲地喝了口茶 老婆 有事 跟我出来一趟 叶天宇屁股都没挪一下 漫不经心地回到 还没到下班点 有事等下班回家说 其实 他一直在等着他 从林诗音一出办公室 密探就传来消息 总裁要来保安室 不然 以他的性子 早就撬班了 看着眼前那张臭脸 林诗音恨不得踹上几脚 居然当着这么多保安的面 喊自己老婆 林诗音耳根都红了 可是顾及到自己总裁的形象 强行压下想要动脚的念头 晚上 我有个酒局 你换身衣服 陪我去 郑凯等保安站在那里 看着叶天宇在那逼样 既羡慕 更是崇拜 人比人得死 祸祸祸得扔 大家都是男人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好的 老婆 这次 叶天宇没有作妖 老老实实将昨天 林诗音买的帅逼西装换上 冲郑凯等人嘚瑟道 走了 兄弟们 林诗音对保安说了句好好上班 转身朝外走去 叶天宇朝郑凯他们眨了眨眼 你们平时都好我老大 现在 老大老婆走了 你们也不表示表示 嫂子慢走 声音整齐划一 一看就是训练有素 刚跨出保安室的门 听到这一句林诗音一个列鞠 差点将脚崴了 王八蛋 当着这么多人面 喊自己老婆就算了 竟然还怂恿 这些保安喊他 嫂子 太过分了 威斯厅酒店 宴会大厅 楚孟汉今晚穿得很漂亮 一条卡其色的长裤 恰到好处地勾勒出诱人曲线 一件粉色套装 带着轻力翘家人的气质 明媚而优雅 此刻 他正端着一杯红酒 独自一人在沙发上坐着 偌大的宴会厅内 衣着光鲜的卢阳商界名流 公子哥在推杯换盏 四周也有不少男士 不时地看向楚孟汉 但他好像和这种热闹的地方 格格不入 六月二十越来越近 家里已经在迫切准备 爷爷的寿担 和楚孟汉的订婚仪式 他没有反抗 因为现在的反抗毫无意义 他决定了 六月二十这天 是他和家里彻底摊牌的日子 虽然 结局不可预知 但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想到这 楚孟汉眼神中闪过一道决绝 孟汉 怎么一个人坐这呢 一个满身名牌的青年 微笑着来到楚孟汉面前 很绅士地坐在了对面的沙发上 四目相对 楚孟汉眉头悄然皱起 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绅士青年 但楚孟汉心里很清楚 对方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色狼 被他玩过的女人 不计其数 可是 自己的家人 却在极力撮合他 嫁给这位花花公子 他就是谭世伟 如扬谭家二公子 台海集团副总裁 财大气粗 跟楚家楚风公司合作 有一段时间了 当然 楚孟汉清楚 谭世伟之所以跟楚风公司合作 除了生意之外 最主要的 还是想得到他 眼看爷爷的寿旦日益临近 家里也在不断地对他施压 今天来参加这个酒宴 就是迫于家里的压力才来的 他根本不想见到谭世伟这个渣男 孟汉 我发现你心不在焉啊 有什么心思 跟我说 订婚后 咱们就是一家人 谭世伟微笑着端起酒杯 浅浅地抿了一口 肆无忌惮扫描着楚孟汉 曼妙的身材 谭公子 谁说 我要跟你订婚了 你少拿生意来压我 生意归生意 请你不要混为一谈 楚孟汉一脸厌恶地站起身 准备离开 谭世伟却靠在沙发上 跋扈说道 是吗 欠我台海集团一个亿的货款 你们楚家能拿得出来吗 楚孟汉身子一颤 停下脚步 转头怒视着谭世伟 答应我的条件 跟我订婚 楚风公司还能生存下去 否则 我敢保证不到一个月 楚家的楚风公司就得破产 谭世伟嚣张傲慢 似乎已经吃准了楚孟汉 就在两人僵持时 林诗音携叶天宇来到宴会厅 林诗音的出现 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那不是天威集团的林诗音吗 跟他一起的男的是谁啊 难道这位美女总裁谈恋爱了 没听说啊 这小子穿着考究 英俊潇洒 你们知道是哪家豪门少爷 这小子太体有福气了吧 咱们卢阳低花魁 就这样被摘了 宴会厅内 刹那间醋意满天飞 林诗音隐隐听到这些议论 脸色有些微红 却没办法解释 叶天宇完全一副魂不令 得意洋洋 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碰了碰林诗音 眼神递了过去 意思你老公给力吧 林诗音撇撇嘴 这独子给他一双翅膀 他都能飞起来 进入宴会厅 林诗音左右瞧了瞧 看见宴会厅一脚 与谭世伟僵持的楚梦汉 走 带你去见我一个好姐妹 她可是我们卢阳一鼎一的大美女 见面眼睛老实点 别老盯着人家看 丢人现眼 现在 林诗音对这独子 也算是有所了解 一张碎嘴 一双色眼 贼讨厌 叶天宇耸了耸肩 与林诗音一起朝楚梦汉走了过去 孟汉 我来给你介绍下 这位是我朋友 叶天宇 兴冲冲地来到楚孟汉身边 林诗音正要将叶天宇介绍给他认识 却发现 两人像斗鸡一样 大眼瞪小眼的 又是你 叶天宇率先反应过来 巧了 自己的两个老婆 居然是闺蜜 怪不得那天在天威集团遇上了 既然是闺蜜 那今后 是不是能像微小宝一样 跟两个老婆在一个床上黑忧啊 在人声鼎沸的宴会厅中 这毒子 居然陷入了幻想 你们认识 林诗音秀眉一跳 疑惑地询问 楚孟汉眼神中的惊讶一闪而逝 怕林诗音误会 点头道 见过一面 当时他帮了我点小忙 心道 怪不得自己拉他去结婚 十分不情愿 有诗音这样的女朋友 认谁也不愿意 叶天宇回过神 嘴角泛起一抹笑意 不错 当时这位美女 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是我帮她解决的 林诗音半信半疑地看着两人 总觉得 他们好像有什么事在瞒着自己 此时 沙发上的谭诗伟 面色阴沉下来 他是过来人 一眼就看出 楚孟汉看着男人的眼神 分明含着那么点意思 妈的 怪不得楚孟汉对自己推三挡四的 原来跟这小子有一腿呀 林总 好久不见 进来可好 谭诗伟毕竟在商界摸爬滚打了过的人 早就养成了喜怒不形鱼色的习惯 起身展现出一副非常绅士的模样 微笑着冲林诗音伸出了手 诗音 咱们去那边吧 楚孟汉对谭诗伟的纠缠 正不知如何应付 林诗音来了 给他解了围 于是拉起林诗音的胳膊 准备离开 林诗音与谭诗伟有生意上的往来 也知道她的秉性 微微点头示意 和她轻轻握了下手 谭总 听说 最近跟楚风公司合作 孟汉是我的好姐妹 你可得多关照 楚家之前跟林家一样 也是如扬豪门 只是这些年人才凋零 出了不少败家子弟 家道中落 渐渐被心境崛起的谭家 给压了一头 据说 楚家的楚风公司 欠了台海集团不少的货款 她知道谭诗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么关照楚风公司 恐怕另有所图 所以 特意出言提醒谭诗伟 自己与楚孟汉是好姐妹 希望她有所顾忌 好说 好说 如扬鼎鼎大名的林总的面子 我谭诗伟不给 岂不是瞎了眼 相请不如偶遇 林总能否赏脸喝一杯 谭诗伟潇洒地打来个响指 不远处端着托盘的服务声 缓步走来 递上了几杯红酒 见楚孟汉要说话 谭诗伟劝道 孟汉 台海集团与楚风公司 现在紧密合作 你作为楚风公司的代表 应该也不会拒绝吧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林诗英也不好意思拒绝 结果一杯红酒 可楚孟汉却冷冷地盯着谭诗伟 道 谭诗伟 你利用楚风公司资金不足 想搞垮楚风 还想给楚家施压得到我 你还有什么目的 一起说出来吧 叶天宇心中一动 看向了对面的谭诗伟 暗暗点头 冤家路窄 这家伙 就是楚孟汉提醒自己 要注意的谭诗伟啊 林诗英稍稍愣了下 疑惑地问道 孟汉 你说什么 这段时间 谭诗伟利用我楚家楚风公司 欠台海集团的货款 给楚家施压 让我嫁给他 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死都不会嫁给他的 说到动情处 楚孟汉眼眶泛红 情绪也激动了许多 谭诗伟见自己的恶行 当场被揭穿 眼神变冷 面色逐渐沉了下来 哼 谭诗伟 没想到你这么卑鄙 就你这样的人 孟汉嫁给你 想都不要想 林诗英听完这番话 直接将杯中红酒 泼在了谭诗伟的脸上 干得漂亮 叶天宇暗自为诗英老婆鼓掌 宴会听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纷纷围了过来 谭诗伟丢了面子 索性不再继续装下去了 他奈何不了林诗英 可楚家的楚风公司 命运可握在他手里 孟汉 你是聪明人 楚家现在的情况 你比我清楚 你嫁给我 我给你们楚家免除货款 是你们楚风公司 唯一的活路 叶天宇在一旁冷眼旁观 见谭诗伟越来越嚣张 楚梦汉无助的绰气 他眯着眼睛 仔细打亮了 一下这个渣男 顿时心里有了主意 叶天宇轻轻咳嗽了一嗓子 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这个 谭公子是吧 有话好好说 千万不要激动 这对你的并没好处 本来 谭诗伟就对林诗英 泼了一脸的酒 大为光火 林诗英他招惹不起 没想到 这个跟他一起的小白脸 也跟着掺和 正好给了他发泄的机会 顿时破口大骂 你剃才有病 你全家都有病 兔崽子 你算什么东西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 还有 你小子 最好离梦汉远一点 癞蛤蟆想吃白天鹅 就你这德性 我呸 叶天宇也不计较这人 渣嘴里喷粪 淡淡道 谭公子 你真的有病 我没跟你开玩笑 不过 不过什么 谭诗伟原本不想理会 无奈最近确实身体有些抱恙 叶天宇的话 勾起了他的好奇 你的病由气入体 已经损害其内 谭公子 你看起来精神十足 其实只是须有气表而已 你平时应该 经常会感觉到 腰酸背痛 四肢发冷 虚汗 头晕 眼琢 耳鸣 胃寒 特别晚上睡觉 半夜会经常出一身汗 谭诗伟大惊失色 他的这些症状 叶天宇一点不辣地说了出来 妈的 没想到这小白脸 还真的有两下子 一眼就能看出毛病来 之前 他去医院做过检查 检查结果只是身体虚弱 亚健康而已 这个不能算作是病吧 谭诗伟一脸装算 不好意思 你说的这些症状 老子一个没有 我很健康 叶天宇讥讽道 有没有 你自己心里有数 看在你和诗音熟悉的份上 我可以免费给你理疗一下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谭公子 谭诗伟心里有些发毛了 不过他还是不信 叶天宇真有那能耐 硬着头皮问道 是吗 那你说说看 我得的是什么病 叶天宇笑道 我先问你 你要老实告诉我 我刚刚说的症状 你真的没有 谭诗伟有点尴尬 迟疑了一下 偶尔有一点 不过这也很正常 我平时工作太忙 锻炼不够 叶天宇耸了耸肩 笑道 谭公子 你不用骗自己了 你以为你真的只是亚健康吗 你明明知道 你自己得了肾病 而且这段时间 你一直在吃补肾的东西 吃的驴肉 狗肉和猪妖子不再少吧 谭诗伟这下终于震惊了 额头都冒起了痘大汗珠 他确实是肾虚 而且这段时间 真的吃些归缘大补 和叶天宇说的分毫不差 这病 你真的能瞧 谭诗伟信了 这家伙就这么看一眼 就将自己的症状说出来 应该能治 这次 谭诗伟放下身段 主动拉着叶天宇 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肾病是一种慢性病 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 以后会引起身体 其他地方不适 我学过针灸推拿 可以先帮您扎几针缓解一下 如果觉得有效呢 我再给你开个方子 拿回去慢慢服用 好 好 你先给我试试 如果真的有效 我谭谋少不了你的好处 见对方上钩了 叶天宇脸上 划过一抹灿烂笑容 试一谭试尾 先将外套给脱下 掏出三根金针两根 扎在肾鱼穴 涌泉穴上 最后一根却因笑着 扎在谭诗伟的隐秘部位 也就一会的功夫 叶天宇拔出金针 然后在谭诗伟几个穴位上 简单按摩了下 谭诗伟闭着眼睛 舒服地指点头 手法不错 以前我老觉得是腰酸被疼的 被你扎几针 舒服多了 旁边的林诗音 和楚梦汉板的翘脸 暗自埋怨 这独自多管闲事 旁边有些身体虚的少爷们 看到叶天宇熟练的手法 以及谭诗伟舒服的表情 也都纷纷想下场一事 却被叶天宇委婉地拒绝了 老子今天是来害人的 不是治病的 叶天宇暗自赋斐 沙发上 谭诗伟畅快淋漓地翻身坐了起来 穿上了自己的阿玛尼休闲服 活动了一下四肢 感觉胸口不闷了 酸胀的腰肢 好像也不酸了 剃的 没想到你小子果然有两手 回头多给老子扎几次 真要是治好了 谭某亏待不了你 说完 从口袋里面 拿出了几扎红票子 随手甩给了叶天宇 这是定睛 叶天宇也不客气 伸手接过 不拿白不拿 这傻逼被整了 还给老子钱花 这不是傻逼到家了吗 谭诗伟端着酒杯 在宴会厅转了一圈 一会又转回到叶天宇面前 揉着自己的肚子 疑惑地问叶天宇 我怎么感觉肚子里有声音呢 叶天宇无所谓道 哦 这是正常的排毒现象 去洗手间多方便几次 把体内的毒排出来 对你有好处 哎哟 越来越痛了 谭诗伟呲着牙 慢慢蹲下身子 哎哟 这排毒 什么时候结束啊 艰难地抬起头 谭诗伟哭丧着脸问道 快骂三天 慢五天 最多不超过一周吧 文言 谭诗伟浑身一哆嗦 草泥马 晚我呢 拉一周 老子还有命吗 谭诗伟终于反应过来 可这回已经晚了 一股恶臭在周边蔓延开来 刚起身 准备跑去洗手间 扑扑 肚子里翻滚得厉害 放屁声更是接连响起 宴会厅所有嘉宾 无不掩鼻皱眉 泥马 这也太臭了 待会还怎么吃饭 各位 不好意思 肚子疼得太急 我先先去洗手间 堂堂谭副总裁 捂着屁股夹着腿 说话都不敢大声 可扑扑扑的声音还是忍不住放出 谭公子 我得提醒你一句 拉肚子的时候 千万别憋着使劲拉 拉得越干净越好 叶天宇捏着鼻子退得远远的 装出一副好心的样子 大声提醒道 我 草 这独自的声音 大道宴会厅每个人都能听得到 谭世伟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恶抽味越来越重 他感觉自己坚持不到洗手间 就要释放了 果然 当扭着小碎步 一点点挪到洗手间门口 就在跨门槛的一刹那 惊天巨响崩出 终于 谭世伟在门口完美释放了 哼 敢欺负我的女人 小悠我完不死你 看着谭世伟仓皇逃进洗手间的背影 叶天宇轻哼一声 玩够了吧 叶先生 林诗音捏着鼻子 笑盈盈地说道 叶天宇捏着鼻子 一脸认真 没有 这混蛋 我见一次 玩一次 你跟他有仇啊 没有 就是看着不爽 干得漂亮 林诗音竖起大拇指 这时 服务生将窗户全部打开 过了好一会 宴会听的恶臭味 才渐渐散去 我饿了 叶天宇揉了揉肚子 抱怨 这里除了喝酒 有吃的吗 把谭世伟折腾成那样子 你竟然还有胃口吃饭 林诗音双手抱肩 美好气地翻了翻眼 半小时后 酒宴开始 叶天宇跟在卢阳两大美女身后 一时间成为酒宴的热门话题 这年轻人有点手段啊 把谭世伟整得都参加不了酒宴 可谭世伟也不是吃素的 跟林家比起来 谭世伟算个屁啊 对 看着年轻人的打扮 应该也是大有来头 而且他是和林诗音一起来的 和林家的关系 怕是非同寻常 叶天宇也不理会这些闲言碎语 低着头捡自己喜欢的美食 往盘子里里堆 这时 一位二十多岁 长得颇为英俊的青年 走了过来 林总大驾光临 实在是赵某的荣幸 赵总 都是生意场上的人 你就不用磕头了 林诗音淡淡说道 今天他主要是来陪好姐妹楚孟汉的 对这样的豪门盛宴 他一向不屑一顾 这青年就是今天晚宴的主人 威斯汀酒店继承人赵斐 借着赵斐搭讪林诗音的机会 楚孟汉走到叶天宇身旁 轻声道 谢谢 我欠你两个人情了 叶天宇嘴里塞满食物 含糊不轻说道 没事 没事 都是一家人 应该的 楚孟汉听了一家人这话 瞬间翘脸就红了 本来还想说几句 一时也说不出了 不过 心里感觉甜丝丝的 看向叶天宇的眼神 变得温情默默 不想 这一幕被心不在焉 与赵斐聊天的林诗音 看在了眼里 林总 这位是 大家散开后 赵斐陪着林诗音三人 在沙发上坐下 好奇地打听起了叶天宇的身份 互相认识之后 赵斐和林诗音 闲聊了一会 起声告辞 离开宴会厅 赵斐打了的电话 随后直接来到顶层一个贵宾房 隔着卫生间门 捂着鼻子 谭少 整你的那个人 我问了林飞 她是林震南那老头青点的孙女婿 叫叶天宇 具体什么来路 林飞也不清楚 拉了足足一个多小时的谭氏尾 面色苍白 虚汗直冒 此时正坐在马桶上 听到这话 呲牙咧嘴低音 来历不清 操 尼玛 等会儿 你给我留住那孙子 我 我现在就叫人来收拾他 十几分钟后 谭氏尾颤颤巍巍扶着墙壁 走出卫生间 一摊泥板躺在床上 掏出手机 就要拨打电话 谭少 宴会厅里 都是卢阳的商界名流 你带人直接动手 恐怕不合适吧 赵斐眼看 谭氏尾电话呼人 轻声劝道 管替别 老子今天就要宰了这孙子 谭氏尾浑身发软 拿着电话都艰难 但眼中却闪烁着熊熊烈火 谭氏尾现在一心要报复叶天宇 顾不了那么多了 堂堂谭家二少爷 年纪轻轻 就当上了台海集团副总裁 从来都是他谭氏尾算计别人 什么时候被人这么算计了 而且还是在自己的女人面前出丑 怎么着 赵斐 担心砸了你家酒店 你放心损失多少 我谭氏尾十倍赔偿 我今天只想出了这口恶气 看到赵斐有些不情不愿 谭氏尾当即表态 赵斐皱了皱眉 低声劝道 谭少 我倒不是担心酒店被砸 只是酒会还没结束 你带人大张旗鼓地进去动手 你家老爷子若是知道了 难免会责怪你一顿 还有林诗音也在 收拾性业内小子简单 可得罪了林家 这是不好交代吧 我还听林飞说 这小子特别能打 昨天在天威集团门口 这小子一个人 将天地蒙五六十人都给收拾了 蔡坤现在还在卢阳医院里躺着呢 听说怕是废了 谭少 你手下有这么能打的吗 还是准备叫一百个人过来 惊动警方事情就严重了 谭氏尾顿时愣住了 他倒没想到 这小子这么棘手 那你说该怎么办 谭氏尾强压着心头的怒火 耐着性子问道 不如这样 一会儿酒会上 我多喊几个人 上去轮流灌那小子酒 把它灌得差不多了 等酒会结束 你叫一些人在外面动手 自己最好别露面 出了酒店这件事 就跟你我无关 他是死是伤 林家也怪不到你我头上 赵斐阴险地说出自己的计划 就这么干 哎呦 梯又来了 随着扑扑扑的声音 刺鼻的恶臭 在贵宾房内迅速弥漫 赵斐走进宴会厅 一眼就看到 和林诗英楚梦汉聊天的叶天宇 他走到一群 一五喝六的少爷身边 招了招手 这群少爷围拢过来 赵斐对着这些人 低声嘀咕了一番 然后带着这些少爷 朝叶天宇走去 林总 楚小姐 叶先生 刚才一直在忙 招呼不周啊 赵斐人端着酒杯 热情地打着招呼 身后还跟着两个 端着酒水的服务生 以及一群穿着光鲜的少爷们 大家年纪相仿 出自卢阳豪门 经常在宴会上遇上 都是熟人 林诗英笑着回道 你赵总可是大忙人 今晚这么大场面 全都要照顾到 我们可不敢耽误你时间啊 说完 不再理会赵斐 坐到叶天宇的沙发上 端起酒杯对他说道 谢谢你帮 孟汉出了口恶气 来 敬大英雄一杯 说完 一小杯红酒 倒进嘴里 别人感觉不到 可这话在叶天宇听来 却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哼 石英老婆 这是在吃老公的醋啊 刚才聊天的时候 林诗英已经三四杯红酒下肚了 翘脸红彤彤的娇翘可爱 叶天宇想劝 可这丫头根本就不理他 似乎故意在找罪 赵斐也看出来了 心中暗喜 以往宴会上 林诗英可不是这样 今天机会难得 连他一起放倒 说不定 赵斐等一众人落座 林诗英和他们连喝了几杯 这些常年花天酒地的豪门阔哨 酒量杠杠的 眼看林诗英有些醉意 叶天宇轻轻碰了下他的胳膊 低声劝道 时间不早了 再喝 我得扛着你回家 咱们还是走吧 我 我没醉 我还能 能喝 林诗英瞪着一双朦胧美眸 说话都不利落了 抬手招来服务员 要了一瓶红酒 是啊 叶先生 你不要扫兴吗 林总难得兴致这么高 哎 林总我敬你 赵斐浅笑着 给林诗英针满 端起了酒杯 敬酒 林诗英没有拒绝 也端起了酒杯 却被叶天宇匹首夺了下来 叶先生 这喝酒正在信头上 你这样 不是扫大家的心吗 若是害怕林总醉了 那么你来替他喝如何 咱们第一次见面 我先敬你一杯 赵斐一脸的浅笑 叶天宇想拒绝 都没办法开口 见林诗英 以醉意朦胧 居然拿起手里的酒瓶 想对瓶吹 叶天宇叹了口气 好吧 既然大家有兴致 我陪各位喝了 说完 叶天宇一把夺过了 林诗英手中的那瓶红酒 叶天宇从小在华山莲花峰长大 那里海拔高气温低 喝酒是郁寒的一种方法 叶老道 在叶天宇八岁就开始培养他喝酒 还是华山当地的烈性烧刀子 这么多年下来 随着功力的提高 连叶天宇都不知道 自己的酒量究竟有多大 反正五六斤烧刀子下肚 跟没事人一样 这种只有二十度的红酒 在叶天宇看来 感觉跟喝凉白开差不多 一口气灌下大半瓶红酒 叶天宇擦了擦嘴巴 摇头道 这玩意喝着没劲 有白的吗 赵斐这些人一看叶天宇一口气闷下大半瓶红酒 真剔土包子 红酒是这么喝的吗 见没人回答 叶天宇叹了口气 没有啊 那算了 签就一下吧 一仰头将剩下的红酒倒进了嘴里 操 这小子喝酒挺厉害啊 一瓶红酒两口就干 这些少爷看着叶天宇这种喝酒 有些发愣 唯独赵斐心中一喜 一瓶红酒好几千 糟蹋了也就糟蹋了 他也不放在心上 他就怕红酒灌不醉这家伙 叶先生 您刚才说什么 你这里有白的吗 红酒味道太淡 老子喝不惯 叶天宇将空酒瓶里最后几滴红酒倒进嘴里 漫不经心地问道 有 有 我这就让人去拿 赵斐连连点头 叫来了不远处的服务员 楚梦汉被震住了 用胳膊碰了碰身边的林诗音 压低声音问 他不会是个酒鬼吧 林诗音有些醉意 随口道 谁知道 喝多了才好呢 晚上把他关在屋外 我一个人睡个安稳觉 楚梦汉一正 盲问道 你 你们住在一起 林诗音这才发现说漏了嘴 翘脸色红 你别乱想啊 我们什么也没发生 楚梦汉了解林诗音 看他这副表情 心中已经确定 自己闺蜜的心里 已经有了这个男人 不知为何 楚梦汉心中 竟然泛起了一丝酸涩 叶先生 这是我们酒店最好的白酒 一看叶先生就是性情中人 我就喜欢教你这样的朋友 今天咱们不醉不归怎么样 指着服务生搬来的一箱飞天茅台 赵斐装出一副豪情满怀的模样说道 教你妈逼 你们替想灌老子酒 真以为老子看不出 叶天宇暗自赴斐 表面上却耸了耸肩 道 我无所谓 只要你们不趴下就行 赵斐跟身边的豪门少爷们相视一笑 将一箱白酒全部打开 摆在茶几上 宴会厅里的那些商界名流 也被吸引了过来 凑在一旁看热闹 我叫马云天 不知道兄弟怎么称呼 一个带金链子的少爷 第一个站出来 叶天宇暗自好笑 叶天宇 叶天宇 林诗音是我心中的女神 现在跟你走到了一起 我不服 这第一杯 我马云天先干为敬 一满杯 足足三两白酒 马云天一口干了 众人纷纷叫好 厉害啊 小马哥 马云天一抹嘴 得意洋洋地望着叶天宇 这个套路 是刚才他们研究好的 让酒量最好的小马哥打头阵 马云天 你搞什么鬼 你喝酒就喝酒 扯上我干嘛 林诗音不干了 脸红扑扑地说道 看到马云天将酒干了 赵斐赶紧窜多着 叶先生 小马都干了 你不会怂了吧 说着 将倒好的满杯白酒 递给了叶天宇 叶天宇微微一笑 好 我也干 蹲 蹲 蹲 三两白酒 进肚子了 好 霸气 啥也不说了 哥们敬念 第二个上来 没说废话 直接将满杯酒 倒进嘴里 第三个 第四个 接下来 以赵斐为主 剩下的少爷 轮番劝酒 开始对着叶天宇发起攻击 一开始还是白的 后来 白的 皮的 还有羊的 全都对在一起 怎么花哨怎么喝 不到半小时 地上就堆满了各种酒瓶子 赵斐的眼神 已经逐渐迷离 狗日的 这小子怎么喝不醉啊 都喝好几斤了吧 楚梦翰已经看出来 这哪是喝酒 就是车轮炸啊 叶天宇就是酒量再好 也经不住七八个人 轮番劲酒 可是 他不好意思出面提醒 值得碰了碰 有些迷糊的林诗英 林诗英虽然有些醉意 也看出了场面上的形势 一把抓住叶天宇的手臂 叶天宇 你不能再喝了 这边 赵斐醉醺醺醺的街上话 林诗英 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情 战争 让女人走开 叶天宇一听 差点将嘴里的酒笑喷 这哥们还挺逗 林诗英还想说什么 却被叶天宇打断 老婆 我没事 你老公没那么怂 眼看叶天宇不听劝 林诗英气鼓鼓地催了一口 臭犊子 喝死你 草 都一个多小时了 赵斐怎么还没搞定的小子 贵宾房里 谭市伟蹲在马桶上 一脸的不爽 房间里恶臭扑鼻 但站在卫生间门口的两个保镖 却不敢表现出半点厌恶 阿康 这次叫了多少人 谭市伟揉着还在不断翻腾的肚子 问其中一个光头保镖 回少爷 连我俩一共十六个 够了 谭市伟想了想 吩咐道 阿康 你到宴会看看什么情况 阿镖 你去酒店外准备 一旦那小子出了酒店 立马带人上去 给我往死里揍 出什么事 少爷我兜着 说着 抬脚狠狠将旁边直搂踢飞 两名保镖如萌大射 连忙推门逃了出去 出门后 深深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 面色总算正常了一些 光头阿康来到宴会厅 发现落地窗边 所有宾客都围在一起 沙发上 叶天宇面色如常 对面的赵斐 却是脸红的 要滴出血来 地上摆满了各种酒瓶子 赵斐带来的那帮少爷 或醉醺醺坐在那傻笑 或人事不醒地摊在沙发上 我干了 该你了 叶天宇将杯子倒过来 看着赵斐笑道 不许胜啊 留着养鱼呢 此刻 赵斐感觉肚内翻江倒海 本来想开口认怂 看到在场宾客期待的眼神 只好强忍着说道 咱也干了 这次 是白家皮家羊 三两多 赵斐扬博 可刚喝了几口 就再也忍不住了 全吐了出来 哦 哦 难闻的气味 瞬间弥漫到整个宴会厅 接着一头栽在地上 像一条活蹦乱跳的泥丘 在自己的呕吐雾里翻滚 见到这一幕光头阿康脸色大变 赶忙上楼将宴会厅里看到的情况 对谭世伟汇报 谭世伟暗骂 赵斐这个废物 这么多人没把新叶的那小子灌醉 自己先喝趴下 不管了 谭世伟攥紧拳头 咬牙切齿吩咐阿康 你现在下去 给老子盯紧了 只要那小子一出酒店 你们立刻动手 半小时后 宾客陆陆续续走出威斯厅 又等了一会 光头阿康看到叶天宇 扶着摇摇晃晃的灵石鹰 走出酒店 喝了大半瓶红酒的灵石鹰 被外面冷风一吹 顿觉胸中酒一汹涌 眼前地动山摇 楚梦汉也好不到哪去 走路有些飘 叶天宇微微苦笑 搀扶着意识迷糊的灵石鹰 正要打开车门 将他弄进车里 这时 林石鹰支撑不住了 一下子扑进男人怀里 长发垂落 露出白皙的脖梗 飞红的皮肤 蒙上一层细密的汗珠 看得叶天宇一阵肉疼 这小娘皮 肯会有得难受 你 干嘛 我要回家 林石鹰身体在叶天宇的怀里 不安分地扭动 将得体的职业装正地翻起 舌头打劫说道 叶天宇叹了口气 脱下自己的外套 披在了他的身上 旁边的楚梦汉看到这一幕 微微咬了咬嘴唇 动手 阿康一声令下 面包车门打开 十多个壮汉拎着家伙快步上前 将叶天宇他们连通车子 围在了中间 叶天宇见眉一条 将怀中的林石鹰 交给了楚梦汉 嘱咐道 你先上车照顾石鹰 这些人是冲我来的 楚梦汉心里一慌 看到站在门口的酒店保安 向他们投去了求助的目光 可还没等他开口呢 这些保安竟一个个 退进了酒店的大厅内 根本不想烫这滩浑水 叶天宇 我看还是打电话报警吧 叶天宇身形消瘦 面对十多个手拿家伙的大汉 楚梦汉没理由不担心 叶天宇笑着 摆了摆手道 不用 几个小喽喽 我分分钟就能搞定 说着 将楚梦汉推进车里 将车门带上 叶天宇 你会被打死的 还是报 妈呀 楚梦汉将醉酒的林石鹰 安置妥当 再次推开车门走出 眼前的场景 让他惊呆了 刚才还凶神恶煞般的 十几个大汉 转个背功夫 全都躺在了地上 他以为自己眼花了 赶紧揉了揉眼睛 再次睁大美眸 恶然无比地看着 躺在地上哀嚎的这些人 环市四周 见其他的宾客 也都是不可思议地 瞪着眼前的一幕 叶天宇脚踩着光头阿康 不管你的主子是谁 回去告诉他 敢招惹小爷的 下场和你一样 咔嚓 咔嚓 啊 伴随着两声清脆的骨头声响 和杀猪般的惨叫 叶天宇将目瞪口袋的楚梦汉 推进车里 打火 踩油门 奔驰大剧 轰鸣着驶出酒店 中山路 菜市大厦 董事长办公室 菜中原心烦气躁地来回走动 最后 来到高档办公桌前 按下桌上的一个按钮 老板 有什么吩咐 一道甜的发腻的女生传来 菜中原顿时心情一爽 这时候 还能有什么吩咐 快过来吧 讨厌了 老板 你就会欺负人家 等一下哈 奴家马上来 通话完毕 菜中原坐回到了意大利 针皮老板以上 拿起桌上的一杯红酒 轻轻摇晃起来 通话中这个声音发甜的女人 是她的贴身秘书 这个油雾 是她在一次公司宴会上发现的 对方老公出了车祸 家里还有老人孩子 急需用钱 这女人爱慕虚荣 很快变成了她的私人工具 门轻轻推开 一个打扮清纯的女人走了进来 脸上挂着羞涩 砰 砰 砰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在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大半夜的 谁这么没规矩 菜中原烦躁地穿上衣服 刚才的疯狂 宣泄了她所有的经历 打开门 管家蔡三站在门口 看了一眼室内 欲言又止 蔡中原甩了一张卡 给正在穿衣的女人 你不是看上了一款LV包 明天就去买 你先回去吧 女人本来面色不渝 听了蔡中原的话 顿时满面春风 娇称道 老板 谢谢你哦 我明天要你 陪我去买 快走吧 蔡中原不耐地催促道 我还有事 别替磨蹭 女人风情款款朝门口走去 临出门 还不忘留个绯闻 老爷 刺杀那小子的缅月双狼 都没有回来 电话也打不通 我怀疑是被那小子给 蔡三低着头 声音低沉 啪 蔡中原用力一拍桌子 怒道 麻痹 这小子到底什么来路 连缅月双狼也搞不定 见蔡中原发怒 蔡三屏息不语 蔡中原板着一张脸 在办公室来回踱步 道 阿三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坐山观虎斗 坐山观虎斗 你的意思是 蔡中原疑惑地看向蔡三 老爷忘了林家兄弟找你的事 蔡三音策策说道 林远剑想夺回天威控制权 就要动灵失音 而这小子 是他必须要解决的麻烦 如果林远剑能干掉他的话 就无需我们动手了 只能如此 蔡中原叹了口气 阿三 这些日子 你盯紧林家兄弟 如果他们能除掉那小子 我们就无需出手 如果不能 我们还得另想其他办法 是 老爷 等到蔡三一离开 蔡中原瘫坐在了椅子上 他的眼中血丝弥漫 喃喃道 儿子 你再等一等 老子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奔驰车内洋溢着 淡淡的酒香 进口红酒的后劲开始显现了 林诗音眼前一片朦胧 意识也变得模糊 叶天宇注意到 林诗音神态的变化 女人的脸上 泛起了大片的潮红 如盛开的海棠 娇艳欲滴 看得出来 林诗音在 极力控制自己 竭力和不断涌起的酒意做对抗 可是 这种高档进口红酒 后劲一旦上来 自身根本无法控制 叶天宇知道 林诗音很快就会支撑 他先将楚孟汉送回 一路上 楚孟汉一直想跟叶天宇说什么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直到下车才轻轻提醒到 照顾好诗音 路上小心 叶天宇难得正经一回 你也小心那个谭世伟 有什么事打我电话 随即 话锋一转 当然 如果想我的话 也可以打我电话 随叫随到 说这话时 脸上又浮现出 往日的不羁和轻挑 楚孟汉被叶天宇突如其来的轻挑话 慌得脸红心跳 你回来 背过身 准备离开的楚孟汉 听到叶天宇换他 转过头去 不 不知什么时候 叶天宇已经将头探出了车窗 就等着他转头 一个稳正印在楚孟汉光洁的脸蛋上 你 楚孟汉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 震惊地张开弹口小嘴 结结巴巴地看着叶天宇 叶天宇咧嘴一笑 很无赖地说道 你什么你 你是我公正过的合法妻子 轻一个不犯法吧 你耍流氓 憋了半天 楚孟汉才将未说完的话补全了 不 刚说完 叶天宇在他另一边脸上 又印了一个吻 走了老婆 记得给我打电话 留下一脸猛逼的楚孟汉 叶天宇调转车头 奔驰车一溜烟 朝翡翠庄园方向持去 他 吻了我 楚孟汉舞着发烫的脸颊 心情复杂地望着渐渐远去的车影 回到翡翠庄园 下车时 林诗英已经无法站立 叶天宇抱着他上了楼 没有惊动家里人 将林诗英轻轻放倒在柔软的大床上 正要转身离开 不料林诗英忽然坐了起来 一把抱住叶天宇的腰 拼命呕吐起来 顿时 两人的身上全都是会晤 幸好 叶天宇及时把林诗英从床上抱了起来 才没有吐到床上 林诗英的酒精终于全面发作 迷迷糊糊的林诗英 似乎极为难受 躺在床上一点都不安分 整个身子来回翻滚 两条仙腿胡乱蹬踏 竟然将衬衫挣扎着卷起 露出洁白肌肤 叶天宇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男人 面对 煎熬啊 极力克制自己 叶天宇把空调开到了最低 站在冷风机的出口 深深吸了几口凉气 才让燥热的血液平静了些 林诗英折腾了半宿 叶天宇守在旁边照看 直到酒历过了 才安静地沉睡过去 叶天宇松了一口气 坐在沙发上 双腿盘膝 闭目修炼 房间那一片寂静 叶天宇双手捏成剑绝 掌心向下 翻成仰手 一阴一阳 相互交换 随之喷气 吸气 过了一会 叶天宇的头顶 笼罩阴晕白气 犹如蒸笼一般 半夜 林诗英被可醒 正要下床 见旁边的床头柜上 放着一支玻璃杯 里面成了两百开 不用说 是叶天宇特意放着的 心里微微有些感动 将水喝干 人也清醒了 借着微弱的闭灯 看着地上侧身背对着自己睡觉的男人 正正出神 大半夜的不睡觉 看着我干嘛 叶天宇为转身 突兀地冒出一句 林诗英已经习惯了男人 各种离奇的举动 看了眼穿在身上的内衣 昨晚你帮我脱的衣服 叶天宇翻了个身 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以为呢 林诗英漂亮的脸蛋微微一红 换了个话题 哼 你跟孟汉是怎么认识的 给我说清楚 楚孟汉是她的好姐妹 叶天宇是自己名义上的老公 昨晚的酒会上两人聊得不错 楚孟汉看叶天宇的眼神 林诗英想想就有种说不出的酸涩 不是和你说过了吗 楚孟汉那天遇到了点麻烦事 正好遇到我 我帮了她 叶天宇闭上眼睛 深更半夜的不睡觉 想什么呢 我和孟汉从小就认识 我能看得出来 她对你有好感 林诗英撇了撇嘴 她看出叶天宇和楚孟汉之间 一定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这也是她昨晚买醉的原因 叶天宇笑了笑 干脆坐了起来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老公我可是极品好男人 你不稀罕 可是有大把漂亮女人稀罕 现在吃醋了吧 呸 我才不稀罕 为什么要吃醋 不过 你昨晚帮孟汉出气 我很高兴 林诗英将视线转到一边 不敢与叶天宇对视 莫名其妙的女人 叶天宇摇摇头嘀咕一句 喜欢就喜欢 还不敢说 你在嘀咕什么 林诗英气鼓鼓拿起一个枕头 砸在叶天宇的身上 伸手关上臂灯 闭上眼转过背去 我要换衣服洗澡 叶天宇耸了耸肩 躺下背过身去 一阵嘻嘻嘻嘻的声响后 穿着睡衣的林诗英 摸黑走向了洗浴间 洗浴间 林诗英躺在泡满浴液的浴缸中 闭着眼睛 打开手机音乐 静静地听着轻音乐 受醉的疲乏 也一扫而空 在浴缸里 足足泡了大半个小时 林诗英起身准备出浴 却发现浴巾挂在门口的架子上 刚想跨出浴缸 突然一个滑步 身子重重摔在浴缸里 随即发出啊的一声惨叫 林诗英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可是脚踝处疼痛欲裂 一摸那里 已经肿了起来 房间里 夜天雨睡得迷迷糊糊 忽然听见洗浴间 你传来了扑通一声闷响 紧接着就是林诗英那声惨叫 夜天雨揉了揉心松的睡眼 慌忙打开了灯 顾不得什么约法三章 什么凡尘礼数 直接推开了浴室的门 只见披着柔顺长发 粉塞泛红的林诗英 躺在浴缸里 和林诗英同居了几天 还第一次见到出水芙蓉的她 夜天雨情不自禁地怦然心动 额眉微处 并稀施 形容现在的诗英 最贴切不过了 给 夜天雨很快回过神来 将门口的浴巾背对着林诗英递了过去 草 浴缸里都是泡沫 除了那张漂亮的脸蛋 什么都看不到 夜天雨暗自赴飞 你 你先出去 林诗英羞羞答答地说道 夜天雨出门 顺手将门带好 过了一会 就听林诗英在里面喊 你进来扶我一把 等夜天雨再次进入浴室 林诗英已经穿好了睡衣 只是捂着小腿蹲在地上 夜天雨上前看了看她那发青的脚踝 不由分说地一把将气抱了起来 你 你松开我 扶着我就行 林诗英不断地挣扎着 粉泉不实地落在夜天雨的肩头 夜天雨苦笑 大小姐 你就安分一点吧 我没占你便宜的意思 但你这脚踝不及时震骨的话 很有可能会落下病根的 一听这话 林诗英怕了 咬着嘴唇不再乱动 被夜天雨放在床上后 赶忙拉过被子 准备盖住自己身体 夜天雨也坐在床上 一把拉住了她的小腿 林诗英翘脸通红 羞愤地说道 你 你要干什么 快点松开我 不要乱动 让我看看 好疼 夜天雨右手轻抚着林诗英的脚踝 低头查看着伤势 修长的玉腿就在眼前 只不过钻心的疼痛下 林诗英受伤的腿 都在不住地哆嗦着 即使这样 林诗英不忘将自己的睡衣扯了扯 尽量将肌肤少 暴露在外面 夜天雨让林诗英半躺在床 枕头放在背后 让她靠着 抬起林诗英受伤的腿 伸出两指 轻轻摁压脚踝处的几个穴位 片刻的功夫 林诗英觉得痛感消退了许多 随后全身酥麻地躺在了床上 夜天雨深吸了口气 见林诗英放松了不少 这才捏住她受伤的脚踝 突然发力 一声轻微的脆响 顿时剧烈疼痛传来 还没等她叫出声来 夜天雨飞快地在林诗英的小腿上点了一下 巨疼骤然消失了 只有一丝丝的麻疼 已经在她的承受 范围之内 随即 夜天雨双手搓了搓 然后轻轻帮她按摩起来 林诗英静静躺在那里 情不自禁有些迷乱 特别是脚上传来那种舒服的感觉 差点让她哼吟起来 按摩了有十多分钟 夜天雨抬头看向林诗英轻声问 还疼吗 你是怎么做到的 林诗英活动活动双脚 发现居然不痛了 这种小儿科 对于夜天雨来说 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嗨嗨 没有回答 夜天雨咳嗽了两声 目光落在了林诗英的胸口 指了指那雪白的肌肤 你露点了 臭流氓 不准看 林诗英回过神来 又要抬脚踹向夜天雨 夜天雨一把抓住了她的脚丫 笑着说道 虽然没什么大碍了 可随便乱动 还会痛的 林诗英一把扯过被子 遮住了自己的身体 轻横道 色皮 每次都这样 刚对她来点好感 这犊子 就会弄出幺蛾子 让她的好感急速地消失 能怪我吗 你这睡裙太显身材了 我可是个正常男人 没说 你诱惑我就已经不错了 夜天雨关了灯 重新躺回地上 房间内的气氛有些暧昧 林诗英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慢慢躺下 用文锐般的声音说道 不过 还是得对你说声谢谢 夜里别折腾就行 明早用热毛巾敷一下 就没事了 夜天雨打了个哈欠 慢慢进入了梦乡 林诗英睡不着 想和夜天雨再聊一会儿 可过了几分钟 这犊子竟然发出了憨声 攥了攥自己拳头 真是个不解风情的混蛋 一日清晨 夜天雨赤裸上身 端坐在阳台护栏上 双手放置胸腹处 食指和拇指须拿 成鹤嘴饰 莫运华山爵游走经脉大小周天 一丝丝白色雾气 他头顶环绕 这是华山爵的最高境界 阴晕子气 夜天雨七岁开始修炼华山爵 练了十五年 丹田中的阴晕子气 已达一定境界 矜持着上身的夜天雨 看上去 并不魁梧 却有着健美有形的身材曲线 线条分明的胸肌和腹肌 凝聚着爆发力 夜天雨的每一寸肌肉 都坚硬如铁 背部一条栩栩如生的飞龙 就如长在他身体上的一部分 十分显慕 林诗英早上七点醒来 这一觉是他这段时间以来 睡得最踏实的一觉 他慵懒地伸展了一下腰肢 气色红润 美艳如花 浑身感觉到舒畅 林诗英慢慢坐起 试着动了动左脚 发现脚踝已经不疼了 扫射下房间 发现夜天雨居然不在房间里 该死的犊子 林诗英对夜天雨 有着习惯性的咒骂 总觉得他欠着自己什么 一抬头就看见夜天雨 赤着上身 端坐在二楼阳台的护栏上 瞬间 林诗英脸色变得驼红 张嘴要骂的话 也咽了回去 夜天雨云称健美的身体 让林诗英有些惊叹 就算是他个性孤冷 对男人没有什么好感 依旧目光有些沉迷 原来男人的身体 竟然也可以这么优美 林诗英瞪大美目 虽然知道 这样紧盯男人的身体欣赏 很不淑女 但他内心却充满了好奇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男人 看够了吗 这是你第二次 欣赏我的身体了 再看我就要收费了 夜天雨猛然转过身 嘴角挂着一抹痞笑 看着林诗英 啊 林诗英无嘴惊叫 脸上爬起一抹飞红 正要起床 却听夜天雨喊了声别动 这独自翻身下了阳台 来到房间 拿起准备好的热毛巾 朝他走来 来到床边 蹲下身子 小心翼翼地将热毛巾 敷在林诗英的脚踝上 这一刻 林诗英心中 还是出现了一股暖流 看向夜天雨的目光 变得温情了许多 像往常一样 吃过早饭 叶天雨先陪老爷子下会旗 听说 你昨晚大出风头啊 天雨 老爷子手里拿着泡 四处找泡位 老爷子 还吓不吓了你 拿着个泡晃悠半天 再这样我只能陪你下一盘了 磨磨叽叽的 叶天雨对老爷子的消息灵通 见怪不怪 莫吉 你把人家整得死 都拉到裤裆里 还不是悠闲自在地喝酒吃饭 也没见你急呀 老爷子呵呵一笑 将炮子落下 下期要想好了下再走 你看我把炮架这 是不是很难受 不就是双炮连环吗 我上市 你吃我呀 我发现丫头看你顺眼多了 昨晚那么好的机会 你没下手 老爷子笑眯眯的走了一步马 我去 这老头 莫不是贴着墙壁偷听了一晚上 叶天雨暗自赋匪 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现在等着他来追我 成人之威不是我的风格 叶天雨得意洋洋的也将自己的马牵出 呵呵 天雨 你和楚家小丫头 下一步怎么走 叶天雨一惊 直接将自己的马送到老爷子的马口上 什么怎么走 老爷子毫不客气地笑纳 将叶天雨的红马轻飘飘撵到一边 轻声道 你和孟汉领了结婚证 丫头要是知道了怎么办 他们可是好闺蜜 以他的性格肯定会成全你们的 到时候 你还要不要失音了 啊 你 怎么什么都知道 这老头天天待在家里 除了会演戏 似乎外面的事情 没有他不知道的 难道林家养了锦衣为什么的 专门在外面探听消息 他承诺我 一旦摆脱谭世伟的纠缠 就还我自由 我当然要去失音了 他是我明媚正娶的老婆 叶天雨心不在焉地随便走了一步棋 老爷子满意地点点头 过几天是楚言的七十大寿 谭世伟那崽子势必要去逼婚 你大可以出面帮孟汉解决 经济上 楚家欠台海的那点货款 我们林家替他兜下来 叶天雨点点头 爷爷 我知道怎么做了 行 老戏惊哈哈大笑 你又输了 草 这棋不算啊 你故意扰乱我的思路 重来 重来 叶天雨拿着棋子 就要毁棋 呸 输了就是输了 哪来的这么多借口 将林诗英送进办公室 叶天雨晃悠着往回走 经过秘书室 见里面一个俊俏的妹子在办公 便走了进去 办公的是一个叫珊珊的秘书 长得娇小俏丽 刚到天威上班不久 看起来有些声色 看到叶天雨过来 俏脸微微一红 叶总好 就你一人上班啊 其他人呢 叶天雨有模有样地走过去 大咧咧问道 他们都有事 去忙了 我还在学习工作流程 珊珊站起来 给叶天雨搬了把椅子 叶总 您请坐 然后回到公卫上继续工作 叶天雨毫不客气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问 你叫什么名字 珊珊低声回道 珊珊 珊珊 叶天雨索性将椅子推进 盯着珊珊看 这让原本羞涩的小姑娘 变得手足无措 只能低下俏脸 假装工作 珊珊 你别这样低着头啊 我在为你看病呢 你这样低着头 我看不到你的气色了 叶天雨刚才看了眼珊珊的脸色 发现她面色不好 应该有妇科病 珊珊嘟着嘴 假装瞪了叶天雨一眼 那可爱的样子 煞是好看 叶总 难不成你 还是个医生 虽然珊珊刚来天威不久 可是叶天雨的大名 在天威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是天威未婚女性 心目中的家傲 珊珊也不例外 现在 恨不得叶天雨多看她两眼 最好是能看上她 最后娶了她 可她毕竟是一个羞涩的女孩子 被一个男人这样盯着看 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在公司不是什么男人搭讪 她都会回答 可叶天雨例外 我就是医生啊 在华山上那边 山里的七大姑八大姨的 还有墙堡中的婴儿 有病都找我给他们医 那不就是赤脚医生吗 珊珊低声嘀咕 哎 你还别瞧不起赤脚医生 有的可大有本事呢 比如我 你有什么本事 珊珊不信 嗨嗨 叶天雨咳嗽两声 看了看门口 拖着椅子来到珊珊身边 接下来的话很私密 不能大声说 珊珊啊 你每个月那个来的时候 是不是疼得特别厉害 而且手脚冰冷 发木 有时候还伴随着低烧 另外 那个走了之后 肚脐附近的皮肤特别疼 跟针扎一样 半夜里跟火烧了似的 珊珊直接愣住了 羞涩的翘脸布满了红霞 本来她还以为叶天雨跟她说婚话 没想到 叶天雨说出的这些 跟她经历的一模一样 每次她来那个时候 痛苦地让她痛不欲生 珊珊不敢看叶天雨 半天才艰难地说道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 我是医生啊 而且对女性疾病 特别有研究 华山里的大姑小嫂子 都称呼我小神医 珊珊 你这一身的病 是你小时候经常挨动 长身体的时候 又营养没跟上 才落得这病症 听了叶天雨的话 珊珊忍不住鼻子一酸 小时候的辛酸过往 让她历历在目 见珊珊没说话 说明自己说准了 叶天雨继续说道 珊珊 不是我下面 你这一身的病 需要好好调养 这要是弄不好 恐怕以后能不能怀孩子 都难说 珊珊听了脸 一下子变得苍白 一个女人若不能生孩子 那做女人 还有什么意义 没有了孩子做纽带 一个家庭 也不稳过啊 珊珊鼓起勇气 小声问道 那还能治吗 话还没说完 珊珊红扑扑的翘脸 埋进了双手 羞死人了 和一个心仪的男生 聊这话题 她这病 不是没找医生看过 只是医生们说 没什么大问题 还让她不要大惊小怪 只有她知道 她这病 似乎跟其他女人不一样 珊珊偷偷看了叶天雨一眼 随后翘脸更加鲜红 尽管她已经相信 叶天雨确实是一名医生 有我在 你这病就是小问题 珊珊 我跟你说 下班之后 去药店买一些黄芪 单身跟红花 配在一起泡水喝 晚上再用艾草 鸡血腾泡脚半个小时以上 坚持一个月 珊珊身上的病 经年积累 如果用药过猛 反而适得其反 只会伤了她的身体 这种温和调养的治疗 虽然疗效慢 但对身体伤害不大 最后自己才失真 彻底拔出她体内的病根 总之 这种慢性病 不易用药过猛 就这么简单 只需要这样就行了吗 珊珊有些怀疑到 叶天雨抬手在 珊珊可爱的脑壳弹了下 珊珊痴痛捂着脑袋 可可爱爱的 想什么呢 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这只是为后面的治疗 做的铺垫而已 你身上的病 非一日之寒 要是吃几副中药 泡个脚就能好 那不是什么中医 都能治了 还要我这个神医干嘛 你先喝一段时间中药 坚持泡脚 中间我再帮你疏通体内的经络 最后才能为你试真 彻底拔出病根 要不是见珊珊 纯洁娇俏 林家小妹一样的可爱 叶天宇不会出手的 她这妇科病 常年积累 不算是小病 治疗起来费时费力 中期的疏通经络 后期的诗真阶段 叶天宇都要费一些心神 珊珊的眼睛亮了 这么说 她终于可以不用 遭受那非人的折磨 可是 心中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眼中的光又暗淡了下来 那 那整套流程下来 收费是不是很贵啊 叶天宇医术这么高超 收费自然不会便宜 珊珊来天威工作不久 自己还有一个在住院的弟弟 虽然平时省吃俭用 晚上还在外面兼职 可身上并没有什么积蓄 很贵 不是什么人 都能请得起我的 叶天宇道 听到这句话 珊珊的心 一下子掉入了冰窟窿 果然 穷人是看不起病的 那就等等吧 等弟弟的病好一些 有了些积蓄之后 再找别的医生看看吧 珊珊暗自想到 虽然自己的病发作起来 实在疼痛难忍 但她还很年轻 身体能扛得住 咬咬牙坚持几年 还是可以的 眼看珊珊就要落泪 叶天宇赶紧把没说出口的话 给说了 没钱的 只要她漂亮可爱 我给她整费特殊优惠 珊珊 看在你这么可爱的份上 只要你 每天提供我一顿爱心早餐 怎么样这个整费不过分吧 还有我看上的病人 她就是想放弃治疗都不行 生是我的病人 死是我的标本 这么霸道 珊珊破涕而笑 只要一顿爱心早餐的诊费 还不给治疗还不行 这么大的反转 让她差点都放弃了 这个叶天宇太可恶了 怪不得前台的门 那么喜欢她 你好讨厌 就知道欺负我 宫位上的珊珊 娇称着直跺着小脚 说不出的可爱 叶天宇哈哈一笑 她就喜欢这种感觉 知道我坏 你还拿我没办法 不光珊珊拿我没办法 就连她的老板 高棱总裁林世音 一样拿我没办法 叶天宇洋洋得意地 在转椅上转了几圈 一会儿 叶天宇收起完心 跟珊珊提了个醒 珊珊 记得我刚才说的 黄旗 单身和红花泡水喝 艾草和鸡血藤晚上泡脚 要半小时以上 记住了吗 嗯 珊珊乖巧地重复了一遍 事情都安排妥当 叶天宇跟珊珊又闲聊了一会 看了下时间 叶天宇站起身 珊珊 你忙吧 我走了 珊珊恋恋不舍 天宇哥 慢走 这么快叫天宇哥了 刚才不是还喊叶总的吗 呵呵 叶总好 天宇哥也挺好 叶天宇回头看了眼 一脸羞红的珊珊 抬腿窜出门去 哐 啊 没想到出门正好与人撞到满怀 对方柔软的身子 弹性十足的娇躯 差点被叶天宇撞散架了 叶天宇本能的一抱 才没把来人撞飞出去 嗯 叶天宇心头一热 他似乎握着女人的那个了 虽然隔着衣服 依然能感觉到 女人那里的温度 火烫火烫的 萧青岩刚从林诗音那里出来 经过秘书室门口 正碰上叶天宇窜了出来 以她的反应速度 根本就避不了 事出突然 萧青岩一时忘了挣扎 躺在叶天宇的怀里 正正地看着对方 女人诱人的体香 混杂着淡淡的香奈五号香水味 钻入叶天宇的鼻子 叶天宇揽着浑身似火的美女 手里握着那个 顿时呼吸有些不畅了 四目相接 萧青岩心慌地将目光收回 娇称道 你撞疼我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嘴上说着不是故意的 手上却故意捏了两把 臭流 叶天宇是不是故意撞她 萧青岩不知道 但刚才那两下 绝对是故意的 捏得她浑身酥软 难受死了 还不松开 萧青岩发现 这犊子不仅手握着自己那里 嘴唇更是快贴到了她的耳垂 这可是在总裁楼 林诗英的眼皮子底下 这犊子 胆子也推大了 啊 好吧 叶天宇恋恋恋不舍地松开手 假惺惺问 你没受伤吧 你说呢 萧青岩白了她一眼 将目光投到一边 假装整理衣经 调整心绪 毕竟是见过世面的 很快萧青岩就恢复了神情 给你一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陪我出去一趟 好的 叶天宇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跟美女一起 比那些保安打牌有趣多了 闻着香喷喷的 看着扬眼 手感吗 不自觉 叶天宇想到了刚才的柔软 来到车库 萧青岩掏出一把车钥匙 抛给叶天宇 叶天宇看着萧青岩眨眨眼睛 你确定要我来开 你个大男人不开车 难得我开 萧青岩眨好气地说道 行 叶天宇瞄了眼傲然的女人 看来 这牛喜欢刺激的 昨天那顿刺激 显然还没到位 叽叽 叶天宇按下开锁键 一辆红色奥迪车灯闪了闪 坐上车 叶天宇心里琢磨 今天 要开到什么程度 才能让她爽到位 这是我的私家车 你甭想飙车 速度不能超过七十码 不然我把你故意摸 转我的事 向诗音汇报 萧青岩眼看男人的架势 连忙警告道 七十码 叶天宇神情一致 将动作停下 开始讨价还价 若不超过七十码呢 那就不汇报了 就这 叶天宇有些失望 能不能给点奖励 什么奖励 叶天宇嬉皮笑脸说道 比如 亲一个啥的 呸 臭流 文言 萧青岩气得胸前鼓了鼓 当即拿出电话就要拨打 别 别 不奖励了 行不行 叶天宇连忙伸手夺下电话 手经过高耸处 有意无意地蹭了蹭 色皮 萧青岩翘脸一红 没好气说道 老老实实开车 好吧 叶天宇缓缓发动车子 嘴里 却表达着不满 我真的是老司机 七十码 是不是瞧不起人 滚 萧青岩简单粗暴地吐出一个字 不能跟着独子说一句话 句句是陷阱啊 叶天宇嘴角勾起一抹倾笑 好嘞 滚起 油门踩下 奥迪像猎豹一样 窜出 出了大厦 叶天宇才想起来 咱们去哪 萧青岩瞥了这独子一眼 息子如今 开发区 奥迪车上 叶天宇的眼神 不时飘向旁边的萧青岩 此时的萧青岩 坐得端庄笔直 双手交差放在胸前 双腿紧紧合并 那紧得 连只蚊子也别想飞过去 看萧青岩这双腿的紧密 很明显 还是个大闺女 叶天宇心思活络起来 咽了咽口水 相比高冷的林诗英 萧青岩成熟妩媚 尤其是正面山峰 是很多男人喜欢的类型 当然也包括她 还看 再看 把你眼睛挖出来 萧青岩忍了很久 一上车这双贼眼睛就没离开过 这独子 简直明目张胆飘窃 听到这句杀气腾腾的话 叶天宇咧嘴一笑 苏蜜 我不看就是了 没必要这么吓人吧 说着 不慌不忙地收回目光 吹了声口哨 紧踩油门 臭犊子 慢点 啊 半小时后 抵达卢阳开发区 顺着萧青岩的指引 车子在一栋灰头土脸的五层就楼前停下 萧青岩下车 叶天宇紧随 刚进写字楼 叶天宇眉头便皱了起来 这什么破地方 大楼不仅没有保安 前厅还贴满了各种小广告 什么办证 开锁 通水道的 技强贸易公司的牌子上 爬满了蜘蛛网 公司出出静静的 没几个看起来是正经上班的 一些人看起来更像混道上的 叶天宇不明白 这妞来这的目的 问 咱们上这干嘛 萧青岩贪了贪手 这家公司过去经销天威的产品 从去年开始拖欠货款 已经欠了八百多万 我是来要账的 叶天宇亚然 就你一个人来要账 我看 这不是什么正经公司 能还钱吗 听了这话 萧青岩脸色变得沉重起来 上了电梯 来到顶层 小姐你好 请问季总在吗 萧青岩问在前台玩手机的妹子 你猜小姐呢 你全家都是小姐 前台妹子玩着游戏正起劲 被打断了 非常不爽地朝萧青岩喊道 叶天宇嘴角抽了抽 天威怎么和这素质的公司合作 萧青岩见过大场面的 对于前台妹子的恶语相向 没理会 依旧面带微笑 前台妹子见萧青岩不反驳 也不好继续发飙 不过语气依然不善 你谁啊 我是天威集团市场部经理 萧青岩 天威集团 前台妹子愣了下 随即一脸不耐烦 又是天威 我说你们烦不烦啊 跑多少趟了 都说了多少遍 公司没钱 萧青岩也不生气 道 你们没钱是你们的事 但欠天威的钱 必须要还 萧青岩的声音不大 但却透着一股气势 前台被震住了 见前台妹子愣在那 萧青岩淡淡道 小姑娘 你只是个打工的 这是天威和你们公司的事 欠钱的是你们老板 带我去见她 前台妹子咬了咬牙 好吧 跟我来 霸气 叶天宇冲萧青岩 竖起大母哥 走廊的尽头 前台妹子推开了一间办公室门 办公室很大 足有六七十平 里面烟雾缭绕 进门口摆着一张堵桌 十几个雕龙画风的家伙 围在一起 腰五喝六的 墙角散落着刀枪棍棒家伙时 哟 小娘们谁啊 长得真体漂亮 看到萧青岩进屋 一个满头黄毛的家伙抬起头 肆无忌惮地扫描起萧青岩来 萧青岩戴眉紧皱 目光看向办公桌后的一个大胖子 黄毛 不得无礼 起码有三百斤的大胖子 艰难从老板椅上爬起来 皮笑若不笑 萧总 别见怪 手下兄弟不懂事 叶天宇嘴角一撇 这胖子摆这场面 就是想给萧青岩下马威 看来好戏在后面 没事 萧青岩面不改色 纪总不是说 要这笔账 必须我来吗 现在 我来了 纪总是不是该给个说法 叶天宇眼中闪过一抹赞许 一般女人面对这种阵仗 多半下贪了 这你有胆子够肥啊 竟然还敢张口要钱 萧总 不急 咱们坐下慢慢谈 胖子技强示意手下搬过一把椅子 这位兄弟 随便坐 对叶天宇胖子正眼都没瞧 随口说道 叶天宇往旁边沙发上一坐 自顾自地点了根香烟 翘起二郎腿 一副事不关己 草 这娘们不懂道上规矩 这跟班替也跟个傻鸟似的 胖子的手下不爽地骂道 以往 凡是到技强贸易 来要账的 他们这些人架势一摆 当主子的没怎么定 保镖就先怂了 这小子 不是脑子有问题吧 黄毛凑了过来 掏出香烟 试探问道 哎 哥们 哪混的 萧总开车的 叶天宇随手接过香烟 与黄毛聊了起来 这边 萧青岩与胖子技强 开始了谈判 相比叶天宇 与黄毛天南地北的扯淡 技强和萧青岩谈判 就带了些火药味 萧总 实不相瞒 别人现在资金周转不开 这笔钱 你容我缓一缓 毕竟 手底下这么多的弟兄 都要吃饭不是 技强从桌上拿出一只雪茄 漫不经心地 把头捡去前面 随意道 萧青岩 技总 按合同约定 这笔货款早过了还款期限 做人做事 要讲诚信 是不是 技强抽了一口雪茄 喷出浓烟 打着哈哈 合同是合同 但我跟林远健之间 是有口头协议的 特殊情况下 可延缓还款的 萧青岩拿出合同 放到桌上 口气强硬道 合同上有明确的还款日期 当然要按合同来 至于你和林远健之间的口头协议 林远健早就不是天威总裁了 代表不了天威集团 所以 你和他之间的口头协议 是你们之间的私事 你可以找他去协商 但与天威签订的合同 你得履行 技强扫了一眼合同 脸色拉黑 你的意思 今天必须还钱了 萧青岩 对 技强将手里的雪茄 狠狠砸在地上 站起来大声道 兄弟们 这位萧总上门逼债 是不打算给我们活路了 你们说怎么办 谁不给咱活路 弟兄们就先弄死谁 堵桌上的这帮混混 呼啦一下全站了起来 有的还拎起了家伙 哼 这双簧 唱得不错 被这些人的气势一震 萧青岩有些心虚 今天来 他做了充分的准备 尤其还带着叶天宇 这让他更有了底气 可毕竟在别人的地盘上 还是有些怯场 萧青岩将目光投向叶天宇 发现这犊子 嘴上叼着烟 正跟黄毛天南海北侃的那个热乎 完全无视萧青岩这边 剑拔弩张的局面 叶天宇 萧青岩没好气喊道 亲爱的 喊我 叶天宇叼着香烟 缓缓站起来 色皮 什么时候都不忘占老娘便宜 萧青岩心中暗骂 指着季强的手下 这些人 交给你了 骂归骂 不过 对于叶天宇的实力 萧青岩还是很有信心 这独自能在眨眼的功夫 将蔡坤带的五六十打手横扫 对付这些人 自然不在话下 叶天宇甘笑一声 弹开双手 做出无能为力的手势 混蛋 萧青岩咬牙咒骂 来之前 他和林诗英做了精心布置 林诗英特意让他带上叶天宇 没想到这独自关键食料挑子 没门 萧青岩看着叶天宇 竖起两根手指 直接退到叶天宇的身后 完全一副关门放狗的架势 给老子上 谁拿下这妞 老子就把他赏给谁 我看他还敢在老子地盘上横 胖子技强 收起伪衫面具 取而代之的是阴狠 听到老板的话 这些手下嗷嗷叫着往前扑 争抢着要拿下女人 淡定 淡定 各位 咱们有事就说事 不动手好不好 还有 别跟我抢着女人 行不行 她可是我先预定的 叶天宇面对蜂拥而上的混混门 何气地商量到 萧青岩站在身后 狠狠弯了这独子一眼 自己什么时候 成了他预定的女人了 胖子手下一开始没听懂 这独子说什么 举着家伙愣了下 随即吼到 剃得神经病 干他娘的 面对一群被酒色掏空了的混混 叶天宇实在没有兴趣打 十几秒钟 办公室里就胖子技强还站着 当然 那是因为叶天宇没有对他动手 收工 叶天宇冲萧青岩摊了摊手 意思剩下就是你的事了 萧青岩见识过他的变态身手 倒不觉得惊讶 纪总 咱们现在再好好谈谈吧 萧青岩淡淡说道 萧总 我 马上还钱 刚才多有得罪 还请高抬贵手放我一马 看了眼站在萧青岩身边 眯着眼抽烟的叶天宇 胖子双腿不自觉地在打仗 你马 这小子从哪崩出的 太强悍了吧 自己要有这样的人 在卢阳还不是横着走 这些年 技强靠道上的下三滥手段 不知坑了多少商家 今天 碰上叶天宇这样的狠人 除了乖乖还钱 还有什么办法 胖子垂头丧气地拿出支票簿 刷刷写下数字 递给萧青岩 您拿好 萧青岩将支票收起 对叶天宇道 走吧 叶天宇将嘴里烟蒂吐出 咕噜道 真替扫兴 一根烟都没抽完 闻言 萧青岩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弧度 出了写字楼 萧青岩拨通一个电话 李叔 麻烦您了 让您的人撤了吧 嗯 问题解决了 叶天宇扫了一眼 写字楼不远处 停着几辆面包 萧青岩电话结束不到一分钟 几辆面包迅速开走了 哼 这妞行啊 还留了后手 怪不得胆子推大 回到天威大厦 叶天宇直接去了保安室 郑凯叼着香烟 正拿着公司新发的手机 饶有兴致地玩着游戏 一群保安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 见到叶天宇回来 郑凯赶紧站起来 讨好道 老大 你来得正好 我发现了一款超好玩的游戏 你把手机给我 我现在给你下载 哟 阿强 挺自在啊 工作不要做了 叶天宇往沙发上一靠 翘起二郎腿 漫不经心问道 有保安眼疾手快 赶紧给叶天宇泡上一杯茶 哪能 老大 嫂子对兄弟们这么好 咱们哪里敢懈怠 这不刚换班下来 徐虎他们还在前面盯着呢 郑凯咧嘴一笑 华子地上点着 不错 还记得你嫂子对你们的好 这手机发给你们 是用来联络的 不是发给你们玩游戏 游戏这玩意儿容易玩物丧志 我得给你们找点事做做 郑凯表情一致 按道 玩物丧志 不知道谁玩的最害 嘴上却恭维道 老大 您说得的太对了 自从发了手机 我发现这些兔崽子们 精力都放到游戏上了 非要我带他们玩这个羊啊羊的 难度大的一逼 纯粹是浪费时间 我看就得给这些兔崽子们 找点事做做 嗯 态度不错 叶天宇吸了口烟 将曹尼好的保安训练计划 交给郑凯 这是我制定的初级训练计划 你们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 郑凯接过训练计划一看 瞬间脸都绿了 老大 难度是不是推大了 我们就是些普通保安 有必要这样训练吗 其他保安也都围了上来 当看到这份训练计划 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你妈 要不要这么坑人啊 十公里越野跑 俯卧撑一千 深蹲一千 一百公斤推举五百 这哪里是训练保安 简直就是魔鬼训练中的魔鬼训练啊 叶天宇脸色严肃 想要变强 就需要付出努力 这种初级都做不到 弹劾变强 还只是初级训练 你妈 这种训练力度 居然仅仅是初级 往后还不得飞天入地啊 老大 难度也太大吧 就算当初我在部队里 也没遇到过 这种难度的训练啊 郑凯哭丧着脸 这些年在天威保安队长位置上 养尊处优 早就不负当年之勇 何况这训练难度 就算再不对 也属于特种训练了 难 那就别练了 叶天宇无所谓的将那份训练计划拿回 我老婆可是跟我说了 只要你们能完成这个训练计划 今后将享受和天威技术工种同等工资待遇 既然你们想就这样浑浑噩噩的混日子 被集团其他员工看不起 那就算了 叶天宇拿起大棒的同时 递上了胡萝卜 这计划 他还没向林时音汇报 不过他相信 老婆一定会支持自己的这个决定 毕竟 将这些保安训练好了 得力的是天威集团 只是他也不知道郑凯这些人 能不能受得了自己的训练计划 相对于普通人 这个训练的难度 确实有些大 别啊 郑凯一听 眼睛顿时亮了 他一把抢过训练计划 咬牙切齿道 老大 放心吧 我们保证完成这个训练 听到将享受与天威技工 同等工资待遇 所有保安眼睛里 都闪出了火花 那可是年薪近二十万的待遇 是现在三四倍的工资 他们这些保安 再哪能找这样的刀心工作 老大 我参加 对 我也是 妈的 豁出去了 一瞬间 这些保安一个个面色猙獰 就像是要上战场一样 哼 钱还真是万能的 叶天宇看着这些群情激愤的保安 满意道 很好 阿凯 你们果然没令我失望 只是 郑凯想到一个问题 老大 训练也得有场地啊 我们去哪里搞场地 场地的事情 你就别操心了 叶天宇根本就不担心场地的事情 毕竟天威集团这么有钱 随便租一个场地就是了 好了 我一会就去跟老婆谈场地的事 叶天宇江烟熄完 拿起杯子孤了孤嘴 自从发现林诗英不喜欢烟味 这之后 叶天宇便从不在他面前抽烟 眼看叶天宇烟熄完 一名保安赶紧将烟续上 被叶天宇拒绝了 不抽了 免得一会和老婆亲嘴 被他嫌弃 啊 这些保安想象着心目中的女神 被这独自搂在怀里狂啃 一个个忍不住脸抽搐了 嘱咐了 郑凯等人几句 叶天宇起身上楼 去找林诗英 目送叶天宇离开 郑凯等人对视一眼 眼中皆是闪现出一抹坚决 这一刻 他们已经决定 想要保留尊严 就要成为别人仰望的强者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是强者 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受到别人的尊敬 林诗英推开办公室门 发现叶天宇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叶天宇已经等了好一会 终于等到了他开完会 等人实在是煎熬 刚才在季强贸易表现得不错 青瑶都跟我说了 林诗英关上门 走到沙发前 拿起自己的杯子 却发现杯子里的养生茶少了 看来这独自趁自己不在 又偷喝了自己的养生茶 嫌弃地放下杯子 羞羞 鼻子嗅了嗅 你又抽烟了 我没抽 不信你闻闻 叶天宇站起来 把嘴巴凑近 是在公开调戏了 林诗英昂着头躲闪 叶天宇不依不饶地 一直闹到林诗英 在老板椅上坐下 停 停 停 你在这样 我生气了 林诗英抵挡不住 翘脸好几次 差点被轻到 两人的举动太轻易了 这犊子 不能对他一点好脸色 否则就往架子上爬 林诗英整了整着妆 一本正经问 你有事 老婆 林诗英白了他一眼 纠正 叫总裁 总裁老婆 嗨嗨 我来想向你申请一个训练场地 叶天宇拉了一把椅子 坐到林诗英的对面 认真说道 训练场地 林诗英好奇问道 你要申请训练场地干什么 心里盘算 这犊子 他又想耍什么幺蛾子 叶天宇解释道 这个训练场地 对我来说大有用处 对天威也是大有好处 林诗英似笑非笑地问 那你跟我说说 你要训练场地干什么 我要训练这些保安 这些人现在的身手 还不足以守护天威 所以 我要将他们全都训练成为 强壮有纪律的保安 叶天宇将自己的计划 和盘拖出 不出所料 林诗英爽快地批准了 他清楚 男人这样做 不光是提升保安的素养与能力 还在凝聚人心 在公司树立正能量 于是当场打电话 将天威旁边一废弃工厂租下来 作为训练基地 这家废弃工厂 就在天威旁边 场地蛮大的 郑凯这些保安们 对这里都熟悉 觉得很满意 叶天宇让郑凯带着人 先去场地与厂方对接 打发走郑凯他们 叶天宇一个人躺在沙发上 玩起了杨阿杨游戏 不得不说 郑凯不愧是 混技职场的老油条 虽然 叶天宇在众人面前 痛批游戏的害处 郑凯还是将游戏给他下载了 叶天宇悠悠吐出一口烟 赞了句 这马屁精 干得漂亮 眼看临近中午 叶天宇正寻思着 要不要拽诗音 一起去食堂吃饭 这时 手机却响了起来 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 接通电话 对面是一个女人 声音软弱轻柔 带点哽咽 是叶天宇吗 我是 你是 叶天宇觉得这声音有点熟悉 把自己认识的女人捋了一遍 你是楚梦翰 嗯 对面滴滴答应一声 过了一会才说到 你现在有空吗 我想跟你见面聊聊 果然是梦翰老婆 只是这声音有些不对 像是哭过的一样 记得昨晚分手时告诉楚梦翰 有事给自己打电话 难道谭世伟那混蛋 又去纠缠他了 不可能啊 自己给那孙子扎的一针 没三天离不了马桶 难道想老公我了 叶天宇有点小激动 有 有啊 你在哪 我现在就去找你 不用了 我就在你公司对面 叶天宇一惊 拔腿跑到大门口 果然大厦对面 停着一辆白色宝马 车窗打开着 楚梦翰坐在驾驶座上 一脸期待地朝大厦看 叶天宇挂断电话 快步走了过去 梦翰 你找我 楚梦翰翘脸一红 轻声说道 快上车 叶天宇点点头 拉开副驾驶车门 坐了进去 一抬头就看见楚梦翰右脸颊 一道清晰的红手印 眼角还带有泪痕 显然是刚刚哭过的 叶天宇顿时就怒了 谁打的 楚梦翰可是他公正部的老婆 谁替敢打他老婆 非非了这人不可 没 没人 楚梦翰低下头说道 没人打 自己脸上会长红手印 叶天宇看了眼女人 心疼到 连撒谎都不会 听了这话 楚梦翰的眼泪 一下子扑了出来 是 是我爸 楚梦翰低声抽气 叶天宇 为了昨晚的事 楚梦翰点点头 没有说话 这都是什么父亲 叶天宇掖住了 老丈人那就算了 伸手一点点 将楚梦翰溢出的眼泪抹掉 吃饭了没有 一边抹眼泪 叶天宇一边问道 口气也温柔了下来 楚梦翰摇了摇头 他抬起头呆呆看着叶天宇 帮自己擦眼泪 不知道说什么 饿了吗 有一点 现在已经十二点了 叶天宇心想这傻女人 肯定在家受了气 找不到人清楚 只能找老公我了 叶天宇暗自得意 捏了下女人光洁的脸蛋 别哭了 咱们去吃饭 哦 楚梦翰答应一声 然后问 你想去哪里吃 随便 楚梦翰想了下 启动宝马 朝前江方向开去 好巧不巧 这一幕 正被二楼餐厅 进餐的林诗英 看在眼里 这混蛋 林诗英轻轻咬住一边唇半 御守差点将筷子掰断 他们果然认识 真是一个魂球 连自己的闺蜜都不放过 整不明白 就这样一个坏痞子 爷爷为什么非要自己嫁给他 林诗英越想越气 坐在对面的肖青岩 看到这一幕 更是恶然 那不是楚梦翰吗 他们 随即眉头一皱 厌恶到 臭犊子 一路上 楚梦翰默默开着车 叶天宇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 毕竟打老婆的是 自己老丈人 自己再混 也不能连自己的老丈人 也打吧 不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一处 比较高档的西餐厅 这个西餐厅 紧临前江 可以一边吃着饭 一边欣赏美丽的江景 而且这个西餐厅 带着一种高雅的风格 想比一般中餐厅的嘈杂 这里简直安静的出奇 刚走进餐厅 服务员就带着他们 来到二楼一间包厢 这个包厢刚好可以 欣赏到前江的景象 这里的服务员 对楚梦翰相当客气 看出来 楚梦翰也是这里的常客 楚小姐 请问你们需要点什么 服务员甜甜地问道 将手中的菜单 递给了的楚梦翰 楚梦翰接过菜单 看都没看一眼 将菜单交给了叶天宇 问 你想吃什么 叶天宇 还是一句话 随便 过惯了山里生活的叶天宇 对生活没有那些讲究 那我就点了 楚梦翰温柔说道 然后给美人点了份神户牛排 蔬菜沙拉 马赛鱼汤 还要了瓶红酒 最后问道 够吗 叶天宇一看 都是一些洋玩意 便问服务员 有米饭吗 服务员指着菜谱 有海鲜炒饭 那就来一份吧 服务员将目光投向楚梦翰 楚梦翰点点头 去吧 就按他点的上 服务员出去后 包厢里安静了下来 沉思了一会 叶天宇开口问 是不是家里 还逼你嫁给 谭世伟那个混蛋 嗯 楚梦翰点点头 眼圈又红了 那你怎么决定的 我死也不会嫁给 那个人渣 楚梦翰轻咬嘴唇 态度决绝 你家里还不知道 你和我领了 结婚证吧 楚梦翰点点头 泪水已经溢出 你今天来找我 不是专门为了哭的吧 叶天宇看了眼女人 声音温柔道 是不是让我帮你 做些什么 楚梦翰点点头 又摇摇头 我 不想把你牵扯进来 可是 你已经把我牵扯进来了 叶天宇盯着女人 从咱们俩领了 结婚证起 我就是你的 合法老公了 你说 我还能不被牵扯吗 天宇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 咱们去离婚吧 楚梦翰抽气说道 这么说 你准备 向那混蛋妥协了 叶天宇看着哭泣的女人 愤愤说道 你真的想跟那混蛋过一辈子 楚梦翰摇摇头 任凭泪珠顺着脸颊滚下来 滴落到衣服上 既然你不想 那就好办了 叶天宇淡淡地说道 楚梦翰抬起头 泪水还挂在柔嫩的脸上 小声说道 你有办法 六月二十是你爷爷的兽蛋 你家里人逼你这天 跟那混蛋订婚 楚梦翰泪眼朦胧地翘脸 充满了惊奇 你怎么知道的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就问你有没有这么回事 楚梦翰轻轻嗡了一声 忧郁地说道 我爸告诉我 若是我不答应 与谭侍尾订婚 就和我断绝妇女关系 我都怀疑 你是不是你爸亲生的 有这样做父亲的吗 这不是把女儿 往火坑里送吗 叶天宇叹了口气 问道 你妈的意见呢 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过世了 现在的是我后妈 说到这 除梦翰的眼泪 再次止不住流了下来 听了这话 叶天宇心中一动 这要巧 除梦翰掏出手帕擦拭眼泪 叶天宇看了眼 心头一动 却故意说道 你这手帕也太旧了吧 要不扔了 我给你买复兴的 除梦翰摇摇头 小心翼翼将手帕折叠好 放进兜里 不行 这是我妈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叮嘱我一定要保存好 梦翰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事吗 记不记得小时候在山里住过 叶天宇盯着楚梦翰 心中充满了西迹 然而 楚梦翰摇了摇头 我从小就在楚家长大 山里倒是跟哥哥姐姐去过 但从来没在山里住过 随即奇怪问道 你为什么这么问 我就是好奇 你的成长经历 你哥哥姐姐对你还好吧 叶天宇将话扯开 楚梦翰没有回答 侧脸看着窗外 无声的动作已经回答了叶天宇的问题 难道你家里就没有对你好的 叶天宇纠缠不休地问道 孙婆婆 说着脸色一片黯然 眼眶又红了 我从小到大都跟着孙婆婆的 可是她现在回老家了 孙婆婆是谁 她是我们楚家的保姆 在楚家待了二十年 楚梦翰想了想 小声说道 除了孙婆婆 爸爸有识对我也很好 有识? 叶天宇将楚梦翰有识这个词 在嘴里咀嚼了一下 回过神 抬头看见楚梦翰呆呆望着窗外出神 阳光透过玻璃照射在她的脸上 温郁的肌肤透着红润 像牙白的薄梗上反射淡淡光亮 美眸沐浴着泪 水盈盈地盯着玻璃上的缝隙 楚梦翰的长发 砸成了马尾 不同于林诗音的直肠 微微带着自然卷 把一张温柔的脸 衬托如星月生月 这么温柔漂亮的女孩 怎么在家就不受待见了 叶天宇想不通 你 楚梦翰转头看到叶天宇正盯着自己 本来专注的脸上露出一抹羞红 你还没告诉我 你有什么办法 六月二十 爷爷受淡那天 你告诉家里人 你已经结婚了 剩下的你就不用管了 叶天宇淡淡说道 还是把你牵扯进来了 楚梦翰一脸苦涩 当初他决定找一个陌生人结婚 准备出二十万 然后让这人离开卢阳 自己等到那一天 跟家里人摊牌 没想到找到老公 居然是自己最好姐妹 林诗英的男人 他不愿将好姐妹牵扯进来 今天找叶天宇 就是想和他把离婚证给办了 他决定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你觉得 我是个怕事的人吗 叶天宇看着女人 何须地说道 嗯 楚梦翰回想昨天晚宴上 这个男人修理谭世伟 喝倒赵斐一众少爷 在酒店门口闪击一帮社会人 貌似 这男人根本就不是怕事的人 楚梦翰弱弱地问道 那你想怎么做 叶天宇额没有废话 到时 你就知道了 今天的话题有些沉重 楚梦翰兴致不高 这顿饭草草结束了 两人走出包厢 迎面一帮人高谈阔论地 朝这边走来 见到这些人 叶天宇明显感觉 楚梦翰身子一宁 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 走在前面的是个二十七八的青年 一身白色阿玛尼 皮鞋正亮 典型公子哥模样 只是身形消瘦 精神微米 眼里布满了血丝 一看就是那种纵于过度的类型 身后跟着的一帮人 有的提着文件包 有的点头哈腰 一看就是下属 孟翰 你怎么在这 公子哥看见楚梦翰 没好气地问道 我 我有点事 楚梦翰似乎很害怕着公子哥 低着头小声道 公子哥板着脸冷哼 有事 哼 爷爷 让你去服侍陈少 你去了吗 叶天宇在一旁听出来 这位就是在电话里 威胁楚梦翰的哥哥 就这货色 居然敢对梦翰老婆不待见 谭侍尾一直觊于梦翰 你作为哥哥 居然让他去服侍那混蛋 这不是送羊入虎口吗 叶天宇听不下去了 楚言讥讽道 楚梦翰 这位是 叶天宇长得俊朗 穿一身品牌西服 楚五不清楚他的底细 强压着怒火 冷冷地问楚梦翰 我就是梦翰的一个朋友 看不惯他受委屈 帮忙说上几句话而已 哼 我们楚家的家事 还轮不到 你一个万人多嘴 说着 楚五不由分说地 抓起楚梦翰的胳膊 准备强行带他离开 楚梦翰很不情愿 却不敢将心中的不满 说出来 一脸委屈 叶天宇看在眼里 顿时怒了 管你替哥哥不哥哥 一把抓住楚五的手腕 稍稍用力 楚五顿时感觉一股钻心的疼痛 从手臂蔓延到了全身 下得赶紧松开了楚梦翰 臭小子 你敢对我下黑手 楚五低头看自己的手腕 发现被叶天宇抓的地方 竟然出现一大块紫青 咬牙切齿的吼道 就你这小身板 用得着下黑手 听我一句劝 不要再干那些见不得人的脏了 回家好好养养身子 别到时候 楚家到你 这就断子绝孙了 叶天宇撇嘴奚落道 这时 餐厅里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叶天宇这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一脸尴尬的楚五身上 楚五被戳中了心中的痛楚 顿时脸都绿了 你替瞎咧咧啥 老子现在就抽你 信不信 楚五恼羞成怒 叶天宇一眼就看出 他患有不遇之症 楚五结婚都四五年了 老婆的肚子没一点反应 他和老婆偷偷去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 却是他出现了死经 于是 他全国各地请命中医 开了不少的中药 依然没有效果 这件事 楚五从不敢跟人提起 更不敢跟家里人说 家里老爷子是个老传统 一旦知道他不能生育 不但储家遗产 没有自己的份 恐怕连现在 楚风副总职位 都得拱手让出 瞎咧咧 你一天到晚在外棉花素柳 三十不到就得了影集 而且是那种很难生育的死经 我没说错吧 还有 看你戴着结婚戒指都磨损了 结婚有些年头了 有孩子吗 你 大庭广众之下 伤疤被揭 楚五又羞又闹 气得浑身发抖 眼里都能喷出火来 看着楚五又炯又闹 餐厅里吃瓜群众 顿时哄堂大笑 跟在身后的下属虽然不敢笑 不过表情 看起来比哭还难受 我瑞你妈 老子杀了你 楚五怒不可遏 冲上抬腿 踹向叶天宇 楚梦汉眼看楚五要动手 刚想出声提醒 却见叶天宇淡定自若 想到他昨晚分分钟 搞定十几个手持家伙的社会混混 心到自己哥哥 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果然 面对楚五凶狠一脚 叶天宇轻飘飘让过 随手在楚五腿上点了下 楚五一脚落空 没踹到叶天宇 哐当一声 自己来了的大匹叉 栽倒在地 想要爬起来 发现右腿根本不能动弹 气得坐在地上 破口大骂 跟在楚五身后的几名下属愣了下 随即反应过来 丢掉手里的东西 抢上钱 想要帮拳 可是 这些人都普通上班族 连街头的地痞流氓都不如 短短的两秒钟时间 全都跟楚五一样 躺在了地上 想到楚五在家里欺负孟汉 叶天宇想上去 再给他两脚 见楚孟汉一脸为难模样 最终打消了念头 不过丢下一句狠话 以后再敢欺负孟汉 老子 打断你的狗腿 说完牵着楚孟汉的手 昂首走出餐厅 站在车旁 楚孟汉叹了口气道 你 自己打得回去吧 我先回家了 你不用怕 人是我打的 有什么后果我担着 楚孟汉脸上闪过了一抹苦涩 微微摇头 我爸很护短 我还是先回家解释一下吧 楚孟汉是家里的二小姐 上面有哥哥姐姐 身为老妖的她 在家里却是最不受待见 而且 楚五是楚家继承人 现在被揍了 老爸不会就这么算了 只怕连老爷子也 楚孟汉担心家里人怪罪 所以想先回家解释 叶天宇看着女人焦急的样子 叹了口气道 好吧 有什么需要的 随时打电话给我 目送楚孟汉驾车离开 叶天宇陷入了沉思 孟汉很小母亲去世 在家里不受家人待见 还有那珍藏的手帕 正想着 身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叶天宇掏出手机 是林诗英打来的 这时打电话干嘛 让电话响了一会 才接听 喂 你好 好你的头 不会说 又没存我的手机号吧 电话那头 林诗英怒道 随即吃笑一声 再陪哪位美女快活呢 哼 看得挺严实 老子陪孟汉老婆吃顿饭 都想管 叶天宇心里负匪 嘴上却无辜说道 说什么呢 我就在外面逛逛 哼 撒谎 算了 说正事 你马上回来 梁神医找你 梁迅找我 叶天宇嘴里咕噜 随即说道 那你来接我 我没车子 没办法回去 臭犊子 你不会打的 林诗英差点口吐芬芳 心到你不是有美女相车 还要老娘来接你 去死吧 半小时后 叶天宇晃晃悠悠进了总裁室 梁迅正跟林诗英说着话 看到叶天宇进来 赶紧站了起来 一脸恭敬 叶先生 您回来了 免了免了 梁神医找我什么事啊 叶天宇不客气地摆摆手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伸手想掏烟 看到林诗英眼睛瞪着自己 下意识地缩了回去 叶先生 千万别叫我神医 老朽担当不起 梁迅连连作医 不瞒叶先生 老朽确实有事找您 既然您开口 那我就直说了 我一朋友 患上了一种怪病 平时看起来没任何症状 可是一旦发作起来 痛不欲生 问诊了多家医院 都查不出病因 我也给他把过几次卖 也没有发现什么症状 所以 想请叶先生帮忙过去瞧瞧 连你都不行啊 叶天宇有些不幸 梁迅号称梁神医 并非浪得虚名 那一手针灸和把脉 还是有两把刷子 一般的疑难杂症 难不倒塌 实不相瞒 我把过几次卖 根本切不出有什么症状 可是这病又时不时地发作 梁迅苦笑 哦 有这回事 听梁迅这么一说 叶天宇倒是 有些兴趣了 真正的医者听到疑难杂症 都想一世伸手 叶天宇也不例外 叶天宇 你那朋友 平时做什么工作的 望闻问切 是中医诊断的基础 而问 不仅是问症状 还能通过问患者的一些日常饮食 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 了解发病原因 这 梁迅却犹豫了 他清楚叶天宇问这个原因 只是对方的身份 实在不方便说出来 叶先生 病人的身份 老朽不方便说 不方便说就算了 我治病讲究个缘 所以不好意思 恕我不能相助 叶天宇嘴角一扬 挥了挥手 示意梁迅离开 叶先生 虽然我这朋友身份不便明说 可只要治好他的病 您将会得到极其丰厚的报酬 丰厚报酬 那是多少钱 叶天宇故意问 一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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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旁的林诗音 听了暗暗扎舌 这随随便便出手 就是一个亿 如扬什么人物 这么值钱了 叶天宇听了 也是大感诧异 梁神医这位朋友 究竟是何方神圣 出手这么阔绰 不过 他还是摇了摇头 我说过 我治病讲究个缘 不是无缘无故 就给人瞧病的 叶天宇越是这么说 梁迅越对他有信心 眼看叶天宇之摇头 梁迅之道 只有另辟蹊径了 记得在翡翠庄园 林老爷子当场安排 叶天宇和林诗音成婚 当时 自己还很羡慕 自己的漂亮女儿 怎么就没遇上 这个金龟婿 看刚才林诗音 给叶天宇电话的语气 应该能吃得住他 只能找他试试了 虽然 林家 无论人脉还是资源 在卢阳都是顶级的 但若是治好了 自己这位朋友 钱就算了 至少是一个天大的人情 而这个人情 相信一定对林诗音 大有弊意 对此 梁迅很确信 嗨嗨 梁迅咳嗽了两声 走到林诗音跟前 将他拉到一边 低声说道 林总 我这位朋友 是他 听了梁迅的话 林诗音震惊出声 林总 正是他 还请林总劝劝叶先生 麻烦出诊一趟 随我去瞧瞧 老朽不胜感激 梁神医 您千万别客气 不说您亲自来了 就是打个电话 平瞧 在卢阳的面子 也一定会帮忙的 这样吧 一会我陪天宇一起过去 林诗音都没征求 叶天宇的意见 就把事情给揽了下来 哎 老婆 你尊重我 话没说完 就被林诗音打断 哎 什么啊 中午去哪了 回头找你算账 叶天宇反应也很快 既然老婆决定了 你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钱不钱都无所谓 梁老先生的面子 是一定要给的 梁迅原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不曾想林诗音一句话 叶天宇就乖乖答应了 哼 什么世外高人 也过不了美人观啊 心里这么想 面子功夫 还是要做足 只见他深深朝叶天宇居了一躬 叶先生心境超凡 还能心细凡尘 老朽佩服 请受梁某一拜 梁老先生快快请起 我们学艺之人 要济世为怀 圆不圆的 倒是其次了 叶天宇跟梁迅在瞎周 林诗音撇了撇嘴 将手中的车钥匙扔给他 别废话 走吧 如阳市郊 通向龙虎山的公路上 一辆保时捷918缓缓的行驶 副驾坐上 林诗音睡得正香 整个身子慵懒地躺在靠背上 发出均匀的西呼 精致的脸蛋 泛着一抹红韵 叶天宇看得心里有些发热 不得不说 林诗音是一个漂亮到极点的女人 气质高雅 清月出尘 清新简约的套裙 将她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 洁白的脖梗上的天使之类项链 让女人更显娇俏 红润嘴唇一张一合 诱惑 绝对的诱惑 叶天宇有种扑上对着红唇 狠狠微影下的冲动 他骂的 叶天宇不敢看了 再看下去 他怕自己控制不住 真的要扑上去 自己的老婆 天天睡一个房间 红唇都没清过 想想就窝囊 叶天宇心里暗骂一句 没有惊醒灵石鹰 掏出一支烟叼在嘴上 却没有点火 无聊地望着外面的风景 这里人烟稀少 风景秀丽 关键有美人相伴 倒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叶天宇在沉思 只不过他没有注意到 林石鹰淡淡的眼影下 长长的睫毛 轻轻地动了动 这个混蛋 自己都这样了 都不表示一下 真叫人家失望 林石鹰有点淡淡的失落 不错 林石鹰其实只睡了一小会 到了山下的时候 其实已经醒了 林石鹰装睡 就是想看他有什么动作 中午看到叶天宇在 楚梦汗脸上轻浮 忍不住想是不是 老婆 醒了 叶天宇忙把烟扔了 看到林石鹰睁开了眼睛 一脸灿烂到 嗯 到了吗 我睡的时间很长吧 讨厌 怎么不叫醒人家 林石鹰的声音有点发点 神情妩媚 叶天宇看得一呆 脑子一片恍惚 这哪里那个高冷总裁 看你睡得香 没有忍心叫你 正说着 车子来到山脚下一处港哨 港位放了梁迅的车过去 却将保时捷拦了下来 草 究竟什么人物 排场这么大 居然在山脚下 就安排了港位 兄弟 我和梁老先生一起的 我叫叶天宇 叶天宇淡淡地说道 叶天宇 负责港哨的家伙 嘴上搭着话 眼睛却死死盯着林石鹰 考虑怎么搭讪 这位大美女 前面车上的梁迅跑下车 大声喝道 不得无礼 这是给侨公治病的神医 叶先生 港位下得一击灵 赶紧将眼神收回 打开栅栏 公身说道 叶先生 您请 看着保时捷消失在视线外 港位才回过神 尼玛 有这么年轻的神医 还有那美女 二十分钟后 车子开到龙虎山半山腰 一处名为龙虎山庄 龙虎山庄背靠龙虎山 潜江在面前奔腾而过 从风水学来看 有山有水 阴阳适中 是一处绝佳的七夕之地 一看就是经过高明的风水大师指点布局 尤其是门口的喷泉 与天马踏空的格局 刚好可巧妙手扬而震煞 山庄停车场上的劳斯莱斯宝马路虎等等一排豪车 想必居住在这里是为富得流油的富豪 怪不得一出手 就是一个亿 这都是一个人呢 看着面前占地近百亩的山庄 叶天宇问等候在一旁的梁迅 是 梁迅笑着点头 伸手请叶天宇和林诗英进入龙虎山庄 果然是狗大祸 一个人住这么大地方 一路畅通无阻 看得出梁迅跟这里的主人 关系莫密 无论是门卫 还是出出静静的人 见到梁迅都尊称梁神医 而梁迅只是淡淡地点头 最后 来到一处琉璃瓦别墅前 别墅门口站着一位中年男子 正焦急等候 见到梁迅连忙迎上来 梁神医 人请来了吗 梁迅点点头 谢管家 人请来了 谢管家朝三人身后四处张望 疑惑问道 在哪呢 梁迅指着身边的叶天宇道 他就是我请来的叶神医 谢管家一脸愕然 他是叶神医 带着怀疑 谢管家将三人 领进别墅的客厅 这个客厅很大 里面布置的古色古香 光那一套金色楠木椅 就价值不菲 客厅背靠着龙虎山 前面 正对碧波荡漾的前江 风水宝地啊 典型的望龙抱月之事 看来这个别墅的 主人当初 在建设这座别墅时 一定找高人看过 叶天宇当年跟着叶老道 学过一些风水 勘于之术 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不由得暗暗称赞 他不知道 自己要医治的这位神秘人 能够屹立如羊巅峰 几十年而不到 这风水也占很大方面 帝氏连着气韵 气韵关系着人运 运气 运气 其实人和气韵是紧密相连的 反正叶老道说得很玄妙 神神叨叨的 叶天宇只是一只半解 这边 谢管家跟梁迅低声交流了一番 对叶天宇和林诗英点头示意 朝客厅后进走去 刚刚那位是 叶天宇眯着眼 看着谢管家背影问梁迅 虽然只是瞧了几眼 叶天宇就发现 这位谢管家是一个高手 还是达到了相当境界的高手 这样境界的高手 放在江湖上 足以做一方雄主了 他叫谢平 是这里的管家 梁迅解释道 管家 能让这样的高手做奴才 这主人不简单 叶天宇暗自赋匪 过了一会 谢管家从后面走了出来 客气说道 老爷有请 谢管家在前面领路 在后进的一扇门前 小心翼翼对里面说道 老爷 客人到了 请进 随着一道威严声音传出 谢管家推开门 带着三人走了进去 这是 一间宽敞的书房 家具 银帘 牌匾 书画对称摆设 一切都显得严格有序 中规中矩 一位穿着金落银之纹宝蓝色糖装 头发花白 一脸威严的老人 站在太师以前 目光炯炯看着来人 虽然 林诗音是土生土长的卢阳人 但也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威震 卢阳几十年的卢阳总瓢把子 道上尊称乔公的天地堂龙头 乔云鹤 乔云鹤白手起家 一手创建天地堂 经过几十年的打拼 现在手下帮众有上万之多 稳坐卢阳道上的总瓢把子 跺一跺脚 卢阳地界都要颤上三颤 叶天宇不知道这位乔公是何方神圣 但看了眼老人粗糙的大手 心中顿时了然 怪不得谢管家这样的高手 甘当奴才 乔公 林诗鹰尊敬地喊道 他是 乔云鹤看向梁迅说道 老梁 你给我介绍下两位 乔公 这位是天威集团总裁林诗鹰林总 他是 原来是镇南兄的孙女 怪不得有这般气质 名门之后 老人打断梁迅 接口道 这位 想必就是 你说的夜神医 乔云鹤对林诗鹰 那是真的称赞 如扬商界才女 不是白给的 说到叶天宇 口气却是带着一丝怀疑 毕竟一个二十出头的矛头小子 被称为神医 任谁都不会相信 叶天宇当然也听出了 却不介意 他看了眼面前的老人 轻描淡写地说道 这位乔公 手掌粗糙 竟是老批老姐 你的铁砂掌 应该练到外加最高境界了吧 乔云鹤见叶天宇 一眼便说出自己的家底 心里一惊 这年轻人不简单 顿时收起轻视之心 乔云鹤呵呵一笑 不无得意道 这位小兄弟 慧眼如炬 我这祖传的铁砂掌 练了有四十几年 嗨嗨 说完剧烈地咳嗽起来 赶紧将手帕捂着嘴 还是止不住咳嗽 练铁砂掌 双手要不停地 在铁砂中抓拿 拍打 戳击 年身越久 必定要吸进大量的铁砂粉尘 淤积在肺部 我看你的肺牢 已经非常严重了 铁砂掌 外练筋骨皮 却伤了五脏六腑 年轻的时候到无所谓 老了身体肯定要垮掉 历来单练外加全的 老了免不了要落得的瘫痪 叶天宇侃侃而谈 不过 我看乔公的面色 你身上的病症 不像是练铁砂掌引起的 叶天宇注意到乔云鹤 虽然用手帕捂着口鼻 依然咳嗽不止 连身子都可勾楼了 手帕上还伴有咳出的血丝 刚才 站在那里威严的表象 一扫而空 这一刻看起来垂垂牢蚁 梁迅在一旁道 叶先生说得极是 我给乔公把过脉 乔公虽然练习铁砂掌 很伤劳肺 非与现在的病症 却不相符合 我 叶天宇摆了摆手 打断了梁迅 羞羞 鼻端秀了秀 他闻到一股浓郁的中药味 乔公 他在喝中药 我观乔公咳嗽不止 而且伴有呼吸急促的症状 这明显是外感风热 所导致的肺气失去倾诉 气到不畅引起的 梁迅解释说道 乔公的脉象 也是这个症状 便给乔公配了 几副中药再喝 梁老先生说得不错 的确 表面上乔公的病症却是这些 不过我要问一句 既然是风热引起了咳嗽 这样的小病 乔公为什么会咳到吐血 和静弯性疼痛呢 还有 你配的前壶 结梗 橘皮 百步等中药 的确是治疗风热咳嗽的良药 没有问题啊 说得梁迅连连点头 叶天宇的一席话 也说到乔云鹤的心砍上了 他虽年过七十 但身体一直硬朗 说得直白一点 应付自己如狼似虎年纪的太太 一点都没问题 可这次的风热咳嗽 让他强健身体 急速下降 这些天更是越来越严重 咳嗽不止 伴随着呕血 和静弯性疼痛的频率 也在增加 然而 乔云鹤四处求一 都未能找到对症 还以为自己的大限到了 现在听叶天宇这么一说 乔云鹤也觉得是有蹊跷 乔云鹤已经不敢小看叶天宇 本就勾楼的身子向下弯了弯 说道 请问叶先生 是否看出老朽的病因 叶天宇没有回答 而是绕着房间走了一圈 走到床头鼻息间 闻到一股淡雅幽香 见床头柜上 摆着一个精致花瓶 里面插着盛开的波斯菊 心头一动 上前用手拨弄了一下 仰头想了想 然后 转过身仔细打量起乔云鹤 叶先生 你这是乔云鹤被盯得有些不自在 乔公 请把你的手伸出来 让我看看 叶先生 你发现了什么 乔云鹤是人中龙凤 从叶天宇深邃的眼神中 猜到他一定是 发现了什么 毫不犹豫地 将手伸到叶天宇的面前 叶天宇掏出金针 刺破乔云鹤的指尖 然后翻了翻他的眼皮 沉声道 乔公 你中毒了 中毒 乔云鹤大害 脑门顿时冒出冷汗 惊道 我怎么会中毒 谢管家更是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要知道乔云鹤的饮食起居 一直都是他一手安排 若真是叶天宇说的 乔公中毒了 自己岂不是最大嫌疑对象 梁迅听了这话 脸上满是疑云 叶先生 乔公身体我检查过多次 没有一点中毒征兆啊 怎么会是中毒了呢 梁迅很推崇叶天宇的医术 但这次却不认同 乔云鹤身上没有丝毫中毒的迹象 叶天宇没有解释 仰起头 头脑中搜索哪一种毒药 无色 无味 无嗅 还能使人胸闷嗷血 伴随着竞篮 想来想去 诸般毒药都不相符 然后 在房间里转起圈子 一屋子的人都在看着他 不知道他到底在找什么 乔天宇再次走到波斯局前 狠狠用鼻子嗅了嗅 问乔云鹤 乔公 这波斯局谁放的 放多久了 啊 乔云鹤没明白 叶天宇问这话的意思 他也没注意这些小细节 看了眼旁边的谢管家 这菊花是庸人王妈放的 他看乔公房间药味太重 特意摆一束花冲冲味道 也没放多少天 谢管家有些蹊跷地回道 乔公 是不是这菊花摆了之后 您的咳血和静蓝性疼痛加重吗 叶天宇盯着花瓶中的波斯局 问道 这倒是没注意 只是感觉这些天 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乔云鹤对叶天宇预感惊奇 从他的问话能看出 这年轻神医应该是发现了什么 叶先生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梁迅感到奇怪 为什么叶天宇对这束波斯局这么感兴趣 这不就是普通的菊花吗 谢总管紧皱着眉头 他在努力地思索 哪里出了过错 乔公吃饭不怎么讲究 平时和自己的饮食并无二致 怎么单单就他中毒了 等于等于等于第47章 天地令等于等于等于 乔公 日常都做些什么 叶天宇问 平时除了会会客 吃饭 练练拳脚 哦 对了 剩下时间还看点书 乔云鹤指着靠窗边的办公桌说道 叶天宇顺着乔云鹤所指 朝办公桌走去 办公桌上摆了一些书和笔墨 清清爽爽的 众人也都跟着他走到办公桌前 不知道他要干嘛 叶天宇推开办公桌前的窗户 一股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 夹杂着一股檀香之气 闻之精神一爽 朝窗外看去 窗外是一个打理精致的花圃 里面栽种着各种各样名贵花草 其中一小片兰花般的花草 格外瞩目 花着白色 香气优雅 叶天宇指着窗外的花圃问 这些灵芝兰是谁弄的 谢总管 这叫灵芝兰吗 我都不知道这花的名字 也不知道王妈从哪弄的 栽在花圃里 这花开放时清香扑鼻 还有一股檀香味 花朵洁白如玉 乔公也很喜欢这味道 檀香味 灵芝兰带有檀香味 灵芝兰出自雪域高原 洁白如玉 清香芈月 素有花中 圣女的美名 怎么会有味道浓烈的檀香味 在华山莲花峰 她闻惯了灵芝兰芝的香味 怎么和这香味不一样 带着疑问 叶天宇领着众人走出别墅 来到花圃前 蹲下身子 仔细端向起灵芝兰 越是靠近 鼻端的檀香味越来越浓 叶天宇愈发好奇 她伸手拨弄了几下灵芝兰 这一波发现之夜下 居然长着几株低矮的淡紫色小花蔓 但隔着一段距离 仍旧闻到了小紫花 发出浓醉的檀香味道 叶天宇示意众人退后 平住呼吸 伸手取出随身金针 挑了少许 然后将金针触及在紫色的花瓣之上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紫色的小花 瞬间改变了颜色 由紫色慢慢变红 然后从红变为粉红 粉红色又逐渐变淡 最后完全成为白色 众人看到这令人惊奇的一幕 情不自禁地依了一声 梁迅走过来 想要询问 叶天宇做出了一个手势 制止了梁迅上前 他又在花丛中搜索了一阵 方才直起身 来到乔云鹤身边 乔公 罪魁祸首找到了 乔云鹤满脸都是疑云 什么罪魁祸首 乔公 你看 叶天宇指着花谱 这种小紫花 叫罪鲜曼陀花 本身是一种极为珍贵的药草 具有安神催眠的作用 主要生长在波斯高原绝壁上 但罪鲜曼陀花有毒性 一般情况下不会挥发 对人没什么伤害 可是 罪鲜曼陀花 一旦与波斯菊的香气混合在一起 就会发生化学反应 毒性快速挥发 尤其是清晨和晚上的时候最浓烈 罪鲜曼陀与波斯菊混合形成的毒 还具有极强的隐蔽性 依附在人体血液内 就算现在的医学高度发达 也很难被诊断出的 下毒之人将罪鲜曼陀花 偷偷种在乔工的窗外 然后屋内再摆上一捧波斯菊 这种下毒手法 的确精妙至极 真的是好心机 叶天宇说着 看了下谢总管脸色 谢总管下意识的一击灵 暗自发出 妈的 不会是怀疑我吧 谢管家 你经常出入乔工的房间 也被罪鲜曼陀毒感染了 梁迅身为一代中医大家 听了叶天宇的介绍 感叹道 世上居然会有这样的毒花 还有这种投毒手法 真的让老朽长见识了 旁边的林诗英听了 感觉像听天书一样 看着脸上稍显稚嫩的叶天宇 暗自猜想 这毒子 在山里都学了些啥 叶天宇看了眼脸色惨然的乔云鹤 最先曼陀之曼很小 又刻意隐藏在林芝兰里面 不拨开这些林芝兰 谁也不会注意 我如果不是觉得这林兰芝 香味有些奇怪 也不会发现这最先曼陀的 还有 最先曼陀一般适合 在波斯高原生长 别的地方很难存活下来 这人能偷偷将它移植到这里 是需要精心打理的 这花谱谁打理 王妈 谢管家惊呼道 王妈没事 喜欢在花谱里盗弄这些花草 一定是她 王妈现在在哪 叶天宇问 乔公出事后 王妈跟我说 家里出了点事回去看看 我看乔公需要人照顾 想挽留他 却不想三天前 他留了一封信 然后不辞而别 这是一定是他干的 谢管家一脸恍然 乔云鹤脸色铁青站在旁边 一言不发 这个王妈是他亲自招聘的 在龙虎山庄都工作了好几年 平时沉默寡言 做事踏实勤快 还烧得一手好菜 对自己的照料挺贴心的 想不到 知人知面不知心 乔云鹤暗自叹息 叶先生 现在找到了病根 这醉仙曼陀的毒怎么减 谢管家眼巴巴地问 叶天宇对谢管家道 醉仙曼陀有毒 但解药也在他身上 他的根筋便是解药 你找把花铲来 把它挖出来 谢管家答应一声 很快便拿来一把花铲 叶天宇小心翼翼 将醉仙曼陀连根挖起 醉仙曼陀花 看起来很小 可是根筋却很大 土下的囚精 更是色翅如火 叶天宇取出根筋交给梁迅 交代他用榨汁机 把根筋榨汁 然后建一个石秤 再给乔云鹤和谢管家和下 一行人回到书房 叶天宇让乔云鹤在沙发上躺下 抛出五根金针 在乔云鹤的气海 河谷 太冲 杨拳和梁秋五大学位 分别扎下 下一刻 乔云鹤狂呕 一口口粘稠带血的浓潭喷出 里面还夹杂着密密麻麻的小黑点 污浊不堪 然后扎破他脚趾间 放出一些毒血 等到梁迅将要煎好 叶天宇亲自将解药 给乔云鹤喂下 随着解药喂下 营绕乔云鹤多日的咳嗽 脚腾顿去 随之精神一振 乔云鹤翻身下床 对叶天宇深深一拜 叶老弟 多谢你救了老父一命 请受老父一拜 乔云鹤对叶天宇愈发亲热 称呼也从小兄弟到叶先生 现在更是称呼叶老弟 叶天宇急忙将弯身的乔云鹤扶起 笑道 乔公 您的大礼 我可担当不起 救命之恩 这是天大的恩惠 怎会担不起 不管怎么说 老夫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刚才有慢待的地方 还请叶老弟 不要放到心里去啊 乔公 您是我的前辈 我怎么敢往心里去啊 从乔云鹤刚才称老爷子郑南兄 可以看出 他与老爷子的关系不错 自己称呼他前辈 也不为过 乔云鹤心情激动地 从唐庄里 拿出一张银行卡 叶老弟 之前我说过 谁能治好我的病 诊经一个亿 做人要诚信 这笔诊经 请老弟务必收下 乔公 万万不可 既然你跟爷爷交好 就是我们的长辈 给长辈看病 怎么还能收您钱呢 没等叶天宇说话 林诗英自作主张 将乔云鹤手里的卡 给推了回去 叶天宇也坚决不受 眼看两人态度坚决 乔云鹤只好将卡收回 说道 叶老弟 江湖上有句话 叫做知恩图报 我乔云鹤别的没有 手下有上万弟兄 只要叶老弟有需要 随时可供你驱使 这话叶天宇倒没什么感觉 林诗英心中却是大喜 天威集团能有 卢阳 总嫖把子做后盾 有些事情方便多了 虽然如此 乔云鹤仍然感觉过意不去 想了下 对谢管家吩咐 将我的天地令拿来 谢管家答应一声 不一会 拿着一张黑色牌子 走了进来 乔云鹤 接过地给叶天宇 叶老弟 这天地令我乔云鹤令牌 天地令出现 如我清零 这牌子 请老弟务必收下 这次 叶天宇没有推辞 凯然笑纳 很快 梁迅将煎好的送过来 乔云鹤与谢管家分别喝下 这醉鲜曼陀根精 果然有作用 两人喝下后 叶天宇替两人把脉发现 残存的毒性 已经微乎其微 病痛驱除 乔云鹤心情大好 吩咐手下安排茶糕点 请三人喝茶聊天 这时 叶天宇却放下了茶杯 冲乔云鹤淡淡道 乔公 你的这位兄弟 都站这么久了 是不是也该让他出来喝杯茶 温言 乔云鹤的眼里 爆出一道精芒 转瞬即逝 他意味深长地 看了叶天宇一眼 转身说道 阿颖 既然叶老弟都说了 你就出来和大家见见面吧 梁迅和林诗英 听得莫名其妙 瞪大眼睛看着乔云鹤身后 然而什么也没发现 过了一会 两人惊讶地看到 一团模糊的身影 从墙角慢慢走出 随着他前进的步伐 整个身躯 渐渐变得清晰 长长的黑发 遮住了来人的大半张脸 直露出一只冰冷眼眸 和一张单薄苍白的嘴唇 林诗英感觉像见了鬼 吓得往后痒了痒 靠到叶天宇的怀里 梁迅同样惊骇不已 他们这些人在房间里 待了足有一两个小时 却根本不知道 有个人一直在暗处 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样的感觉 实在是太甚人 梁迅和林诗英不知道 叶天宇从进这个书房 就感觉到了 只是没有点破 他先要看看这位乔工想做什么 其实 叫阿尹所做的 不是普通的障眼术 而是一种极其高深的隐匿之术 阿尹将内进外放 以巧妙的方式 扭曲周遭的空气 从而让光线折射 达到阻挡他人视线的目的 说直白点 就好比人的身体周遭 贴了一层车窗上的太阳膜 车外面的人 根本看不到车的里面 再调整呼吸 保持安静不动 除非恰好撞上 否则就连一些外加高手 都不能洞察阿尹的存在 更别提梁迅和林诗英这种 对武学一无所知的人 阿尹走了出来 站在叶天宇的对面 死死盯着他 原本冰冷的眼神 开始有了变化 越是打量叶天宇 他的眼神变得越炽热 乔云鹤笑眯眯地说道 阿尹 难得见你有如此强烈的战役 是不是想跟叶老弟切磋两招 虽然 叶天宇没有出手 但他刚才一眼看出 乔云鹤的功夫路数 以及缺陷 乔云鹤便知道 这年轻人 绝对是个高手 学武之人 遇到高手 难免有些寄养 想一较高下 只是自己身份在那摆着 不方便出手 既然阿尹有此战役 乔云鹤也想借此 一窥叶天宇的身手 阿尹没有说话 用力点点头 眼睛里瞬间 迸发出浓烈的战役 然而 叶天宇却摇头说道 我没兴趣 乔云鹤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叶天宇 拒绝得这么干脆 于是 不动声色地问 叶老弟 不想露一手 叶天宇淡淡道 他不是我的对手 乔云鹤看了一眼阿尹 阿尹的眼神没有丝毫变化 试过才知道 阿尹的声音沙哑 似乎很久没有说过话 有些声色 乔云鹤心中的兴趣更加浓厚 能从一向自负的阿尹嘴里 听到这样没有把握的话 还是第一次 看向叶天宇的眼神里 乔云鹤更多了一丝欣赏之意 乔云鹤呵呵笑道 那就试试吧 林诗英悄悄拽了拽叶天宇的衣服 示意他不要答应 这个鬼魅般的阿尹 他看着就觉得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 他不想让叶天宇冒险 叶天宇轻轻拍了拍他的手 微笑道 放心 没事的 梁迅不了解叶天宇的身手 但阿尹是乔公的贴身护卫 功夫自不必说了 赶紧开口道 乔公 我看算 乔云鹤摆了摆手 老梁放心 他们只是切磋 不会有事的 梁迅在看叶天宇 见他一脸淡然 无奈 只得退到一旁 就在这时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躁动 只听着一个无奈的声音传来 小师妹 你真的不能进去 一道娇俏蛮横的声音 呵斥道 我要见我爸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老头 开门啊 你身体好些了吗 你在里面干什么呢 我就要进去 我看谁敢拦我 门外一道祈求的声音传进来 师父 怪不得我呀 我实在拦不住了 小师妹拧着我的耳朵呢 我没办法 我开门了啊 然而 门外却是另一番光景 一名年轻弟子 贴着门大呼小叫 戴着黑色棒球帽 黑色夹克 卡着墨镜 一身狂野的乔铃 站在他旁边贴着门 悄悄地聆听里面的动静 随后 两人舌个眼色 年轻弟子挤眉弄眼 示意现在他能进去了 乔铃推开门 蹦蹦跳跳地冲了进来 进入书房 他发现里面坐着不少人 吐了吐舌头 毫无顾忌地走到乔云鹤身边 摇着他的胳膊 老头看你脸色红韵 精神不错呀 正好我有事跟你说 乔云鹤老脸一阵尴尬 这丫头太不懂事了 这里都是外人呢 这老头老头的 是在外人面前叫的吗 他老来得女 把乔铃宠溺的不行 就插上天摘星星了 咳嗽了一声 乔云鹤柔声道 爸现在有点事 你先出去一会儿 回头咱们再说 好不好 不好 叶天宇坐在乔云鹤旁边 面对着阿姨 乔铃进来的时候 只看着乔云鹤 根本没有注意旁边其他人 如果他看见了叶天宇 一定认出这个身材挺拔的青年 正是自己心心念念要找的那个人 乔铃拉着乔云鹤的胳膊 开始撒娇 乔云鹤看着这个最宠溺的小女儿 无奈地说道 好吧 你说说有什么事 老头 你答应我好久了 要给我买一辆超跑 过几天就是我生日了 我答应同学 到时候一起去九龙湾飙车 老头 你什么时候给我买 乔铃摇着乔云鹤的胳膊 撒娇道 乔云鹤笑呵呵说道 别摇了 把这身老骨头 都快被你摇散了 过几天就是乔铃18岁生日 乔云鹤曾经答应过他 等生日那天 给他买一辆超跑 作为礼物 这段时间他身子不舒服 就把这事给忘了 好了好了 铃儿 我答应你 过两天陪你去买 我现在有点事 你先出去好不好 乔铃听到老头 答应过两天 就去买车 便松开了胳膊 一双灵动的大眼睛 四处看了看 一眼就看到 乔云鹤的贴身 护卫阿颖 标枪一般地站在那 阿颖的眼神像冰刀一样 射向他对面的人 顺着阿颖的目光 乔铃儿好奇地望了过去 下一刻 乔铃儿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他怀疑地向前走了几步 这一下 他看得更加清楚了 对面的男人 不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 那位会点穴的小哥吗 乔铃儿的脑子一阵轰鸣 呆呆地站在那 就像一台运行中的电脑 突然死机 所有的一切 包括他的动作 他的表情 他的思维 都在瞬间定格 铃儿 爸爸说话算话 最多两天就 乔云鹤对女儿说道 却发现女儿根本就没在听 眼睛直愣愣盯着前方 再看女儿的脸上表情 乔云鹤不由得大感奇怪 不仅是乔云鹤 书房内所有人都觉得奇怪 这疯疯癫癫的丫头怎么了 叶天宇从乔铃儿进门时 就认出 是那天跟踪自己的古怪精灵女孩 没想到是卢阳总嫖 爸子乔云鹤的宝贝闺女 怪不得出门 跟着两个保镖了 叶天宇知道 乔铃儿一定会认出自己 但乔铃儿这么大的反应 却让她始料未及 见乔铃儿 痴痴傻傻地看着自己 叶天宇冲她笑了笑 叶天宇的笑 让乔铃儿瞬间恢复过来 啊的一声 发出激动万分的尖叫 是你 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回过神的乔铃儿 激动地来了个灵魂三问 这些天 她逼着自己的两个傻逼保镖 在卢阳四处寻找 却没有任何的线索 就在她想要放弃的时候 这个男人却神奇地出现在自己眼前 这是真的吗 老头 这是真的吗 你告诉我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你掐我一下看疼不疼 乔铃儿 扎起乔云鹤的手 伸出胳膊 听着女儿的胡言乱语 乔云鹤倍感无奈 自己这个宝贝女儿 整天没个正行的 也不知道她什么意思 正敢疑惑 却见乔铃儿自己 狠狠掐了自己的胳膊一把 这是真的 我不是在做梦啊 老头 你告诉我 这不是梦 乔云鹤被乔铃儿稀里糊涂的行为 弄得纳闷不已 勉强应了一声 丫头 这本来就不是梦啊 乔铃儿激动地 跑到叶天宇面前 上上下下 前前后后 仔细地打量着她 像发现宝藏一样 不了解情况的人 一准会以为这女孩忽然发颠了 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叶天宇 情不自禁地给了她一个微笑 乔铃儿倒吸一口凉气 叶天宇笑道 你好 好久不见 乔铃儿痴呆道 是啊 你让我找得好苦 乔云鹤见乔铃儿发吃的模样 大感尴尬 向叶天宇介绍 我女儿 乔铃儿 叶天宇见没一条 乔小姐好 之前众人大惑不解 如今看到乔铃儿这模样 隐隐约约知道怎么回事了 看乔铃儿疯癫的样子 梁迅哑然失笑 不过并不奇怪 这丫头什么疯癫事都做得出来 林诗铃也看出乔铃儿对叶天宇的亲密 乔铃儿那副痴呆表情 就算是瞎子也看得出来 一瞬间 林诗铃胸中猝意涌出 她狠狠在叶天宇的腰上掐了一把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用只有两人听到的声音 说道 看不出啊 你魅力不小 说说吧 怎么勾搭上人家小女孩的 漂亮是漂亮 可还未成年吧 你怎么下得了手 林诗铃一脸灿烂 可是话里浓浓的醋味 叶天宇怎么会听不出来 叶天宇知道 老婆吃醋了 朝乔云鹤一抱拳 乔公 你的病我看过了 回头我给你写一个方子 你照着这个方子吃药 对治疗你的肺牢 大有好处 诗铃还有些事 我们就先告辞了 乔铃儿听到叶天宇要走 自然不答应 自己费了好大力气都没找到她 好不容易出现 再消失了怎么办 于是一把拽住叶天宇的衣精 眼巴巴看着乔云鹤 罢 虽然只有一个字 乔云鹤岂会不知宝贝女儿的心思 笑道 叶老弟 老夫这命是你救的 你怎么也得 让我表达一些谢意吧 还有 老夫与你投缘 我这里珍藏了一批好酒 咱们今天一醉放秀 说着 看了眼的林诗鹰 小林总 你不会不给老夫面子吧 龙虎山庄 宴会厅 乔云鹤跟叶天宇喝着酒 聊起功夫 甚是投缘 梁迅 谢管家和阿颖在一旁作陪 贴身护卫阿颖现在知道 叶天宇刚才的话并不是妄言 就凭大小姐所言 轻浮学道 她就万万不能自己与之对决 只会自取其辱 阿颖与谢管家都是江湖出身 喝起酒来豪爽无比 梁迅算半个江湖人 喝酒也不含糊 英雄西英雄 这些江湖 豪客凑在一起喝酒 痛快 几瓶白酒下肚 能聊的就更多了 林诗鹰与乔林 看着这些大男人 意气风发的痛快喝酒 只能乖巧地坐在一边 乔林从林诗鹰那里 得到叶天宇的联系号码 心中无比雀跃 九至三巡 乔云赫问道 叶老弟 这么好的功夫 在天威做什么工作 叶天宇呵呵一笑 说道 保安 啊 乔云赫吃惊地看了眼林诗鹰 眼神中带着你不是在糟蹋人才吗 林诗鹰被看得一脸尴尬 解释道 只是暂时的 乔云赫点点头 对叶天宇道 不知道叶老弟有没有兴趣 来帮我做事 年薪 职位有你定 乔林儿神情期待地看着叶天宇 很希望他能够答应下来 这样 自己就有更多的机会 待在他的身边 叶天宇沉音片刻 说道 乔公 感谢你的厚爱 不过恕我直言 您的这妙小了一点 桌上的人的脸色都变了变 好大的口气 阿尹啪的一声 将酒杯一摔 力声喝道 放肆 乔云赫却不以为意 一脸淡定 叶天宇看着阿尹 我知道你 一直想跟我过两招 好 我给你机会 来 阿尹借着酒敬 很想与叶天宇比试一番 叶天宇看向乔云赫 问道 乔公 阿尹在你手底下 算是顶尖的了吧 乔云赫点点头 他也很期待 见识一下叶天宇的身手 眼见为实吗 叶天宇继续说道 我知道空口说白话 没有说服力 那我就跟阿尹过一招 大家这才知道 叶天宇想和阿尹切磋一下 以证明自己的实力 让乔云赫相信 拒绝乔公的邀请 自有道理 乔云赫颇感兴趣地说道 好好好 高手过招 一招足矣 谢管家也睁大了双眼 生怕错过每一个细节 他很少看到过阿尹出手 对于他这样过去 也是一方豪强 高手过招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乔林儿丝毫不担心 叶天宇那鬼魅般的身手 在他心中 已是神异般的存在 他知道阿尹很厉害 但绝对不是叶天宇的对手 只有林诗音的神情 有些紧张 虽然他见识过叶天宇的实力 但对鬼魅般的阿尹 到底什么身手 他却不清楚 阿尹冷哼一声 我一身功夫 都是杀人的招数 不是用来表演的 叶天宇淡淡一笑 你可以尽情施展 没有任何限制 但只能出一招 行 阿尹缓缓伸出双手 张开又握紧 伸缩之间 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 叶天宇淡定自若地 站在阿尹面前 阿尹眼神一寒 闪电般上前 右脚猛一蹬地 身体向左凝转 他的身体爆发出巨大的气静 又全呼啸着 朝叶天宇的面门而来 叶天宇的身体轻飘后仰 左手击中阿尹的手腕 阿尹拳头前进的路线 顿时一偏 距离叶天宇耳边两寸而过 随即手腕一抖 一把血量的匕首 飞快滑至掌心 反手朝叶天宇后颈扎下 叶天宇没有回头 背后仿佛长了眼睛一般 左手再次移动 两根手指牢固而精准地 夹住了匕首 与此同时 叶天宇右手两指并拢 直接戳向阿尹的双眼 阿尹竭力拦截 叶天宇同样一抖手腕 林巧地绕过封锁 转而张开五指 卡住阿尹的喉咙 此时 阿尹手中的匕首 距离叶天宇的脖子 只有不到半公分的距离 高手过招 也就是一眨眼的事 林诗音和乔林 只看到阿尹忽然冲过来 下一秒 就看到叶天宇的左手夹着匕首 右手卡住了阿尹的脖子 两个人都站在原地 若雕塑一般 乔林瞪大眼睛 这就完了 乔云鹤率先鼓起掌来 鹤道 好 阿尹 你退下 谢管家与乔林 也跟着鼓掌 与乔林 纯粹为了叶天宇鼓掌不同 谢管家这样的江湖高手 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虽然只是一招 却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 隐藏着莫大的凶险 阿尹松开匕首 沉默退下 接下来酒宴继续 乔云鹤与叶天宇只喝酒聊功夫 不再提招揽之事 众人也很有默契 仿佛这事并没有发生过 这场晚宴持续到晚上九点多 叶天宇与这些江湖豪客 也不知道喝了多少酒 只看见地上堆满了酒瓶 临时音累了一天 早就坐到旁边沙发上 打着哈欠等着 见此情形 叶天宇站起来告辞 乔云鹤也喝得有些过量 便不再挽留 乔林儿尽管万分不舍 却只能干瞪眼 看着叶天宇离开 叶天宇 叶天宇走出门口 就听到乔林儿在背后喊他 回头看去 只见乔林儿翘立在门口 一脸倔强 我是不会放弃的 你必须教我功夫 好 叶天宇敷衍地点点头 直到叶天宇的车子 消失在道路的尽头 乔林儿才回过神来 一回头 发现乔云鹤就站在身后 一瞬不瞬地盯着自己 吓了一大跳 老头 你干嘛 吓死我了 丫头 看上人家了 乔云鹤意味深长地问道 自己宝贝女儿的性格 他自然清楚 一般公子哥 他根本看不上眼 以至于到现在 还没谈过恋爱 今晚的表现 异乎寻常地反常 下一瞬 乔林儿翘脸一红 根本不敢看乔云鹤的眼睛 和叶天宇虽然才见一次面 但叶天宇独有的侠视气质 已经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 他逃不掉的 乔林儿抬起头认真说道 翡翠庄园别墅 林时音穿着睡衣 抱着笔记本电脑 坐在床上处理邮箱里文件 似乎显得很头疼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 不妨跟老公说啊 不 林时音下意识抬起头 想要说不需要 只见叶天宇刚洗完澡 穿着一条大裤衩 从洗浴间走了出来 古铜色的肌肤 精壮匀称的身材 还有显眼的六块腹肌 他看到这一幕 翘脸不禁刷一下脸红了 该死 这家伙身材这么好 呸呸呸 瞎想什么呢 林时音心中暗骂自己 喜欢啊 喜欢也没用 是你说咱们假结婚的 现在再想得到我 那可要看你本事了 不过 进水楼台先得月 你妈 机会还是很大的 叶天宇洋洋得意说道 无耻 林时音啪的一声将电脑合上 休脑道 以后在家里 不准这么穿 嫌我穿得太多 那我把裤衩也脱了 你去死 叶天宇 黑黑一笑 不再和他耍平嘴 铺好地铺躺下 正准备睡觉 一个枕头忽然砸来 重重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关灯 我要洗烁 林时音气鼓鼓地在床边站着 自从看到叶天宇和楚梦翰出去 他看叶天宇就没了好脸色 现在更像是吃了枪药一样 随时处于爆发的边缘 叶天宇看了看他 懒得搭话 伸手关了卧室的灯 哼 说说吧 中午和梦翰出去干嘛 林时音坐在床上一边换衣服 一边审问叶天宇 呵呵 你都知道了 和美女出去 还能干吗 叶天宇闭着眼睛 懒洋洋说道 就你 孟翰会看上你吗 癞蛤蟆 还想吃天鹅肉 叶天宇越是这么说 林时音反而不信 不信就算了 叶天宇不想跟他多费口舌 反正你都看到了 啪 又一个枕头 砸在叶天宇的脸上 无耻 连我闺蜜你都打 第一 我们之间有约法三章 互不干涉 第二 我没随便打你的闺蜜 她遇到了困难 我再帮她 叶天宇无奈地回道 还不承认 在车上还摸人家的脸 很滑很舒服吧 你和乔林儿 又是怎么回事 林时音吃笑一声 看不出来啊 你个土包子 还是个多情种 终于 叶天宇受不了林时音 阴阳怪气地说话 抬手打开了卧室的灯 坐了起来 手上拿着睡裙 只穿了内衣的林时音 顿时发出了一声尖叫 双手捂住了自己胸口 臭流氓 你 叶天宇上前一把抓住林时音的胳膊 不由分说地将其压在床上 紧盯着她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道 楚梦汉 我纯粹是在帮她的忙 至于那个乔林儿 更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是我最后一次说 你也别考验我的耐心 明白吗 两人的脸相距仅仅几厘米 林时音能清晰听见 叶天宇粗重的喘息声 翘脸飞红 心中小鹿乱撞 也不敢再像刚才那样说话了 林时音 我来卢阳 是来给老爷子看病的 没想过和你结婚 只要你能说服老爷子 我随时离开 本来咱们 就是假结婚 我们之间屁关系没有 还有 你以后在我面前 收起你那大小节的臭脾气 我叶天宇不吃那一套 你最好别把我给惹火了 叶天宇霸道地发泄着自己的不满 等他把话说完 却发现身下的林时音 正在眼神迷离地看着自己 那如果 孟汉喜欢上你了 怎么办 林时音咬了咬嘴唇 不敢只是叶天宇的目光 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是我跟他之间的事 用不着你操心 松开了林时音的胳膊 叶天宇又躺回自己的地铺 眼神复杂地看了叶天宇 足足有两分钟 林时音才缓缓坐起身 这次 他没有让叶天宇关灯 红着脸拿起睡裙 静止走向了卫生间 等他洗漱完毕出来 发现叶天宇已经睡着了 发出轻微的憨声 躺在在床上的林时音 看着距离自己几步之遥 嘴里喃喃说着 梦话的叶天宇 这种感觉 很奇妙 这一夜 林时音睡得很踏实 梦里都是叶天宇裸着半身的模样 六块腹肌清晰可见 一日 天威大厦 叶天宇跟在林时音身后 看着摇曳生姿的背影 这女人 简直是霍国殃民的主 昨晚害的老子 差点就沦陷了 进入前厅 一个戴着眼镜的技术男 拦住林时音 林总 有件事要跟你汇报一下 林时音看了一下表 淡淡说道 我还有个会 最多给你三分钟时间 叶天宇看到这一幕 悄然躲了起来 老婆在谈工作 自己瞎掺和个啥 老子找自己的乐子去 三分钟之后 林时音回头一看 发现叶天宇 已经不见了踪影 四下寻找之下 终于看到了 这独子的身影 前台的妹儿 小脸红红的 伸着小手 被叶天宇握着 叶天宇嘴中 嘖嘖有声 离得远 听不清 这独子说什么 不过 不用想 也不是什么好话 走近 就听到这独子 正一脸煞 有介事的说着 妹儿 这条是爱情线 中间出现了断条 意味着你的爱情 注定要起波折 啊 这样啊 妹儿惊呼道 没事 你的爱情虽然有波折 但是 你这手 长财啊 所以说 你一定会一个 有钱的老公 让你掌管钱财 叶天宇揉捏着妹儿 柔软的小手 嘿嘿笑道 真的 妹儿羞答答的 但是 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叶天宇正说的 眉飞色舞 一只白皙手掌 伸到面前 能不能给我也看看 这手漂亮啊 叶天宇眼睛一亮 手指纤细修长 手掌白皙如玉 不过 这声音 怎么有些耳熟呢 老 老婆 叶天宇甘笑一声 妹儿一脸羞涩地抽回手 恭敬地叫了一声林总 上班时间 不许讨论无关工作的问题 林诗音看着面 冷冷地说道 天威总裁的气势 当然不一般 一句话 说得面 红了眼眶 低着头 不敢说话 林诗音将目光 看向叶天宇 叹了一口气 对这犊子 管是管不住 只能看景点 不让这犊子 在公司祸害 等下班后 哥再给你看啊 叶天宇看林诗音 转身离开 冲对面 眨眨眼睛 对了 老婆 你刚才说 要看手相 还要不要看 叶天宇跟上去 一脸诚恳地说道 你放心 不准 不要钱 滚 这是第一次 以后再发现 这样的事情 我 林诗音黑着脸 紧咬银牙 等会来我办公室来一趟 我有事吩咐 说着 气势汹汹地进了电梯 王八蛋 总裁办公室里 林诗音不记得 自己看了几次手表 时间都过了一个多小时 这独自还不上来 难道把我的话忘了 林诗音喝了口咖啡 揉了揉太阳穴 有些头疼的轻叹一声 随后按下桌上的内线电话 刘秘书 你进来一下 很快 娇小俏丽的珊珊 推门走了进来 林总 冰夏姐出去办事了 你有什么吩咐 林诗音点点头 陈音道 你去保安室 让她来一下我的办公室 本来 她想打电话给这犊子 怕她在电话里瞎避避 干脆派自己的秘书去请 她 珊珊愣住了 公司保安几十号人 她是谁 林诗音见珊珊站在那发震 反应过来 补充道 去把叶天宇叫上来 啊 听到去叫叶天宇 珊珊惊呼一声 很快回过神 好的林总 此刻 叶天宇靠在保安室的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悠闲自得地抽着烟喝着茶 几名保安围着她 眼神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 向她汇报保安训练的情况 叶天宇一脸的享受 早将林诗音让她去办公室的事 望到脑后 直到珊珊过来请 她才想起 林诗音在大厅里跟她说的话 这娘们让我去干什么 难道想我了 昨晚看了一晚上 还没看够啊 带着满腹疑问 随着珊珊一路向总裁办公室走去 一路上 叶天宇喋喋不休 珊珊 我跟你说的药 你喝了吗 记着艾草 鸡血腾泡脚 一定要泡半小时以上 如果疼得厉害 给我打电话 我给你扎几针 珊珊低着头 偶尔嗷恩一声 就见着独自一个人表演 来到总裁办公室 珊珊敲了敲门 恭敬道 林总 人已经 话未说完 叶天宇推门走了进去 林诗音刚准备说让她进来 叶天宇已经晃悠着进来 有些无奈地朝沙发一指 那是叶天宇专用座位 然后示意珊珊关上门退出去 叶天宇往沙发上一靠 昨晚看了一晚上 还没看够啊 今天想怎么看 闭嘴 看看你的样 坐没坐相 站没站相 能不能在我面前正经一点 这里好歹是总裁办公室 叶天宇嘟囔一句 什么叫站相 什么叫坐相 你能不能教教我 林诗音没理他 继续说道 爷爷让你来天威上班 不是想怎么的就怎么的 在这里 我是你的上司 你在公司里 对我至少要有起码的尊重 我让你来办公室 我不派人去催你 你是不是不准备来 还是我的话 你根本没听进去 叶天宇听得云里雾里 这个娘们抽什么疯 把我叫过来 鸡里咕噜地说了一大堆 受什么刺激了 懒得听这些废话 叶天宇翘起二郎腿 取出香烟 准备点燃 突然对面射来一道寒光 信心地夹在耳朵上 假装继续听老婆的训话 你不用做保安了 临时音间自己的话 对叶天宇没有任何的作用 咬了咬牙 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为什么 叶天宇愣了一下 这一刻 他是真搞不懂 这个娘们想干啥了 自己在保安部 刚混得风生水起 还搞个了保安训练计划 突然让自己不干了 自己怎么跟兄弟们交差 玩我呢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你只需执行就是了 那给你当保镖 不用 那不行 我受老爷子委托保护你 你不让我当保安 又不让我当保镖 那我怎么保护你 我现在就给老爷子打电话 叶天宇再次拿出杀手锏 一听这话 林诗音感到一阵无力 你暂时给我当助理吧 只对我一个人负责 办公地点就在总裁室 待会我让秘书 置办一套办公用具 助理 叶天宇一愣 我这算是升职了 是 那助理是不是你的男秘书 林诗音狠狠地瞪了一眼叶天宇 怒道 出去 你一会让我在这办公 一会让我出去 我到底是出去 还是叶天宇怂怂肩 朝门口走去 那个 老婆 你安排吧 我现在没事了 就在公司转转 转转 还是给人看首相去 林诗音冷笑道 那是业余爱好 叶天宇甘笑一声 你的活动区域只有总裁办公室和走廊 其他一处都不许去 林诗音干脆利落地说道 草 这娘们 要逆天了 叶天宇沮丧着脸 心中暗道 不让自己溜达 天威集团这么多美女 怎么拉近关系啊 秘书室将一套办公用具搬进了总裁室 位置就在林诗音的对面 叶天宇坐在位置上 心里像被猫抓了一样难受 不光是她 对面的林诗音也好不到那句 平时处理起文件 心无旁骛的林诗音 这一次 却有些心不在焉 眼神向叶天宇的方向 描了无数次 老婆 想看就光明正大的看 不用这么悄悄的一眼眼的看我吧 其实 只要让我出去转转 正着看 倒着看 躺着看 趴着看 扒光了看都没问题 我的建议接受不 在林诗音偷看了一眼之后 叶天宇淡淡地说道 林诗音脸一黑 起身 走到叶天宇面前 告诉你 想出去转 想都不用想 我这样看着你 是怕你出去祸害人 看着我 那至于 你会看了三十一次 什么三十一次 林诗音有些心虚 貌似是看了这犊子很多眼 但是 他真的不记得 自己看了几眼 诺 都在这摆着呢 叶天宇一挪嘴 示意林诗音看桌面 你每看一眼 我就画一条 总共三十一条 我没说错吧 你就这么看着我呀 叶天宇 黑黑笑道 林诗音看着叶天宇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叶天宇眨眨眼睛 这个女人 有点平静的不像话 按理说 自己这么调笑她 以她的性格 早该跳脚才对啊 叶天宇 破坏公务 根据公司条例 第十七条 什么意思 叶天宇心中 有种不祥的预感 原价赔偿 外加学习公司条例 林诗音淡淡地说道 赔偿就免了 罚抄公司条例五百遍 尼玛 叶天宇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问道 公司条例多少条 多少字 林诗音狡黠一笑 不多 公司条例共三十六条 六百字不到 六百字 五百遍 叶天宇拿金针在桌上算了起来 不算不知道 一算金的跳了起来 草 三十万字 你当我写小说呢 我这辈子都没写过这么多字 不接 你慢慢写 今天写不完 明天写 明天写不完 后天继续写 我就在你对面看着 直到你写完为止 看着叶天宇一脸惊恐表情 林诗音眼里笑弯了腰 六月二十日 凯冰司机大酒店 奢华包间内坐满了人 都是卢阳楚家的亲戚朋友 今天是楚家老爷子楚颜的八十寿臣 包间内掩开数席 亲戚朋友欢聚一堂 楚颜在主位上端坐 在他身边 是楚剑生等子女旁边陪着 楚老爷子有三一女 老大楚剑雄 老二楚剑刚 老三楚剑生 小姑楚兰 今天都到齐了 但是楚颜却有些心神不宁 看着围坐在自己身边子女 暗暗摇头叹息 楚家 在卢阳打拼几十年 一度进入卢阳豪门之列 自从自己退下来之后 楚家便江河日下 楚家楚风公司 先后由老大楚剑雄 和老二楚剑刚执掌 可是这两人 根本不是经商的料 没几年时间 整的楚风公司 差点破产 现在公司 交给老三楚剑生管理 虽然有些起色 楚风公司 还欠着台海集团一亿货款 压得楚家喘不过气来 老三楚剑生 虽然比老大老二精明 但也是本事有限 难以带领楚风公司 走出困境 再看自己的那些 孙子孙女 更是一代不如一代 唯有孙女楚孟汉 做事她是勤勉 可是那她的身份 注定了楚风公司 不可能交到她手上 眼看楚风公司 出现了崩溃的仙兆 楚言想到了一个办法 楚家与卢阳谈家联姻 在卢阳 楚家只能算是个 没落家族 而谈家这些年 投资房产 获利颇丰 又涉猎医药 酒店等行业 可谓是后来崛起 稳稳进入豪门之列 现在的形势 若是能够通过联姻 搭上谈家这样的实力家族 对楚家来说 绝对是崛起的希望 谈家二小子谭世伟 年纪轻轻 便当上了谈家台海集团副总裁 前途不可限量 虽然花边新闻多了点 但现在的豪门子弟 哪个没有这癖好 关键这小子认准了楚孟汉 楚言自然乐得其成 老三 这次机会难得 只要孟汉答应 谈家少爷说了 可以无限期延长我们 楚风公司一亿的货款啊 而且还能深入合作 楚剑雄说着 望向楚剑生的眼神 不禁有些嫉妒 自己这个弟弟 生了一个好女儿啊 不错 三弟 谈家现在可谓是风头正经 连林家 魏家 都要退避三社 要是能够搭上谈家这条线 咱们楚家重新崛起 指日可待 楚剑刚也开口说道 孟汉呢 怎么还没来 一会儿 谭世伟可就要来了 等了一会儿 楚言微微皱眉说道 爸 我刚给他打过电话 他在路上堵车了 马上就来 楚剑生抢笑着说道 转过背脸 便沉了下来 自从儿子楚五回来告诉他 在餐厅看到楚孟汉 与一个男人在一起后 楚剑生狠狠教训了女儿一顿 还将他关在家里 不准出门 就怕中间出什么岔子 不好向谭世伟交代 楚老三也不知道 上辈子修了什么福 竟然生了这么个漂亮女儿 就是 老天真是不公 我们家女儿 也不赖啊 周围的楚家人 都在羡慕极度 他们知道 一旦楚孟汉与谭家 二少确定关系 他们以后在家族中 将不得不看 楚剑生这一方脸色了 正说着 谭世伟被楚家几个小辈 恭敬地请了进来 谭世伟穿着阿玛尼高级定制衬衫 戴一块百达斐力皇家橡树系列万表 傲气十足 只不过脸色显得唯靡 与他同行的 还有一个中年男子 楚老爷子 祝你俘如东海 寿比南山 谭世伟将手中的礼物递给老人 各方面礼数倒是十分周到 谭少爷太客气了 来就来了 还惦记着我这把老骨头 快快请坐 楚老爷子连忙说道 尽管谭世伟是个小辈 他丝毫不敢怠慢 对了 谭少 怎么就你一个人过来的 你父母呢 楚剑生开口问道 之前有过约定 借着老爷子过寿 顺便将楚孟汉与谭世伟婚事 初步确定下来 这么重要的是 难道 谭家一个长辈都不参加吗 谭世伟身边的中年男子 显然不是他的长辈 楚剑生看出 从静门到现在 一切都是以谭世伟为主 我父母 他们来做什么 谭世伟撇了撇嘴 傲气说道 不就是提亲吗 我自己就行了 要父母来干嘛 什么 在场的楚家人又惊又目 谭少 楚颜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 谭世伟扫了眼包箱 脸色不语问道 老爷子 孟汉怎么还没到 谭少不急 孟汉已经在路上了 楚老爷子连忙道 爸 谭少爷人脉通天 他和市里大领导说得上话 还是不少集团大老板的座上宾 甚至联邻 为等家族和他都有交情 咱们楚家 终究还得靠谭少拉一把 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小意思 只要孟汉嫁给我 咱们谭楚就是一家人 一家不说两家话 楚风公司欠台海集团的货款 不仅无限期延长 我还能帮你们联系其他公司 给楚风公司供货 谭世伟扬扬得意说道 听了这话 不仅楚建生新潮澎湃 就是老爷子楚颜 也激动不已 周围的楚家人 免不了又是一番歌功颂德 谁和你一家人 谭世伟 你痴心妄想 我死都不会嫁给你 一道悦耳声音响起 楚孟汉推门走了进来 楚孟汉穿着一件低领气泡裙 上半段是纯白色 裙底端绣着绿色荷花 令其完美的曲线 显露无遗 气质明媚而优雅 看到楚孟汉 谭世伟顿时笑了 贪婪的目光 恨不得将楚孟汉全身扒光 放肆 老爷子楚颜 用了一拍桌子 怒喝道 楚孟汉 还不快给谭少道歉 孟汉 你可不能乱说啊 楚剑生也吓了一跳 在旁边说道 你刚才说什么 拒绝我 谭世伟听了不怒返笑 孟汉 你可知道拒绝我 会有什么后果 说着 他迈开步子 朝着楚孟汉走去 在卢阳 只要我想 没有什么女人可以拒绝我 楚风欠我台海集团 一个亿的货款 我一句话 就能决定你们楚家的生死 现在 你还想拒绝我吗 话音落下 谭世伟霸道地抓住了楚孟汉的手臂 你放开我 楚孟汉挣扎 可惜他那点力气 在谭世伟面前根本不够看 眼看楚孟汉剧烈挣扎 谭世伟嘴角勾起一丝得意 他从兜里掏出一枚戒指 当着所有人的面 大声说道 孟汉 我喜欢你 嫁给我好吗 谭世伟突如其来的操作 让楚孟汉一下子 没反应过来 愣在了原地 孟汉 你看谭少都把戒指拿出来了 你就答应了吧 楚剑生态度 有所缓和地说道 孟汉 听你爸爸的话 让你嫁给谭少 世伟你好 就别任性了 站在楚剑生身边的赵桂枝也劝道 楚孟汉轻哼道 是为我好 还是为楚家好 大家心里明白 说着 楚孟汉目光 瞄了旁边的赵桂枝 后妈赵桂枝就跟踩了尾巴一样 气愤说道 楚孟汉 你不要不识好歹 就算不是亲的 我也是你妈 养了你十几年 嫁给他 嫁给他 孟汉 嫁给谭少 在谭世伟眼神示意下 楚家上下纷纷起哄 眼看求婚的气氛起来了 谭世伟嚣张地一手拿着戒指 一手握着楚孟汉的御腕 准备将戒指给戴上 放开他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谁 谭世伟下意识看向门口 顿时脸色一变 谁替在这胡言乱语 这是想破坏我楚家与谭家联姻吗 该死的 希望谭少不要动怒 否则这段婚姻就完了 谭少爷 你别生气啊 就一个疯子 这一刻 包厢里的楚家人立刻炸了锅 他们心中充满怒火 毕竟 谭世伟提出了条件 太诱惑了 让楚孟汉嫁给他 楚家就能无限期偿还一亿元的货款 谁在这时候插一杠子 简直不可饶恕 楚孟汉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身子忍不住一颤 下一刻 一身保安制服的叶天宇 出现在包厢门口 楚家人看到叶天宇 下意识地想到 这个保安想干嘛 老爷子楚言眉头一皱 陈生问道 孟汉 这位是 他 他叫叶天宇 是 楚孟汉终究是脸嫩 不好意思直接说出 叶天宇是他的老公 楚孟汉 你是不是疯了 居然把这小子往这里 你是让人看 咱们楚家笑话吗 今天是爷爷的寿担 谭少在向你求婚 你还不快让这小子滚 人群中 楚五站出来 大声质问楚孟汉 那天在西餐厅 楚五被叶天宇踹翻在地 一直怀恨在心 回去后 在父亲楚剑生那里 狠狠告了一状 楚孟汉也被修了一顿 被软禁在家里 你是谁 在这瞎吵吵啥 立刻给我滚出去 楚剑生猜到 这个男人是谁 在谭世伟面前 故意立声喝道 叶天宇没有理会他 他抬眼望向谭世伟 我让你放开他 耳朵聋了 还是怎么的 大胆 住口啊 无知小儿 滚出去 楚家人怒吼 一个个死死瞪着叶天宇 恨不得要吃了他 只有楚孟汉 望着叶天宇 美眸中泪水不断滑落 终于 他挣脱谭世伟 平静说道 谭少 多谢你的厚爱 恕我无法接受你的求婚 因为我 已经结婚了 楚孟汉这话一出 包厢内先是一阵扎舌 随即一片死寂 说说说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楚孟汉 孟汉 你说 你结婚了 我怎么不知道 你 你老公是谁 老爷子楚颜瞪大眼睛 双手发起鸡爪风来 楚孟汉抬头看了眼叶天宇 叶天宇扫视一眼众人 淡淡说道 孟汉的老公 正是在下 楚家人的脑壳 直接炸裂了 楚孟汉 乃是如扬赫赫有名的大美女 谭世伟这样眼高于顶的豪门公子 见到他 也是瞬间败倒在他的石榴裙下 为了得到他 甘于和日渐碎落的楚家合作 还将欠台海集团的一亿货款 无限期延长 这是多大的诚意 如今 楚孟汉突然冒出一个老公来 而且还是个小保安 简直毁三观啊 本来 谭世伟脸上还流淌着志在必得 听了这话 一张脸顿时阴沉如墨 既诧异 又敢愤怒 孟 孟汉 你是不是在开玩笑 老爷子楚颜头晕目眩 颤颤巍巍 拿出降血压的药 猛磕 爷爷 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情来开玩笑呢 楚孟汉咬咬牙 从包里 拿出结婚证 当场示众 玩犊子了 有了这个红本本 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瞬间变成了二手货 楚颜气得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颤声问叶天宇 小 小子 你是哪冒出来的 你要 要干什么 已将楚孟汉视为靖丸的谭世伟 更是心态大崩 攥着拳头 眼睛里全是怨毒 这家伙让他蹲了五天马桶 今天又来坏自己的好事 是可忍孰不可忍 虽然 他知道这小子不好惹 那晚上自己带的十几个人 瞬间就被这小子收拾了 幸好 他有所准备 看来 让你蹲几天马桶 太便宜你了 未等谭世伟有所表示 叶天宇身子一闪 出现在他面前 太快了 谭世伟根本来不及反应 下一刻 谭世伟感觉自己的喉咙 被一只手抓住 随即整个身子被拎了起来 窒息的感觉袭来 仿若看到了死亡的阴影 官叔 救我 谭世伟惊恐 用尽所有力气 才勉强喊了出来 狂妄小儿 放开我家少主 跟随谭世伟的中年男子怒吼 浑身上下绽放出一股强大的气势 赶快将你狗爪拿开 否则 要你狗命 中年男子是谭家家主谭忠豪的贴身保镖 俯虎拳高手 号称铁拳官风 这次 谭忠豪特意把他派到谭世伟身边保护 叶天宇闻言 冷冷一笑 口出狂言 花音落下 抓起桌上的三根牙签 闪电般致出 三道破空声清晰可闻 咻咻咻 啊 官风想要躲闪 可牙签速度太快快到他都没有捕捉到牙签袭来的诡计 手掌便被冻穿 发出一声惨叫 低头看去 三根细细的牙签 竟然穿透了他那结满老茧的大手 这怎么可能 官风满脸惊骇 他可是以拳头硬住称 一拳能砸断钢管 没想到 还未出拳 就被三根牙签冻穿手掌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江湖人 官风丝毫不怀疑 如果叶天宇要杀他 他此刻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 与此同时 谭世伟整个人在叶天宇手中两眼翻白 眼看下一刻就会因为窒息而亡 叶天宇这才放开他 将他一把摔在地上 楚家人看到这一幕 都傻了 谭世伟被这家伙 拎小技一样 拎起摔下 而跟随谭世伟的中年人 一看就是个高手 也没见两人交手 三股细流般鲜血从他的手掌流淌下来 叶天宇在楚家人眼里 变得恐怖起来 混账 楚梦汉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这把老骨头 老爷子楚言阴沉着脸 手中的拐杖不断敲击在地上 他到底是谁 竟敢打谭少 他不要命 别连累我们楚家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谭少的人了 听到没有 还有 刚才发生的一切 与我们楚家 没有丝毫关系 我不愿意 楚梦汉一脸倔强 放肆 楚梦汉 你连爷爷的话 都不听了 难道你就打算眼睁睁地 看着我们楚家 走向灭亡吗 楚言怒吼咆哮 梦汉 你赶紧和这臭宝安把婚离了 和他撇清关系 打谭少的事 与我们楚家无关 不然从现在开始 你就不是楚家的人 给我滚 楚剑生力声吼道 臭宝安 我警告你 赶紧和梦汉离婚 她不是你能染指的女人 我呸 你一个小宝安 妄想娶咱楚家的女儿 楚梦汉 你疯了 跟个宝安结婚 楚家人个个如丧考笔 纷纷出言呵斥 就在包厢内闹得不可开交之时 包厢门被推开了 凯冰斯基酒店经理走了进来 各位 不好意思 这个包厢之前已经被预定 服务员搞错了 请各位一步换个包厢吧 酒店经理看似在和楚家协商 但语气没有一点理亏 闻言 气头上的楚剑生勃然大怒 拍桌而起 混账 那是你们酒店的失职 凭什么要我们挪地方 我预定酒店时 你们可没说过有预定 酒店经理有些不耐烦 让你们换就赶紧换 哪来那么多废话 态度极其恶劣 这边 谭世伟终于缓过气来 叶天宇他是不敢招惹了 于是把气洒在这经理身上 你替什么态度 这是楚老爷子八十寿宴 在这白酒 是给你们面子 让你们赵老板过来 你跟他说 我是台海集团的谭世伟 狗奴才 谭世伟在叶天宇面前接连吃扁 但在卢阳 也是声名显赫的豪门公子 酒店经理脸色稍稍变换 显然听说过谭少的大名 但也只是收敛了下态度 你们确定不换包厢 包厢里的楚家人都是一愣 谭世伟都说出了自己身份 酒店经理语气依然 说明定包厢的身份不简单 众人目光齐刷刷地看向谭世伟 看他如何处置 谭世伟冷哼一声 我就不换 你能咋滴 不服让他进来找我 刚才 被叶天宇弄得颜面无光 现在不能再丢了面子 谭家好歹也是 卢阳一线豪门 能让谭家退避三社的 也就那么几个 他不相信就这要求 这几个人也来这里吃饭 再看叶天宇 却坐到桌上吃了起来 好像这里发生的事 跟他半毛钱关系没有 谭世伟心里 这下平衡了些 能打又怎么样 在卢阳还得看牌面 一个香巴佬跟我抢女人 谁占了老子的包厢 赶紧给老子滚出来 正僵持着 包厢门骤然被人踹开 一个虎背雄腰的壮汉 凶神恶煞地出现在门口 酒店经理点头哈腰跟在后面 指着谭世伟说道 虎爷 就是他 虎爷 这两个字 让所有人脸色大变 除了叶天宇 在卢阳 能被称之为虎爷的 只有卢阳一只虎 方天虎 手下兄弟上千 各个都是刀头 是血王命徒 关键他的背后 是卢阳地下瓢霸子 天地唐桥宫 谭家虽然是豪门 毕竟以生意为主 遇到方天虎这样的主 也得绕着走 谭世伟完全没想到 这包厢的主人 居然会是方天虎 你妈 今天太背了 怕什么来什么 方天虎眼神跋扈 冷冷扫视一圈 所有人脸色煞白 如芒刺在背 低下头后 几辆发了 最后 方天虎用要杀人凶光 瞪着谭世伟 你就是谭家人 没 没错 谭世伟被瞪得头皮发麻 腿肚子打颤 方天虎心狠手辣 性格暴力 据传 几年前和一个小帮派 偷偷发生了口角 当晚就把这一家人 交注进了桥墩里 打声装 父亲谭忠豪屡次告诫他 不要和方天虎 这种人发生冲突 他根本就是个疯子 楚剑生深吸了一口气 起身道 虎爷 这是个误会 我问你话了吗 方天虎转眼盯着楚剑生 眼里凶光一闪 一旁楚武愤愤不平 对谭世伟道 谭少 太欺负人了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 我做个锤子煮 谭世伟看了眼 正在包扎伤口的官风 一脸沮丧 怎么着 你还想赖着不走 方天虎将拳头捏得嘎嘣响 再次看向谭世伟 谭世伟心里慌得不行 转头对楚言说道 老爷子 既然这包扎手 既然这包扎早就订出去了 咱们就换个场子吧 回头 我让赵老板把今天这单给免了 我想 这个面子他 还是给的 瓷器不跟瓦片斗 没必要为了包扎 发生冲突 谭世伟怕楚老爷子不依不饶 连累自己 低声提醒 我们走 楚言愤愤说道 楚家人一个个灰头土脸的 准备撤离 等等 方天虎忽然出声 方天虎目光在包扎里扫荡 一眼便看到翘生生的楚梦汉 顿时 闪出惊艳的神色 猥琐的目光 始终停留在楚梦汉 玲珑凹凸的身段上 呼吸变得粗重起来 你们可以走了 他留下 方天虎指着楚梦汉 擦了一把嘴角的哈喇子 真体有我 妹子你别走 等会陪虎爷 我好好喝几杯 楚梦汉花容失色 楚家人的脸色 也是无比难看 位于方天虎阴危 竟然没一个人敢站出来 仗义直言 老爷子楚言 只能用求助的目光 看向谭世伟 毕竟 包间里就谭世伟的人脉最广 社会地位最高 谭世伟早就吓得面清纯白 哪还敢出头 支支吾吾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将目光瞟到夜天雨 见这祸旁若无人的吃喝 灵机一动 想到了祸水冬意 喂 你不是说孟汉是你老婆 现在你老婆被人调戏 你怎么也该站出来保护吧 这么目不关心 太没有担当了 在谭世伟看来 叶天雨赶出头招惹方天虎 那是自寻死路 若是不敢出头 当缩头乌龟 自己看着也解气 此时 惊虫上脑的方天虎 静止走向楚梦汉 听了谭世伟的话 停下看着叶天雨 眼中闪过一抹细血 他 你老婆 叶天雨用纸巾擦了擦嘴 灿然一笑 是啊 方天虎脸上露出嚣张的表情 那感情好 老子最喜欢少妇 活好还懂事 而且 还能给他老公戴绿帽子 想想都舒坦 要不 等会儿我办事的时候 你在旁边看着 顺便帮老子拍个视频 说着 方天虎将粗糙大手 伸向楚梦汉的胸口 楚梦汉下得赶紧后退一步 躲开那只厌恶的大手 随手端起桌上的一杯酒 泼在方天虎的脸上 便宜没占到 反而被泼了一脸的酒 方天虎瞬间恼羞成怒 草 剃得敬酒不吃吃罚酒 给老子装什么清高 不就是个二手货 老子今天当着你家人的面 搞你 话未说完 方天虎眼前一花 随即脖子一紧 身子被人拎了起来 乃只手 叶天虎轻松举着方天虎 刀子般的眼眸里 布满冷意 是 那 方天虎脖子 被掐得呼吸困难 又惊又怒 没听清叶天虎的话 乃只手摸我老婆 叶天虎再次说道 一阵刺骨的杀意 笼罩全身 呼 呼 方天虎勉强呼吸两口 脸色煞白道 兄弟 兄弟两个字刚出口 叶天虎的另一只手 放在方天虎的后脑上 砰 巨大的梦想下 方天虎的胖脸 与结实的桌面 来了个亲密接触 鲜血瞬间染红了桌面 像绽放的玫瑰 所有人无不咋舌 要知道 方天虎魁梧壮硕 足有二百多斤 在叶天虎手里 却像小鸡般孱弱 不说是吗 那么 我费你双手 叶天虎望着满脸鲜血的方天虎 眼神像刀子一样锋利 大 大哥 我 连嫂子的衣角都没碰到 大哥 手下留情啊 方天虎嚣张气焰早已散去 眼里只剩下恐惧 他混迹江湖二十年 何曾见过这么变态的人 一只手将自己轻松举起来 想要杀自己的话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乃只手 叶天虎 依旧是刚才的那句话 现在 方天虎死的心都有 他是真的没有碰到 难道伸手就算摸了吗 但方天虎知道 自己如果不说的话 这变态家伙 真的会费了自己双手 方天虎伸出左手 声音颤抖 这只 啪 叶天虎 极其干脆地抓住 方天虎的左手 反手一凝 咔嚓 啪 方天虎杀猪般的声音响起 只见他的左臂扭曲到了一种惨不忍睹的地步 一旁的楚梦汉 吓得捂住了双眼 咔嚓 啪 伴随着惨叫声 方天虎的另一只手 也被扭断 碰 叶天虎将方天虎扔在地上 缓缓抬起脚 准备继续 你 住手 他真的 没有碰到我 只是吓到我而已 楚梦汉说话了 方天虎并没有碰到他 他先让叶天虎见好就收 毕竟 方天虎的黑道背景 不一般 方天虎疼得在地上打滚 小子 你 好狠 老板不会放过你 碰 不说这话还好 叶天虎听了 猛然一脚踢出 直接踢在了方天虎的裆部 哦 一道杀猪般的惨嚎 方天虎像沙袋一样 摔出鸡米远 夹着腿 趴在地上驱虫似的蠕动 脸上肌肉凝成一团 浑身抽搐 裤裆全是血 全场下傻 没想到这小宝安如此的残暴 野蛮 谭氏为脸抽搐了 下意识地捂住裤裆 仿佛刚才那一脚 踢的是自己 在老子面前装逼 叶天虎冷笑一声 转头对呆若目击的楚梦汉道 老婆别怕 我再帮你出气 楚梦汉惊愕地捂住嘴 事情的发展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不过心里 却是荡起一丝涟漪 有生以来 第一次有了安全感 就在这时 谭氏为脸上青筋凸起 扯着喉咙嘶吼 闯祸了 你替闯了弥天大祸 你可知道 方天虎是乔公的人 打方天虎 就是打乔公的脸 打天地堂的脸 这件事与我无关 楚梦汉 你就等着 跟你的野男人受死吧 谭氏伟的话 提醒了楚家人 一时间 楚家人绝望丛生 楚梦汉和这个野蛮小子 领了结婚证 按关系 他就是我们楚家的女婿 一旦追究起来 我们楚家必定受牵连 臭小子 你知不知道 你做了什么 乔公要追究起来 你死不要紧 你让我们楚家给你陪葬吗 畜生啊 得罪了乔公 咱们楚家多少条命都不够赔啊 一时间 楚家人感觉到了末日来临 一个个痛骂叶天宇 恨不得生吃了他 楚梦汉 你竟然不听家里的安排 执意嫁给这小子 那是你自己的事 我楚剑生现在宣布 与你断绝妇女关系 从此你不是咱楚家的女儿 楚剑生眼见事情闹得不可收拾 当即做出与楚梦汉切割 试图保全楚家 楚梦汉脸如土灰 惊恐无比 他推着叶天宇往门外走 叶天宇 你闯大祸了 赶紧跑 现在就跑 有多远跑多远 离开卢阳 永远别再回来 老婆 不会有事的 有你老公在 天他不下来 叶天宇人畜无害地笑着 转头看了眼 桌上方天虎留下的血迹 叹道 好好一顿饭 就这么糟蹋了 你还有心思想着吃饭 楚梦汉差点都急哭了 都说乔公手段酷烈 又护短 得罪他的人 统统都没有好下场 方天虎被打成这样 任何道歉赔偿都没用 谭世伟眼看包厢里乱哄哄 带着护卫官风 正准备脚底抹油溜出去 却在门口被堵了回来 好几时黑衣汉子 乌泱乌泱地涌了进来 各个手持棍棒 目光残忍 一个精干的中年男子黑着脸走了进来 突然出现的一幕 吓坏了楚梦汉 他本能地朝叶天宇身上靠了过去 叶天宇搂着女人的仙腰 拉过一把椅子 拍了拍 老婆 你等着 一会看好戏 中年男子走进包厢 一看便瞧见死狗一样趴着的方天虎 脸色阴沉的 要滴出水 马蒂隔壁 连我天地堂的人都敢动 有点意思啊 都替谁干的 最好给我一个 可以活着的理由 说话间 散发的强大气场 压得包厢里的人都喘不过气 楚家人的目光 齐刷刷投向了叶天宇 叶天宇握着楚梦汉下的冰凉的手 低声安慰 仿若未闻 谢二爷 您一定要帮兄弟杀了这混蛋 方天虎艰难抬起血乎乎的脸 哭诉道 小子 下手太狠了吧 为人处事 还是不要力气太重 否则 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的 中年男子冷笑说道 随即 咦 这人身影好熟 谢大总管 好威风啊 叶天宇抬起头 一脸细血地看着谢平 在看清是叶天宇的之后 谢平顿感头皮发麻 叶天宇细血的眼神 更是让他感觉如芒刺在背 他努力想挤出一个笑容 但面部肌肉 俨然不受控制 这些年 乔公已经很少公开露面 天地堂台面上的事 基本都是谢平在处理 谢平就是天地堂台面上的画室人 尊称二爷 今天 他替乔公到东城区堂口试察 方天虎作为地主 再次宴请 没想到遇到这摊子时 叶天宇的能力 他比谁都清楚 而叶天宇在乔公心中的地位 那就更不用说了 连天地令都给了他 何况 还有乔家大小姐的心思 方天虎 再作死 想到这 谢平脸上闪过一抹利色 他当机立断 从一名手下 夺过一根钢管 二话不说 朝方天虎的大腿沦下 这一棍的力道极大 没有留一丝余力 碰 嗷 惨叫声和骨头断裂声同时传出 这一棍下去 方天虎发猛 身后的手下 也像傻子样看着 在场的楚家傻了眼 楚梦汉精地捂住了嘴巴 二爷 打错了 方天虎差点腾晕过去 呲牙咧嘴说道 碰 咔嚓 方天虎话没说完 谢平又一棍子抡了下去 另一条大腿也给废了 这次 方天虎哼都没哼一声 直接晕了过去 包间里的人 全部猛逼了 这剧本完全不对啊 该受罚的 不应该是叶天宇吗 这谢总管 为何倒行逆施 反而将手下方天虎给打了 难道 叶先生 手下有眼无珠 冒犯了乔公的贵客 死有余辜 我现在清理门户 不知道您是否满意 谢平语气善善 卑躬屈膝 叶天宇没有说话 他明显感觉到 楚梦汉的身体在颤抖 脸色惨白 他知道这个善良的女人吓坏了 毕竟 楚梦汉只是一个职场小女人 何曾见过这等的血腥场面 都结束了 老婆 方天虎这等恶人 是罪有应得 叶天宇朝谢平挥了挥手 继续安慰楚梦汉 谢平如蒙大赦 看着死狗样摊在地上的方天虎 方天虎 要怪就怪你不长眼睛 连乔公的贵宾都敢得罪 下辈子招子放亮点 将这畜生的拖出去 扔到街上喂狗 谢平对叶天宇在三道歉后 带着手下 退出包厢 谢平一般人走后 楚家人如梦方形 一个个感觉劫后余生 笑 小伙子 你 你究竟是谁 怎么会认识乔公 老爷子楚言脸上充斥着疑惑 忍不住问道 还没等叶天宇回答 楚剑声上前一步 一把抓住叶天宇的手 姑爷 你怎么不早说 是乔公的贵客 刚才都是误会 现在好了 我家孟汉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归宿 我这个做父亲的 也就放心了 后妈赵桂枝也过来凑热闹 姑爷 我刚才就觉得的 你是个贵人 我家孟汉不光漂亮 眼光好 找了个金龟婿 楚剑声夫妇 便连比任何人都快 完全忘了强迫逼楚孟汉 嫁给谭世伟的事 甚至这一刻 楚家都忘了谭世伟的存在 在卢阳有了乔公坐后盾 什么谭家 什么台海集团 都是浮云 现在 楚家女婿是乔公的座上宾 只要抱紧这根大腿 楚家和仇翻不了身 卧槽 咱们这位新姑爷 什么来路 新姑爷原来是乔公的座上宾 这保安服穿着 一定是豪门弟子体验生活的 你看制服穿的 多帅 我说准了吧 新姑爷 一看就有贵人像 别看他穿着保安制服 那气质绝对与众不同 还是老三有本事 不仅养了个漂亮女儿 还找了个大腿级别的女婿 今后楚家 他这一门说了算 一时间 楚家人感叹之余 大肆吹捧起叶天宇 肉麻 无底线 刚才 还催着楚孟汉赶紧离婚 现在叶天宇 则成了楚家的救命稻草 至于 谭世伟趁着混乱 早就脚底抹油溜了 叶天宇懒得再奉陪这群奇葩 和楚孟汉打声招呼 潇潇洒洒离开 翡翠庄园 别墅书房内 林振南坐在办公桌后 一阵敲门声后 一个貌不惊人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手里拿着个档案袋 阿四 事情查得怎么样 林振南看着来人沉声问道 老爷 这是您要的楚家资料 中年男子将手中的档案袋 递给林振南 不过 我们只能查到楚家最近十几年的资料 您要的二十年前 楚家资料调查不出 什么情况 林振南一脸惊诧问道 我们走访了相关部门 也接触了楚家一些人 二十年前发生的事 要不被刻意抹去 要么讳莫如深 中年男子小心翼翼说道 哼哼 有意思 看不出来 楚家的水还挺深的 我倒想看看 这楚家的背后 是什么人在作妖 林振南冷冷一笑 接着问 楚孟汉那丫头呢 回老爷 据楚家的人说 这楚孟汉是楚建生十八年前 从外面带回来 据说是他亲生的 那些年楚建生带着老婆 在南方经商 回到楚家的时候 楚孟汉都好几岁了 楚建生原来老婆已去世 楚家人也弄不清 这楚孟汉是不是他亲生的 不过 楚建生对这个女儿 不怎么待见 林振南眯着眼睛点点头 这么说 这个楚孟汉是不是楚家人 只有楚建生知道了 回老爷 当年楚建生在南方经商时 除了他老婆 还有一个女佣跟在身边 也许他也知道一些情况 林振南看了眼 低着头的阿四 冷横 你们没找到那个女佣 老爷 这个女人三年前 从楚家离职 楚家 除了楚建生 没人知道她的地址 阿四小心翼翼说道 又是楚建生 林振南养靠在太师以上 沉思片刻 楚建生 那你不必浪费时间了 他很快会求上门来的 林远见兄弟有什么动静 在您生病期间动作不小 公司里与一些高管勾勾搭搭 外面与青龙会雷霸天 以及蔡家 魏家 来往平凡 林振南一拍桌子 怒道 这两个畜生 差点将天威葬送 现在还想做妖 大哥怎么养了 这两个吃力爬外的东西 阿四 你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动态 我倒要看他们做妖到什么时候 阿四点头 凑近一步低声道 老爷 我还有一事向你汇报 说 中午 叶少爷把天地堂的方天虎给打了 什么 林振南一听 惊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他不是去参加楚元的兽弹吗 怎么会与天地堂方天虎杠上了 当时 方天虎在凯冰司机酒店宴请 据说是为了包厢 发生了争执 后来 林振南皱了皱眉 直接说结果 结果 天地堂总管谢平 带着人过来 把方天虎腿给废了 扔到街上 你说什么 林振南打断了阿四 疑惑问道 怎么会这样 据说叶少爷是乔公的贵宾 哼哼 天虎这小子 越来越玄乎了 来卢阳才几天 居然成了乔公的座上宾 有意思 有意思 天威总裁室 最近 叶天虎心情一点也不爽 自从班进总裁室上班 他在保安室众星捧月的逍遥日子 一去不复返 这还不算完 林诗英罚他超的三十万字条例 简直要了他的小命 坐在办公桌后的林诗英 放下手中的文件 看着抓耳挠腮的叶天虞 起身走了过去 林诗英 今天写了多少字 叶天虞一把遮住自己写的公司条例 沮丧道 没多少 没多少 是多少 快到一百字了 叶天虞有些尴尬 什么 还不到一百字 林诗英 一把夺过叶天虞手里的纸张 瞪圆了眼睛 你半上午就写了一条条例 你是不是准备 把这三十万字条例 当做终身任务 那怎么办 我本来就不擅长写字 你非逼着我写 叶天虞无奈地贪贪手 你让我带保安兄弟们去训练 或者让我在大厦里送送文件 又或者哪个员工头疼脑热的 我去帮他瞧瞧 这样惩罚 是不是更有效果 还能帮你一些忙 是你个大头鬼 我还不知道 你那点小心思 又想出去给哪个女孩看手下 林诗英一副恨铁不成钢 你说说来 我这才几天 秘书室的那些女孩的手哪个 没被你摸过 没有 叶天虞断然说道 绝对没有 刘秘书的手就没摸过 呃 不是 还没看过 林诗英眼睛一瞪 那要不要我把冰下叫过来 让你好好摸摸 不用不用 来日方长 叶天虞呵呵笑着 拒绝了林诗英的好意 你 面对脸皮比城墙后的犊子 林诗英脆了一口 臭流氓 想得美 想了想又补了剧 你今天必须完成五百字的任务 否则不准下班 啊 这么多 能不能少点 叶天虞讨价还价 不能少 五百字还较多 我十分钟就能完成 林诗英翻翻白眼 将纸重重拍在桌上 现在就给我写 不写完不许吃饭 太毒了 有这么整老公的吗 叶天虞嘴里嘟囔道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我说老婆对我真好 天天叫我学习 我都爱死你了 臭瓶 赶紧写 林诗英沉着脸转过背去 一刹那 嘴角扯出一道好看的弧线 叶天虞用手抓了抓脑袋 心中暗暗叫苦 咚咚咚 林诗英刚落座 传来一阵敲门声 请进 随着林诗英清冷声音落下 柳冰夏走了进来 总裁 各位董事已经过来了 现在等您过去开会 柳冰夏说着 余光瞄了眼旁边的叶天宇 这独自自从他进来 眼睛就没离开过他的身子 嗯 你先过去安排一下 我马上过来 看着柳冰夏走出办公室 林诗英整理了几份文件 往外走 经过叶天宇身边时 狠狠弯了他一眼 直勾勾盯着 人家女孩看 丢不丢人 我现在去开会 你老老实实在这里写条例 哪也不许去 回来我检查你写了多少 知道了 叶天宇嘴上答应 心里却说道 你不在 傻子才会坐在这 写什么狗屁条例 老子自由了 林诗英出门不到三分钟 叶天宇就溜出了办公室 呼 站在走廊里 叶天宇常常舒了一口气 办公室里太闷了 还是外面自由啊 第一站便来到总裁旁边的秘书室 秘书室里除了柳冰夏陪林诗英去开会 其他秘书都在 这些秘书知道总裁在开会 一时半会过不来 明显比平常热情多了 叶天宇刚进来 珊珊就给他泡好一杯龙井茶 叶天宇凯然笑纳 喝着茶 与几个美女们聊着天 一个长腿美女掏出手机 叶帅哥 能加个微信吗 好啊 叶天宇想都没想 掏出手机 你扫我 还是我扫你 两人互加的微信好友 其他几个美女也纷纷拿出手机 加微信的 加扣扣的 还有要电话号码的 一位身材妖娆的美女秘书 直接将一张电影票塞到叶天宇的手里 明晚的电影票 速度雨季请酒 我请帅哥看电影 行啊 只要有时间 一定 叶天宇慷慨答应 此刻的他像被追星一样 有些飘飘然 哎 天威的美女太热情了 叶天宇的第二站 自然是成熟美女肖青岩那里 敲开市场不经理事 忙碌的肖青岩抬头看了眼叶天宇 很自然地问道 叶天宇 你怎么来了 呵呵 随便走动走动 叶天宇 背着手在里面转了转 很像领导视察 肖密 挺忙啊 两人已经很熟了 肖青岩也没在意 继续整理材料 今天经销商要来公司开会 市场部的人 要么下去跑市场 要么布置会场去了 我这里工作忙不过来 你来了 正好帮我一把 啊 叶天宇 有些傻眼 让我打架治病还行 这市场部的业务 自己拿懂 什么表情 世音说了 你一天无所事事的 正好帮下忙 肖青岩白了他一眼 身子直起来 挺了挺胸 嘶 看着性感美女 诱人的曲线 丝袜下 修长的眉腿 叶天宇吞了吞口水 相比高冷的林诗音 肖青岩成熟妩媚 尤其是正面高挺 是很多男人喜欢的类型 包括叶天宇本人 肖青岩见男人贼眼 盯着自己缩来缩去 休脑地瞪了他一眼 看什么看 臭流氓 嗨 叶天宇咳嗽几声 缓解尴尬 说道 美女 你让我怎么帮你 可别让我写东西啊 我最烦这个 叶天宇现在被林诗音 那三十万字的条例 弄得晚上都有些失眠 作为林诗音的闺蜜 肖青岩当然知道这件事 他眼嘴笑道 我交给你的工作 你绝对喜欢 就是抛抛腿而已 把文件送到各部门就行 说着 肖青岩从桌上乱糟糟的文件中 拿出几叠文件夹 这有几份紧急文件 你先送给技术部陈经理 叶天宇大爽 原来肖青岩安排的工作 果然是自己喜欢的 送送文件 看看美眉 还有比这更爽的差是吗 叶天宇接过文件 拍着胸脯保证 你放心吧 保证最快送答 快去快回 我这还有很多文件要送 肖青岩点点头 指着桌上的一堆文件说道 叶天宇看着办公桌上 摆满的文件 心到这么多文件 一件件的送 还不得跑断腿 叶天宇是什么人 哪能让自己吃一点亏 眼睛一转 有了主意 美女 送这么多文件 你是不是该奖励我点什么 肖青岩没有在意 所以道 你想什么奖励 叶天宇黑黑一笑 凑到肖青岩身边 嘴巴做了一个拨的口型 能不能让我想一个 讨厌 肖青岩娇称的拿起文件夹 砸向叶天宇 性感嘴里蹦出 臭犊子 快去快回 叶天宇轻飘飘躲过攻击 捧着文件搜的 窜出了办公室 看着男人落荒而逃的背影 肖青岩不由想笑 这犊子正如诗音所说 嘴碎就得拿鞭子抽 难得这么自由 哪里还记得快去快回 叶天宇捧着文件夹在公司里四处走动 也吸引了不少美女异样的眼神 在私下窃窃私语起来 咦 那不是叶天宇吗 什么时候变跑腿的了 不知道 爷 长得好帅哦 你没看到他在公司门口发飙的样子 简直帅呆了 别犯花痴了 不知道吗 那是总裁的 叶天宇所过之处 都能令许多美女白领们议论纷纷 甚至互相比较起来 现在 叶天宇在公司里的名气 简直不亚于总裁林世英 暴揍蔡哨 怒对红总 横扫流氓 以及提高保安前台工资待遇 已经成为天威员工热议的话题 不少的女性白领暗暗对他生起爱慕之意 叶天宇叼着香烟 得意洋洋的在美女中穿过 享受着爱慕的眼光 当然 他一层层的走动 不光是为了招风影碟 所过之处 他都会瞄上几眼 看看公司哪里的安全不到位 这么一看 还真的被他看出不少漏洞 看来 天威大厦的安保 需要好好地整改一下 技术部在大厦七层 当叶天宇来到技术部经理办公室门口 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叶天宇一正 很像小时候趴在王寡妇窗台下 叶老道在里面发出的声音 草 光天化日之下 在办公室行苟且之事 从窗口往里瞄了眼 秘书位置空荡荡的 上班时间专职秘书不在岗位上 你妈 胆子太大了 在上班时间居然 叶天宇轻轻推开外间 走了进去 然后直接踹开里间的门 下一刻 看到一男一女 在里间沙发上滚坐一段 女人衣裳吞去了一半 坐在一个眼镜男的怀里 扭动着 啊 办公室门突然被踹开 女人吓得尖叫了起来 紧接着站起身 整理着慌乱的衣裙 小脸红扑扑的 低着头 不敢看站在门口的叶天宇 技术部经理陈勇 裤子拖到了膝盖下 尴尬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不过他毕竟见过大失眠 脸上的表情 很快恢复正常 咳嗽了两嗓子 对黄统的女人说道 小脸 没事 你先出去 技术部经理陈勇 是天威集团的老陈 最早一批追随林震南 创办天威集团的员工之一 二十年间 由一名普通员工 一步步走上集团技术部经理的高位 技术部对于天威这样的药材来说 就是企业的灵魂和心脏 新药的研制开发 决定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自从林诗英接任总裁以来 他成了林远健兄弟 重点拉拢的对象 相较于副总裁洪伟明 多个场合力挺林远健 陈勇要低调得多 与林诗英在工作配合 也比较融洽 虽然陈勇表面上与林诗英配合很好 不过私下里与林远健关系也很密切 林远健许诺他 一旦重新上位 就让他担任副总裁 有了这个承诺 在陈勇的心里 天平已经向林远健倾斜 好 好的 叫小兰的女人偷偷看了眼叶天宇 赶紧跑出办公室 叶经理 你怎么随便闯别人的办公室 还懂不懂规矩 陈勇整理了一下衣服 气急败坏说道 叶天宇瞄了一眼跑出办公室的女人 看女人的穿着 应该就是陈勇的专职秘书 妈的 这个老东西 倒是挺会享受 快六十的人了 居然还晚 呃 我是替萧经理来送文件的 看着陈勇气急败坏模样 叶天宇心里暗爽 吓不死你个狗日的 大白天办公室做龌龊事 没下扬威 太便宜你了 萧蜜 陈勇眉头一皱 面色沉了下来 把文件放这 出去吧 好嘞 叶天宇也不废话 将文件放下 转身就往外走 等一下 叶天宇脚步一顿 回过头来 笑眯眯地问到陈总 还有事 陈勇虎着脸 对叶天宇说道 刚才的事 你最好当作没看见 不然 操 老色鬼 敢做不敢认 还威胁老子 看老子怎么忽悠你 叶天宇暗自赋匪 装模作样地说道 陈总 你说的啥事 我就看到你的秘书 向你汇报工作 还有其他事 陈勇一听 顿时觉得叶天宇挺上路的 他从兜里摸出一根滑子地上 道 叶经理 果然是聪明人 难怪在公司里吃得开 叶天宇笑呵呵地接过香烟 话风一转 不过 陈总 要是别人听到了什么 那就不好办了 陈勇吓了一大跳 你看到了什么 叶天宇夹着香烟 一脸神秘 我刚到这个楼层 就看见一个人趴在办公室门口 看见我赶紧跑了 叶天宇 陈勇神色一变 拿着香烟的颤抖了下 脸上的表情也凝固起来 妈的 这小子在梦我 还是真的有人在偷听 这件事传出去 即使临时音不追究 自己也没脸在天威呆了 陈勇殷勤的 给叶天宇香烟点上 脸上扯出一丝笑意 叶经理 你现在跟总裁一起办公 也算是公司高层 像你这样身份地位的 不会喝 那是自然 叶天宇吸了口烟 打着哈哈说道 心里评价一句 这老色鬼 还真替是个人惊 听话下菜 便连倒挺快 请坐 叶经理 您能来我这里 实在是我陈某的荣幸 陈勇殷勤的请叶天宇落座 叶天宇不好搏了面子 便坐了下来 陈总 你这里有没有水啊 我有点口渴了 有有 当然有 陈勇殷勤的出门口喊道 小兰 给叶经理泡一杯茶进来 泡那种顶级毛尖茶 陈勇特意强调了一下 已是重视 好的 外面传来之前那位女人柔柔的声音 叶天宇抽着滑子 很享受陈勇点头哈腰的表现 心道 他妈的 让你刚才给老子装逼 陈勇脸上虽然带着笑 但心里却比哭还要难受 他现在可得伺候好眼前这位祖宗 他可是总裁的枕边人 这件事一旦传出去 自己的金饭碗 算是砸了 什么包二奈 三奈 这样春风得意的日子 只怕到头了 自己在天威集团的大好前程 还有副总裁的美梦就快实现 绝不能让这小子给破坏了 不一会 秘书小兰化了一个淡妆 端着一杯茶水走了进来 果然有几分姿色 身材妖娆 小脸上依旧带着一丝潮红 叶经理 请用茶 小兰微微弯腰 将茶水恭敬地给眼前的男人 叶天宇笑着点点头 接过茶水抿了一小口 突然 一下子将茶水全喷了出来 草 这女人录得太多了吧 秘书小兰俏脸一红 含羞带衬地看着她 身边的陈勇满意地点点头 悄悄向她使了一个眼色 小兰会议 小手 从桌面上顺了一张纸巾 轻轻擦拭着她的嘴巴 声音娇媚 叶经理 您没事吧 我来帮你擦 小兰俯身蹲在她身前 拿着纸巾轻轻擦拭着她嘴角的茶水子 叶天宇身体一僵 瞪大眼睛 看着小兰的举动 下一瞬 她一把推开了身前的小兰 冷淡说道不用了 我自己来 我 小兰有点委屈地看着她 陈勇朝小兰瞪了一眼 真是没用 服侍人都不会 还不出去 小兰躲起了小红嘴 摇曳着走了出去 叶经理 真是不好意思 小兰刚来上班 不懂规矩 还请您见谅 陈勇赶紧说道 叶天宇面部一阵抽搐 妈的 跟老子玩美人计这一套 老子虽然浪 但绝不像你这等下流 想想漂亮妖娆的小兰 是眼前这个老流氓的玩物 就觉得一阵恶性 没事没事 既然文件我已经送达 我就先走了 叶天宇摆摆手 转身走了出去 叶经理 请等一下 陈勇再次叫住了她 叶天宇眉头一皱 按道 这老东西 怎么没完没了了 叶经理 若喜欢小兰的话 我可以帮你搭线 只是希望 今天这事情 她 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还有 我希望仅此一次 不要侮辱了我的人格 叶天宇恼火地丢下一句话 转身走了出去 刚走出门口 就看到小兰坐在秘书卡间里 用异常诱人的眼神 落在她的身上 靠 叶天宇打了个冷战 真替恶心 小兰挂着妩媚的笑容 来到了她的面前 嗲声嗲气 叶经理 这个周末有没有时间 我们约一下 没空 叶天宇浑身一个机灵 赶紧推开她 快步离开了财务部 真是可惜 眼看着男人消失在楼道中 小兰失望地摇摇头 这边 叶天宇彻底放飞自我 天威集团大会一事 却是气氛民众 林诗英端座主位 两边分别是集团副总裁洪伟明 集团董事林远健 林远道 李茂 天威股东菜市集团代表蔡西北 列席会议 会议一题 讨论天威的发展方向 林总 我反对扩大生产规模 而且研发的澳蛋同项目 也要停下来 对于林诗英提出的战略构想 洪伟明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林总 虽然你一再强调澳蛋同项目发展前景广阔 能替代国外同类产品 并且售价只要20% 可是我们 作为投资人 总得知道一些澳蛋同项目的研发情况吧 除非 你能告诉我们 澳蛋同项目研发的进度 以及相关的数据情况 我们才好做出判断 到底是支持 或是反对 董事李茂开口说道 李茂是同龄镇南创业的合伙人之一 虽然股份不多 但在天威集团有相当的话语权 是啊 林总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连澳蛋同的是什么玩意都不知道 更别说支持了 你没必要这么防着我们吧 你这样做 我们还怎么放心继续投资 蔡氏集团的蔡西北说道 林远健和林远道 目光对视了一下 露出会心的微笑 这个特别董事会 是林远健提议召开的 上述人提出的质疑都是他提前布置好的路数 就看林诗英怎么接招 看着脸色难看的林诗英 林远健心中暗爽 林远健担任集团总裁五年 利用天威这个平台捞得盆满钵满 天威集团许多业务都被他私下成立的公司承接 天威的资产也被他和林远道悄悄转移出去 天威的生意就此一落千丈 林远健可不管那么多 损了天威肥了自己 那些年 他的腰包已经捞满 就在他想进一步施展乾坤大挪移 彻底挖空天威时 却被许久不曾露面的林震男给叫停了 总裁的职位 交给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林诗英 林远健兄弟 只担任一个贤职 集团董事 本来 林远健也无所谓 天威集团被他弄得 就剩个空架子 没想到林诗英回来 不过两三年的功夫 不仅让天威恢复了元气 还让天威成功上市 眼看天威越做越大 林远健坐不住了 他和弟弟林远道合计着 怎么将林诗英搞下去 林远健利用林诗英 喜欢用年轻人 得罪了一些元老 拉帮结派 企图利用董事长林震男生病 无法坐镇的机会 串联红伟明 李茂等公司实权派人物 将林诗英拉下马 自己上位 林诗英看着这些人 一个个慷慨陈词 心中冷笑 连过去从不参加天威会议的 蔡氏集团 都派代表参加今天的董事会 看来动作不小啊 幸亏爷爷早有预案 如果我不公开呢 林诗英冷冷问道 不公开 就是对我们这些董事的不信任 我们有权要求 停止奥旦同项目 避免我们的投资打水漂 洪伟明站出来说道 林诗英冷笑 没有大话 我赞同洪总的决定 如果林总你一孤行 我们只好请求你 让出总裁的职位 李茂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洪伟明与李茂一唱一贺 完全一副逼宫的架势 文言 林诗英暗自冷笑 果然这样 林诗英淡淡的眸子 落在两位董事身上 带眉促起 冷声道 我知道两位董事的想法 但是奥旦同这个项目 目前还处于研制阶段 不方便公布 各位给我两个月的时间 我一定将奥旦同推向市场 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各位 你们还有没有意见 李茂与洪伟明对视一眼 目光投向一直不说话的林远健 奥旦同这个项目 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现在停止我们前期 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 所有投资也将打水漂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 就散会吧 林诗英态度坚决地站起身 准备收起桌面上的文件 等一下 林远健面色阴沉站起来 叫住了准备散会的各位董事 在大家的注视之下 林远健冷笑道 诗英 你这样一意孤行 听不得意见 我觉得 只会把我们推向深渊 所以 我决定 我要撤股 对 我赞同林董的决定 我也要求撤股 我也要撤股 随着林远健开头 不断响起要撤股的声音 林诗英淡淡的眸子 扫过那些要撤股的董事 他笑了 笑得很冷 他重新坐回 冷眼看着林氏兄弟 冷声道 大伯 你们真的决定要撤股 没错 林远健冷笑得点点头 心说 臭丫头 看这次 你怎么跟老子玩 老子跟这么多董事 同时撤股 一旦撤股 天威集团的股票 将会崩盘 天威集团将就此陨落 避免出现这一状况 林诗英唯一能做的 就是退位让先 好 你们的决定我会考虑 不过 我得等一个人 林诗英淡淡说道 等人 今天集团主要董事都在这 你还等谁 林远健声色俱立 但是内心却隐隐感到了一丝不安 他想到了一个最坏的可能 莫非 砰 就在这时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 所有目光 都看向门口 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 走了进来 后面跟着董事秘书萧青年 与会的董事都认识 这位中年男子 卢阳知名律师 天威法律顾问刘峰 看到刘峰的出现 林远健什么都明白了 林振南这老东西早有所准备 怪不得这丫头 这么淡定 刘峰走到林诗英身边 看了眼她 林诗英点点头 刘峰从包里取出一份文件 当场宣读 各位 这是林振南董事长的授权书 根据林董的意愿 会场进的 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到 暂时收回林远健 林远到的30%的股权 归林诗英管理 刘峰的话 立刻引起骚动 与会的董事 立刻感觉到了形势的反转 收回林远健兄弟30%的股份 加上林诗英自身的40%的股份 大伙撤不撤股 根本动摇不了大局 本来这些董事 除了李茂 红伟明两人 跟林远健有结盟 其他董事并不是真心想要撤股 只是被林远健蛊惑 随大流而已 怪不得 林诗英刚才被李茂他们围攻时 镇定自若 原来 一切竟在掌握中 林诗英环视众人 大家还想撤股吗 林远健 眼面瘫坐在椅子上 红伟明与李茂 也搭拉着脑袋 一言不发 蔡西北 摊了摊双手 这是你们天威集团自家的事 蔡氏作为猎席董事 就不掺和了 他是只老狐狸 现在林诗英 完全掌控局面 蔡氏与林远健 红伟明等人之间的 攻守同盟 变得毫无意义 接下来 蔡西北 借口不便参与天威具体事务 离开了 副总裁 红伟明和李茂 借口家中有事 提前退场 林远健兄弟 现在公司的股份 被暂时剥夺 连参会的资格都没有了 直接被清退 随着这些人的离场 其他董事 再没人敢质疑林诗英的决定 一场预谋已久的董事会 悄无声息地被颠覆 送完文件 眼看快到中午 叶天宇决定去趟训练场 看看郑凯他们训练的怎么样 叶天宇叼着香烟 晃到大厦不远的废旧工厂 远远看到 郑凯带领着数名保安 光着膀子 在进行体能训练 咦 老大你来了 郑凯抬头看见叶天宇 赶紧跑过来 自从被调到总裁室上班后 这还是叶天宇第一次来训练基地 其他保安也停下了训练 众星捧月地围着叶天宇 递烟倒茶 妈的 还是当保安舒坦 在这里自己就是爷 想怎么滴就怎么滴 叶天宇享受着吹捧和服务 脑子也在活动 得想得法子调回来 否则三十万字条例 恐怕儿子生出来都抄不完 叶天宇喷出一口浓烟 目光在兄弟们身上扫过 这些过去缩在大厦里吹着空调 享福的保安明显黑了一圈 汗珠从肌肉上滑落 显得朝气蓬勃 不错 看来这段时间的训练进步很快 这样吧 你们跟我打一场 看看实战效果如何 啊 听到他的话 郑凯这些保安都吓了一跳 老大 我们就是练一百年 也不是您的对手啊 郑凯他们可都亲眼目睹过 叶天宇神鬼莫测的身手 和他打一场 不是找虐吗 众保安连连摇头 老大 你别开玩笑了 叶天宇将手里的烟蒂碾灭 道 不实战 怎么知道你们进步了多少 有没有实力待在天威 还想不想拿高薪了 当然 如果谁怕了 可以躲一边去 叶天宇激将道 靠 来就来 怕个卵子 郑凯听到这话 扭头看着身边的保安 问道 怎么样 你们怕吗 不怕 声音整齐洪亮 有血性 叶天宇赞道 这才是 我想要的保安 不过 老大 你可得手下留情啊 郑凯心虚道 行 我心里有数 叶天宇看了眼 在场的保安共有十人 除了两个剩下都是退役的军人 有点基础 再加上这段时间训练 应该差不到哪去 拿出你们全部本事 让我看看你们的训练效果 叶天宇风轻云淡的 看着他们说道 郑凯与其他保安对视了一眼 老大 那我出手了 郑凯大喝一声 拳头挥出 居然带着烈烈声响 就在郑凯动手的瞬间 剩下的保安 从各个方向同时攻来 没有任何花俏招式 出手决绝 毫不留情 在叶天宇眼里 虽然看起来霸道无比 但速度却是慢了 下一秒 叶天宇原地弹跳而起 右腿空中横扫 喷喷喷 最先冲上来的郑凯 被一记扫腿给击退 四名个侧翼保安很倒霉 被踢中腰腿 扑腾摔倒 瞬间失去了战斗力 郑凯瞳孔微缩 心中带着难以养至的震惊 剩余前面五名保安没有迟疑 狠辣的招式面门袭来 拳风呼呼作响 啪 啪 啪 叶天宇拳头随手挥出 五人身子跟着道飞了出去 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速度太慢 看着倒在地上的保安 叶天宇摇摇头 你们还得努力啊 远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说完 朝大厦走去 郑凯跟保安们嘀咕了几句 也跟了上来 这边 林诗英回到办公室 办公室里空空如也 挫败林远健等人阴谋的好心情 瞬间消失 林诗英拿起叶天宇摆在桌上抄写的条例 看着跟自己离开时 一字不多 一字不少 这犊子 又跑去看手相了 林诗英咬牙切齿 把写着条例的纸张 撕成一条一条 完全没有意识到 看不到叶天宇自己 为什么这么生气 想着叶天宇坐在对面 嬉皮笑脸的目光 朝自己缩来缩去 称骂一句 可恶的家伙 林诗英正在气头上 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里面没人 林诗英略显烦躁地喊道 身边没有这家伙 自己反而有些不习惯 门开了 露出叶天宇的笑脸 有些见 更有些谄媚 林诗英看到是叶天宇 心中莫名一喜 假装翻着文件 目光似有似无地偷瞄着 看着脸皮比城墙 还厚得独子 又怎么跟自己扯 嘿嘿 那啥 老婆忙着呢 叶天宇轻手轻脚地挨进来 看到林诗英坐在沙发上生闷气 一张粉脸带着烟红 别有一番韵味 越看越好看呢 老婆 叶天宇嘖嘖赞道 你说什么 林诗英抬起头 挑眉冷眼看着他 我夸你漂亮呢 叶天宇黑黑一笑 贴着林诗英坐了下来 鼻孔间一股幽香钻了进来 真心话 林诗英太漂亮了 无论是之前的冰山总裁 还是现在的翘脸烟红 都有一种别样的美丽 又给哪个首相了 林诗英往一边欠了欠身子 撇嘴说道 没有 今天绝对没有 叶天宇坚决否认 我去考察那些保安的训练去了 老婆 你真的误会我了 误会 林诗英看着叶天宇 指着地上 我说的话 你荡耳旁风 我让你在这里老实抄条例 你都抄了什么 叶天宇这才看到 地上被撕成一条条的条例纸张 愣了下 随即陪笑问 老婆 是不是撕了 就不用抄条例了 想得美 重新抄 林诗英冷冷说道 什么 叶天宇捡起一条条纸张 脸上表情如丧考笔 林诗英 我好不容易写了八百多字 你居然给撕了 看着叶天宇痛心疾首 林诗英心里才平衡了一些 不禁有些小得意 这犊子就要这样对付他 喊什么喊 在这里我是总裁 你的上司 直呼名字 还有没有规矩了 林诗英俏脸一板 一本正经地说道 哦 总裁老婆 可你也不能把我的条例撕了 那可是我辛辛苦苦攒下的 叶天宇沮丧着脸 将手里的纸条拼凑到一起 眼珠一转 顿时有了一个主意 老婆 我能不能把这纸条 用胶水粘起来 好歹也是我的劳动成果 看着叶天宇可怜巴巴的样 林诗英暗暗好笑 也不是不行 但你先说说 我不在 你都干嘛了 呃 给萧青年送文件 看到林诗英瞪了自己一眼 赶紧解释 刚碰上 他说他要去开会 忙不过来 我闲着也就闲着 就帮他把文件送了 我真的没给人看手下 连连说话都没有 我发誓 真就这些 林诗英用力将男人腰肌拧起 没去搭讪女孩子 叶天宇疼得直抽抽 呲牙咧嘴坚决否认 没有 真的没有 林诗英看着打死都不屈服的叶天宇 微微点头 似乎认可了这独子的话 其实 我在送文件的时候 在大楼各处走了走 发现了一些问题 和郑凯他们商量了下 建议加装一些摄像头和其他设施 把一些安全漏洞不起来 还有 这些天宝安兄弟们 训练很辛苦 刚才考核了一下 基本上按我的训练大纲完成训练 我准备挑几个素质好的重点陪你一下 林诗英对叶天宇训练保安的事 一直很支持 对他提出的奖励措施也没意见 自从上次蔡坤带人到天威大厦闹事 他意识到大厦安保的重要性 不过 这独子对自己说一大堆 到底什么意思 林诗英跟他处的时间不短 知道这独子一定有事 说这些都是铺垫 林诗英揉了揉太阳穴 严谨一概道 说吧 什么事 我来向你请假 请假 尽管知道这独子很少请假 一定有事 还是好奇地问 为什么请假 请多长时间 我看着保安兄弟们 训练挺苦的 想带他们出去改善一下伙食 顺便交代一些事情 叶天宇真诚说道 其实出去吃饭 这主意是郑凯提出了 一是表示感谢 保安长工资 那可都是叶天宇的枕边风吹的 这个训练过后 他们还要大幅加薪 和公司里的技术工工资持平 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 二是套近乎 叶天宇离开保安部 现在身份更加不一样了 接触也少 有这个机会 还不赶紧联络联络感情 时间长了 怕感情会生疏 叶天宇看着林诗英歉意说道 那啥 中午我就不陪你吃饭了 林诗英挑了挑眉 歉 好像你经常陪我吃饭似的 虽然 每次都一起去吃饭 但林诗英 从不跟着独子 坐在一起吃饭 没办法 与这独子一起吃饭 太丢人 一个大餐盘子 饭菜落得老高 十足饭桶 见林诗英沉默不语 叶天宇给林诗英倒了一杯热水 递给他 要不 你跟我一起去 林诗英摇摇头 我不去了 叶天宇 你怕跟保安们吃饭 跌面子 林诗英默不作声 从他的表情看 默认了叶天宇的说法 你看看 我说准了吧 你就是默不开面子 一个人高高在上 不会觉得很累 林诗英的脸色稍缓了一些 解释道 我去了 他们会不自在的 我也无聊 你去吧 不要喝多了 老婆 那我去了 叶天宇答应一声 准备离开 等等 林诗英叫住了他 请人家吃饭 你身上有钱吗 说着 从抽屉里拿出一打钱 呵呵 还真没有 上次林诗英给了他的钱 全都打牌 补贴给了郑凯 兜里现在不靠着步 要不是林诗英提醒 还真的忘了这茬 请保安们吃饭 让他们买单 多不好意思 虽然他知道这些人很愿意买单 但他这个老大的面子 王奶方 叶天宇乐呵呵地接过钱 谢谢老婆 臭瓶 林诗英催了一口 道 吃完饭去银行办张卡 现在出门谁还带现金 知道了 老婆 拜 碰 一声闷响 叶天宇直接撞在门上 看着叶天宇一脸窘迫 林诗英的嘴角勾出一丝漂亮糊涂 胖子烧烤店位于人民路 十几分钟就到了 现在是夏天 虽然是中午 但烧烤店依旧火爆 里里外外坐满了人 来这里吃饭 就是图这个气氛 光着膀子喝着冰皮 吃着烧烤 汗流加倍 直呼过瘾 下了出租车 远远的就看到 郑凯带着十几二十个弟兄 光着膀子 坐在店外面凉棚下 站着一个大圆桌 正在吹牛打屁 看到叶天宇 一般保安全都站了起来 老大 这里 这里 快过来 叶天宇笑着走了过去 郑凯已经点好了烧烤 各种各样色相聚全的烧烤 摆满了一大桌 还有一大盆通红的蒜蓉小龙虾 桌子 来来来 老大 这边坐 郑凯笑呵呵地邀请叶天宇 坐在主位置上 然后冲着一个保安说道 三愣子 还愣着干啥 快点开酒啊 老大今天赏脸 跟咱们一块撸串 咱们得陪老大好好喝几杯 是是是 队长说得对 叫李庆的保安连连点头 然后马不停蹄地开始开酒 叶天宇看着这么多冰镇啤酒 对郑凯道 阿凯 喝这么多 下午还怎么上班 郑凯咧嘴一笑 老大 你就放心喝酒 不耽误事 这些都是换班的弟兄们 下午不上班 说着大手一挥 赶紧上酒 我们陪老大一醉方休 很快 人手一瓶啤酒 老大 咱们拿杯喝 还是直接吹 郑凯问 叶天宇很干脆 他妈的 喝啤酒拿杯喝多没意思 老大爽快 兄弟们都把瓶子举起来 郑凯哈哈大笑了声 举起酒瓶 对保安们说道 这第一瓶 我们敬老大 感谢他对兄弟们的照顾 啪 十几个啤酒瓶撞击在一起 发出清脆的声音 咕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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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仰头开始灌酒 郑凯等大多军人出身 酒量很好 直接吹一瓶 根本就不叫事 叶天宇的酒量 更不在花下了 一轮过后 所有人一口气 吹掉了一瓶酒 一轮过后 又是第二轮 酒过三巡 气氛也逐渐活络了起来 聊天的聊天 划拳的划拳 吹牛逼的吹牛逼 总之一个字 热闹 郑凯也趁着这个机会 笑呵呵地冲 叶天宇说道 老大 你还是回咱们保安部吧 我看得出来 你在总裁室 一点都不舒坦 在咱们这里 兄弟们把你当菩萨供着 你想翘班就翘班 想打牌兄弟们陪着 想炮牛兄弟们 为你站岗 老大 要不您考虑考虑 对啊 老大 您就出来主持保安部吧 你在了 我们才有主心股 就是啊 老大 队长和我们真的希望您能回来 您就答应了呗 老大 您就考虑考虑吧 保安的一帮兄弟 也纷纷附和了起来 看着一张张热切期待的脸 叶天宇动心了 还是跟这些兄弟们在一起舒坦 兄弟们 我也想啊 不过 老不管得紧 等有机会 我一准回来 叶天宇苦笑着说道 今天咱们只喝酒 不谈其他的 其他保安还准备开口 郑凯冲他们摇了摇头 行 听老大的 今天咱们只喝酒 不聊其他的 郑凯大手一挥 呵 卢阳 潜江孤岛 尊敌会所 尊敌是卢阳一家顶级私人会所 不对外开放 只有注册百万会员费 方可入内 能够注册会员的 都是卢阳响当当的人物 要么有权 要么有钱 这里有三大特色 吸引豪客们 一是来自世界各地 各种肤色美女 二是最纯正的古巴雪茄 三是最原始味道的哥伦比亚咖啡 只要你有钱 这里就是享受的天堂 此刻 会所一间封闭办公室内 青龙会龙头 会所老板雷恒 与林远健相对而坐 雷爷 你就给个准话 这活你接 还是不接 林远健开口问道 声音沙哑 一小时前 林远健被清出董事会场 便直接来到遵底会所 上午的董事会议上 关键时刻林振南出手 让他蓄谋已久的逼宫计划破产 林远健在那些董事面前 颜面扫地 对那些人做出的承诺 也成了笑话 这让他异常恼火 林远健心里充满了怨恨 既然林振南你不仍 就别怪我林远健不易 走出天威大厦 他第一个便想到了雷恒 卢阳青龙会龙头 道上实力仅次于天地堂 桥宫的人物 关键是他清楚 这些道上的人物 只要钱给到位 没有他们不敢干的事 为了搬开林诗音 这块绊脚石 林远健准备豁出去 雷恒翘着二郎腿 悠闲吸着雪茄 一口浓烟喷出 远健老哥 咱们老交情啊 不是我不帮你 现在的情况 你又不是不了解 实在是风险太大 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现在道上也不好混啊 烟雾中 雷恒眼睛迷成一条线 莫测高深 雷恒把话说得很圆滑 他知道林远健懂他的意思 没有足够的好处 凭什么出手相助 这个世界很现实 想要得到你想要的 就必须足够的代价 来交换 作为商场上摸爬滚打 多年的老狐狸 林远健起 会听不出雷恒话中意思 没有利益 矫情算个屁 林诗英现在是天威总裁 更持有天威集团 70%股份 身家百亿 这样的超级大单 没有十足的好处 根本打动不了 老奸巨华的雷恒 林远健心存怨恨 作为林振南的亲侄子 天威前总裁 这老东西 不仅撤了他总裁的职 现在更是将自己 在天威股份也收了回去 幸亏 当总裁期间留了些家底 否则 这是让他喝西北风啊 这让他如何心甘 林远健决心 一定夺回 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和财富 一番深思熟虑 林远健决定 一不做二不休 做掉林诗英 永绝后患 至于林振南 垂垂老矣 而林远正在他眼里 就是个废物 只要将林诗英除去 天威集团 就是他的囊中之物 雷恒 青龙会龙头 心狠手辣 诡计多端 林远健在担任天威集团总裁期间 通过朋友介绍 结识了雷恒 之后 雷恒帮他搞定几桩 见不得光的麻烦事 就此 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并且 还有着生意上的合作 若说在卢阳 还有谁能帮到自己 第一个就是雷恒 当然 以他对雷恒的了解 没有足够的好处 根本打动不了这只老狐狸 林诗英的存在 成为他掌控天威的唯一障碍 唯有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林远健咬咬牙 眼神凶猛闪现 白沙溪别墅区项目 我让你5%股份 林远健盯着雷恒 慷慨道 白沙溪别墅区项目 是他与雷恒共同出资 从众多竞争者手中 抢过来的一块地皮 未来开发高档别墅小区 市场潜力巨大 当时的竞标价 就达5个亿 其中 林远健占股70% 雷恒占股30% 现在林远健拿出5%的股份 就是2500万 加上以后的升值 至少也值4000万 雷恒不为所动 深吸了一口烟 露出不置可否的效益 再加5个点 我给你10%的股份 林远健一咬牙 狠狠地说道 白沙溪项目 是一块介于郊区 和市中心之间的一块地皮 坐落在环境优美 闭波荡漾的白沙溪盘 是如阳最具潜力的商业地产 如阳的地产商都 对这块肥地虎视眈眈 林远健一下子拿出10%的股份 算上以后开发利润 至少值8000万 乘以已经足够 林老哥 现在的形势不比以前了 像我们这种 在刀口填写的行当 越来越难做 手下弟兄多 开销大 请个好一点的杀手 那是天价 混不下去了 雷恒没有直接回答林远健的话 意思很明显 这点利益 不值得让他冒险 让你20% 这个开发项目 咱俩对开 林远健的心在滴血 一下子让出20%的股份 那是近两亿的利润 他真的活出去了 这下雷恒应该满意了吧 然而 雷恒还是摇摇头 我要白沙西项目的控股权 今后这个项目 由我来运作 剑林远健没有表示 雷恒轻描淡写道 林老哥 咱们不是第一次合作 你清楚我的底子 我也了解你的情况 现在天威集团林诗英当家 你连汤都喝不到 如果我帮你做掉这个女人 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成为天威的当家人 天威的估值在百亿以上吧 你林老哥 至于跟我计较这点股份 林远健沉默了 他拿起桌上的雪茄 剪掉前面 点燃猛地深吸几口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等到雪茄吸完 他的眼睛闪过一抹狠力 说道 成 我再给你百分之五的股份 白沙西项目的控股权归你 林远健反复盘算得失 知道 要想除掉林诗英 没有比雷恒更合适的人选 正如雷恒所说 与整个林家的产业比起来 这点股份 实在不值一提 还有 若是能除掉林震南那老东西 我再给你百分之五的股权 林远健泄愤说道 雷恒哈哈一笑 将雪茄扔在地上 地上一杯红酒 爽快道 成交 胖子烧烤 又喝了几轮 叶天宇拿起酒瓶 道 哎 阿凯 咱们走一个 走 就走一个 郑凯 晕晕晕呼呼地举起了酒瓶 啪 一声清响 叶天宇和郑凯扬起头 将瓶中的酒一口闷掉 一场酒喝了足足有三个小时 郑凯这般保安超过一半都醉了 剩下也喝得差不离 叶天宇酒量好 但也架不住这帮人的轮番敬酒 连上树烫厕所 人也有些晕 就在这时 叶天宇手机嗡鸣声急促响起 他掏出手机 接通 叶天宇 能不能有点时间观念 看看现在几点了 电话一接通 里面便传来女人愤懑的声音 刺得叶天宇一击灵 他将手机从耳边拿开 直至对面发泄完 才打了个酒隔 抱歉啊 喝得有点过 虽然在道歉 语气中都是酒味 你 电话里面传来呼吱呼吱的喘气声 显然极度不满 你是不是准备喝到晚上 下午不用上班了 郑凯紧挨着叶天宇 听到了女人在里面发脾气 他不动声色地 想多听几句 头刚伸过去 脑袋上就挨了一下 叶天宇用口型告诉他 Dun 郑凯摸了摸脑袋坐到一边 假装没事地 和旁边保安喝了起来 好了好了 结束了 叶天宇甜不知耻地呲牙一笑 亲爱的 我知道你想我了 哼 这才多长时间没进去 好了 我马上回来 叶天宇 你混蛋 啪 对面挂断电话 眼看这酒没法喝了 叶天宇让郑凯叫上几辆出租车 将喝多的兄弟拉回宿舍 自己则去银行半张银行卡 恰好 人民路上距离烧烤店不远 就有一家银行 走进银行 银行里各个窗口都排起了长队 无奈下 只得老实排队 银行排队等候 是一个极其无聊的过程 许多男男女女都掏出了智能手机 在手机屏幕上滑动着 看着新闻 玩着游戏 叶天宇也拿出手机 玩起杨阿杨 请0145号顾客到4号窗口办理业务 这时银行的自动叫号器呼唤到 叶天宇看了一下自己的号码 终于到了自己 瓶 他刚走到窗口 一声枪响 紧接着一道很利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都踢不许动 谁动打死谁 随着枪声响起 银行门口几名拿着枪的蒙面男子闯了进来 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蒙面大汉 对着银行里的人大声喝道 都给老子双手抱头 蹲下 一名中年男子反应迟钝了些 抱着头没有蹲下 蒙面大汉二话不说 一枪拖过去 砸在中年男子的脸上 将其砸翻在地 啊 看到这一幕 银行员工和顾客都发出尖叫 碰 又是一枪 几名劫匪不耐烦的喊道 谁替再叫出声 老子一枪毙了他 受惊吓的众人连忙捂上嘴巴 内心的恐惧 让他们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叶天宇扫了眼 拿着枪的四名劫匪 麻痹的 真替晦气 半个银行卡 居然遇上了抢劫 银行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甚至一个妇女 捂着怀中孩子的嘴巴 生怕发出一丁点声响来 为首的黑衣劫匪 很满意众人的举动 向前走了几步 拿着手里黑漆漆的枪 指着人群 都老实蹲着 老子只要钱 不要命 但哪个敢乱动 别怪老子一枪崩了他 所有人都不敢反抗 老老实实地 抱头蹲在原地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叶天宇也蹲了下来 下一瞬 他见到身边一个 孕妇脸上 带着惊恐的表情 艰难地蹲在地上 瑟瑟发抖 孕妇吓得不轻 双手抱着肚子 满脸痛苦地冒着冷汗 看样子 随时都有可能出意外 一名劫匪用枪 顶住了银行 大唐经理的脑袋 走到通往柜台的门口 把门打开 大唐经理哆嗦着道 我 我没有钥匙 柜台有着超强的防弹玻璃 而且还折得严严实实 两个劫匪 必须从大门进去 才能抢到钱 那你给老子滚一边去 劫匪将大唐经理 一脚狠狠踹翻在地 大声对里面的柜员道 把门给我打开 不然我杀光外面的所有人 几位贵员听后 迟疑了一下 还是打开了门 毕竟这些劫匪是来抢钱的 不是来杀人的 外面有好几个同事 还有这么多无辜的群众 命比什么都重要 为首的劫匪 拿着一个蛇皮袋子冲了进去 几位贵员 识趣地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躲在一旁 劫匪眼里冒着金光 拼命地把柜台下箱子里的钱 往袋子里面散 心想发财了 这至少有几百万吧 将几个柜台的钱一扫而空后 为首的劫匪 扛着蛇皮袋子走了出来 走 准备撤离 为首劫匪跟大厅里 看守的三名劫匪 招呼一声 准备开溜 叶天宇身边的孕妇 见到劫匪准备走了 心里松了口气 身子也稍微松了松 哇呜哇呜 突然 银行外面传来了警笛的声音 紧接着喇叭声传进来 里面的劫匪听着 你们被包围了 劝你们赶快投降 争取宽大处理 麻痹的 这群条子 怎么来得这么快 准备撤离的劫匪 听到外面的喊话声怒骂道 老大 现在怎么办 条子 已经把这里包围了 其中一个劫匪 有些慌乱的 看向为首劫匪 与其打战的问道 慌什么慌 包围了又怎么样 你没看到 有这么多人质吗 随便给老子拉一个过来 我倒看看这些条子 敢不敢冲进来 为首的劫匪 很是冷静 转头吩咐一名手下 小五 你去抓个人质过来 叫小五劫匪的 听到老大的话 目露凶光 点了点头 此刻 银行里的群众 都被劫匪驱赶到等候区 有的坐在地上 有的蹲着 双手抱着头 劫匪的谈话 让被劫持的人群 顿时脸色一变 心中暗暗祈祷 千万不要 选到自己成为人质 叫小五的劫匪眼睛 在人群扫视了一遍 在寻找着心仪的人质 当看到坐在 叶天宇旁边的年轻孕妇 眼睛一亮 年轻孕妇见到劫匪 看向自己 吓得脸色苍白如指 身躯瑟瑟发抖 劫匪用枪 指向了年轻孕妇 你 过来 啊 我不想当人质 呜 年轻孕妇 被劫匪用枪指着 害怕地尖叫起来 下意识伸手 抓住叶天宇 手臂不放 你替想死是不是 孕妇的尖叫 让劫匪小五 异常恼火 直接拿枪 顶着他的脑门 威胁道 闭嘴 再喊 脑子现在就闭了你 被劫匪用枪指着头 孕妇果然不敢出声 只是脸色煞白 抓着叶天宇的手 颤抖不止 此时 叶天宇站了起来 让我当人质吧 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惊呆了 叫小五的劫匪愣了一会儿 咬着牙笑道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咦 你怎么知道 叶天宇就这话装疯弄傻 靠 劫匪骂了句 你居真是神经病啊 孕妇看到叶天宇站起身 心里很感动 只是心底真的有一种感觉 这人好像脑子真有病 试问 除了傻子 谁会做出这种举动 即使是脑子有病 孕妇也很感激 不过 在场所有人都信了 这就是一个耳鼻 不要用枪指着一个女人 尤其是孕妇 要指就指着我这个大男人嘛 叶天宇将对准孕妇的枪口 拽过来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所有人都震惊了 叫小五的劫匪 震惊的嘴巴都合不拢了 老子不就是打个劫吗 怎么碰到这种奇葩了 小五 没时间了 把两个都带过来 为首的劫匪 也不想浪费时间 这个奇葩 既然贤命长了 就如他所愿好了 叫小五的劫匪将一只手搭在叶天宇的肩膀上 一只手用枪抵住了他的后脑勺 向银行大门口移动 另一个劫匪 用枪指着孕妇 逼着他站起来 那名孕妇早下得气不成声 摊在地上根本站不起来 而身下开始有不明液体流出 眼看孕妇站起不来 为首的劫匪挥了挥手 带着最后一名劫匪 也过来帮忙 人到齐了 叶天宇眼眸冷芒一闪 一瞬间 叶天宇的身影动了 如闪电一般 右肘以迅雷之势 向后击向小五的肚子 他的动作 实在是太快了 劫匪小五直觉的肚子受到了重击 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面目变得有些猙獰 鬼 有鬼 没等到其他劫匪反应过来 一道残影 从剩余三名劫匪身旁掠过 速度之快 如同原地消失一般 三名劫匪坑都没坑一声 就像一滩烂泥一样 倒在了地上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太突然 近乎眨眼之间 大厅里的群众 谁也没看清 是怎么回事 咦 你们怎么突然都晕倒了 还要不要我当人质啊 你们也太不负责任了 说好的当人质呢 众人傻眼了 这 究竟怎么回事 四名劫匪 怎么就倒在地上不动了 接下来 听了叶天宇的话 大厅里的群众 更是一阵头晕目眩 见过奇葩的 可没见过这么绝顶奇葩 对他们来说 现在只有一种解释 这人真的是神经病 叶天宇轻轻踢了踢昏迷的劫匪 见他们没有动静 直接打开了银行的大门 静止地走了出去 站在门口大声喊道 警察同志 里面劫匪晕倒了 你们赶紧进来抓人吧 晕倒了 正在布置狙击手 请谈判专家的警察们 一下子梦了 什么情况 这些拿着枪 穷凶极恶的劫匪 怎么会忽然晕倒 这些鹤枪实弹的警察 上下打量了叶天宇一番 领队的是一位漂亮女警花 清澈明亮的瞳孔 弯弯的下眉 长长的睫毛微微的轻颤着 白皙的皮肤 身材曼妙 穿着警服 更有一番别样的美丽 叶天宇看着带眉如化 眸如秋水 肌肤圣雪的美女 不禁暗叹 这如阳美女也太多了吧 在哪里都能遇到美女 眼前这位把美女 和自己两个老婆站在一起 简直是梅兰秋菊 叶天宇一想起来 陈渊渊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她将特警 狙击手 谈判专家 一一安排完毕 狙击手已经就位 谈判专家也已经到场 正当她准备实施下一步行动时 一个年轻人从银行里走出来 说劫匪晕倒了 她当场糊涂了 这要巧 几名劫匪同时晕倒 陈渊渊看了眼走出来的年轻人 穿着价格不菲的T恤 面容清秀 脸上挂着不羁的笑容 一对贼兮兮的双眸 在自己身上缩来缩去 一刹那 陈渊渊谎谎了一下神 随即翘脸一板 怒吓 你找死 陈渊渊用枪顶在叶天宇的脑门上 此刻 她不确定这家伙是不是跟劫匪一伙 但这个死流氓 光天化日的 竟然连老娘的便宜都敢占 无法无天 警察姐姐 你这是干什么 叶天宇举起手 即使被枪顶着脑袋 却没有半分的害怕 从容地笑道 你的枪是对付的是劫匪 不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 陈队 怎么回事 陈渊渊身后跟着几位警察 错愕地问道 陈渊渊冷笑道 我怀疑她跟劫匪一伙的 把她靠起来 听了这话 叶天宇摊了摊手 叹道 难怪了 陈渊渊莫名其妙 问 难怪什么 难怪你智商这么低 都是因为身材太凸显了 我要是劫匪 会傻乎乎站出来 跑到你们面前送死 里面可是有几十位人质呢 这家伙说的也是 其余的警察 暗暗点头 可碍于美女领导正在发飙 他们不敢作声 陈渊渊其实心里 也认可眼前这家伙的话 里面有几十号人质 劫匪没必要出来露个脸 可是 当她听到这小子 骂自己凶大无脑 顿时美眸喷出 火来 一名警察跑过去透过玻璃 看到了里面的场景 大声道 陈队 劫匪真的晕倒了 赶紧进去吧 要是劫匪醒来了 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 银行里的群众 蜂拥着往外跑 等下再找你算账 你不要走 陈渊渊咬了咬牙 只能暂时放过叶天宇 如果不是那队员 叫了他一句 他真就把这家伙 给靠起来再说 我为什么要走 我又没犯法 叶天宇抱着膀子 看着漂亮女警 带着庶民警察 冲进了银行 看着蜂拥而出的群众 却没有看到 刚才和自己一起 做人质的那位孕妇 叶天宇突然想到了什么 赶紧也跟着冲了进去 银行里 陈渊渊将四名晕倒的劫匪 靠起来 准备押出去 却看到一个孕妇 脸色煞白躺在地上 痛苦思觉 陈渊渊连忙跑过去 看到孕妇捂着肚子躺在地上 冷汗湿透了衣精 不明液体顺着大腿跟往下流 大姐 你没事吧 陈渊渊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女警 可是对女人那时 没一点经验 一时不知所措 拨打120 这时 耳边传来一道声音 陈渊渊下意识地恩了一声 拿出手机 拨打120急救电话 打完电话 才发现吩咐自己打电话的 是那个说自己凶大无脑的家伙 正准备发火 却看到叶天宇蹲下身子 把孕妇抱了起来 你想干什么 快把她放下来 陈渊渊历声喝道 你没看到她要临盆了 这样 坐在冰凉的地上 会很伤身子的 叶天宇没有理会她 抱着孕妇 放在一张桌子上躺下 然后用手探了下脉搏 孕妇惊吓过度 不紧急处理 极有可能造成羊水破裂 到时候腹中胎儿 有性命之忧 孕妇也会危险 叶天宇将孕妇身子放平 将手按在孕妇的肩膀上 不断刺激着她身上的穴位 帮她缓解痛苦 经过叶天宇紧急处理 孕妇的惨叫声没那么大了 陈渊渊站在一旁 看着家伙一通操作 应该是一名医生 在帮助孕妇顺产 给我找根蜡烛 还有一碗开水 叶天宇对站在一边发呆的 女警花吩咐道 陈渊渊有些不知所措 一名银行柜台中年女员工 答应一声 她是过来人 知道医生要干什么 连忙进了柜台去找蜡烛和热水 蜡烛来了 还有水 中年女员工拿了东西走过来 叶天宇把蜡烛点着 掏出两个金针 轻轻地灼烤 这里条件简陋 不像医院有消毒的针头 只有用这种土办法来消毒 保胎护胎 莫要的情况下 叶天宇只能用行针的方法才能做到 大厅内除了警察 还有银行里的员工 以及部分留下的群众 他们都好奇 这年轻人 难道用针帮孕妇驻产吗 金针消毒完毕 叶天宇拿起一根金针 直接扎在了孕妇的大拇指 和食指中间的河骨穴 金针一下子扎进三分之一 周围的群众 见到这一幕星都提了起来 他们不知道 针灸还能驻产 更不清楚 叶天宇这样做 到底有没有用 这 这有用吗 能帮助生产吗 看着金针颤动 陈渊渊忍不住问了一句 他对中医针灸一支半解 过去也扎过针灸 但是还是第一次看到 给孕妇扎针灸生产的 不能 只是在帮孕妇缓解痛苦 延缓顺场而已 叶天宇微笑摇了下头 又把另一根金针 如法炮制地 扎在孕妇的另外一只手上 同样弹了一下 两根金针同时颤动着 做完这一切 叶天宇才轻轻地输了口气 这两针扎下 孕妇肚子的孩子 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现在所要做的 是等着救护车过来 送孕妇去医院生产 血 流血了 有年轻员工猛地尖叫了起来 孕妇的身下 真的流出了一滩血 见到这些血 陈渊渊等在场的群众 一下慌了神 叶天宇镇定自若解释道 不要慌 这是正常的剑红 说明孩子马上要出生了 这是正常的情况 正常的 那个谁 真的是正常吗 陈渊渊急急地问了一句 但她的心里 开始相信叶天宇 刚才 孕妇明显很痛苦 大声地在惨叫 叶天宇只是轻轻扎了两针 孕妇就不再喊叫 甚至像睡着了一般 躺在那里 我保证 等到救护车来 赶紧把孕妇送去医院生产 叶天宇的针 能保胎 至于生产 则要去医院 很快120救护车来了 叶天宇与陈渊渊等警察一起 送孕妇上了救护车 叶天宇 这才拔下孕妇身上的两根金针 这两根针 可不能被医院的医生看到 不然真的不好解释 目送救护车 远去 紧花陈渊渊才发现自己一身的汗水 旁边的叶天宇则像水里捞出的一样 那个 你叫什么名字 孕妇真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回过神 陈渊渊又忍不住问了一句 刚才孕妇的样子确实可怕 不仅摔倒了 还流了血 虽然叶天宇扎针后 孕妇不再惨叫 可她心里总是不踏实 叶天宇淡淡一笑 没有回答 连这点小事故都能出事 还叫神医吗 没事我走了 说着 叶天宇转身准备离开 等等 陈渊渊挡住叶天宇的去路 盯着她说道 你还没告诉我名字呢 还有留个电话 假如要作证 方便联系你 警官 那么多人质 你不找别人 非得找我吗 叶天宇似笑非笑地看着美女锦花 想约我 尽管说 没必要找这个借口 陈渊渊面若寒霜 死死盯着她 别以为四名劫匪是怎么倒下的 我不知道 我没别的意思 只是想需要你做证实 能联系你 这样 那你去天威集团 找叶天宇 说着叶天宇的身子 已经飘出很远 天威集团 叶天宇 那不是诗音的公司吗 难道 陈渊渊看着消失的背影 陷入了沉思 叶天宇回到天威大厦 没有回总裁办公室 而是直接来到保安室 这里才是她的领地 自己在这里才是我 在总裁办公室 面对强势的林诗音 自己就是个超条例的憋犊子 保安室里烟雾缭绕 郑凯他们在玩着地主 吹着牛逼 中午这些保安喝得不少 大部分都醉了 被送回了宿舍睡觉 郑凯和几个稍微清醒点的 来到保安室打牌聊天醒酒 看到叶天宇进来 纷纷站起来 郑凯直接把手里的牌塞给叶天宇 老大 你来 我这把牌不错 叶天宇一点不谦让 等到坐定 烟已经递到嘴上 茶泡好放在手边 在这里 他就是享受这等待遇 叶天宇叼着烟打着牌 时间不知不觉地溜走 叶老弟 总裁找你 让你上去一趟 快五点 保安部曹经理 推开保安室的门 来到叶天宇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现在 整个天威集团的人都知道 叶天宇和总裁的关系 虽然林诗英一直没有公开承认 但两人出双入队的 还把叶天宇安排在总裁办公室办公 大家都不是傻子 叶天宇无奈放下手里的牌 将最后几口烟 狠狠吸完 出了休息室 乘电梯来到楼上 推开总裁室的门 就看见楚孟汉和林诗英相对儿坐 眼睛红红地 似乎刚哭过 怎么 又被他家里人打了 叶天宇皱了皱眉 快步进了办公室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叶天宇上前关心地问道 楚孟汉没有回答 林诗英则气鼓鼓地瞪着叶天宇 臭流氓 背着我干得好事 好事 叶天宇莫名其妙 莫不是中午喝酒 惹恼了这位女主 你和孟汉领了结婚证 却瞒着我 林诗英气呼呼地说道 还在大厦里四处宣扬 我是你老婆 气死了 叶天宇看了眼楚孟汉 不用猜 一定是他告诉林诗英的 正要解释 就听林诗英说道 孟汉已经告诉我了 虽然你在帮她 但是你不应该瞒着我了 瞒着我就表示欺骗 老婆 这哪个哪啊 楚孟汉 你都跟她把话说清楚 不然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楚孟汉眼睛红红地坐在那里不说话 好了好了 孟汉都跟我说清楚了 我只是怪你不跟我说这事 难道我好姐妹出事 我会置之不理 林诗英替楚孟汉回答了 接着道 今天孟汉来找我 是因为谭世伟逼债上门 让楚家将欠台海集团的一亿货款 三天内付清 还让鸡查局扣押了楚风公司 一批出口的货物 叶天宇怒道 谭世伟这狗日的 楚老爷子寿宴上的警告 看来没听进去 居然还敢坐腰 看老子坐不死他 林诗英白了他一眼 就知道打 打能解决问题吗 楚孟汉擦了擦眼角的泪痕 微微摇头道 事情没那么简单 然后 仔细将情况说了一遍 叶天宇才明白过来 感情是楚剑生 让自己闺女来找林诗英 是想让林老爷子出面帮忙的 咱们跟孟汉走一趟 鸡查局那边 我有熟人 林诗英拎起自己的包 准备带着楚孟汉离开 林诗英和楚孟汉是闺蜜 能帮上忙的 她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等等 叶天宇眼珠一转 笑着摆了摆手 孟汉 楚风公司货物被扣 楚家被逼债 你爸给你哥呢 还有你家那些叔叔伯伯呢 怎么单单让你 一姑娘家抛头露面 你能做楚家的主吗 楚孟汉在楚风公司 只是一名普通经理 手里没一点视权 现在公司遇到麻烦 楚剑生知道 楚孟汉跟林诗英是闺蜜 所以想让他出面找林家帮忙 林诗英跟楚孟汉两人愣了下 不过叶天宇说的有道理 这样吧 孟汉 让诗英出面帮忙没问题 但你得让你父亲来一趟 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叶天宇认真说道 其实他对生意一窍不通 这些话都是他按照林老爷子意思说的 林家这位老爷子每天待在家里休养 可外面的事似乎没有他不知道的 这次更是猜到 楚家一定会上门求助 没想到楚剑生让孟汉上门求助 林诗英看了眼叶天宇 道 孟汉是我最好的姐妹 帮个忙而已 没等他把话说完 叶天宇打断了他 虽然我对做生意不是很懂 但我知道一个亿不是小数字 难道楚家不该主事的出面吗 假如孟汉是公司法人或老总 那另当别论 林诗英诧异了 他没想到 这个山里出来的臭犊子 说话一套一套的 话说得蛮有道理的 顿时对他刮目相看 楚孟汉深深地看了叶天宇一眼 眼神复杂 良久才说道 你说得没错 我这就回去 看看家里怎么决定 说完 楚孟汉拎着自己的小昆包 匆匆离开了办公室 楚孟汉离开后 林诗英不满地说道 你为什么不让我帮他 我跟孟汉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 他遇到麻烦了 我自然要帮忙 谈条件过分了吧 随后转念一想 来到叶天宇身边坐下 咬着嘴唇说道 我知道你是怕我误会 孟汉跟我说得很清楚了 你当时只是帮他 之前 你们根本就不认识 他准备给你一笔钱 让你离开 你不让我帮孟汉 是怕我吃醋 你都想哪去了 叶天宇苦笑了下 没好气地说道 现在是楚家遇到麻烦 不是楚孟汉 帮忙没问题 跟楚家把条件谈好 这么做 其实是在帮他 叶天宇将林老爷子 教自己的计划 原封不动地说了一遍 林诗英听得连连点头 赞叹道 这个办法不错 看不出来 臭毒子挺厉害 叶天宇呵呵一笑 行道 那方面 老公当人不让 但要说心机 你家里那位老戏精 才是真的厉害 卢阳一处豪宅内 谭世伟一脸阴沉地坐在客厅沙发上 自从楚老爷子寿宴上 知道叶天宇与乔公的关系后 谭世伟一直郁郁寡欢 自己当着楚家亲戚朋友的面 被叶天宇当众羞辱 保镖还被中创 想他堂堂卢阳谭家二少 台海集团副总裁 这种羞辱让他直欲疯狂 叶天宇现在是他的心头大患 只是这小子实力在那摆着 自己还真的一时拿他没办法 但是 楚家他一定不会放过 不仅要楚家一亿货款 三天内归还 他还在鸡查局活动了一下 将楚风公司的一批出口货物 以手续不全为由 给扣了下来 这两件事 楚家如果不能处理了 一定会陷入破产深渊 到时候 将楚家 阿伟 成大事者 要懂得能屈能伸 一点小挫折 没什么大不了的 谭世伟正想着 一位气宇轩昂 面色冷傲的中年人 从楼上走了下来 此人正是谭家家主 台海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谭忠豪 谭世伟深呼吸一口气 道 爸 难道就这样算了吗 就让那小子 骑在咱头上 就这么忍了 我刚接到消息 说楚剑声让孟汉去找林家帮忙 那小子现在就在林诗音身边 一定会出手的 提起叶天宇 谭世伟的眼神都能吃人 但又深深畏惧 别一口一个臭小子的 这个叶天宇 我看来头不小 谭忠豪接口道 爸 这小子我查过了 林涛说 他就是从华山上下来的一个穷鬼 没听说有什么背景 谭忠豪哼了一声 如果他真的这么一无是处 官方怎么会被牙签刺穿了手掌 方天虎的手臂 又是怎么被废的 还有 他怎么就成了乔云鹤的座上宾 这些你都想过没有 谭世伟沉默 这一点 他百思不得其解 谭忠豪看了看手上的僵尸单顿 时间差不了 古老就要到了 你跟我出去迎接一下 古老 谭世伟一听 疑惑道 爸 您说的是官方的师父 天鹰门主 古天鹰 他老人家 不是早就金盆洗手了吗 谭忠豪冷笑 道上混的 哪有真金盆洗手的 不过是提升下自己的身价罢了 以我们跟天鹰门的交情 还有官方从中斡旋 请古天鹰出山 又有什么难的 何况 如今卢阳的道上 天地堂一家独大 天鹰门与青龙会争夺第二把交椅 甚至想跟天地堂掰一掰手腕 需要我们台海集团的资金支援 谭世伟洗上眉梢 一拍手道 太好了 听官方说 古天鹰古老的鹰爪 宫连铁板都能打穿 三十多年从未失守过 官方说他的功力不到师父的一程 这下那个 叶天宇死定了 儿子你听好了 叶天宇背景还没弄清楚之前 你最好别给我惹事 我会找人彻底调查的 就算他有点本事 再卢阳也不可能对我们谭家 造成多大的威胁 等到查清了底细 再算账也不迟 至于楚孟汉 我听说 他身是存疑 但是这个女人是个人才 只要有机会得到他 就不能放弃 想尽办法 也要让那女人臣服于你 谭忠豪看了眼 跃跃欲试的儿子说道 明白 爸 我会继续给楚风公司 和楚家施压 楚孟汉这个女人 我要他哭着喊着 爬上我的床 然后被我整得死去活来 看他还在我面前假装清高 谭侍伟恶毒地笑着 不出所料 第二天 楚健生还是来了 带着楚武 侄子楚鹏 还有楚孟汉 敲开了林诗英的办公室门 看见叶天宇也在 楚健生冲他客气地点了点头 楚叔叔 我听孟汉说 你们楚风公司遇到了大麻烦 对吗 林诗英让秘书端来了几杯茶水 开门见山地问道 对 对 我们楚家本来就资金困难 现在谭侍伟那混蛋 不仅逼着我们还款 还让市场稽查局 扣了我们一批出口的货物 这是把我们楚家往死路上逼啊 林家家大业大 林总又与小女孟汉关心密切 还恳请 你能出手帮楚家渡过这个难关 我楚家一定感激不尽 听说林老董事长身体不适 买了点补品 小意思不成敬意 还望林总不要嫌弃 楚剑生客气地笑着 身后的楚武走上前 将一个精致的礼盒 放在了林诗英的办公桌上 自打进了办公室 楚孟汉都没看叶天宇一眼 他怕林诗英误会 但楚剑生跟楚武 侄子楚鹏 眼神中满是凤城之色 林诗英看了眼精致的盒子 白手道 楚叔说 我和孟汉亲如姐妹 楚家出事我可以帮忙 一意对天威来说 不是什么多大的数字 鸡查局那边 我也可以帮忙疏通 不过 楚剑生心中一喜 但他清楚 林诗英还有话没说完 昨天楚孟汉回去之后 就已经对他们提了 林家可以帮忙 但有条件 楚剑生听了 知道这条件 一定不会小 楚家人在一起协商了一晚上 最终还是妥协了 他们知道在卢阳 除了林家 没人会帮楚家这个忙 敢帮这个忙 林小姐有什么条件 但说无妨 只要我楚剑生能够办到的 一定全力而为 林诗英看了眼楚剑生 淡淡道 条件吗 也不过分 我和孟汉是多年的姐妹 她目前的处境 我也清楚 我的条件是 我帮你们楚家度过这难关 你分孟汉一部分楚风的股份 林诗英这话一出 不光楚剑生三人愣望 连楚孟汉也瞪大了眼睛 一脸震惊地盯着林诗英 久久回不过神来 楚风公司做化妆品生意 虽然规模没有天微大 但也有上亿资产 楚家老爷子楚颜 将公司股权 分给三个儿子 楚剑生执掌 楚风公司 也不过才35%的股份 按他的设想 这股份 是留给独子楚五的 至于楚孟汉 毕业之后 就在公司勤勤恳恳工作 到现在 也就勉强坐上了 市场部经理的位置 每年 只能拿固定工资而已 公司的股权 楚孟汉想都不敢想 楚剑生还没说话 侄子楚鹏先怒了 陈生道 林总 楚风的股权分配 是我们楚家的家事 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楚五也面色难看 赞同道 孟汉早晚得嫁人 俗话说得好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楚家的家业 轮不到他继承 叶天宇青 一直养在沙发上 冷眼旁观 听了两人的话 冷笑一声 继承家业的时候 轮不到孟汉 但公司遇到了麻烦 就让他出面找关系帮忙 这是什么狗屁道理 有本事你俩站出来 看谁尿你们 楚剑生神色尴尬 解释道 行 叶天宇 话不能这么说 林诗英打断楚剑生的话 语气严肃 楚叔说 这就是我开的条件 让我帮忙可以 但楚风公司的股权 必须有孟汉一份 我是看他的面子 才答应帮忙 林诗英的话很明白 若不是楚孟汉 他不会出手 拐你楚家死活 楚剑生转头看向楚孟汉 面色难看 孟汉 这是你怎么看 楚孟汉美睫下垂 沉默了一会 回到 我听爸的安排 生在豪门 父亲又重男轻女 在公司里兢兢业业 却不受重视 楚孟汉之前根本没想过争家产 林诗英刚才的提议 让他心里活动了 楚剑生心中私存着 要不要答应林诗英的要求 可是儿子跟侄子却着急了 尤其是楚五 皱着眉 爸 我看这件事 咱们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钱不行 把公司抵押了 去银行贷款 至于稽查局那边 不一定非要临家出面 何况这股份也不能说给就给 老爷子 大伯 二伯那边也得有个说法 这么大的事 您一个人也做不了这个主啊 楚风公司的股权 被老爷子分给了三兄弟 楚剑生分的最多 楚五知道 父亲的股份最终都是自己的 他当然不想白白送给楚孟汉 哪怕对方是自己的亲妹妹 楚鹏也点头赞同 我之前跟谭世伟也算熟悉 不如咱们再找他商量商量 说不定 这是还有缓和的余地 叶天宇听了这话 撇了撇嘴 如果楚家真有办法 也不会让楚孟汉出面 来求林诗英了 上次在楚老爷子寿宴上 谭世伟受到楚孟汉的冷遇 和叶天宇的羞辱 已经对楚家怀恨在心 才会做出这样的报复行为 他岂能会轻易放过楚家 林诗英笑着不说话 他的想法跟叶天宇一样 你们楚家都让孟汉来找我 还能有什么办法 我吃定你们了 见自己父亲有些犹豫 楚孟汉轻声道 谭世伟那人城府太深 我是不会再去见他的 楚孟汉心里清楚 哥哥和堂哥想的是什么 无非是牺牲自己 换取与谭世伟的合作 让楚家平稳度过这次难关 楚剑生沉默了两久之后 对林诗英说道 这是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我得打电话请示我们家老爷子 看他怎么说 林诗英微笑着抬抬手 试意楚剑生出去打电话 楚剑生拿着手机走出办公室 楚五和侄子楚棚也跟了出去 等楚剑生走出办公室 林诗英拉着楚孟汉坐到沙发上 安慰他 大约半小时后 楚剑生带着两人走了进来 看他面色阴沉 估计遭到老爷子的斥责 林小姐 这样吧 我跟老爷子商量了 决定将公司5%的股权给孟汉 您看 依楚家现在的情况 5%的股权也就价值几百万而已 加30% 林诗英看着楚剑生淡淡说道 这话一出 楚五堂兄弟俩顿时瞪大了眼睛 刚才打电话给老爷子 老爷子对楚剑生一顿斥责 让他无条件地答应林诗英的要求 但他们三人在外面碰了一下头 决定给楚孟汉的股份不能超过5% 现在林诗英一下子提出给楚孟汉35%的股份 若是答应林诗英的条件 楚孟汉起步成了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今后楚风公司也自然要由他来掌舵了 楚剑生愣住了 苦着脸道 林总 这股份出的太高 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林诗英回得很干脆 没什么可商量的 股权在孟汉的名下 公司还是你们储家的 我林诗英从中不要一分钱的好处 叶天宇不以为意道 不错 以楚家现在的情况 一亿货款要还 一大笔出口货物被扣 你说 你们楚风公司还能撑几天 诗英是看在孟汉的面子 才答应出手帮忙的 都这样了 还讨价还价 那干脆让楚风破产算了 你们大家都一了百了 叶天宇的话 正中楚剑生心砍上 真要拒绝林诗英的条件 他们楚家的楚风公司 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破产 到时谁都得不到好处 楚剑生又出去打了个电话 最终接受了林诗英的条件 一小时后 天威法律顾问刘峰 起草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 楚剑生的两个兄弟 楚剑雄 楚剑刚 也赶到了现场 分别代表三家 将手里的股权一部分 转到楚梦汉的名下 林诗英很干脆 协议公正之后 当场将一亿款子 打到楚风公司账户 虽然解决了当前的危机 楚剑生兄弟脸上 并没什么喜色 没有多少废话 楚剑生等人起声告辞 送走楚家人 林诗英带着夜天于 楚梦汉 也离开了天威 卢阳机茶局 一间宽敞办公室内 谭侍伟翘腿 跟一个中年男子 笑着喝茶 在两人中间的茶几上 放着一张 签好名字的支票 谭侍伟 你小子有手段 这批货物被扣 楚剑生一定会主动求你的 到时候 楚家那位大美女 还能淘了你的手掌 不得乖乖往你床上爬 中年男子 唯米的眼神中 露出色眯眯的光 这次多亏宋朱的帮忙 除了这五十万 小弟还给您准备了一辆车 不贵 也就百十来万 谭侍伟豪气地从口袋里 掏出一把宝马标志钥匙 递给宋凯 宋凯也不推辞 将车钥匙在手中掂量了几下 满意地点了点头 拿起支票 塞进了口袋内 谭侍 你放心 我保证按照你的要求 将他拖上一年半载的 两人闲聊了一会 谭侍伟正准备离开 桌上电话响了 宋凯将车钥匙 也揣进了口袋内 接通电话 机查局门卫问道 宋朱 有一位自称林诗英的来找您 让不让他进来 宋凯稍稍愣了下 疑惑地问道 林诗英 是天威集团的总裁林诗英 已经到门口了 和楚梦汉一起过来的 还带了那小子 谭侍伟起身走到窗边 探头朝外面看了看 周梅说道 我看林诗英 八成是为了楚家那批货过来的 来者不上 哼 别人给林家面子 我宋凯偏偏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谭侍伟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那批货在我手上 谁来都没用 宋凯轻哼了一声 坐在老板椅上翘起了腿 对门卫道 放他们进来 宋主 林诗英和楚梦汉来了 肯定来问货物的事 我在这里不方便 我先走了 谭侍伟看到叶天宇跟在后面 心里有些发虚 跟宋凯打了声招呼 脚底抹油 溜了 目送谭侍伟仓皇离开 宋凯想了想 拨通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传来一道娇滴滴的声音 宋哥 来办公室 还是去开房 宋凯咽了口水 艰难道 你 你帮我到大厅接个人 谁啊 这么大面子 天威集团总裁林诗英 女的呀 我不去 电话里焦滴滴声音 带着酸醋味 别闹了 你是我的秘书 你不去 难道还要我去 乖 回头有礼物送你 这还差不多 稽查局外 因为有宋凯的同意 门卫将林诗英的奔驰车放行 将车停好 三人走进稽查局大楼 刚走进大厅 就见一位性感妖娆的女子迎了上来 你是天威集团的林总 女人焦滴滴的声音问道 这女人身材惹火 眉腿修长 看到走在前面的林诗英 眼神明显带有一丝敌意 我是林诗英 林诗英点头答应 我是宋凯的秘书 宋凯在办公室等您 让我来接你 谢谢 林诗英微微一笑 不客气 女人冷冷地看了眼三人 头也不回 扭着水蛇腰 转身就走 三人跟在女秘书后面 乘电梯来到Jazan办公室 推开门就看到一个穿着白衬衫 身形发幅 手上带着明表的秃顶中年男子 坐在老板椅上 中年男子正是鸡查局Jazan宋凯 宋凯见林诗英和楚孟汉走了进来 浑浊的眼睛顿时放出一道亮光 他主动迎了上来 向林诗英热情地伸出手 想必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天威集团的林总吧 宋凯好 林诗英伸出手 与秃顶男轻轻握了下 旋即松开 早就听说天威林总财貌双全 不仅是商业奇才 还是卢阳第一美女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啊 宋凯呵呵笑道 旋即将色迷密的目光投向同样漂亮的楚孟汉 假装问 这位美女师 叶天宇再一次被无视 心中暗骂 他妈的 老东西一看 就不是什么好货 眼睛里只有美女 这么大一帅哥看不见 眼睛瞎呀 宋凯说笑了 我就是一生一人 哪有你说的那么好 林诗英淡淡笑道 指着楚孟汉介绍 她是楚家二小姐楚孟汉 楚孟汉 低着头 喊了声 宋就好 你好 你好 宋凯伸出油腻的肥手 林诗英正要介绍叶天宇 却被宋凯给打断了 林总 楚小姐 来来来 快请坐 说着引导两位美女入座 看都不看叶天宇一眼 你妈 在哥面前摆谱 行 谁叫老婆 有求于你 咱不跟你一般计较 叶天宇大咧咧往沙发上一靠 翘起二郎腿 掏出一根香烟 自顾自地抽起来 看到这一幕 宋凯不爽了 按骂 他妈的 这傻逼 也不知什么来路 谱不小啊 索性直接忽略叶天宇 冲林诗英二人笑着问道 林总 楚小姐 你们二位是喝茶 还是咖啡 随便 呵呵 那就喝茶吧 宋凯笑着 对站在一旁的妖娄秘书说道 香香 帮我给林总和楚小姐泡杯茶来 讨厌 你不能自己去 叫香香的秘书 白了宋凯一眼 不情愿地说道 宋凯有些尴尬 脸色一沉 喝道 让你去你就去 哪来的废话 香香见宋凯脸色严厉 嘴角撇了撇 低声嘟囔 去就去 老东西 该上火的时候 一点火都没有 说着扭着水蛇腰走出了办公室 香香的声音虽低 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楚 宋凯的脸变得尴尬 吼道 你什么态度 叶天宇憋憋着笑 林诗音和楚梦翰装着没听见 为了掩饰尴尬 宋凯转移话题 故意问道 林总 你今天来我这小庙 所谓何事啊 林诗音不想跟他兜圈子 直接了当问道 宋凯 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想问问 什么时候能将储风公司的那批货提出来 这 不太清楚 我查查看 宋凯装模作样地翻了翻资料 说道 哦 处风公司的这批货 手续不全 得等手续办全了才能提走 楚梦翰有些急 这批货可是签了协议 超过时间交货 是要付违约金的 这一大笔单子 托个十天给客户的违约金 就得上千万 宋凯 我们处风公司的那批货 绝对没问题 这都第三天了 该检查的您应该 宋凯冷淡地打断了楚梦翰 楚小姐 我们警察局一直秉公办事 严格按规章制度执行 鸡查局人少 事情多 每天需要检查的货物不计其数 不是你处风公司一家 楚小姐 等我们检查结束 手续办完 自然会放行 你们回去等消息吧 楚梦翰一听 赶紧问 宋猪 这手续办完 大概需要多久 宋凯眯着眼睛看了眼楚梦翰 淡淡道 短三五天 长的话 一两个月也正常 那 眼看楚梦翰有些急 林诗英拦住了他 宋猪 我们天威集团 可以喂喂这批货担保 能不能卖我 林诗英一个面子 宋凯收了谭世伟的好处 自然要维护 所以 表面上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林总 不是我不卖你面子 这样做实在不合规矩 若都这样 我们鸡查局还怎么开场工作 你们回去等着 如果那批货没问题 我尽快把手续批下来 到时通知你们 宋凯话说的冠冕堂皇 林诗英做生意 和不按常打交道 不在少数 他不再揪着话题不放 从昆包里 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信封 递给宋凯 宋猪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还望您收下 林总有心了 宋凯瞥了眼信封厚度 没有去接 严肃道 林总 你这样是让我犯错误啊 这批货 我会尽快办下来 这个你拿回去 谢谢宋猪 林诗英微微一笑 没有把信封收回 而是放在了办公桌上 这时候 秘书香香跨着脸 端来了三杯茶 一杯递给了宋凯 两杯递给了林诗英和楚孟汉 唯独没有叶天宇的份 林总 楚小姐 这是朋友从武夷山 带过来的大红袍 味道还行 你们尝尝 宋凯盯着两位美女 笑眯眯地说道 林诗英皱了皱眉 看了眼 坐着无聊抽烟的叶天宇 说道 天宇 知道你喜欢喝茶 这杯茶你喝吧 说着 把自己面前的茶 递给了叶天宇 哎呀 林总你不介绍一下 这位是 我的私人助理 叶天宇 你看看 林总 实在不好意思 竟和你聊天 把这位 助理给忘了 宋凯一副恍然大悟 冲着香香喊道 蓝秘书 麻烦给叶助理 也泡一杯茶来 说着 冲叶天宇 假惺惺惺道 不好意思啊 叶助理 刚才一直谈事情 怠慢了 叫蓝香香的 妖娆秘书 白了一眼宋凯 不情不愿地走了出去 没事 宋凯年纪大了 脑眼昏花的 健忘很正常 叶天宇 调侃回道 听到这话 宋凯脸色一沉 这小子是拐着弯骂自己呢 他正要出言对他 突然感觉下腹一坠 连忙对林时音说道 林总 不好意思 我有点急事 马上就回来 说着手捧下腹 小跑着出了办公室 叶天宇看到惠心一笑 对林时音道 老婆 我也去上一趟厕所 林时音白了太眼 上厕所就上你的厕所 需要向我报告吗 叶天宇笑了笑 起身跟随宋凯的脚步 钻入了洗手间 洗手间内 宋凯在小便 叶天宇凑过去瞧着 喂 你干什么 变态啊 宋凯下的急忙提裤子 骂骂咧咧地去洗手 准备离开 你小便赤红 以为是尿道炎 去医院检查 尿检结果 一切正常 但是 你每日都会觉得口干口苦 还有夜晚睡觉 每日一点左右 都会莫名惊醒来 每次醒来都会感到心慌 心悸 必须喝一大杯凉水 方能重新入眠 我说的对不对 宋凯听了叶天宇的话 脸上表情越来越惊 到最后站都站不稳 他急忙扶住了洗手池 脸上因为惶恐 变得惨白如指 你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你暗中调查我 叶天宇回到 误会了 我除了是林诗音的助理 还是一名大夫 看出你身体的问题 不是很细松平常吗 喂 你想不想把病给治了 宋凯错愕地瞪向叶天宇 脑子里冒出一个词 疯子 消遣本大爷呢 宋凯脸色一黑 气呼呼地扭头走人 回到办公室 刚才还想着 请两位美女吃顿饭 现在也没心情了 态度也不像刚才那么客气 林诗音眼看这家伙 是吃了秤妥铁了心 知道再谈下去 也没什么结果 于是和楚梦翰对了下眼神 起身离开 宋凯点了一只雪茄 对准备离开的林诗音道 把东西带走 一副大公无私的样 眼看林诗音没有转身 叶天宇却不客气 拿起牛皮纸信封 塞进怀里 林诗音和楚梦翰 闷闷不乐地走出了办公室 叶天宇跟着走了几步 却又折返了回来 怎么 你还有东西落下了 宋凯抽着雪茄 冷笑看着叶天宇 没有没有 叶天宇摆摆手 随即看向宋凯 惊讶到 咦 刚才在洗手间 竟看你嬉嬉了 没注意你脸色这么差 宋凯不为所动 哼 我每天日理万机 脸色差不是正常吗 这还要你说 叶天宇挑了挑眉 如果单纯的脸色差 可以归结于身体疲劳 但我见宋凯脸上没有光泽 皮肤粗糙 毛孔粗大 眼泡浮肿 这不是疲劳的症状啊 不是疲劳 那又是什么 宋凯吃笑道 你只不过是个助理 少在这桩大尾巴狼 以为我真信你是大夫 叶天宇咧嘴一笑 不管宋凯相不相信 继续道 宋凯 除了洗手间里 我跟你说的症状 你是不是还感觉腰细酸痛 还容易倒汗 听到这 宋凯脸色变了 心里咯噔了一下 自己最近的确感觉腰细酸痛 还总是流虚汗 莫非这小子 真的会一说 可是 看起来不像啊 见宋凯脸色变幻 目光闪烁 叶天宇继续道 宋猪 你最近是不是还感觉头晕耳鸣 容易烦躁 夜尿平多 胡说 我没有这些症状 宋凯被猜中了 有些羞恼 手往门口一指 你给我滚出去 别发火嘛 发火对你的并没好处 我说完了自然会走 不用你敢 叶天宇梅烧间跳动了下 警告道 宋猪 其实 你的肾出了大问题 如果我没看错 你最近那个的时候 是不是总感觉力不从心 坚持不过三分钟 一派胡言 宋凯脸色气得猪肝红 豁得站起来 怒道 老子身体好着呢 替丢滚 宋猪 既然不信 我也没办法 叶天宇怂怂间 走到宋凯面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随即翘无声息地 在某个穴位上按了两下 宋猪 我断言 你下次别说三分钟 三秒钟都难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 乱七八糟 宋凯啪的一声 拍掉了叶天宇的手 吼道 给我滚蛋 这里不欢迎你 行 宋猪 我走还不成吗 叶天宇摇了摇头 叹息道 不听明家言 吃亏在眼前 宋猪 你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机 说着 叶天宇朝门外走去 到了门口又停了下来 三秒哦 宋猪 这两天若是感觉不适 来天威找我 过世不后 滚 迎接叶天宇的事 发狂的怒吼 叶天宇撇了撇嘴 离开办公室 叶天宇一走 宋凯顿感心神不安起来 虽然在叶天宇面前 抵死不承认 但他心里清楚 自己身上的症状 被那小子全都说中了 而且 最近一段时间 他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 这让秘书香香极度不满 对自己的态度 也越来越恶劣 难道自己真的出毛病了 宋凯忍不住打了个机灵 心里越来越慌 等会就让人检查一下 不然真像那小子所说的 可就完完了 这时候 香香端着一杯茶走了进来 见办公室只剩宋凯一个人 问道 老东西 那俩妖精走了 嗯 走了 宋凯心烦意乱地回了一句 随即道 宝贝 你帮我约一下中心医院的刘主任 说我有事找他 怎么了 病了 香香眼里带着笔疑 不以为然地道 就感觉这几天身体有点不舒服 宋凯搂住小兰 哄道 为了咱们今后的幸福生活 你让刘主任来给我看看 诺 你不是一直想车子吗 这个送给你 说着掏出宝马车钥匙 塞到小兰的手里 这还差不多 小兰眼里笑开了花 清了一下宋凯的秃顶 扭着水蛇腰出去了 呼 宋凯长浴了一口气 掐灭了雪茄 难难 千万别被那小子说中了呀 离开办公室 叶天宇的心情大爽 刚才 他翘无声息地 在宋凯身上某个穴位按了两下 本来那个家伙就肾虚 再加上自己在他身上动了点手脚 那家伙不仅变成三秒小狼郡 其他毛病也出来了 叶天宇相信 最多明天 这老流氓一定会哭着喊着来求自己 因为 被他弄过的 别的一生根本就治不了 叶天宇哼着小曲儿 走出大厦 看到林诗音和楚梦汉在外面等着 楚梦汉忧心忡忡 林诗音脸色也不好看 看见叶天宇出来 林诗音问道 叶天宇 你干嘛去了 怎么现在才出来 叶天宇嘿嘿一笑 老婆 我刚才帮那个宋凯看了下病 看病 林诗音愣了下 问道 宋凤病了 叶天宇点了点头 宋凤得了什么病 严不严重啊 林诗音问道 对叶天宇的医迹 林诗音没有怀疑 这犊子 连锤死的爷爷都能治后 梁神医简直把他当神看 宋凤这病有点特殊 对男人来说挺严重的 叶天宇撇了撇嘴 道 不过 这位宋凤有权有势 完全可以请专家 帮他治 用不着咱操心 那是 林诗音也没有多想 对楚梦翰道 咱们回去吧 看有没有其他法子 嗯 楚梦翰心不在焉地答应一声 叶天宇冲一脸音韵的楚梦翰笑了笑 梦翰 你不用担心 事情没你想得那么糟 楚梦翰有些疑惑 忍不住问道 什么意思 叶天宇颇有声音地看了他一眼 我跟你打赌最迟明天 宋凯就会主动上门 让你将货物提走 还得赔礼道歉 宋凯把话说得那么死 怎么可能一天过来 就会转性 更不用说赔礼道歉 楚梦翰依旧忧心忡忡 叶天宇 咧嘴一笑 是不是像我说的 明天不就知道了 这边 林诗音深深看了眼叶天宇 这独子把话说得这么肯定 一定在背后做了什么 想到他整潭市尾 蹲了几天马桶 反正他信了 如阳警署 行针队 陈渊渊坐在办公室里 手里拿着笔 不自觉地旋转着 心里一肚子的疑惑 那四名劫匪 似乎不是因为疾病晕倒的 更不可能巧合到同时晕倒 真的起了怪了 就在这时 房门传来了敲门声 陈渊渊立刻警醒 换道 进来 技术中队长于江 从外面走了进来 陈队 检查结果出来了 这四名劫匪 不是因为发病晕倒的 而是受到了剧烈外力的击打 受伤倒下的 检查结果发现 这些劫匪不同程度受到重创 肋骨断了好几根 陈渊渊美眸一惊 什么 外力 据法医鉴定 可能是胳膊肘 胳膊肘 陈渊渊愣愣了一下 用胳膊肘打断几根肋骨 这需要多大的力量 不可思议的是 劫匪手里拿着枪 不知道还击吗 同时击倒四名劫匪 那得多快的速度和爆发力 陈渊渊柔了柔太阳穴 有些头疼 感觉到有些匪夷所思 你问了现场的群众 他们有没有看到有什么人 靠近这些劫匪 当时劫匪抓了那名孕妇当人质 后来那个给孕妇扎针的年轻人 主动要求当人质 但这些人说都没看到 这年轻人对劫匪动手 明白了 一定是他 陈渊渊想起叶天宇熟练的针灸手法 果然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手 你下去吧 陈渊渊挥了挥手 鱼将退了出去 看到办公室门关上 陈渊渊掏出手机 点开微信 看到诗情画意在线 立马给林诗英发了的信息 陈渊渊 诗英 在干嘛呢 过了几分钟 林诗英回了信息 在办公室啊 我的锦花姐姐 怎么今天有空给我发信息 疑惑 陈渊渊 怎么不能给你发信息了 是不是有了男人 忘了闺蜜 偷笑 林诗英 滚 谁有了男人 我跟他在一起 不过是骗爷爷而已 白眼 陈渊渊 怎么感觉话里 透着一股幸福的味道 眼嘴 林诗英 什么啊 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这两天孟汉家里出了点事 找我帮忙 没帮上 烦死了 说正经的 你今天找我干嘛 陈渊渊 你们公司有叫叶天宇的吗 林诗英 叶天宇 她出了什么事 是不是惹祸了 林诗英一连三地问候 身为警察的陈渊渊 立刻判断出 两人的关系不一般 陈渊渊 老实交代 叶天宇 是不是你的那个老公 林诗英 都什么呀 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们是假结婚 陈渊渊 哼 还假结婚 看你一副牵肠挂肚的 迟早要被她收了 不过说实话 你男人长得不赖 收了就收了吧 幻笑 林诗英 呸呸呸 胡说什么呢 那犊子 就是个惹祸精 我是担心 她在外面又惹事了 陈渊渊 她这次不仅没惹祸 还救了一名孕妇 更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还想着 哪一天当面感谢她呢 微笑 林诗英 这个惹祸精 居然还能帮你忙 不过救孕妇 我倒是信 她本来就医术高明 陈渊渊 她是不是会功夫 林诗英 你怎么知道她会功夫 她不是会功夫 而是神鬼莫测 骄傲 陈渊渊 明白了 放下手机 林诗英看了眼趴在桌上 表情痛苦的叶天宇 心里暗暗好笑 只有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 这毒子才能消停一回 不过 林诗英承认这毒子 确实有点本事 不光能打 会治病 整人手段更是一流 也不知道她对宋凯 又用了什么手段 那么笃定 宋凯明天一定 会来赔礼道歉 正想着 前台麦敲门进来 手里捧着一束鲜花 和一个包装精致的包裹 总裁 有人送了礼品 让我亲手交给你 放桌上吧 林诗英瞄了一眼 鲜花上插着一张卡片 献给我的女神 奔放的笔记 落款 你的粉丝 作为卢阳第一美女 林诗英在直播领域 同样有着颇高人气 甚至被某直播平台 评为最具知性的美女 她经常收到一些 陌生男人送的鲜花 礼品之类东西 不以为意 带麦出去 林诗英就要打开包裹 等一下 叶天宇突然抬起头 大喝道 林诗英被吓了一跳 神经病 我拆个包裹 你喊什么喊 叶天宇没理会她 上前夺过包裹 知道包裹谁送的 之前可收到电话通知 林诗英美好气道 我之前经常收到鲜花 包裹 哪知道谁送的 不行 这包裹我来拆 叶天宇小心翼翼 捧起包裹凑到耳边 听了一会 掏出一缸支卡片 手腕一转 卡片赫然变成一把 薄如纸片的匕首 沿着封条 轻轻划开一道口子 林诗英看了好笑 一脸不屑 紧张兮兮的 叶天宇仿佛没听见 专注的将包裹轻轻打开 里面赫然是一部崭新手机 送手机 叶天宇有些疑惑 正要检查一下 不料林诗英突然伸手抓起手机 搞什么呀 神经兮兮的 不就是不手机吗 小心 啪 来不及阻止 林诗英抓在手里的手机 牢牢吸附在他的手上 林诗英一惊 想要抽手 却带出一串电线 电线连接着显示器 显示数字在跳动 5.30分 5.29分 5.28分 原来 手机下方是一个加层 林诗英没有意识到危险 还以为有人恶作剧 叶天宇却猝起眉 这个包裹 是一个设计巧妙的电子炸弹 林诗英用手使径想拿下 手机却像吸铁石一样 紧紧粘在手上 这时 他也意识到了危险 脚区哆嗦起来 紧张 恐惧 这一用力 电子显示器上的数字 跳得快了起来 5.20分 5.19分 5.18分 叶天宇握住林诗英的手腕 低声提醒 别动 林诗英像是溺水之人 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 本能地抱住它 滴滴 林诗英手里的手机传出信息声 屏幕出现一行字 游戏开始 看到这行字 林诗英翘脸变得煞白 叶天宇眉头微醋 老婆都得罪了什么人 先是跟踪 然后是窃听 这次直接电子炸弹 思绪间 第二条短信进来了 显示 美女 看见数字了吗 上面的数字 与你的脉搏相连 试图挣扎或剧烈心跳 数字就会加快 当数字 跳到零点的时候 轰 哈哈 紧接着第三条短信 接踵而至 对了 提醒一下 不要企图拿下手机 一旦脱离脉搏 炸弹随时会爆炸 第四条信息 美女 你还有四分三十秒 好好享受生命的最后时光吧 林诗英浑身颤抖 大口大口喘气 显示器上的数字 快速跳动 别乱动 叶天宇紧紧握住他的手 提醒道 林诗英额头渗出密密扎扎的细汗 整个人惶恐不安 根本无法做到心平气和 数字在飞快跳动 很快便跳到了四点零五分 叶天宇握着林诗英的御手 递给他一个坚定的眼神 保持心平气和 相信我 我能救你 望着叶天宇坚定的目光 一刹那 林诗英突然有了勇气 呼吸变得均匀 吸气 吐气 对 就这样 保持均匀呼吸 相信我 相信自己 数字显示 还剩三分五十秒 留给叶天宇的时间 就剩这么多了 叶天宇脑子飞快转动 这是一个设计巧妙的脉搏炸弹 炸弹一旦拖开脉搏 就会瞬间爆炸 要想解除危险 只有拆除引爆装置 之前 他成功拆除过这种 通过脉搏跳动控制的炸弹 相信这次 他也能救诗英 突然 数字再次飙升 三点五十一分 三点五十分 三点四十九分 林诗英终于忍不住 哭了出来 他感觉自己快崩溃了 放松 放松 跟着我一起呼吸 吸气 呼气 不行 我做不到 叶天宇一把扯开林诗英的衣巾 让他呼吸顺畅一些 老婆 你能做到的 你是集团公司的总裁 那么大公司你都能管理好 这点磨难 又怎会难倒你 保持心态平和 我会跟你在一起 跟着我吸气 呼气 叶天宇抓着林诗英的手 眼里是满满的柔情 鼓励道 林诗英站立着握住叶天宇的手 学着他缓缓呼吸 数秒钟后 林诗英心绪慢慢平静下来 但数字显示已经到了三点十分 林诗英香汗淋漓 冷汗浸润了白色衬衣 眼泪从洁白的脸颊滚落 别怕 相信我 稳住呼吸 我帮你拆弹 叶天宇眼神坚定 林诗英嘴唇抖动 猴杰发不出声音 你要相信我 叶天宇坚定地说道 我信你 叶天宇满意点头 拿出匕首 小心掀起红黄绿电线 连着电线的是一块面板 轻轻拧开面板后 里面结构顿时展现在眼前 线路错综复杂 线路连接在计时器上 时间显示2点26分 林诗英看了计时器 瞬间呼吸又变得粗重起来 计时器上的数字 很快又飙升起来 2点24分 2点23分 2点22分 数字越跳越快 眼看就要跳到1点50分 叶天宇见眉一条 将自己的唇贴了上去 这是温润的闻 也让林诗英的恐惧 从心底驱离 她只感觉唇齿间 传递过来一阵温暖 仿佛喝着捐甜的小溪 心绪渐渐平静下来 飞快跳动的数字 终于慢了下来 叶天宇抽离了唇 她双目紧盯面板内装置 双手灵巧地在复杂线路中 找寻关键的线路 爆炸装置 一般有两个重要线路 一个是连接脉搏的接线 一个是引爆线 只要确定 哪条是引爆线 切断它 就可解除危险 时间 只剩下58秒 汉从面颊低落 叶天宇顺着红黄绿三根主线路 细细地找寻引爆线 计时器数字不断在翻跳着 别看时间 眼看林诗英心神不宁地盯着计时器 叶天宇低声提醒 林诗英急忙闭上了眼睛 这一刻 在她心里 叶天宇仿如自己的最亲的亲人 最值得信赖的人 一翻摸索后 当时间还剩下36秒 叶天宇终于确定了起爆线 叶天宇拿起匕首 手搭在红线上 就在下手的一刹那 指尖一凉 叶天宇心里一击灵 好险 指尖轻轻在红线的背面 扣出一根细如发丝的铜丝 狗日的 这狡猾的混蛋 这一刀下去 连带着铜丝一起割断 炸弹就会瞬间爆炸 叶天宇小心翼翼沿着红线 将铜丝清理干净 滴滴滴 进入倒计时十秒时 计时器发出滴滴滴的声音 仿如死神的桑中一般 这种微弱的声音 惊起灵诗音无限的恐惧 他的心脏剧烈的跳动起来 竖直进入死亡时刻 零六 零五 零四 零三 咔嚓 叶天宇深吸一口气 锋利匕首决然割了下去 咔嚓 随着红线被割断 计时器的时间正好跳到 零腰 空气凝固 滴答声停止 叶天宇尝出了一口气 一摸发现浑身都湿透了 再看灵诗音犹如雕像一般 眼眸睁得大大的 钉在停止跳动的计时器上 翘脸之上游带着惊恐的表情 噗通噗通 心脏剧烈的跳动声 清晰可闻 叶天宇安慰地抱住灵诗音 拍着他的背脊 好了好了 一切都过去了 你很勇敢 灵诗音眼唇失声 终于再也压抑不住 内心翻滚的情绪 眼泪夺眶而出 许久后才如释重负 劫后余生的喜悦 让他难以自惊 这就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啊 天宇 灵诗音眼神复杂地望着眼前的男人 谢谢你 不谢 老婆 你的 叶天宇打着哈哈 视线停留在灵诗音的胸前 灵诗音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的衣服还敞着呢 他急忙捂住胸 休脑道 刚才你为什么撕我衣服 衣领扣得那么严实 呼吸能顺畅吗 不过里面挺白的 叶天宇最后一句 让他对叶天宇的感激 荡然无存 臭流氓 灵诗音赶紧扣好衬衣 气呼呼地骂倒 就在这时 灵诗音的手机 发出嘀嘀声 灵诗音点开信息 显示 美女 你很走运 不过游戏还未结束 精彩还在后面 慢慢享受 灵诗音身子一晃 差点栽倒 叶天宇赶紧搂住他 就在这时 秘书柳冰夏推门走了进来 总裁 这里有一份文件需要你 柳冰夏话没有说完 就看到叶天宇 和一惊 不整的灵诗音 拥抱在一起的场景 当即目瞪口呆 这什么情况 做羞羞的事情吗 两个人都是汗流加倍 灵诗音还面色潮红 一看柳冰夏突然进来 灵诗音急忙推开叶天宇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 灵诗音责备道 灵总 我刚才敲了好几次门了 你没回应 我才开门进来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柳冰夏连忙低头道歉 退了出去 刚才拆炸弹的时候 整个世界只有自己剧烈的心跳声 灵诗音哪里还听得到敲门声啊 等到情绪稍稳定下来 灵诗音拿起电话 准备报警 得了吧 警察管不了这事 更抓不到杀手 叶天宇慵懒地说道 那总要调查一下的吧 还有我的这个手机号 杀手是怎么知道的 很简单 天威里面有内鬼 这次刺杀 就是天威里面的内鬼 和杀手勾结所为 内鬼 灵诗音愕然 当然 不然你的那部手机号怎么泄露的 还有你在不在公司 杀手把你的行踪摸得一清二楚 没有内鬼配合 怎么做到 叶天宇解释道 灵诗音醋眉 心里恨不得将内鬼大卸八块 这个杀手有些变态 他想慢慢玩死你 你越是害怕 他就越兴奋 叶天宇捡起地上的炸弹手机 准备好好研究一下 那我们该怎么办 你装着和平常一样 内鬼在暗处 我们在明处 想把它揪出来 有点困难 这需要时间 不过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将内鬼揪出来的 有了叶天宇的承诺 灵诗音终于心安定了下来 随即 他提醒叶天宇 不要把手机炸弹的事情 告诉爷爷 怕爷爷担心 叶天宇答应了 安抚了灵诗音 叶天宇来到大厦前台 找到前台妹儿 详细问了送仙花人的相貌 特征 妹儿只记得 对方是个留着大胡子的中年人 个子高高的 戴着墨镜 没有其他明显特征 叶天宇清楚 这杀手竟然敢在天威出现 自然是化了妆的 别说妹儿这样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 就是经过培训的保安 也一样被他给混了过去 剑了解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叶天宇叼着香烟 溜达着向办公室走去 到了总裁楼层 叶天宇背着双手 站在走廊 微微仰起头 看着角落中的监控 一路走来 叶天宇发现一个现象 只要有监控的地方 监控似乎都偏离了位置 叶天宇抓了抓头皮 按道 那要装监控干什么 监控隶属于保安部 之前他没注意这方面 这装监控的是不负责 还是有意为之 叶天宇顺着监控走了回去 通过观察发现 天威大厦内 至少有数十个监控死角 完全可以避开监控摄像头 而摄像头的转动频率 也很奇怪 按照目前的频率转动的话 只要有人按照规律行走 就能轻松躲避监控 进入到总裁楼层 甚至直接到林诗英的办公室 这样做目的很明显 就是为了方便进入总裁办公室 目标自然是林诗英 叶天宇暗自冷笑 隐藏在天威内部的内鬼 终于露出了狐狸的尾巴 只要紧盯着监控这条线索 一定能揪出内鬼 就是不知道 这提供线索的内鬼 跟在总裁室安装窃听器的 是不是一个人 叶天宇来到保安室 里面没人 保安要么执勤 要么训练去了 他拿出手机 拨通了郑凯的电话 不一会儿 郑凯气吁吁的推门进来 叶天宇掏出香烟 甩给他一只 郑凯接过香烟 问 老大 什么是这么急 现在 郑凯是叶天宇最得力的助手 郑凯担任保安队长 尽职尽力 很好配合了叶天宇 叶天宇对郑凯也刮目相看 虽然过去喜欢拍马逢营 但是实力还是有的 经过他的调教 无论是责任心 还是办事方面 逐渐恢复了军人的风范 有了郑凯的协助 叶天宇工作轻松不少 叶天宇笑了笑 随即问道 对了 阿凯 你会调试监控摄像头吗 调摄像头 郑凯下意识地回道 会啊 以前在部队学过 老大 你问这干啥 叶天宇点了点头 说道 阿凯 你今天晚上把大厦里所有监控摄像头的转动频率和角度都调整一下 记着 这是不要让其他人参与 绝对保密 郑凯一脸疑惑 老大 大厦里的监控摄像头不是运转好好的吗 为什么要调整啊 当然 是为了钓鱼咯 叶天宇嘿嘿一笑 钓鱼 郑凯一脸猛逼地看着叶天宇 挠了挠后脑勺 老大 你啥意思 叶天宇看着猛逼的郑凯 吩咐道 好了 你就别想了 按照我说的 去做就行了 郑凯知道 叶天宇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道理 老大 我晚上就调整摄像头 对了 调试的标准是什么 叶天宇刷刷刷 在一张白纸上 简单画出图形和数据 然后递给了郑凯 就按照这上面写的调试 郑凯接过草稿纸 见上面的数据和图形 差不多都能看懂 好的 老大 那我先去忙了 去吧 郑凯将草稿纸揣进了口袋里 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啪 叶天宇点上一支烟 深吸了一口 吐出一个烟圈 难难 想跟我玩花样 哼哼 你们还不够格 一日 楚孟汉一早就感到了天威 眼睛有点浮肿 昨晚他根本就没睡好 昨天在鸡茶局碰了钉子 让楚孟汉有些绝望 没想到叶天宇居然说 宋凯最迟今天 就会将楚家的货物提出 还赔礼道歉 虽然有些不幸 不过好闺蜜林诗英 却坚信 却坚信叶天宇承诺的 一定能够办到 回到家 楚孟汉遭到了哥哥 堂哥们的冷嘲热讽 他一晚上想着心事 基本没合眼 一大早就开车 匆匆赶到了天威 总裁办公室里 只有叶天宇一个人 林诗英去开会了 本来叶天宇也想溜 见楚孟汉来了 不好意思走了 给他泡了杯茶 两人大眼瞪小眼的 互相看着 气氛有点小压抑 今天 楚孟汉穿着一袭 白色百合裙 精致的脸上 化着淡妆 稍微自然卷的绣发 披在双肩上 浑身散发着淡淡的忧香 动人不已 没有打扰你吧 楚孟汉率先打破了尴尬 叶天宇笑道 我在天威 就是个打酱油的 咸得很 是吗 楚孟汉嘟着小嘴道 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 诗音怎么会让你闲着 一定把你像菩萨一样 供着 把我像菩萨一样 供着 叶天宇哭笑不得 孟汉 你肯定是电视剧看多了 他没往死里整我就不错了 你没看他天天比我血条例 我都烦死了 扑痴 楚孟汉看着叶天宇 愁眉苦脸的样 当场笑出声来 我教你一个法子 你就不用这么发愁了 楚孟汉道 一听这话 叶天宇顿时来劲了 你快跟我说说 什么法子 楚孟汉神秘道 找枪手啊 既然你这么怕血 干脆找枪手带血得了 是啊 自己有几十个保安兄弟 一人 血一点不就完成了 叶天宇顿时大喜 转念一想 叹了口气 这么多人自己不一样 在诗音那里能交差吗 这就叫做当局者谜 楚孟汉笑着说道 诗音 让你教五百遍条例 又没规定必须 你自己动笔啊 叶天宇一拍大腿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 随着话题聊开 两人越聊越亲切 楚孟汉问了一大堆的问题 问得叶天宇都有点发懵 你老家在哪里 家里有什么人 你的武功在哪里学的 师父是谁 面对楚孟汉 查户口样的问题 叶天宇 当然也要对他刨根问底 甚至让他拿出那副手帕 仔细研究了一番 在手帕脚发现 绣着一个锡字 叶天宇知道师娘的闺名锡血 现在 他百分百确定 这就是师娘留下的手帕 叶天宇拍了张手帕照片 然后问 孟汉 你对小时候的印象 一点都没有了吗 楚孟汉摇摇头 轻声道 真的没印象了 最早印象 就是跟爸妈回到卢阳 那这手帕 你妈 没对你交代过 听到这话 楚孟汉眼睛红了 妈妈离世前 只是交代我一定要好好保存 千万不要丢失 所以我就一直贴身带着她 记得你跟我说过 有个孙婆婆 在楚家一直服侍你们 孙婆婆会不会知道 这手帕的秘密 叶天宇 寻寻善幼问道 孙婆婆从我记事时 就跟我们在一起 听妈妈说 当年爸妈在云贵省 做生意时 就跟了他们 不清楚孙婆婆 知不知道这手帕的事 你知不知道 孙婆婆老家在哪里 楚孟汉摇了摇头 不知道 我妈去世后 孙婆婆待了两年就离开了 叶天宇暗簇 要破解楚孟汉的身世 孙婆婆是个关键 可是云贵省这么大 上哪去找这个孙婆婆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这时 郑凯敲门走了进来 老大 楼下有位宋先生找你 讲话语气和穿着 想当官的 宋先生 叶天宇看着震惊的楚孟汉 嘴角一挑 我没说错吧 这个宋凯一定会上门的 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早 郑凯愣了愣 问道 老大 你在说什么呀 没什么 阿凯 你去把信送的带上来 郑凯答应一声 离开了办公室 没过一会儿 便带着鸡查局宋凯走了进来 只见昨天还趾高气阳 飞扬跋扈的宋凯 现在面色晦暗憔悴 精神奄奄 一眼看去像是病入膏肓 叶神医 我真是有眼无珠 昨天没有听您的话啊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帮我看看病吧 看到叶天宇像见到亲人一样 扑上去抱叶天宇 看到这一幕 站在一旁的郑凯 直接傻掉了 我乐个趣 什么情况 好机友啊 停停停 宋凯 咱们有话坐下来说 好不好 叶天宇手往前一栏 对郑凯说道 阿凯 你去弄点热水来 郑凯会议 答应一声 转身就出去了 宋凯 请坐 叶天宇微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 好好好 宋凯连连点头 然后坐在了沙发上 楚梦汉端来一杯热茶 宋凯站起来接了 与昨天的态度截然不同 叶天宇掏出烟 递了一根给宋凯 假装不知说到 宋凯 才一天没见 你这面色憔悴 精神恍惚的 怎么会这样 叶神医 你可真是活神仙啊 一眼就看出我的毛病 宋凯剧烈咳嗽了两声 不瞒您说 昨儿个你离开时跟我说的话 全都灵验了 说着搓了搓手 尴尬地看了眼楚梦汉 楚梦汉立马会议 拿起手机 假装打电话 哦 石音啊 你叫我呢 我马上过来 挂上电话 抱歉地对两人说道 对不起 石音让我过去帮忙 你们接着聊 宋凯感激地看了眼楚梦汉 直到门关上这才说到 之前我跟他 老婆亲热的时候 感觉力不从心 虽然时间不长 还能坚持三四分钟 可是 昨儿个突然直接下降到 噗 听到宋凯的话 叶天宇差点就笑喷了 老大 水来了 宋凯说到一半 郑凯拎着一个湖水 走了进来 宋凯看到郑凯进来 他立马闭上了嘴 毕竟自己生理上的事 事件丑事 当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阿凯 你去忙吧 没事不要让人进来 叶天宇接过了水壶 好的 老大 有事呼我 叶天宇起身将门 给关上 坐到宋凯身边 说道 宋凯 你继续说 好好 宋凯苦着脸说道 叶神医 你走之后 我找了中兴医院的刘主任 他帮我检查了一下 除了甚亏 没发现什么毛病 便帮我开了几副中药 宋凯喝了口茶 继续道 可是 昨晚我跟 正如你说的 三秒钟都坚持不了 而且 感觉燥热难耐 下体却是冰凉坠痛 嗨嗨 伴随着头晕眼花 四肢乏力 咳嗽气喘 今天早上 我又去找了刘主任 他检查后 还是没发现任何症状 我就将你昨天说的话 转告给了刘主任 他说在卢阳 没人 能够找出我这毛病 别说医治了 除了夜神医您 宋凯 别急 来来来 先喝杯茶 消消火 叶天宇站起身 给宋凯杯子里 添加了热水递给他 谢谢 谢谢 宋凯站起来 拱着腰 连声感谢 夜神医 我今天过来 特意请您 帮我治疗一下 要不然 我这后半辈子的幸福 可就真毁了呀 宋凯这回是真的急了 对叶天宇都用上 您这个尊称 如果不是身体 有求于叶天宇 他怎么可能 对一个公司的小助理 这么尊敬 想他宋凯在卢阳 也是重要部门领导啊 手里有权有势 还家外有家的 享受其人之福 如果自己的身体 出了状况 他很难想象 自己以后该怎么活下去 要是不能玩 那手里的权力 还要他干嘛 叶天宇淡淡道 宋主 之前不是不相信我吗 还要我滚 我错了 叶神医 我错了 我向您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宋凯哭丧着脸 连连道歉 就差跪下来磕头了 那些有钱有势的人 哪个不想 结交一位神医 自己道好 人家送上门来 主动为他治疗 自己居然让人家滚 真的是有眼无珠啊 行了行了 叶天宇撇了撇嘴 看着宋凯戏谑道 宋主 让我帮你治疗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你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宋凯文言大喜 赶紧道 叶神医 只要您能治好我这病 别说一个条件了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既然宋主 那么有诚意 那我就说说我的条件了 您说您说 宋凯一脸恭敬前程 在他眼里 叶天宇就是个神医 他就指望着叶天宇了 哪敢说个不字 叶天宇笑了笑 宋主 楚家储风公司的货 叶神医 今天我以为这是来的 昨天实在是多有得罪 请叶神医多多包涵 宋凯站起来保证 不出明天 哦 不对 就在中午之前的所有流程 就可以走完 下午 楚家就可以去提货 这些我不懂 待会你具体跟林总和孟汉谈吧 叶天宇眯了眯眼 不过该怎么谈 宋主 不用我提醒你吧 宋凯拍着胸脯保证 请您放心 只要能治好我的病 今后凡涉及天威和楚家的事 在鸡茶局的层面 一律大开绿灯 叶天宇淡淡一笑 随即手往沙发上一指 说道 宋主 你躺下吧 宋凯一听大喜 乖乖地躺在沙发上 叶天宇随身抽出几根长短不一的金针 就着打火机 简单制烤起来 看到叶天宇随手取出金针 宋凯更加信了 怪不得刘主任称他叫神医了 竟然随身带着金针 虽然这针长得有点奇怪 恰恰证明 肯定医术不凡啊 要不然 谁没事天天把针带在身上 叶天宇看向宋凯 笑着问 宋中 你需要我帮你到哪种程度 听了叶天宇这话 宋凯一时间没明白他的意思 叶神医 我没听懂您的意思 叶天宇呵呵一笑 直白说道 我是问你 需要我把你这功能调整到多少分钟 宋凯眼睛一亮 卧槽 连时间都可以自己决定 太玄乎了吧 那 那就二十分钟吧 宋凯激动的说话都颤抖了 这可是自己十几年前的战斗力呢 叶天宇安安好笑 这家伙的追求也太低了吧 二十分钟能干吗 连前戏都不够好吗 叶天宇笑眯眯道 要不我给你调到半小时吧 啊 宋凯直接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一脸狂喜地看着叶天宇 这 还能调 啊什么啊 不信 不不不 不是不信 只是 我真的能半小时 宋凯激动得浑身颤抖 这可是自己年轻时 也难起及的时间 太不可思议了 叶神医 如果您 真能让我恢复年轻时候的雄风 您就 就是我的再造父母啊 得 宋凯 再造父母这话可别乱说 但求你今后多多关照天威和楚家 叶天宇嘴角抽了抽 心道 老子还没结婚 哪来 你这么个儿子 宋凯激动得直搓手 一定一定 我这是 发自内心的感谢 叶天宇 行了 感激什么的 等帮你治好了再说吧 先躺下 把上面的衣服脱了 哎 宋凯 宋凯赶紧脱掉了西服和衬衣 躺在了沙发上 等宋凯躺好后 叶天宇拿出了金针 用食指和中指 夹着一根金针 丹田提气 清贺一声 官员学 秀 一道金光闪现 金针准确刺进了官员学中 漠然间 这根金针在宋凯官员学上颤动了起来 发出嗡嗡嗡的声音 一股酥酥麻麻的感觉 传遍全身 并没有任何疼痛 尤其 看到金针在自己身上颤动的时候 宋凯惊呆了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在自己身上颤动的金针 嘴巴张得老大 足以塞进一个鸭蛋 契海穴 秀 第二根金针脱手出 如流光一样 没入了契海穴 嘶 看着这神乎其神的一幕 宋凯倒吸了口凉气 我尼玛 这真正的神医啊 太喧呼了 叶天宇的一手针灸神迹 直接亮瞎了宋凯的眼睛 第二针落下后 宋凯感觉小腹有一丝丝良意 在身体里扩散 在这燥热的天气里 这股丝丝良意 让他感觉非常舒服 紧接着 叶天宇没有任何停歇 直接粘起了第三根金针 神雀学 秀 金针划过一道优美的弧度 高高落下 直接没入了神雀学当中 三根针已落 叶天宇便没在失真 这一刻 三根金针交相辉映 如同一个三角形一样 在宋凯身上 剧烈颤动了起来 嗡嗡嗡 官员 气海 神雀 君士人体中 提经固肾的药学 只需三针 便可治疗好宋凯肾虚的毛病 随着三根金针的颤动 丝丝白气 从宋凯的身体里冒了出来 而此时的宋凯 则是感觉全身上下 每一个毛孔 都舒服到了极致 他闭着眼睛 忍不住发出一声声轻横 面容春风荡漾 表情荡至极 叶天宇嘴角一抽 尼玛 效果这么明显啊 嘖嘖嘖 简直不忍直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一刻钟后 叶天宇右手轻轻一挥 三根金针回到了他的手中 看宋凯的表情 叶天宇知道 效果百分百 叶天宇收好金针 见宋凯还躺在那儿 表情猥琐 说道 宋凯 起来吧 治疗结束了 闻言 宋凯猛然睁开眼睛 坐起来茫然问道 叶神医 这就完了 对啊 不然呢 叶天宇吃笑着反问 是不是太快了 宋凯干笑一声 叶神医 这就治好了吗 我咋没感觉啊 这环境当然没感觉了 叶神医 我这到底好没好 宋凯一脸疑惑 叶天宇笑了笑 我当然要给你验证了 言罢 叶天宇掏出手机 点出里面 郑凯给他下载的一个视频 朝宋凯招了招手 神秘一笑 宋凯 你过来 我给你看个视频 来验证一下 宋凯疑惑的 看了眼叶天宇 然后穿好衣服 走了过去 拿起手机 瞬间便被里面的画面 所吸引了 半想 宋凯才收回目光 表情尴尬的 看着叶天宇 叶神医 您 您这是要干嘛 宋凯 不干嘛 就是验证一下 你到底好没好啊 叶天宇 唤笑了声 说道 宋凯 你就先坐在这里看一会儿 待会你就知道 你到底好没好 说完 叶天宇便拿起一副耳机 戴在了宋凯耳朵上 自己则悠哉悠哉地坐在沙发上 点上一支烟 倒了一杯茶 悠然地品尝了起来 宋凯不知道 叶天宇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样 不过 既然叶天宇让自己看 那就看呗 反正里面内容精彩 他还想下载到自己手机上 下次带着香香一起欣赏呢 想到这 宋凯露出猥琐的笑容 坐在了椅子上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视频 欣赏了起来 仅仅看了几个镜头 宋凯就感觉全身燥热了起来 感觉 这是什么情况 宋凯有点猛 以前就算香香 自己都要半天才有反应 怎么今天反应这么强烈 难不称 真的好了 宋凯赶紧取下耳机 一脸激动地说道 叶神医 我 我真被治好了 不然呢 你身体的反应 不就是最好的验证吗 叶天宇倾咳了两声 道 那个 宋凯啊 等会林总和孟汉来了 你可得注意形象啊 哦 好的好的 不好意思 叶神医 宋凯又炯又喜 看了下下体 身体像的虾米一样 微微拱起做掩饰 宋凯啊 经过我的治疗 你的毛病不仅痊愈 能力还增强不少哦 叶天宇砸着嘴说道 叶神医 您真乃话陀在世 扁鹊重生啊 那么 几下就把我的毛病给治好了 我 我该怎么感谢你啊 宋凯兴奋的脸庞通红 从皮包里拿出一张支票 龙飞凤舞地写了一串数字 递给叶天宇 道 叶神医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您一定要收下 叶天宇接过支票 看了眼上面的数字 哟喝 还挺大方 一出手就是一百万 宋猪 你挺大方啊 叶天宇笑眯眯地说道 叶神医 应该的 宋凯一脸尊敬地说道 一百万 只是一点小意思 请您务必收下 叶天宇也不客气 收好支票 笑眯眯说道 宋猪 待会该怎么做 不用我再提醒了吧 我告诉你 既然有办法把你治好 一样有办法 让你彻底报废 你知道 明白明白 叶神医 您交代的已经很清楚 我知道该怎么做 宋凯下的浑身一哆嗦 刚刚还熊啾啾的 瞬间便恢复原形 他真的怕叶天宇说的那样 就惨了 叶天宇不再理会 拨通了楚梦汉的电话 送走宋凯和楚梦汉 叶天宇回到总裁室 一进门就看见林诗音双手抱胸 坐在沙发上 嘴角带着一丝脚侠的笑意 看着他 窗外的阳光洒在女人的身上 好像给女人披上了一件惊煞 肌肤如玉 美目流畔 透露着女人风神野力的美 叶天宇咽了咽喉咙 咧嘴一笑 道 老婆 别这样看我 你老公会骄傲的 坐 林诗音笑着指了指自己对面的椅子 老婆 啥事 你就直说 叶天宇咧嘴一笑 然后坐了下来 林诗音端起茶杯喝了口养生茶 说道 说吧 你对宋凯都做了什么 什么做了什么 叶天宇假装糊涂 你该不会威胁他了吧 林诗音问道 啊 叶天宇突然觉得 林诗音的想象力挺丰富的 啊什么啊 你快说 是不是威胁宋凯了 林诗音睁大美眸 盯着叶天宇 叶天宇 我跟你说 宋凯是卢阳实权领导 你不能随便威胁人家 我们天威集团 今后还要和他打交道的 叶天宇哭笑不得的看着林诗音 老婆 你不要这么看我 我没你想的那么暴力 除非有人对你不利 否则 我真的没有威胁他 可我总觉得 宋凯像变了个人似的 而且对你又惊又怕的 好吧 事到如今 我也不隐瞒你 叶天宇叹了一口气 说道老婆 宋凯之所以变得这么好说话 那是因为我帮他治了病 为了报答我 自然是我说什么 他就照做咯 真的 林诗音有些信我 这毒子完全有这个实力 当然真的 老婆 你觉得我会骗你吗 叶天宇撇撇嘴 我对天发誓 我说的话句句属实 叶天宇 你说宋凯得了病 他得了什么病啊 呃 男人病 叶天宇顿了一下 回道 男人病 林诗音眨了眨眉眸 问 男人病是什么病 那个 老婆 这个问题 你就不要再多问了 只可一会不可言传 叶天宇打了得哈哈 随即说道 好了 老婆 已经到饭点了 我先去吃饭了哈 说完 叶天宇一溜烟跑了 等到叶天宇一走 林诗音便敲了敲键盘 打开了一个浏览器 然后输入了一个问题 男人病是什么病 等到结果一出来 林诗音滑动鼠标 开始浏览 没过一会儿 林诗音小嘴微张 脸蛋刷的一下就红了 天哪 他连这种病都会治 遵抵会所 进百米的办公室内 只放了一张巨大的办公桌 和一组真皮沙发 白赤灯下 显得空旷肃杀 雷恒闭着眼睛 手上把玩着一只白色狸猫 显得有些心神不宁 门外传来敲门声 雷恒没有睁眼 淡淡地说了一个字 静 一个三十多岁 金诞男人快步走了进来 他顺手关上门 走到沙发前 恭敬地说道 龙头 查清楚了 林诗音身边 有一个叫叶天宇的高手 从华山下来的 具体来路不明 林远见的意思 这次覆舌 炸弹失手 多半是这小子破坏的 雷恒文言表情依旧淡然 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只是把玩狸猫的手停了下来 全身像僵住一样 一动也不动 金诞男子叹了口气 可怕就可怕在 一点不清楚 这小子什么来路 按林远见的说法 这小子很邪乎 邪乎 雷恒猛然睁开眼睛 口气冰冷地说道 不管什么来路 失败就是失败 不要找理由 就把这次失手 当作投石问路 你告诉覆舌 让他切勿大意 覆舌实力虽强 却有个致命的毛病 太骄傲 你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等待最佳实际 金诞男人点了点头 随即问道 那林诗英怎么办 生意当然还得继续 答应林远见的 一定帮他做到 雷恒冷笑 不过 这个女人这么棘手 这架马吗 黄姓 关于那小子 林远见还了解多少 关于这小子的来历 林远见只知道 他是林震男数年前 为林诗英订的未婚夫 这次特意下山为 林诗英治病 不知怎么的 林诗英就把他 安排到林诗英身边 看来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对了 前段时间这小子 在天威门口 把蔡家少爷打残了 顺带着将雷抱的 五六十人一锅端了 还有天地堂的方天虎 也被这小子给废了 方天虎 雷恒重重哼一声 脸上的表情有些凝重 他的眼睛盯着那条 白色狸猫 眼神与他的宠物 一样的冰冷 看来这小子 确实不简单 方天虎手下 有上千弟兄 他是怎么做到的 黄信皱了皱眉 接着道 我还探听了一个消息 觉得很奇怪 雷恒眼神一扬 问 什么消息 黄信 据天地堂那边的探子报告 方天虎 是在楚家老爷子 受淡那天 被那小子给废的 后来 天地堂总管谢平 也到场了 可是不仅没有对付这小子 反而对他十分尊敬 还将方天虎的两条腿给打断 扔到大街上 你说奇怪不奇怪 难道那小子 跟乔云鹤有什么关系 黄信 你务必搞清这家伙的底细 雷恒命令道 龙头 下一步 你去告诉腹蛇 搞定那个女人 顺带搞定那小子 再加他一千万 龙头 代价未免大了一些 雷恒冷笑 钱不是问题 羊毛出在羊身上 我会让林远健心甘情愿再掏一个亿 关键是他想不想得到天威 转头吩咐黄信 按照腹蛇的规矩 把一半的定金五百万打入他的户头 腹蛇纵横二十年 只要接下单子就会无休止地追杀 你去办吧 黄信点头说道 明白 属下这就去办 说完 转身匆匆离开 遵照雷恒的吩咐去安排 看着黄信背影消失 雷恒从沙发上站起来 走到窗边 拉开窗帘 面对白茫茫的江面 自言自语地说道 林诗英 你的死气到了 叶天宇从总裁室出来 原打算直接去餐厅 想着一个人吃饭孤单 于是溜达到保安室 保安室内 郑凯带着一班弟兄刚训练回来 浑身汗滋滋的 也准备换了衣服出吃饭 叶天宇心情很好 对郑凯他们说道 把衣服换了 我请你们吃饭 老大 今天不用了 中午公司里有酒会 招待各地来开会的经销商 伙食好 何必出去浪费呢 郑凯笑着说道 叶天宇这才想起 这几天市场部在与各地经销商召开洽谈会 那走吧 咱们也去蹭饭去 叶天宇叼着郑凯递过来的黄鹤楼 大手一挥 来到二楼 老远就闻到一股酒肉香气 众人口水差点流了出来 他娘的 我闻到了澳洲小龙虾的香味 还有京都烤鸭 煞士佛跳墙 郑凯鼻子嗅了嗅 笃定地说道 叶天宇笑骂 草 你替是属狗的 鼻子这么灵 一帮人说说笑笑来到第一食堂 正准备进门 却被门口几个保镖样家伙给拦下了 你们是那个嘎拉里冒出来的 怎么还不让我们进餐厅了 叶天宇将嘴里的烟喷出 不屑地问道 郑凯一看 认得这几个人拉住叶天宇 老大 算了 咱们去二食堂去吃吧 反正菜好菜差 拉出的屎一样丑 不行 老子今天就在这吃 叶天宇叼着烟转头问正凯 这几个小子从哪蹦出来的 他妈的在老子地盘横什么横 正凯一脸尴尬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叶天宇 你在这里做什么 怎么 林总没让你进来吗 萧青岩远远走来 连声问道 叶天宇叹了口气 点上一根烟 他妈的 这几个鸟人居然不让老子 带兄弟们进去吃饭 叶天宇这表情 萧青岩一看就知道 这毒子要发火 赶紧对正凯他们说道 你们都进来吧 我允许了 正凯听到这话 顿时化作了一阵风 冲进了餐厅 叶天宇没有进去 而是站在餐厅外 把烟吸完 其他几个保安 也陪着在外面抽烟 萧青岩好奇地问叶天宇 你怎么不进去 叶天宇扬了扬手里的香烟 道 把烟吸完 等会在里面吸烟 石英看到 又要批评我 萧青岩暗自点头 这毒子被诗音调教的 越来越有规矩了 两人正聊着 就听餐厅里传来一阵惨叫 只看见正凯 竟然被刚才的几个保镖 给踹了出来 胖乎乎的洪伟明背着手 看了一眼 躺在地上流着鼻血的正凯 你踢一小保安 凑什么热闹 今天这酒会 也是你能参加的 这十一药费 算是给你长个记性 说着 从口袋掏出一叠钱 甩在正凯脸上 正凯羞愧地爬起来 准备走人 叶天宇看到这顿时脸色一沉 一旁萧青岩也是吃惊 没想到在自己面前 一向温文尔雅的红伟明 竟然还有这残暴一面 你没事吧 萧青岩冲了进去 扶着正凯问 红伟明尴尬了 没想到萧青岩就在门口 正凯受宠若惊 萧蜜 别碰我 我脏 等下鼻血弄脏您衣服了 卫副总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在公司随便打人 他是一个保安 但也是我们的同事 红伟明赶紧扯出一丝笑意 误会了 轻摇 我的保镖以为他来闹事 所以 话还没有说完 正凯赶紧接枪 对对对 红总没有说错 误会了 萧青岩冷着脸 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丝毫不嫌弃 郑凯身份 扶着一瘸一拐的 郑凯走了出来 老大 郑凯见叶天宇神色可怕 有些担心 叶天宇死死盯着红伟明 两人上次在餐厅里的矛盾 眼看要被点燃 叶天宇 你要干嘛 萧青岩脸色一变 老大 算了 别 郑凯话未说完 只见叶天宇 大不留心走了进去 怎么的 你还想打我 红伟明眉头跳了跳 身后几个保镖 默契挡在身前 不懈打量着叶天宇 臭小子 知道这位是谁吗 天威副总裁 京都红家二公子 你动一下试试 萧青岩追了进来 拦住叶天宇 别冲动 餐厅里面都是公司高层 和各地的经销商 你别让诗音难做 叶天宇心里憋着火 还是强忍着冷静了下来 指着红伟明 打你不至于 我怕脏了我的手 但是把你养的狗刷好了 否则别怪我打狗无情 王八蛋 你说什么 有种再说一次 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一个保镖冷哼道 红伟明冷冷看了一眼 这个保镖 保镖身体一震 又退了回去 叶天宇对这样的威胁 自然不放在眼里 这几个保镖 叶天宇眼睛扫了一眼 就知道实力比方天虎 还要差一大截 跟这等货色动手 简直污了自己的手 叶天宇暗自评价一句 你们是什么人 我不感兴趣 如果想死 尽管来试一试 叶天宇眼神冷的吓人 就像锋利的刀子 深深刺进所有人的心脏 红伟明的保镖 竟然被吓住了 阿凯咱们走 叶天宇扶住满脸 是写的郑凯 回宿舍处理 郑队长对不起 萧青岩在身后道歉 毕竟郑凯一等人 是自己让进去的 哪知道红伟明 竟然是这种嘴脸的人 萧青岩虽然傲娇 但是绝对不会去 欺压底层员工 青瑶 红伟明想解释 结果却被萧青岩 冷冷打断 这事情 你自己去跟石英去说吧 亏得我一直在石英面前 说你的好话 现在我发现 你就是个骗子 混蛋 萧青岩瞪了一眼红伟明 他对红伟明失望 打了几点 转身进了餐厅 少爷 那小子很狂 要不要我们 帮你教训他 身边保镖道 啪 红伟明一巴掌 狠狠打在保镖的脸上 给老子闭嘴 蠢货 叶天宇坐在办公室里 呼吱呼吱 吃着盒饭 林诗英推门走了进来 站在他面前 听说你要打红伟明 叶天宇被突然问话 噎了下 翻了个白眼 我可没打呀 你别冤枉人 再说了 公司那么多人在 你老公那么没素质 素质 林诗英 行道 要不是萧青岩拦着 你不打红伟明 才怪 虽然听萧青岩说了 这事情确实是红伟明的不对 毕竟红伟明是集团副总裁 集团第二股东 红家的代表 如果红伟明在集团内被打了 他真不好在京都 红家面前交差 事情闹僵了 也不利于天威的发展 这事情我会处理 你别插手了 林诗英提醒道 叶天宇没有说什么 只是低头吃着盒饭 今天你怎么吃这个 林诗英有些心痛 第一餐厅还有很多海鲜之类的 好喝的红酒 我都让餐厅给你和安保部留了一些 盒饭别吃了 不卫生 对身体不好 我让人给你送来 叶天宇挑了挑眉吗 你这是关心我吗 林诗英随即冷道 老板关心下属是应该的 再说一次那件事 你别再插手了 我一定会公正处理 给你和郑队长一个满意的交代 毕竟今天 把孟汉的麻烦是处理了 叶天宇功不可没 虽然他嘴上不说 但是心里记着叶天宇的功劳 说完林诗英头也不会走了出去 看着林诗英诱人的背影 叶天宇嘴角浮现出一抹微笑 这丫头确实不简单 能当上百艺集团的总裁 确实有这个实力和魄力 很快 林诗英让人把好吃的和名贵红酒 送到了办公室来 好吃的自然不能独享 叶天宇打了一个电话 好几个保安上来 将这些好酒好菜端去了保安室 郑凯见到吃的 裂开嘴 老大 这顿打不亏 就是有点丢脸 不过没事 我们这些社会底层挣扎的人啊 哪里还在乎这些呢 旁边叫王贵的小保安 苦笑道 都说穷要穷的有志气 可是谁都清楚 那是说给傻子听的 听了这句话 所有人莫名低下头 队长郑凯经历过太多欺凌和白眼 所以很快收拾好了心情 反而安慰大家 好了 别说这些了 赶紧吃吧 平时大家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吧 看到王贵低下头 眼睛红了起来 叶天宇拿着一瓶红酒 大口大口喝着 这个王贵是郑凯从山里带出来的孩子 跟着郑凯闯社会的 可是没想到 社会却让他感受冷暖之苦 叶天宇看在眼里 没有说什么 这个世界谁没有受过苦呢 谁没有不愿意提及的过去呢 只是不愿意说出来罢了 情绪低落是短暂的 面对美酒好菜 很快大家心情恢复了 大口吃着海鲜 喝着红酒 一切烦恼随着欢声笑语 抛之脑后 与此同时 卢阳一家不起眼的酒店里 一个男子在浴室洗澡 男子身体很强壮 落腮胡子 面旁很粗犷 鼻梁高挺 眼神凶煞 浴室外的卧室里 一个打扮浓妆艳抹的女人 正在穿衣服 看着床上扔下的几张 红灿灿的票子 满意地抓起 塞进自己的小包里 起身准备离开 这时她的眼神 瞅了一眼 床上男人的衣裤 记得这男人办完事后 就是从那个裤兜里 掏出来的票子 女人往浴室看了一眼 手悄悄地伸了过去 你敢动一下 我杀了你 现在 马上给老子滚出去 你已经得到了 你应得的报酬 浴室里 响起那个男人的轻贺 声音不大 不过却是充满了威严 吓得女人赶紧把手 缩了回去 轻轻撇了撇嘴 夸张地扭着屁股 离开了房间 不一会 男人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围着一个浴巾 擦着头发 看了一眼 床上自己的衣服 从裤子口袋里 掏出一把乌黑发亮的手枪 放在枕头 接着 从床底下 拿出一个长盒子 打开 里面是一把ME2机枪 这些都是他的家伙时 他来卢洋 是杀一个女人 不过 不是杀刚才那样的女人 他不想 惹不必要的麻烦 男人将长盒子重新关上 斜躺在床上 从枕头下 掏出一张女人照片 赫然是林诗英的生活照 冷艳高贵 男人盯着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拿出打火机 将照片点着 火光映照下 那张粗犷的脸 更显猙獰 就在这时 门被轻轻地敲响了 男人扔掉燃烧的照片 像猎豹一样 飞快地拿出枕头 谁 我 门外响起了一个低沉的声音 男子听出声音 打开了门 从外面走进来一个 金淡的男子 正是黄信 黄信穿着一身黑色净装 进了房间 鼻子轻轻地秀了秀 皱了皱眉 腹蛇 你刚完了女人 腹蛇咧嘴一笑 闲着也是闲着 轻松一下 还别说 这妞真替够胃 什么ZI是都能做 就是有些贪心 好了 不说了 雷爷如何吩咐 腹蛇随手扔给黄信一瓶啤酒 自己也拿了一瓶 啪的一声打开 喝了一口 靠在床上随口问道 黄信面色有些凝重 腹蛇 你的目标有些麻烦 在他的身边隐藏着一名高手 不仅功夫了得 身份还神秘 龙头的意思 让你不要急于一时 谨慎行事 等待最佳的刺杀时间 腹蛇表情不屑 不过并没有反驳 腹蛇 你和青龙会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大家彼此了解 需要人手你跟我说一声 我安排人配合你 不需要 你把我的那几个兄弟安排好 有他们就够了 刺杀的事 不需要你操心 腹蛇淡淡道 黄信点点头 打开啤酒喝了一口 那就好 龙头说了 如果你能连这个 腹蛇交叶天宇的保镖一起干掉 他在追加你一千万 我已经在你的海外户头 打了五百万的定金 听了这话 腹蛇眼睛一亮 感谢雷爷 黄总管请回去告诉雷爷 就说被腹蛇盯上的目标 只有一种结局 死 腹蛇一脸的傲慢 中午喝了点酒 叶天宇在宿舍里睡了一觉 等他再次回到保安室 林诗英已经带着洪伟明过来和解 看到叶天宇走了进来 郑凯一干保安松了一口气 就像看到救星一样 叶天宇 就等你了 咱们说正事吧 林诗英看了一眼洪伟明道 洪总 你让你的保镖 打人 是你的不对 你知道 我一直在公司里 提倡上下级关系平等 你身为集团副总裁 自己说怎么办吧 这事情我有过错 我没有约束好自己的保镖 导致他们失手打了郑凯队长 我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 郑凯脸色阴沉 叶天宇坐在沙发上抽着烟 也不说话 钱 恐怕对于洪伟明来讲 钱是最廉价的东西吧 叶天宇知道 郑凯现在要的不是钱 而是一个道歉 可是 虽然叶天宇来天威 让郑凯他们这些保安 身价提升了不少 可依然是公司的底层人员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即使工资提高了 又能怎样 对此郑凯心里很清楚 何况要求集团副总裁 家族实力不逊于林家的洪伟明 给自己道歉 简直不可能 他心里其实在想 这个洪总裁 以后不再找自己麻烦 能安稳在天威保安的位置上待下去 养家糊口就行了 看到郑凯陷入沉默 洪伟明和蔼的笑脸 露出一丝不耐烦 他妈的臭屌丝 居然还想敲诈老子 洪伟明心里咒骂 脸上去展现笑容 阿凯 你看这样 我给你十倍药费 这总行了吧 这些钱够你一年工资了 林诗音眉头皱了皱 他没想到洪伟明 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一点诚意都没有 不仅没有诚意 简直是在侮辱人 别说郑凯不答应 自己也看不下去 林诗音正要开口 却被叶天宇打断了 洪总 钱就算了 你也别破费了 阿凯不要钱 就只需要你一句道歉 叶天宇语气虽然平淡 但是却不带半点退让 郑凯等在场的保安 都瞪大眼睛看着叶天宇 洪伟明脸色一沉 你让我跟他道歉 怎么 难道您一句道歉 比几万块钱还要金贵 叶天宇说道 洪伟明看着郑凯 鼻孔哼了一声 哼 让我给一个保安道歉 做梦 郑凯看了眼叶天宇 正要拒绝 却被林诗音打断了 洪副总 林诗音语气严厉 丝毫不带任何感情 如果你不道歉 我会将这件事 在全公司通报 到时候 我看你还能不能 在天威待下去 这就是刚正不合 让人敬畏又害怕的 冰山女王啊 在场所有保安 包括叶天宇在内 心里都暗自评价了一句 洪伟明听了这话 身子猛然一震 他没想到林诗音 为了屁大点事 竟然让自己 给郑凯道歉 他为了能亲近 第一枚女林诗音 在家族内主动请音 到天威担任副总 可是除了能多看几眼 连手都没碰到过 真体憋屈 现在 居然为了一个小保安 要不道歉 还通报集团公司 这是一闹大 自己 还怎么在天威待下去 更重要的洪家掌舵的 怎么看自己 未来的洪家继承权 自己绝对没有希望了 这是他绝对不想看到的 对不起 洪伟明强忍着心中的怒火 面对有些不知所措的郑凯 咬牙切齿地说出三个字 其他人还好 作为职场老油条 郑凯可是吓得不轻 他差点给洪伟明磕头回礼 叶天宇却按住了郑凯 摇头示意 别管 今天我替你做主 错在洪副总 郑队长 还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继续当好你的保安队长 为公司效力 林诗英见好就收 帮着打圆场道 郑凯感动得泪流满脸 遇到这样的老板 我郑凯还能说啥 卖命呗 是 阿凯一定做好本职工作 不负总裁期望 好了 洪副总 你可以离开了 我希望你以后 还是与下层员工多接触接触 这对你的工作有好处 洪伟明没有理会 而是冷冷看了一眼叶天宇 嘴里露出一抹残忍 紧接着又大不留心走了出去 老婆 谢谢你为我的弟兄们做主啊 叶天宇啼笑道 呸 林诗英瞪了这独子一眼 随即道 这事情你做的没错 也是我这个老板应该做的 言罢 林诗英也转身走了出去 走到门口 停下脚步 叶天宇 别待太久啊 你的条例 还得继续抄 好嘞 叶天宇爽快答应 等到林诗英离开 郑凯泪流满面道 老大 我们谢谢你 真的 你是我们见过最好的好人 还有你老婆也是 叶天宇踢了一脚 郑凯道 大老爷们哭什么哭 不知道还以为我搞鸡呢 随着叶天宇这句话 保安是顿时破涕为笑 快乐对于这群小保安来说 就是那么简单啊 此时保安室外 一道欠力的身影 裙摆微动 粉红的唇角 微微露出一抹微笑 随后默默离开了 钱老三 你提什么意思 老子付你三百万 帮老子揍他一顿都不行 你想要多少 天威地下车库 红伟明坐在奥迪Q7里 对着手机愤怒地嘶吼着 红少爷 这不是钱的问题 你给我一千万 我也不敢去做啊 他可是乔工的座上宾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红少 您另请高明吧 说完 电话直接被挂断 根本不理会红伟明 操 红伟明狠狠将手机砸了出去 心中的怒火 让他恨不得立刻弄死叶天宇 今天这面子跌得太大了 现在 他在集团内微信扫地 在林诗英和萧青岩两大美女面前 形象也彻底毁了 狗日 给老子等着 我会让你后悔的 红伟明露出一抹冷笑 整理好心情 走出了地下车库 叶天宇就是天威大厦里的一类 每天只要林诗英不看着 就跑去找大厦里那些小美眉斗去 看手相 要么窝在保安室里斗地主 最近更是爱上了游戏 英雄联盟 当然 他玩游戏的本事实在不杂的 属于专门坑队友的菜鸟 玩上几局就会被人给踢出来 他妈的 又被踢出来了 几个意思啊 老子不陪你玩了 保安室内 叶天宇愤愤愤地丢下鼠标 一脸不屑 是他们不陪你玩吧 郑凯一脸不屑将叶天宇当场拆穿 掠夺者根本不是这么用的 正面冲击只能死得越快 而且你正面冲击就罢了 还反应迟钝 啪 叶天宇一巴掌扇在郑凯头上 一脸不服起身 说得跟你很厉害似的 哎 我就不信你玩得比我好 没办法 叶天宇自诩天赋极高 唯独玩游戏就是不开窍 郑凯看着笨手笨脚的 可是拿起鼠标来 瞬间手指连动 仿佛是指挥若定的将军 看着郑凯熟练地操控着游戏中的人物 叶天宇的眼珠差点掉到地上 这家伙手指粗得跟萝卜似的 玩起键盘来这么灵活 一个玩 一个看 两个人正津津有味 总裁林诗英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了他们的身边 保安是其他保安 本来也围在一旁看 转身发现总裁进来 一个个乖乖退到一边 也不敢出言提醒 只能相互做着鬼脸 嘿嘿 看我这打野的水平 跟你比怎么样 郑凯得意地笑着 手指在键盘上灵活敲打 却没有得到叶天宇的回应 老大 我说 你是不是被我的技术下傻了 在其他方面 我不如你 在玩游戏上 你得拜我为师 郑凯一边操作着鼠标键盘 一边转过脸来 结果差点没下个半死 林诗音就站在他的身后 冷脸盯着屏幕 叶天宇则一脸幸灾乐祸 这个家伙很不讲义气地 做出个你玩了的眼神 扫 总裁 没想到您老人家来这里啊 看到林诗音凌厉的眼神 郑凯如坠冰窖 觉得自己身上的温度 都下降了几分 冷汗瞬间从他的后背冒出来 把衬衫都湿透了 上班时间玩游戏 把公司的规章制度 完全抛之脑后 这绝对是死定了 郑凯记得 之前的有个部门的中层干部 因为上班时间 与人在办公室抽烟聊天 被总裁直接给开除了 自己的行为 可比那位中层严重多了 林总想开除自己 只需要动动嘴皮子 这么简单 听到郑凯说 您老人家四个字 林诗音的眉毛挑了挑 这个郑凯 天天跟叶天宇待在一起 嘴也变碎了 你跟我过来 林诗音并没有追究郑凯 而是对着叶天宇丢下一句话 便离开了保安室 郑凯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终于放下了玄者的心 他看了眼叶天宇 做出一个鄙视的眼神 都怪这位爷 如果不是他击自己 怎么会被总裁发现玩游戏 好险 差点丢了这么好的工作 叶天宇乐呵呵地拍了拍郑凯的肩膀 阿凯 你别这样看着我 你要不把游戏技术交给我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郑凯文言 脸色暗淡下来 叶天宇则趾高气昂地走了出去 老婆 找我什么事 跟着林诗音回到办公室 叶天宇坐在沙发上 见茶几上有一个精致茶杯 端起来 直接喝了一口 林诗音抬起头 正好看到叶天宇端起自己刚刚用过的茶杯 差点手中的文件夹再次飞出 这独子就是故意的 只要是自己喝的杯子 他都要尝一口 这段时间 自己都记不清换了多少杯子 林诗音白了叶天宇一眼 拿上自己的小坤包 跟我出去一趟 半小时后 奔驰大计来到市政新区 现在去哪 叶天宇将车停在路边 问道 江南医药大学 江南医药大学 是国内最好的几所医科大学之一 这里学术分为浓厚 学校人才辈出 所获荣誉无数 学校有好几位院士执教 还经常聘请诺贝尔生物奖得主 给学生授课 江一大生物医学研究所 是国内最顶级的国家医学实验室之一 有多项医学研究成果 在世界引起轰动 江一大医学论文发表篇数 在国内也是位居前列 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医学殿堂 虽然大白天 但校园里一片寂静 可见里面学习氛围的浓厚 车子开进学校 直接到一栋大楼前 下车 叶天宇默默地 跟在林世音后面 面对这样的学校氛围 哪怕是一句话 都显得很突兀 走进实验大楼 两人乘坐电梯 来到最顶楼 爹 走出电梯 就见一个醒目的标志 江南医药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 所有的房间的门 都是紧闭着 穿过一条长长走廊 在一间前沿生物实验室门口 停了下来 林世音轻轻敲了敲门 谁 里面传来一道苍老的男生 杨教授 是我 林世音 没过一会儿 门打开 一个穿着白大褂 身形高瘦 满头白发 戴着一副深度眼镜的老者 出现在门口 世音 你来了 白发老者和蔼一笑 随即警惕地 看向叶天宇 问 这位是 杨教授 他是我的助理 叶天宇 杨教授 你好 叶天宇笑着打了声招呼 你好 杨教授淡淡地回了句 杨教授 奥蛋铜项目 是否有新的进展 叶天宇才知道 原来林世音 将天威的高分合成 奥蛋铜项目研究基地 秘密放在江南医药大学 那些基于奥蛋铜技术的 各方势力 谁会想到 这么重要的技术 林世音 居然不放在天威自己的实验室 而是放在江南医科大学 世音 奥蛋铜项目 经过我的研究小组反复认证 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 距离临床试验 就在这一两个月的时间 杨教授 辛苦您了 我恨不得也参与您的团队来 可是天威杂事太多 抽不开身 我能看看进展吗 林世音兴奋到 当然可以 这里面包含着你的大量心血 不过杨教授看了一眼叶天语 他没事 好吧 你们随我来 杨教授带着两人来到实验室内的一扇门前 他将自己的眼睛对着门镜 眨了眨 门自动打开 走了进去 房间有四五十平米 中间摆着一个巨型实验台 实验台上放着几台高配置的液晶显示屏 台子上还放着许多仪器和资料 世音 你看这 杨教授指着一个显微镜 对林世音道 林世音坐在台前 眼睛对着显微镜 仔细看了起来 看了数分钟 林世音抬起头 对杨教授道 教授 我感觉这些高生物分子 还没有完全激活 这正是我们目前公关的核心 我们现在加紧破译这些高分子生物运动规律 一旦破译成功 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杨教授信心满满 林世音被杨教授的信心所感染 高兴道 那就辛苦教授了 教授可帮了我大忙了 杨教授呵呵一笑 傲旦同一旦研制成功 是立国立民的大好事 世音啊 你能出巨资资助这个的研究 老朽应该感谢你才对 林世音又跟杨教授聊了一下研究的细节 才和叶天宇离开实验室 七街是卢阳的小吃一条街 这里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小吃 无论是白天 还是晚上 都是热闹非凡 人潮汹涌 看着熙熙攘攘的街口 林世音站在那里 诧异地看着叶天宇 这就是你要带我来的地方 叶天宇点点头 是啊 感觉怎么样 从江南一大回来 叶天宇直接把林世音 拉到了这里吃饭 你说这里 林世音看了眼 乱糟糟的街道 顿时没了多少胃口 转身便要离开 老婆 事物不能光看表面 有些东西看着没那么美好 可体验起来 有不一样的乐趣 你想一想 为什么这么多人 多爱来这里吃饭 肯定有原因的 既来志泽安之 听我的 有些生活方式 是你没有体验过的 如果只有工作 岂不是太乏味单调了 听了叶天宇的话 林世音脚步停下 叶天宇也是跟郑凯他们来这里的 很快便迷恋上了这里的小吃 今天他也要让林世音尝尝心 他相信 吃惯了精致美食的诗音 一定会喜欢这里的小吃的 来到卖臭豆腐的摊子 叶天宇要了一大份的臭豆腐 看着黑色的臭豆腐块 在油锅里炸到膨胀伸展 盛到盒子里 又浇上了特制的酱汁 撒上调料和香菜 叶天宇经不住咽了一口口水 而林世音对着黑漆漆的食物 避之不及 叶天宇却硬拉着来到这里 他捏着鼻子道 我不吃这东西 好臭 不吃也得吃 叶天宇抓住林世音的手腕 防止他逃跑 然后说 张嘴 林世音皱着眉头 一手眼鼻 就是不张嘴 听话 这东西闻着臭吃着香 我不骗你 你看多少人排队吃它 叶天宇指着排着长队的人群 鼓励道 听到听话两个字 林世音的表情显得怪异 这个词还是小时候 爸妈爷爷说的话 等到长大后 便再也没听过这词了 今天 从叶天宇的口中 重又听见听话二字 林世音的心情 竟有些复杂 趁热吃 还有爆汁呢 叶天宇一口吃下 胡伦说道 林世音看着那黑乎乎 抹着酱汁的臭豆腐 实在是张不开嘴 你别动 我自己吃 林世音知道 叶天宇拉自己过来体验小吃 是为了让自己放松 不尝一下 这毒子 不会善罢甘休 不知什么时候 林世音开始在意 叶天宇的看法了 林世音鼓起了莫大的勇气 用牙签扎起一小块臭豆腐 放进嘴里 轻轻一咬 汤汁从臭豆腐块中渗出 香气瞬间弥漫了他的口腔 这盒带着臭味的黑色外表 真是大相径庭 吃完之后 林世音的表情并没难受 眉头也舒展了一些 叶天宇笑眯眯地问 怎么样 味道如何 林世音虽然觉得味道很不错 但是嘴上却说一般 是吗 那好 剩下的我全包了 既然你不喜欢吃 不勉强你 叶天宇笑道 林世音冷着脸没吭声 只不过拿着牙签 又挑起一块来 这不就结了 告诉你吧 这街上还有更多你 没有吃过的东西 我今天带你体验个遍 叶天宇瞬间很有成就感 十分钟之后 叶天宇一只手拿着五串烤串 另外一只手拿着一碗小面 一边吃着手里的烤串 一边直接用嘴吸溜碗里的面 连筷子都不用 林世音的形象也好不了多少 他左手拿着一串烤鸡翅 右手拿着一串烤五花肉 虽然是细嚼慢咽 但也是吃得嘴角油光 看着林世音吃得津津有味 叶天宇心里不免得意 让你装 知道好吃了吧 叶天宇端着小面 问旁边的林世音怎么样 你要不要也来尝一口 林世音看了看那小面 虽然带着不少辣椒 但是整个红油汤汁很清亮 闻着还有诱人的香气 犹豫了一下 拿出面摊上的一次性筷子 夹起一块紫面条 直接吸入嘴中 不愧是第一美女 连吃面条的动作都那么性感 叶天宇看着那根面条 被林世音吸进了嘴里 不禁有些羡慕 如果自己是那根面条就好了 就能尝一尝林世音嘴唇的滋味 下意识的叶天宇想起 那天晚上 在老爷子的怂恿下 林世音亲吻自己的感觉 当时 发生得太快 自己都未来得及体验 真是遗憾 怎么样 好吃吗 嗯 林世音点点头 她的脸颊上 已经溅上的几滴细小的红汤 叶天宇拿出纸巾递给她 林世音接过纸巾 拿出手机照了照 观察了一下自己的脸 顿时一脸黑线 自己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不注重形象了 就当林世音 准备擦掉脸上 星星点点的游记时 叶天宇忽然按住了她的手腕 笑眯眯地说道 老婆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样子 真的很美 没 林世音诧异 这个样子 有何没可言 比你在天威集团里接地气多了 也更漂亮了 叶天宇一脸认真 都什么样的眼神啊 林世音摇摇头 林世音不知道是食指大动 还是爱上了这种不一样的体验 在吃完这些东西之后 又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牛杂汤 吃得头上直冒汗 叶天宇笑眯眯地拿出一张纸巾 轻轻地为她擦拭额头上的汗水 旁人看来这就像是一对亲密的情侣 两个人在小吃一条街逛了两个小时 才意犹未尽地回到车边 叶天宇打开车门 却被林世音抢过钥匙 然后直接坐上了驾驶位置 油门一踩 奔驰大忌咆哮而出 绝尘而去 回去路上 林世音问道 天宇 上次窃听器的事 你查得怎样了 叶天宇摇摇头 还在查 我发现有人动了大厦内的监控 一切都是针对你 啊 针对我 林世音惊得玉手一抖 大忌被她开得摇晃起来 叶天宇吓了一跳 喂 注意开车 然而为时已晚 哐荡 只听到一道声音响起 大忌似乎撞到了东西 林世音赶紧踩下刹车 我 我刚刚是不是撞到什么了 林世音扭头看着身边的男人 眼中净是害怕 好像是的 叶天宇心中一凸 她看到一道黑影从车前闪过 下去看看 说完 叶天宇打开车门钻出了车厢 来到车前 低头一看 只见地面上 竟然有一滩星红的血迹 天宇 我是不是撞到人了 林世音从车里惊慌地跳了下来 当她看到地上那滩血迹时 吓得尖叫出声 被撞的人呢 半天 林世音回过神来 寻找被撞之人 可围着大巨转了一圈 没能看到人意 叶天宇也纳闷 难道家人撞飞了 天宇 我们怎么办 林世音一脸慌张地看着她 还是找找吧 看是不是被你撞飞了 时间来得及的话 或许还有救 叶天宇摇摇头 来到路边 寻找着被撞之人 由于他们处于一条 在修整的道上 看不到行人 所以 基本没人能看到这一幕 但他基本能确定 老婆 确实撞了什么东西 必须搞清楚 终于 他在路边的绿花袋里 看到躺着的一个人 是一个人 林世音闻声而来 刚走到境前 就吓得尖叫出声 可怜兮兮地看着她 天宇 他死了吗 叶天宇摇摇头表示 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来到躺在绿花袋里的人身边 原来 被撞飞之人是一位老人 两鬓斑白的头发 估摸着至少七十岁往上了 这般年纪的老人 被车撞飞 恐怕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如阳市中心医院 林世音让叶天宇 预交五十万的治疗费 自己则急匆匆先到急救室 路上撞了老人 他和叶天宇第一时间 报了案 将老人送到医院抢救 并通知了老人的家属 刚走到抢救室门口 便被几名情绪激动的家属围了起来 纷纷对林世音指责怒骂 甚至拉扯 林世音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 慌得有些花容失色 他想安抚家属的情绪 可这些家属哭哭啼啼的 根本听不进去劝 直到主治医生出来喝止 这些家属才消停点 林世音连忙上前咨询 赵医生 老人家怎么样了 赵医生对林世音摇了摇头道 抱歉林总 我们已经尽力了 什么 听到这话 林世音顿时如遭雷击 脸色惨白 老人死了 刚才路上 这位老人横穿马路 被林世音的大惧撞倒 经过交警勘察认定 出示老人不遵守交通规则 翻越隔离带 横穿马路 是事故的主要责任方 问题是 老人是他撞倒的 听叶天宇说 老人迈向平稳 应该没什么大碍 没想到 竟然出没救了 这让他心生愧疚 无比自责 赵医生安慰道 林总你不必太过自责 老人家此次的死因 主要是心脏病 与车祸没有直接关系 你他妈的胡说八道什么 赵医生的话音刚落 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 满身酒气地冲了过来 光头 纹身 金链子 道上混子的三要素齐全 一看就知道 不是一个善茶 赵医生认识此人 医院一带的大混子方雄 这家伙经常在医院惹是生非 哪里敢再多说一句 方雄见赵医生不说话了 便恶狠狠地瞪着林诗音 你害死了我爸 你说怎么办吧 叶天宇不在身边 林诗音有些六神无主 不知如何是好 虽说这次事故他有责任 可老人的死不能全怪他 他也很懊悔 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 深吸了口气 极力平复下心情后 林诗音才道 人死不能复生 老人家的后事 我会负责到底 没等林诗音说完 方雄便接话过去 听说你是天威总裁 既然你愿意负责到底 那这是好办 你赔我们一千万 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 这点钱对你这个天威集团的总裁来说 不算什么吧 赶紧拿钱 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老爷子后事 有我们这些子女 不需要你来操心 一千万 听到这话 林诗音顿时怒了 真当这钱天上吊的 张口就是一千万 赔偿也要有个度 一旁的赵医生都听不下去 忍不住道 你这是狮子大开口 林总就算有钱 也不能当冤大头吧 更何况这件事情 主要责任不在林总 林总已经人质易尽 他预付了老人五十万药费 你们可真开得口 方雄一听 眼睛瞪得像牛眼 指着赵医生鼻子威胁道 你这个庸医 你以为你就没责任了 老子还没找你算账 你先逼逼了 放心 老子找完郑主 连你一块收拾 无礼取闹 赵医生听了 脸都绿了 碰上这种地痞无赖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民事纠纷 警察也不好处理 林诗音冷着脸道 我的钱也是钱 并不是大风刮来的 该我的责任 我绝对不会逃避 交警怎么判 我遵照执行 但不该我的责任 想强加到我头上来 也绝不可能 老人的后事 你们想风光大藏 没问题 一切费用我来承担 想要对我敲诈 门都没有 看到林诗音态度强硬 方雄咧了咧嘴 不屑道 一千万 一分都不能少 少一分你试试看 老子到上混了几十年 橘子前前后后进过百回 老子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信不信 老子马上组织几百人 拉着老爷子的尸体 直接去读你天威集团的大 门 对了 你们天威集团是制药的企业吧 我就说 我爸是吃了你公司生产的要死的 免费给你们天威集团做一份广告 到时候 天威集团损失的 恐怕就远不止一千万那么简单了 你 临时音器的胸膛都要裂开 卑鄙 无耻 现在是网络时代 信息传播快 一旦被好事者盯上 很快便上热搜 而且 社会普遍存在仇富 不管真相如何 必定会引起很恶劣的后果 这一招 不得不说很恶毒 严妄好惹 小鬼难缠 碰上这种人 林诗音也有些无奈 破财消灾 但林诗音很清楚 像方雄这种人 贪婪无度 既然敢狮子大开口 一旦自己爽快答应的话 那对方必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恐怕还会得寸进尺 甚至今后就是一个无底洞 就在这时 一名中年妇女冲了出来 你害死了我爸 我跟你拼了 只见她发了疯似的 向林诗音扑来 一副拼命的样子 林诗音惊慌失措 连连后退 慌乱之下 脚一微 整个人顿时失去重心 往后面倒了下去 啊 林诗音失声尖叫 脑子里一片空白 眼看就要摔倒 这时 一只粗壮有力的手臂 将她稳稳接住 然后一把将她拉了过去 让她身体栽进一个结实的胸膛里 一股说不出来的安全感 在林诗音心头生用 林诗音惊魂未定地抬头看去 映入她眼帘的是 那张匹帅的面孔 是叶天宇 林诗音顿时心定了下来 我的女人 也是你们能欺负她 还没等林诗音回过神来 一道霸气十足的声音 又从叶天宇嘴里发出 若是之前听到这样的话 林诗音还要催她一口 但是此时 却觉得格外的温暖 刚才发疯的女人 指着叶天宇咆哮道 我爸都死了 你还说 我们欺负她 这些家属的情绪 再次地激动起来 纷纷又对林诗音 吐沫横飞 特别是方雄 挥舞着拳头怒吼 你个杀人凶手 再不赔钱 老子就弄死你们 这一刻 林诗音委屈地想哭 她怎么就成杀人凶手了 碰上这样的无赖 真的欲哭无泪 就在这时 一道铿锵有力的声音 从叶天宇嘴里传了出来 谁说老人死了 要是我能把老人治好呢 叶天宇淡淡道 什么 能把老人家治好 林诗音瞪大眼睛 愕然地看着叶天宇 医院都宣布 老人没救了 难道还能起死回生吗 你他妈从哪钻出来的 胡说八道什么呢 信不信 老子现在就抽你 方雄瞪着叶天宇喝道 其他家属 个个都愤怒地 对叶天宇破口大骂 赵医生 也用怪异的眼神 看着叶天宇 不过此时 他也不敢多说什么 免得激怒这些家属 无端惹祸上身 林诗音拼命地给叶天宇 使眼色 让他不要乱说 叶天宇却是一脸自信 如果我能治好老人家 此时到此为止 如果我治不好 我赔你们两千万 如何 此话一出 林诗音恨不得踢死他 这是本可以走司法程序 该怎么判怎么判 被他这么一搅活 自己真的成了责任方 林诗音怒道 你想干嘛 赔两千万 我不同意啊 本来 方雄提出一千万 林诗音就坚决不同意 现在这犊子 居然提出两千万 这个冤大头 他可不愿意当 当他傻呢 方雄一听 顿时乐了 哼 小子这可是你说的 今天你要是治不好我爸 那就赔两千万 如果敢耍老子 看我弄不死你 没问题 叶天宇自信地回了一句 便向抢救士走去 林诗音无奈地摇头 虽然他知道 叶天宇医术高明 可不至于死人都能医治吧 这犊子这次完大了 现在堵住以下 除非出现神迹 否则这两千万算是砸水里了 这边 叶天宇刚走到抢救士门口 便被赵医生拦下 赵医生一脸严肃地说道 你是谁 不是本院的医生 不能进抢救士 看你也不像是医生 知不知道 没有行医资格证 是不允许给人看病的 何况 病人心跳已停止 就算神仙来了 也就不活 叶天宇平静地看着对方 神仙救不了的活 我能救 一句话 赵医生差点噎死 但凡正常一点的 能说出这样的话吗 这家伙脑子 一定有病 叶天宇能说出这种奇葩话来 零食音倒不奇怪 这犊子 就没有不敢说的话 众目睽睽之下 他恨不得不认识这犊子 眼看着赵医生拦着 不让叶天宇进抢救士 混子方雄不干了 他一把将赵医生 推到一边 眼神凶狠道 你他妈把我爸医死了 我还没找你麻烦 你现在逼逼傻 说完 催促起叶天宇 小子你赶紧的 老子 还等着那两千万呢 叶天宇走进抢救士 看了眼 躺在治疗床上的老人 心里更加有底了 在送老人来医院前 他已经把过老人的脉 虽然虚弱 但很平稳 绝对可以治疗的 叶天宇不急不慌地取出 随身的精针 看到这 赵医生心中 不禁猛地移动 随身携带精针 难不成这家伙 还真的会医术 不过 就算会点医术 也就是些中医针灸 更何况 中医针灸需要时间 和经验的积累 以叶天宇的年纪 针灸水平 能有多高 说到底 中医调理为主 说到治疗抢救 还得看西医 这边 叶天宇解开老人身上的衣服 手中的精针 迅速在坛中 集拳 神门 天池 中丸等穴位扎下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树针下去之后 心跳器上的直线 忽然跳动了起来 仪器上显示 老人有了心跳 有心跳了 这 不可能啊 赵医生瞪大眼睛 死死地盯着心跳器 一脸的难以置信 奇迹 这真是奇迹 病人心率也稳定了 中医针灸 真的能治疗死人 看来我过去小看了中医 叶天宇打断了他 沉声道 刚才 老人心跳停止 只是一种假死状态 其实我在送老人来医院时 探了他的脉搏 心跳虽然虚弱 但是还算平稳 不至于死人 林诗音在一旁静的目瞪口呆 看向叶天宇 越来越觉得他神秘莫测 明明心跳停止 有一段时间的老人 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心跳 叶天宇 还真的硬生生 将老人从鬼门关中 拉了回来 这也太神奇了吧 他的医术 真高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林诗音不禁想起来 叶天宇吹嘘自己 医术无双 能活死人肉白骨的话 莫不是真的 叶天宇继续施着针 仪器上显示老人的心跳 已经恢复了正常 老人的心率 也越来越稳定 甚至脸上 都有了一些动作出来 混子方雄见状却急了 忽然向叶天宇 冲了过来 你快住手 不许用挣扎我吧 见到方雄的举动 在场所有人都吓了大跳 在这个结果眼上 若是被他破坏的话 那可就前功尽弃 这种丧心病狂的畜生 为了前连父亲的命 都不管了 还没等方雄冲到叶天宇身前 只见他头也没回地甩手 将一根金针扎进了方雄的身体 方雄顿时像被钉住了一般 身体僵硬在了原地 动弹不得半分 任凭他怎么发力 就是不能动一下 如此一幕 林诗英在天威大厦见识过 倒是不奇怪 在场其他人都傻眼了 感觉这像是武侠电视剧里的点穴一样 怎么做到的 太匪夷所思了 更匪夷所思的还在后面 在叶天宇拔出老人身上的金针后 老人家竟睁开了眼睛 好了 老人家没有什么大碍了 再休养两天 就可以出院 叶天宇将金针收起 大功告成 赵医生看着愣了半赏 才佩服无比地说道 神医 你这医术 真让我大开眼界 简直叹为观止 没想到我们老祖宗传下的中医 竟如此厉害 说来惭愧 之前我还一直看不起中医 实在是目光太过浅薄 叶天宇撇嘴但笑了一声 中医博大精深 只是很多高深的医术都已失传 所以才显得没落 赵医生重重点了点头 现在他相信了 叶天宇对林诗英道 老人已经没事了 我们走吧 林诗英乖巧地跟着叶天宇 走出医疗大楼 正要上车 就见混子方雄 犹如一头发狂的野兽 怒气冲冲地跟了出来 眼看着这家伙阴魂不散 林诗英下眉身皱 不悦道 你爸已经没事了 你还想怎样 方雄满脸凶狠地 瞪着叶天宇和林诗英道 我爸只是暂时没事了 谁能保证以后也没事 你想怎样 赔钱 不赔钱 就想走 没这么容易 说着 方雄竟然摸出了一把弹簧刀出来 杀气腾腾地朝二人逼近 林诗英有叶天宇在身边 一点不处 喝道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方雄黑黑冷笑 今天不拿出一千万赔偿 你们甭想走出医院 说着 拿着刀一步步逼近 叶天宇将林诗英护在了身后 冷冷道 你拿刀吓唬我 或许我可以放你一马 但你拿刀吓唬我的女人 我今天得费你一只手 说完 叶天宇快若闪电地冲了出去 还没等方雄反应过来 咔嚓 一道令人齿寒的骨头断裂声 伴着一声痛苦惨叫响起 方雄的手腕竟被叶天宇应声掰断 我的女人 也是你能吓唬的 不是看在 你是受伤老人的子女 要了你的狗命 方雄又疼又怕 跪地求饶 兄弟我错了 我有眼不识泰山 以后再也不敢了 滚 随着叶天宇一声断鹤 方雄仓皇逃离 眼看着方雄狼狈逃离 林诗音绷紧的神经也松懈下来 看向叶天宇的眼神 蒙上了一层雾气 这犊子好像 这么看着我干嘛 是不是爱上老公我了 要不 我勉强考虑一下你 叶天宇忽然说了句很欠揍的话来 顿时把林诗音心中刚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打碎 谁爱上你了 臭眉 林诗音对叶天宇翻了一个大白眼 随手将钥匙扔给叶天宇 没好气道 老师开车 车速超过70码 罚超公司条例20遍 叶天宇接过钥匙嘴里嘀咕 爱就爱了 还不承认 楚风会议室 楚风公司正在召开公司高管会议 自从楚孟汉在林诗音的帮助下 偿还台海集团一亿获款 获得楚风公司35%股份成为楚风第一大股东 他也被老爷子楚延任命为公司新任总经理 今天 楚孟汉以总经理的身份 第一次主持公司高层会议 楚总 市场部拓展计划所需资金都报给你两天了 你不签字到底想干嘛 楚孟汉 销售部申请的铺底资金 听陶经理说你不批 你什么意思 你不批资金销售部没法运转了呀 孟汉 虽然台海集团一亿获款还了 可是楚风依然处于亏损 你作为总裁不拿出方案 怎么带领楚风走出困境 楚总 这是楚风的财务报表 上面显示 楚风公司账面上流动资金不到500万 这样下去支持不到月底 公司就得停摆 你得想法子解决啊 听着公司高管轮番对他发难 楚孟汉眉头紧锁 看着这些人在表演 楚风公司这些年一直经营不善 楚孟汉接手公司后 很快发现了一系列问题 前两年 楚风公司以较低的价格 购买了一大批低档红酒 没想到低档红酒生意持续走低 生意越来越不景气 因此 所有的红酒全部堆在仓库中 卖不出去 欠下一大堆债务 资金链断开 资金严重短缺 由于加上近两年生意的低迷 各个银行也不贷款 虽然 林诗音帮着将台海集团一亿 获款还了 可是 还有一些小债主要债不断 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难处 楚孟汉当家了 才知道当家的难处 想必林诗音的天威 也是压力不小吧 他不好意思 再去找林诗音帮忙 他现在是楚风最大股东 楚风的总经理 掌握着公司 就要承受相应的压力 可楚孟汉的资历 在那摆着 楚风公司是家族企业 公司的高层都是楚家人 也是楚孟汉的叔叔哥哥姐姐们 这些人根本没把年轻的楚孟汉放在眼里 楚孟汉出长 楚风公司 这些人还把他当作以前的楚孟汉 经常提出各种要求 没成想 看似柔弱的楚孟汉 态度强硬的将一些不合理的报告全部压下 所以今天会议 一上来 这些人便对楚孟汉发泄着不满 楚孟汉清楚 这些楚家人各怀鬼胎 想联手欺负他一个新上任的总经理 更有人在背后主使 东东 坐在楚孟汉左手边的楚武 忽然用力敲了敲桌子 吵闹的楚家人顿时安静下来 楚武 楚风集团的副总经理 楚孟汉哥哥 之前是他的顶头上司 现在 位置发生转变 让他很不适应 不过 公司不少高层都被他拉拢 所以在这里很有话语权 楚孟汉柳梅一挑 知道肯定没有好事 果然 楚武一脸严肃的 看着楚孟汉道 孟汉 我看大家刚才提的要求 并不过分 你作为公司总经理 不想着怎么开拓 一味的压制 大家对你还怎么信服 总经理并不是谁都能当的 市场部 资金再不到位 就将停止运作 你这个总裁 到时要承担责任 没有铺底资金 销售部最多坚持 下周就得歇歇 楚武的一席话 将大家心中火焰挑拨得更高 楚孟汉带眉微处 看着在场众人 各位 你们今天这意思 是打算逼宫吗 坐在楚武旁边的楚棚开口道 孟汉 不是我们要逼你 而是因为 你的问题 导致各个部门 都无法开展工作 你这样做 楚风还怎么发展 不错 没有资金 我们还怎么开展工作 你若弄不到资金 就该主动退位让贤 在场的楚家高管 纷纷附和 俨然一副逼宫的架势 诸位 今日召开这个会议 想罢免我 究竟是真的为了公私着想 还是为了一己私欲 我管不着 但我这个总裁的位置 是爷爷交给我的 我不会轻易交出去 至于公私面对的困局 我都会一一解决 请诸位相信我 再给我一点时间 楚梦汉看着众人一一说道 楚总 那我们给你一次机会 一周之内 你若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请你自动辞去总经理的职位 到时候 就算老爷子也帮不了你 好 就一周时间 一周内 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散会 楚梦汉收起文件 脸色冰冷地走了出去 初五掏出一支香烟递给楚鹏 两人对视了一眼 脸上露出得意的外笑 在林诗音的引导下 奔驰开进了一个小区 站在这个小区 隐隐绰绰看到天威大厦 车子一栋单元楼前停下 叶天宇 老婆 来这干嘛 林诗音回道 今晚我们就住这 叶天宇愕然 住这 你不会说 这上面有你的房子 林诗音点点头 嗯 这里离公司不远 上下班方便 有时我就住这里 两人上楼 六栋一单元十八楼顶层 进屋 这是一栋富士公寓 公寓装修得很精致 不过客厅看着有些乱 两人在门口换了鞋 一进客厅 沙发上 茶几上 全是杂物 甚至在沙发上 还可见一件性感的钉字 NEI酷 还是勒死款的 叶天宇见了 忍不住朝林诗音的后腰下看去 你瞎看什么呢 那不是我的 是我闺蜜的 该死的陈月月 我就不再几天 居然给把房间弄这么乱 这是无可救药 林诗音修得急忙去收拾 很快 客厅总算有个样子了 叶天宇也不客气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呃 怎么个屁股啊 叶天宇伸手在屁股下一拉扯 一见文凶入手 叶天宇移了一声 打算好好欣赏一下 啊 林诗音抓狂死了 一把抢过 一股脑地扔进洗衣机内 叶天宇瞧着 忍不住黑黑得意一笑 问道 我们晚上睡哪 你喜欢哪一间屋子 就住哪一间 叶天宇在几个房间看了下 挑了一间香喷喷房间 床上还有一个毛茸茸的抱枕 说道 救住这间 林诗音立刻说道 这个不行 这是我的卧室 我知道 所以我要睡这间 那我睡哪里 林诗音目瞪口呆 一起啊 你是我老婆 当然睡一起了 叶天宇理所当然地说道 林诗音嘴角微微上扬 除梦翰才是你老婆 你找他睡去啊 叶天宇被噎了一下 反正不行 这里不是翡翠庄园 也不用防着爷爷 咱们各睡各的 叶天宇 我睡哪 见林诗音不同意 叶天宇也再不强求 她觉得总有一天 诗音老婆会求着自己 跟她同房的 我隔壁这间是我的闺蜜房间 她不经常住这 但你也不能睡啊 其他房间随便 林诗音说完 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 好像生怕自己进去迟了 叶天宇会对自己怎么样一样 叶天宇撇撇嘴 其他房间她都看了 里面像杂物间一样 能住人吗 既然老婆闺蜜不经常住这 自己咋就不能睡了 叶天宇打开门 进入房间之中 这是一个布置的 很可爱的卧室 以粉红色为主要格调 床上一些娃娃 显得很可爱 房间里面 传来阵阵香气 让人心旷神怡 房间自带浴室 叶天宇洗了一个澡 踩着一双粉色的拖鞋 就走了出来 关灯 睡觉 林诗音躺在床上 瞪着一双大圆眼 她听到了隔壁房间里的动静 这家伙 该不会 睡在圆圆的房间吧 圆圆回来 要是知道我让一个男人 睡在她的床 估计会杀了我 算了 就一晚上 估计圆圆不会过来 明天早上离开时 帮她收拾一下 她应该不会知道 想着想着 林诗音就睡着了 今天 医院发生的事 让她一度精神紧绷 猛地放松下来 林诗音很疲惫 沉沉地睡了过去 凌晨时分 一身警服的 陈圆圆走了进来 她脸上露出疲惫的神色 都没开灯 直接打开自己的房门 就走了进去 连续几天加班 神经高度紧张 弄得人很疲惫 她连澡都没洗 只想好好睡一觉 脱光身上的束缚 陈圆圆掀开自己 可爱的小容被 钻了进去 一夜无话 次日清晨 陈圆圆醒来 她感觉到有些不对 身边热乎乎的 猛地睁开眼 首先映入她眼帘的 是一个年轻清秀的男人脸 陈圆圆瞬间清醒过来 这时 她这才意识到 自己居然躺在一个男人的胳膊上面 被她搂在怀中 睡了一晚上 啊 一声刺耳的尖叫 从陈圆圆的口中发出 叶天宇睁开眼睛 四目相对 当看到是陈圆圆之后 叶天宇也愣了 随后 一声比陈圆圆 更加巨大的尖叫响起 卧槽 陈圆圆气愤地盯着叶天宇 你替叫个鬼 想到这里 她直接屈膝 一个经常训练的动作 猛地向上一顶 叶天宇眼睛瞪大 声音戛然而止 她是真的没有防备 趁着叶天宇浑身抽搐的时候 陈圆圆从被窝里面逃了出来 隔壁的林诗圆被惊动 第一时间冲了出来 啊 她也惊叫出来 陈圆圆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 陈圆圆脸色铁青 她眼睛都快冒火了 盯着林诗圆 问道 诗圆 你跟我解释下怎么回事 我的房间 怎么会有一个男人 林诗圆一看这情况 立马指责 叶天宇 你禽兽啊 兔子不吃窝边草 你怎么专对我闺蜜下手 之前有楚梦汉 现在连圆圆你也 叶天宇一脸委屈 道 老婆 我冤枉啊 是她把我睡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怎么就上了我的床 老婆 我是清白的 你看 我内裤都没脱 你看她 谁是流氓 清楚了吧 林诗圆张大了小嘴 这才发现陈圆圆 你胡扯 陈圆圆差一点气疯了 这是我的房间 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了 陈圆圆办案到凌晨 累得要死 想睡个好觉 结果却和一个陌生男人 睡了一晚上 她突然意识到了 两个关键词 老婆 叶天宇 在看这个男人 不就是银行抢救孕妇的那个叶天宇吗 叶天宇真的是林诗圆的老公 她到底是谁 陈圆圆问道 林诗圆赶紧解释道 圆圆 你不要生气 她是叶天宇 诗圆 你什么眼光啊 怎么找这么个无赖 做老公 陈圆圆眼睛一瞪 叶天宇那天留给她的好印象 瞬间消失 林诗圆汗颜 拿手扶额 你别听这犊子乱说 她是我爷爷给我订的婚事 我还没答应 说着看了眼叶天宇 怒道 我昨晚不是告诉你 这是圆圆的房间 你怎么还睡了 其他房间都脏兮兮的 就这房间干净 香喷喷的 我就睡了 叶天宇理直气壮地说道 林诗圆气急 挥舞着粉泉 将她赶了出去 白白便宜了这混蛋 叶天宇被赶出卧房 坐在客厅看电视 过了好一阵 林诗圆陪着陈圆圆走出房间 走进客厅 陈圆圆看到叶天宇 想着自己光着身子 昨晚在她怀里睡了一夜 就浑身不自在 陈圆圆穿着一身 洁白紧身的短袖 配休闲裤 火辣身材一览无余 五官也很精致 脸型细长性感 再加上雪白肌肤 吹弹可破 不过气色很不好 陈圆圆感受到一股 炙热的眼神 柳眉微醋 林诗圆贴了眼闺蜜 见她眼神厌恶地瞪着某人 果不其然 臭犊子正直愣愣地看着闺蜜 林诗圆冷冷道 好看吗 她有病 叶天宇开口道 你才有病 你全家都是神经病 陈圆圆气头上 当场喷了回去 叶天宇立马冲林诗圆道 老婆 她骂你 林诗圆白了她一眼 她骂的是你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活该被骂 臭犊子 叶天宇回道 你是我老婆 骂我全家有病 你不也被骂了吗 呃 林诗圆一阵无语 随即气急道 别带上我 还不向圆圆道歉 为什么道歉 她真的有病 见叶天宇郑重其事地说这话 林诗圆信了 这独子医术真不是盖的 看了眼陈圆圆 问她 圆圆得的什么病 叶天宇没有回答她 反而对陈圆圆说道 七阴绝脉 你居然能活到现在 看来应该有高人给你续过命 陈圆圆浑身俱正 什么叫七阴绝脉 林诗英好奇地问 是一种人体绝脉 一般这个体质的人 活不到十五岁 你的闺蜜 之前被人续过命 不然的话 根本活不到现在 不过 那位高人手段有限 给她续命十年 现在应该是第九个年头了吧 林诗圆有些紧张地问道 圆圆 叶天宇说的是不是真的 陈圆圆内心震撼 这家伙居然一眼 就看出了自己身体问题 她不想林诗圆担心 连忙道 她胡说八道 你也相信 我身体不好 能干刑警吗 说完 她又说道 算了 我要去上班了 咱们的账回头再算 陈圆圆急匆匆转身 想立刻离去 她不想面对叶天宇了 你不用否认 你这个体质 我可以治疗 保证让你痊愈 身后传来叶天宇的声音 陈圆圆浑身一震 她站在了那里 想了想 头也不回地离开 圆圆真的有病 林诗圆担忧地问道 还有一年 她的体内七阴绝脉必然爆发 到时 神仙也就不了她 叶天宇回答 你救救圆圆吧 不行 叶天宇拒绝 为什么 我没有那么犯贱 她若是想要活命 让她来求我 保证医道病除 叶天宇傲然地说道 原来如此 林诗音心里松了一口气 正要说话 叶天宇身上的手机 铃声响了起来 叶天宇掏出手机 一看 来电显示是郑凯打来的 接通电话 没好气地问道 阿凯 这么早打电话干嘛 没想到电话里传来一阵哭声 老大 郑凯哥被人砍了 现在在医院 你说什么 叶天宇吃惊 上班路上 我和郑凯哥吃早点 突然冲出一群人 对我们动手 郑凯哥为了保护我 被砍伤了 现在怎么办啊 哭提的是 郑凯小老乡保安王贵 叶天宇问 严重吗 郑凯哥还在抢救 身上有多处刀伤 流血 叶天宇毕竟闯荡过 安慰王贵道 王贵 照顾好阿凯 告诉我地址 我马上过来 王贵告诉叶天宇医院地址 叶天宇转身向林诗英 要车钥匙 出了什么事 林诗英拿出车钥匙地上 关心问道 郑凯被人打了 林诗英一愣 担心道 严重吗 在医院动手术 现在说不好 走 我陪你去医院 二话不说 林诗英拉着叶天宇出了门 叶天宇和林诗英 赶到卢阳第一人民医院 郑凯还在急救市抢救 将一脸惊慌的王贵拉到一边 叶天宇低声问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吃早点 怎么就被人砍了 王贵哭丧着脸 沮丧道 老大 不知道啊 我和郑凯哥吃着早点 没招谁惹谁 突然开了一辆金杯 车上下来七八个人 拿着家伙 上来就对我们动手 你没事吧 林诗英过来关心问道 王贵一阵感动 摇头道 总裁 我 我没事 郑凯哥掩护我逃了出来 可是等我回去时候 他倒在 王贵说着 说着哭了起来 天宇 报警吧 林诗英拿出手机 就要报警 毕竟郑凯是天威的员工 他作为总裁 一定是要为员工做主 叶天宇伸手拦下了他 报警没用的 这些人显然是针对 郑凯他们来的 现场不会留下线索 你说是有目的 林诗英心有余悸 道 郑凯就是个保安 能和谁结仇呢 下此毒手 有些人想报复 却不敢找我 就找我的兄弟撒气 叶天宇冷冷一笑 他第一个想到了红伟明 林诗英何等聪明 他听出了叶天宇的意思 摇头道 红副总身份在那摆着 不会做出这等下三滥的事 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 叶天宇语气冰冷地说道 这事情没有证据 你不能乱来 听到没有 林诗英听出叶天宇语气不善 联想到他的狠辣 赶紧提醒 叶天宇看了一眼 急救世 没有回答 他问王贵 阿凯家里还有家人吗 万一他真的出事了 你要及时通知他的家人 王贵听到叶天宇这么说 顿时就哭了起来 老大 郑凯哥家里 就剩爷爷和奶奶 都七八十了 要是他出事了 两个老人怎么办啊 郑说着 急救室的大门开了 穿着手术服的医生走了出来 冷冷道 病人没事了 这家伙命大 被砍了十几刀 都在背上 你们是伤者家属吧 缝了七十多针 伤者失血过多 需要住院好生修养 听了这话 叶天宇长出一口气 没事就好 一会 郑凯被推了出来 脸色惨白 双目紧闭 林诗英将手术医生 拉到一旁询问细节 叶天宇和王贵 则跟随护士进了监护室 一个小时候后 麻药药进过了 郑凯也腾醒过来 躺在床上低声声音 听得林诗英握紧叶天宇的手臂 脸色苍白 叶天宇则死死看着郑凯 眼神冰寒 医生拿了一些止疼 要喂他吃了 郑凯这才好受了些 老大 你来了 总裁 对不起 给你们添麻烦了 郑凯腾的脸色煞白 看到叶天宇和林诗英 艰难地露出惨笑 叶天宇握紧郑凯的手 兄弟 是我害了你 郑凯摇头 老大 怎么是你害了我 怎么是你害了我呢 是我阿凯 我不争切 郑凯语气有些悲伤 他在天威集团任保安队长多年 当然知道自己被打背后的原因 阿凯 你安心养伤 叶天宇看着脸色煞白的郑凯 斩钉截铁道 你放心 我一定 还你一个公道 郑凯身体微微一动 疼得差点晕了过去 老大 算了 就让这件事过去吧 不能给总裁添麻烦了 郑凯虚弱道 不能就这么算了 否则今天是你阿凯 明天就是王贵 后天还不知道是谁 你好生休养着 我说 给你一个公道 就一定做到 叶天宇语气坚定 不容置疑 一旁林诗英关心道 郑凯 你安心养伤 今天这事算是工伤 医药费集团出 养病期间工资照发 你放心吧 郑凯受宠落惊 挣扎着要起来 给林诗英道谢 林诗英的一席话 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 谢谢林总 谢谢 林诗英点头回应 随后看向叶天宇警告道 天宇 没有证据 你不准乱来 你在这里照顾郑凯 我回公司了 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 别忘了 我的工作是保护你 看着叶天宇深邃的毛子 林诗英点了点头 那你先送我回公司 林诗英撩了撩秀法 脸色竟然有些微红 看着林诗英走出监护室 郑凯裂开嘴 露出惨笑 老大 别管我 保护总裁要紧 叶天宇点头 那行 有事给我打电话 说着叶天宇跟着出去 叶天宇将林诗英 送回天威大厦 安排保安做好防护后 又开着车子 匆匆赶回医院 刚来到监护室门口 叶天宇突然停了下来 监护室门口 站着两个 穿着黑西装的保镖 监护室内还有一人 此人坐在椅子上 似笑非笑 看着脸色苍白的郑凯 老大 你咋来了 郑凯看到门口叶天宇 仿佛看到了救星 你是我兄弟 我怎能不来 叶天宇冷漠回答 眼睛却死死盯着红伟明 坐在椅子上 自我感觉良好的红伟明 感觉自己被野兽盯上 有些局促不安 听说郑凯队长受伤了 叶天宇 你是他们的头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 红伟明也遇到 叶天宇脸色阴沉 能滴出水来 狗日的 老子还没找你 你倒是主动上门挑衅 找死 老大 你进来坐 郑凯挣扎着坐了起来 朝叶天宇使着眼色 郑凯跟叶天宇后面 有一段时间了 对他的性格已然了解 平时 叶天宇看似嘻嘻哈哈的 一旦认真起来 几头牛都拉不回头 叶天宇走进病房 看了眼红伟明 强忍着心中怒火 没有出手 要不是维护林诗英 在他眼里 红伟明已经是个死人了 红总 谢谢您来看我 您在集团身居要职 工作要紧 还是请回吧 郑凯 客客气气道 红伟明点点头 大咧咧站起身 得意洋洋 看了眼叶天宇转身离开 走到门口 突然说道 郑凯啊 我劝你还是少跟某些人接触 否则 我担心你会死得很惨 哈哈 你 郑凯身体一颤 挣扎着握紧拳头 其实 他比叶天宇 更想灭了红伟明这畜生 奈何身体动弹不得 只能听着红伟明放肆大笑 可是 笑声没有持续三秒钟 便是突如其来的闷哼 砰 监护士大门一声乍响 只看见一道身影 将门撞开 落在走廊上 经过的医生护士都惊呆了 只见红伟明满脸是写的趴在地上 浑身抽搐着 一名护士脸色苍白往监护士望去 只见一位面容清秀 脸色阴沉的青年站在里面 郑凯躺在病床上张大了嘴巴 果然是老大的性格 一言不合就动手 只是刚才他都没看清楚 红伟明就飞了出去 这一刻 郑凯心潮澎湃 心中淤积的愤闷也得以释放 走廊上 红伟明好不容易你翻过身 满脸是血 牙齿被磕出好几颗 他躺在地上 睁着大大的眼珠子 惊恐看着冷漠的夜天雨 你替敢打我 知道我是谁吗 红伟明失声尖叫道 下一秒 红伟明只觉得眼前一黑 夜天雨直接走出来 锁住红伟明的脖子 直接拎了起来 要知道红伟明一米八几 近两百多斤的大胖子 被夜天雨像踢小鸡一样 这家伙得有多大的力量 红伟明感觉 颈部越来越紧 死亡的恐惧 让他险些昏厥过去 他能感受到 脖子那如同铁钳的手 不断用力 红伟明眼泪不争气流了出来 眼前这个男人 让他深深感受到恐惧 下手果断 毫不留情 跟那个一天嬉皮笑脸的夜天雨 形成鲜明对比 救命 红伟明无力瞪着双腿 已经翻白眼了 整个现场的人 都被夜天雨这可怕的气势 压得喘不过气 被搞懵了的两个保镖 这事也反应过来 硬着头皮 挥拳冲向夜天雨 找死 夜天雨嘀咕一句 鞭腿加持力道 呼啸而去 噗 噗 两道鲜血飙出 两名保镖 向断了线的风筝 飞了出去 哇 哇 两人想挣扎着爬起来 却忍不住鲜血涌出 这时 被夜天雨 抓在手里的红伟明 眼看翻着死于眼 不行了 郑凯挣扎着下地 蹒跚来到夜天雨面前 老大 手下留情 杀人是犯法的 你这样会让林总为难的 千万别做傻事 郑凯表情痛苦道 夜天雨一愣 郑凯这句话 将他打醒 这边 红伟明吓尿了 一股骚味扑鼻而来 夜天雨嫌弃的 将死狗一样的家伙 甩了出去 红伟明躺在地上 喘着粗气 哪里还有刚才的嚣张跋扈 郑凯松了一口气 能劝下这大魔王不杀人 也算对林总有所交差 你怎么跑出来了 赶紧回去躺着 夜天雨搀扶着郑凯 回到病房 郑凯躺到床上 才松了口气 心道 要不是我劝你 你就是杀人犯了 外面医生给红伟明 做了简单检查 人没事 估计就是吓尿了 晕死过去了 找来担架 将红伟明 和两个保镖抬走 天威大厦 总裁是 你说什么 红伟明被打了 林诗英脸色一变 听说是夜天雨打的 现在公司关键时期 要是红总出了什么问题 京都方面不好交差 电话里肖青岩 严肃道 青岩 你坐镇天威 千万不要让这事情 在集团内传播 我马上去医院 好 林诗英挂断电话 愤怒地拍下办公桌 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 是混蛋 就知道给我添乱 不知道是保护我 还是我保护你 林诗英红唇轻咬 提着包包走了出去 奔驰大巨 驶入第一人民医院 叶天雨早就在门口等候 林诗英扶住胸口 气喘吁吁跑到叶天雨面前 气愤道 看你干的好事 回头找你算账 懒得跟叶天雨啰嗦 林诗英一路寻到 红伟明病房 红伟明躺在病床上 看见林诗英来了 纱布包扎的脸抽抽着 哀嚎起来 红总 你没事吧 林诗英关心道 红伟明口齿不轻道 没事 你看我这样像没事 他没事 就是被吓尿了 一股尿骚未熏的我 一道匹笑 从门外传来 林诗英回头 只见叶天雨站在门口 红伟明看到叶天雨 就像看到鬼一样 眼神躲闪 林诗英冷冷道 给红总道歉 然后滚出去 爷爷让你保护我 你竟给我惹事 我回头向爷爷汇报 开除你 道歉 不可能 要不是阿凯拦着 今天非杀了他不可 看他还敢嚣张不 叶天雨根本没当回事 林诗英眉头一皱 暗想浑蛋 你难道就不能示弱一下吗 自己也好处理啊 这一刻 林诗英快要气炸了 只要叶天雨稍微示弱 他就能做出态度 可惜叶天雨不尿这壶 这样 他也很难包庇叶天雨 此时 恐怕京都红家的人 也得到了消息 自己倒是该怎么解释 他作为天威总裁 副总裁被自己的保镖给打了 必须给出个态度 不过 他把这锅甩给了在家养病的董事长林老爷子 叶天雨暗自佩服 不得不说 林诗英的临场处理非常精妙 直接在红伟明面前搬出董事长 所有问题撇得干干净净 果不其然 红伟明听到这里 脸色有些不悦 看似林诗英在责怪叶天雨 其实是在保护没有任何权势的他 叶天雨也顺着林诗英给的台阶走 他耸了耸肩膀道 那行 我等老爷子的通知 要是他让我走 我马上就走 要是他不让我走 我至始至终都是你的保镖 说完 叶天雨转身离开 医生护士看到他就跟看到鬼一样 纷纷躲避 臭犊子 脑子转得倒是挺快的 林诗英气脑想着 诗英 这家伙实在太危险 他留不得 我受了伤倒是小事 你还把他留在你身边 太不靠谱 还是让他赶紧离开公司吧 红总 林诗英翘脸一冷 看着言辞 窃窃的红伟明 不要以为你在背后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 郑凯为什么会受伤 你当我是傻子 我是看在你对天威集团做过贡献 才一忍再忍 我一面安抚郑凯队长 一面压着叶天雨 没有找你问罪 你别太过分了 红伟明脸色刷得沉了下来 林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认为郑凯受伤 是我指使人干的 郑凯被打没到一个小时 就送进医院 是谁告诉你 郑凯队长受伤的 你又是怎么知道 他被送到这个医院的 林诗英一语点破 我 红伟明顿时语色 你好自为之 诗英 你不会处分叶天雨吧 萧青岩得知此事 来到林诗英办公试问 林诗英正在整理文件 看到萧青岩气急败坏的模样 微微一笑 看了眼坐在角落沙发上的叶天雨 打趣道 怎么 他帮你修理蔡坤 被他修出感情了 萧青岩眼神有些慌乱 赶紧解释道 救他 天天想占老娘便宜 我巴不得离他远远的 眼睛扫了眼望着自己的犊子 不过 他在你身边保护你 我放心 林诗英收拾桌子上的文件笑笑 没有回答 就在这时 林诗英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秘书柳冰夏打来的 只听见电话里 柳冰夏声音压得很低 应该是身边有人 林总 京都来人了 是洪家大少爷 你让叶天雨赶紧躲起来 他 他上来了 听柳冰夏的口气 似乎很严重 然而 与之相反 出现在林诗英面前的 是穿着高档定制西装 戴着金丝眼镜 温文尔雅 似是出头的中年人 相比翘着二郎腿 躺在沙发上的叶天雨 更显得体优雅 林总 洪伟哲整理了一下修身西装 主动与林诗英握手 林诗英伸出手 二者轻轻一握 早就听说 林总是个大美人 今天一见 果然不假 洪伟哲到 林诗英没有废话 直奔主题 想必洪先生 是奔着洪副总来的吧 林总误会了 洪伟哲微微一笑 我这个弟弟 我比你了解 做事轻浮 这件事我了解过 是他先伤害别人在前 让他受点教训 对他有好处 那您来 我是来和林总谈生意的 之前咱们两家谈的合作 我想通过这次把定下来 洪伟哲到 洪家 在江南省的势力 不如林家 但洪家是京都大族 相比全国范围 则远超林家 甚至在海外 都有相当影响力 在海外生意这块 远比林诗英 想象的经验丰富 之前 林老爷子与洪家 就两家合作拓展计划 谈了一个框架 后来 林老爷子因为身体的原因 逐步隐退 与洪家合作的事 就不了了之 这次洪伟哲主动上门 重拾合作话题 林诗英有些受宠落惊 毕竟天威集团上市才两年 影响力也仅限于江南省 洪伟明任天威副总 但他在洪家影响力有限 对推动与天威的合作 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而洪伟哲不同 他是京都洪家嫡长子 洪家洪海集团总裁 影响力远非洪伟明 可比 洪伟哲亲临天威 与他洽谈合作 这可是天赐良机 能与洪海集团合作 天威产品 不仅能在全国铺开 甚至进军海外市场 到时 天威集团将实现几何级增长 林诗英是个敏锐的生意人 这样的合作机会 他不会放过 林总 我通过弟弟 已经了解过你的公司 我相信 天威和我们洪家 一定会成为商界最可靠的伙伴 当然 林总也可以考虑一下 多多调查 一下我们洪家产业 如果觉得合适 明天晚上七点 海王星酒店祥谈 行 我会认真考虑的 林诗英不入声色说道 一脸的平静 让酒精商战的洪伟哲 感到了惊讶 难怪自己那没用的弟弟 迷恋这个女人 甘愿跑到天威当一个副总 这女人确实不简单 目送洪伟哲离去 叶天宇吃笑一声 你真的答应 跟这阴阳怪气的家伙合作 阴阳怪气 林诗英看着叶天宇冷哼道 人家这叫大气 都不跟你计较 你打了他弟弟 反而阴阳怪气的说人家 叶天宇匹笑站了起来 上下打量着林诗英 看得他直皱眉 你想干嘛 听我的 这小子城府很深 与洪伟明 那憨货完全不同 叶天宇严肃道 他是洪市当家人 洪海集团CEO 城府自然深了 还有 生意上的事 你不懂 做好你自己的事 别给我添麻烦 没事出去 林诗英丝毫没有察觉到危机 叶天宇眼看女人 听不尽劝告 便摸出一支烟 走出办公室 来到走廊准备点火 一低头 透过落地窗 看见一辆路虎越野 停在门口 车窗摇下 正是一脸微笑的洪伟哲 叶天宇看在眼里 更加坚信 这洪伟哲不是个好东西 这是个笑里藏刀的家伙 很快 叶天宇打了洪伟明事情 在天威集团传开了 中午 第二十堂 叶天宇一个人低着头吃饭 其他员工离他远远的 既经又怕 毕竟正凯的下场 所有人都看到了 就在这时 叶天宇身上的手机响了 拿出一看 是老爷子林震南打来的 叶天宇一下就猜出 老爷子打电话 为了什么事 爷爷 又听到什么消息 您就直说 吐崽子 昨晚将诗音拐到哪去快活了 对面呵呵笑道 老爷子冤枉啊 明明是诗音叫我拐走的 好不好 你们昨晚原房了 老爷子没有 老爷子叹息 没出息 这么好的机会 孤男寡女的不趁虚而入 爷爷 你不会就为这事特意打电话吧 听说 你跟诗音闹僵了 我就知道 爷爷你为这事打电话 您不要担心 都是小事 我是担心你们闹僵了 诗音不让你保护他 诗音性格要强 小语你要迁就他 老爷子叮嘱道 放心吧 爷爷 是他闹僵了 我可没有 还是那句话 有我在 诗音绝不会出神 叶天宇道 电话那头 老爷子满意地笑了 不过 爷爷 我始终觉得 那个叫洪伟哲的 不是好人 我警告诗音 可是他听不进去 叶天宇向老爷子诉苦 他不听是因为和你站的角度不同 他是从商业角度考虑问题 而你是从安全 人性角度看人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错 所以你也要理解他 并保护好他 小语 叶天宇点头 爷爷 我知道怎么做 不打搅你吃饭了 晚上回来聊 对面挂断电话 打搅吃饭 难道老爷子在看视频监控 连自己在吃饭都知道 叶天宇看了眼头顶监控 眨了眨眼 菜家别墅 书房宽敞明亮 布局大气 处处透露着玄学的傲义 摆放的红木家具 古香古色 充满韵味 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 挂着一幅气势磅礴的山水画 这是一幅极富特色的山水聚宝盆风水画 画中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旭日东升 霞光笼罩 祥云赵锐 整幅作品展现祥和美满 招财俱富的深远意境 蔡忠元坐在真皮老板椅上 眉头紧锁 似乎在想着什么心思 这些日子 蔡忠元感觉自己老了好几岁 因为自己儿子的事 他的头发都白了一片 皱纹也多了一些 原本还能和自己的贴身秘书 撼占二十多分钟 如今喝了药 也就几分钟完事 一想到儿子躺在病床上 成了一个废人 他就感到痛心 自己都五十多了 就这么一个儿子 难道老蔡家真的要断子绝孙 堵堵堵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我说了 没什么重要的事 不要打扰我 蔡忠元语气不善地大声说道 是我 蔡三 听到这声音 蔡忠元的脸色 稍微缓和了一些 进来吧 一身紧身打扮的蔡三 推门走了进来 你那边安排好了 蔡忠元看着蔡三淡淡问道 老爷 杀手已经到位 就等你那边 好 蔡忠元精神一阵 脸上的阴霾散去不少 他看了看时间 不知道洪总和林诗音谈的 话未说完 蔡忠元的手机响了起来 看了眼来电显示 蔡忠元笑了 来电人正是京都鸿海集团董事长 洪伟哲 电话接通 喂 洪总 哦 你已经和他谈好明晚见面 好好好 现在就出发 咱们在海王兴建 挂断电话 蔡忠元站起了身 说道 走 陪我去见洪总 一起商谈明天的安排 是 老爷 蔡三点了点头 跟着蔡忠元走出了办公室 时间流逝 很快到了第二天下午 叶天愚躺在保安室沙发上 无聊地玩着游戏 看了眼时钟 五点半 收起手机 把腿朝地下车库跑去 他要在这里等林诗英 下午 林诗英将他打发到保安室 他就知道女人的意思 晚上与那个洪总见面 不想让他跟着 这个傻女人 也不知道现在有多危险 居然冒冒失失 就想一个单独出门 叶天愚靠在地下车库电梯口 抽着烟 耐心等着 果然 六点刚过 电梯门打开 林诗英拎着包 走出电梯 显然想独自开溜 看到叶天愚 林诗英愣了下 没想到 男人已经在这里等他 老婆 你这是要去哪 叶天愚将烟头扔了 故意问道 怎么 我去哪还需要向你汇报 林诗英感觉 这独子阴魂不散 有些恼怒的 你去哪里不需要向我汇报 但是你的安全我要负责 答应爷爷的事 我要做到 这是男人的承诺 叶天愚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 话说到这份上 林诗英知道 肯定摆脱不了这独子 将车钥匙甩给他 冷哼着朝车子走去 叶天愚也不介意 接过钥匙 上车问道 去哪里 海王星酒店 林诗英没好气回到 叶天愚打开导航 朝海王星酒店开去 一路无话 车子在海王星酒店门口停下 林诗英没有下车 看了一眼叶天愚 对了 待会我跟洪总谈事的时候 你不要掺和 知道吗 想到这独子爱出手的毛病 林诗英担心 中间出什么幺蛾子 把生意搅黄了 特意提醒 叶天愚知道 林诗英担心什么 咧嘴一笑 道 放心吧 老婆 你只管谈生意 我保证不说话 不打岔 更不会出手 但愿如此 下了车 两人一起走进酒店 海王星酒店是 卢阳市几家五星级酒店之一 酒店远离市区 环境优雅 绿水环绕 是一个绝佳的休闲 娱乐 商务会谈的地方 酒店外表简单低调 但里面却装修豪华 别有洞天 见叶天愚和林诗英走进来 立马就有迎宾迎了上来 你好 请问两位有预约吗 我们找洪总 林诗英道 您是天威集团的林总吧 林总这边请 洪总已经在凯旋包间等你 我这就带你过去 迎宾弯了弯腰 做出请的手势 一扇装饰大气的门前 站着两名身材高大的保镖 迎宾停了下来 洪总就在里面 叶天愚 记得我跟你说的话 要控制自己 迎宾离开 林诗英再次提醒叶天愚 叶天愚看了眼俩保镖 笑着点头 保镖显然知道来人是谁 看了眼两人 点头示意 并未阻拦 林诗英深吸了口气 抬手敲了敲门 请进 推开门 凯旋包间很大 足足有一百平米 里面配有豪华的布衣 波斯绒毛地毯 和欧式水晶吊灯 包厢以浓重 而不失活泼的色调 奔放且大气的布局 近似自然优美的线条 带给人一种豪华舒适 至尊至贵的感觉 有钱人真替会享受 怪不得都想当富豪了 叶天愚进入这个包厢后的第一个想法 让人意外的 偌大包厢内 只有洪伟哲一个人 洪伟哲见林诗英进来 立刻站起来 一脸热情道 林总 我可是恭候多时啊 抱歉 洪总 让您久等 林诗英歉意地说道 不客气 能够等卢阳第一美女 是洪某的荣幸 林总请 洪伟哲很会来世 话说得漂亮 说完 冲站在门口的叶天愚挥了挥 招呼道 服务生 我的客人已经到了 上菜 林诗英一听 愣住了 刚才洪伟哲叫 叶天愚什么 服务生 而叶天愚饶有兴趣地站在门口 笑眯眯地看着洪伟哲 有意思啊 这家伙存心寒宠自己 昨天还见过面 今天就不认识了 哎 我说服务生你怎么回事 上菜啊 洪伟哲见叶天愚站在那里不动 脸阴了下来 洪总 你搞错了 他不是服务生 是我的助理 叶天愚 林诗英尴尴尬解释道 你的助理 洪伟哲洋装傲恼地拍了拍脑门 不好意思 林总 我见他的穿着 还以为是这里服务生呢 对不住 对不住啊 待会洪某自发三杯 说着冲叶天愚公公手 这位兄弟 刚才多有得罪 你不会怪罪吧 哼 洪总是大老板 日理万机 有眼无 飘忽 正常 我哪敢怪你 叶天愚呵呵笑道 那就好 那就好 洪伟哲哈哈一笑 拍了拍叶天愚的肩膀 心里却是暗骂 麻痹的 你压眼神才有眼无珠 老子就是故意的 一旁的林诗音憋着笑 心里哭笑不得 这犊子 就是吃不得一点亏 变着法在损人家 洪伟哲没在这件事上纠缠 来 林总请入座 一会尝尝这里的口味 瞧都不瞧叶天愚 单请林诗音入座 把他撇到一边 不管三七二十一 叶天愚拉开椅子 自己坐下 洪伟哲看得直翻眼 洪总 我今晚来与你谈谈天威 与洪海合作 洪伟哲笑着打断他 我说林总 现在是饭点 生意归生意 饭还是要吃的 我下午谈了一下午试 还饿着肚子呢 而且 饭饱酒足 才好谈生意 你说是不是 见洪伟哲这么说 林诗音只好点头道 好吧 咱们先吃饭 这才对嘛 洪伟哲笑着伸手 按了一下桌上的按钮 没过一会儿 几名俊俏服务员 端着菜 走进了包厢 很快桌上摆上了八盘精致菜肴 每道菜都做得非常精致 色香味俱全 让人看了 就食指大动 林总 尝尝这里的特色菜怎么样 洪伟哲热情邀请 林诗音加了一块鹅肝 尝了起来 叶天宇则是没有客气 直接动块 大口地吃了起来 看着叶天宇的吃相 洪伟哲眼里满是鄙夷 他妈的 就一饿死鬼头态 等林诗音品尝后 洪伟哲问道 味道怎么样 口感软嫩 吃了让人回味无穷 这菜味道真的不错 林诗音由衷赞道 洪伟哲得意一笑 说道 林总 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安排的招牌菜 你猜猜 这些菜都叫啥名 不好意思 洪总 诗音孤陋寡闻 实在猜不到 林诗音摇头道 洪伟哲笑了笑 看向叶天宇 轻蔑问道 这位助理 别光吃啊 也猜猜看这些 叫什么菜 叶天宇将嘴里的鲍鱼咽下 巴唧巴唧 指着桌上的菜 那我就说了 这桌上的菜 八大菜系中的名菜 分别是蟹黄鱼翅 红烧果子梨 虾爆扇贝 盐煮乳鸽 八圆壳鲍鱼 叶天宇一口气 将桌上八道菜 一一爆出 洪伟哲一愣 有些不可思议 本来问叶天宇 是想拿他开涮 没想到这土包子 居然一口气 说出了菜名 让他大跌眼镜 于是问道 你 怎么知道这些菜品名的 林诗音也好奇地 看向叶天宇 呵呵 这有啥难呢 不就是八大名菜吗 又不是没吃过 叶天宇撇撇嘴说道 呵呵 林总 你这位助理不简单 洪总 您这话什么意思 林诗音好奇地问道 洪伟哲指着桌上的菜 说道 这是八大菜系名菜不假 不过有几道菜 除了京都沈家 其他地方是吃不到的 而能参加沈家家宴的 无异不是达官权贵 和富豪名声 这一次 洪某特意从沈家 请了一个大厨 这些菜 都是沈家大厨做的 叶天宇 洪总说的 都是真的 林诗音 压抑地 看向叶天宇 叶天宇点头 洪总说的 都是一点不假 那你怎么 要知道 在林诗音的印象里 叶天宇就是山里来的 哪里见过这等豪宴 更别说京都大豪沈家宴席了 我可不是什么达官权贵富豪名声 叶天宇贪了贪手 道 我只不过是托我一朋友的福 有幸吃过几次而已 哦 你那朋友姓什么 洪伟哲问道 姓神 叶天宇回道 神 洪伟哲上下打量起叶天宇 难不成这土包子 跟京都沈家有联系 看着不像啊 洪伟哲见对方 没有说下去 便也不再理会 而是开了一瓶威士忌 说道 来来来 林总 光吃菜怎么行 咱们喝点酒 洪总 我不会喝酒 喝酒就醉 林诗音歉意地说道 自从上次晚宴醉酒后 林诗音就再也没有 喝过一滴酒 现在 见到酒就紧张 没关系 林总 咱们就喝一点 不喝酒哪行 洪伟哲 劝说道 洪总 他酒量真的不行 沾酒就到 他要是到了 还怎么谈生意 要不这样 我陪你喝 你说喝多少就多少 叶天宇笑呵呵地说道 来 洪总我敬你 你随意 叶天宇也不废话 将自己杯中倒满 一饮而尽 洪伟哲闷头将杯中酒喝干 脸色有些难看 因为林诗音不喝酒 气氛一下子就没了 一顿饭草草结束 洪总 饭也吃了 你看我们是不是谈谈合作的事 林诗音等到服务员将包厢收拾干净 问道 好吧 洪伟哲看了眼叶天宇 由于说道 林总 咱们谈的可是涉及商业秘密 你看 洪总 我明白 林诗音冲叶天宇道 天宇 你在外面等我 有事我叫你 行 叶天宇答应一声 经过洪伟哲时拍了拍他的肩膀 洪总 你们慢慢谈 可别欺负我们林总哦 洪伟哲肩膀一麻 怒道 放肆 你说的什么话 我会欺负林总 哼 那就好 我只是提醒 别往心里去 叶天宇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蹭蹭走出包厢 刚出包厢 迎面走来一位风姿绰约的女服务员 鸟挪秀挺的胸口 风鸾起伏 隐隐一握的小蛮腰 翘臀 气袍开插到大腿外侧 您是叶先生 女服务员媚眼如丝地问道 嗯 有事吗 美女 叶天宇下意识扫了眼女服务员的大长腿 笑眯眯地问 感受到叶天宇灼热的目光 女服务员痴痴笑道 叶先生 红总怕你一个人无聊 特意为你安排了特殊服务 哦 特殊服务 叶天宇颇感意外 这位红总这么上路 吃完饭 还安排其他服务 叶天宇咧嘴一笑 麻烦你带我看看 究竟是什么服务 叶先生 这边请 女服务员风情万种地瞟了一眼 带头朝前走去 乘电梯来到顶层 女服务员走到一扇门前停了下来 叶先生 里面请 哦 好好 叶天宇正要推开门 又停顿下来 问道 都啥服务 女服务员痴痴一笑 进去就知道了 都是男人喜欢的 男人喜欢的 叶天宇呵呵一笑 推开了门 推开门 就看到里面 是一个接近百平的豪华包厢 大理石铺成的地板 明亮如镜子的瓷砖 镶嵌在墙上 华丽的水晶锤钻吊灯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玻璃的纯黑香木桌 进口的名牌垫靠椅 名贵真皮沙发 搭配得恰到好处 包厢正中间 水晶吊灯下 放着一张红色大床 妖艳的红 显得有些诡异 说好的服务呢 怎么没人 叶天宇撇了撇嘴 疑惑地走进包厢 哗哗哗 这是 包厢里传来一阵阵水声 叶天宇寻声望了过去 看到在包厢里 有一个半透明的浴室 隔着玻璃 里面有人影在晃动 恶挪的玲珑曲线 不难猜出 里面应该是一个女人在洗澡 听着水花声 想象着玲珑曲体 叶天宇内心一片火热 他妈的 这位红总挺会来世 这服务够尽 叶天宇咧嘴一笑 心里有了盘算 站了一会 咔 浴室的门打开 一道靓丽的身影走了出来 叶天宇抬眼望去 眼睛有些直了 浴室门口 站着一个高挑俏丽的大美女 黑色长发如瀑布般 披散在尖头 曼妙的黄金比例 身材火爆 薄纱睡裙下 修长白嫩的玉腿 可以满足男人的任何幻想 叶天宇将女人上下扫视一遍 目光落在女人白嫩脖梗上 上面 闻着一只震翅蝴蝶 叶天宇惊忙一闪 随即笑眠眠问 美女 是你为我服务 是的 先生 你想哪种服务 女人魅眼如丝 你有哪些服务 什么都行 哦 正好这些天背不舒服 你帮我按按吧 叶天宇呵呵一笑 闻言 女人一正 先生 你确定只按背 对啊 叶天宇见没一条 你以为我会做什么 您确定不要其他服务 女人怀疑地问道 见叶天宇无动于衷 好吧 请您脱了上衣 趴在床上 叶天宇脱掉了衬衣 趴在了床上 看着叶天宇充满力量感的肌肉线条 女人愣了一下 随即一道寒芒闪过 她妹笑着爬上床 用柔弱无骨的小手 温柔为叶天宇按摩后背 美女 你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我皮糙肉厚 叶天宇趴在床上 闭着眼说道 好的 先生 女人回应了一句 双手开始用力 女人的双手在叶天宇背上如舌游走 凉丝丝的感觉很舒服 舒服 叶天宇情不自禁哼出声 美女 手艺不错 但多久了 六七年了吧 女人回道 老手啊 怪不得手艺这么好 叶天宇点了点头 闭着眼问道 美女 做你们这行 也不容易 除了手艺 还得靠脸蛋吧 谁说不是呢 除了这些 还要讨顾客的欢心 甚至耍些手段 女人回道 哼 就凭你这脸蛋 手艺和服务 放在古代怎么着 也得评个花魁 叶天宇笑着说道 哥哥 先生 你嘴可真甜 谢谢了 撩了一会 叶天宇说道 我睡会 你继续按 倒点喊我 好的先生 您休息吧 女人柔声回道 美眸中 寒光见盛 过了一会儿 房间里 响起叶天宇轻微的憨声 听到憨声 女人放缓了按摩 轻声喊道 先生 你睡了 憨声继续 女人又问了两声 没有回应 见叶天宇真的睡着 女人撬脸 瞬间变得冰寒 女人从床底 抽出一把蝴蝶刀 男男 看在你为人 还算正经的份上 一刀给你痛快 说着 举刀朝叶天宇的后心刺去 美女 按摩就好好按摩 我劝你不要做傻事啊 闭着眼睛 趴在床上的叶天宇 突然说道 文言 女人的身体一顿 蝴蝶刀 还是凶狠刺下 美女 何必呢 叶天宇轻叹一声 也不转身 伸出两指精准的 夹住蝴蝶刀 你 没睡 女人瞳孔猛缩 不可思议地看着叶天宇 哼 如果睡着了 现在岂不成为一具死尸 蝴蝶骨的杀手 我说对不对 叶天宇翻过身 笑眯眯说道 你是谁 女人试着抽出蝴蝶刀 可是像被铁钳夹住一样 纹丝不动 心中大害 你怎么知道蝴蝶骨 这男人一眼看出自己的身份 似乎对他的蝴蝶派很熟悉 脖梗蝴蝶纹身 是蝴蝶骨杀手的一个标志 你两指尖的老茧 应该是练习旋转蝴蝶标 留下来的吧 虽然演示得很好 甚至手指上涂了精油 但你身上 有太多蝴蝶骨的标志 叶天宇淡淡说道 蝴蝶纹身 旋转蝶标 蝴蝶刀 这还不能证明 你是蝴蝶骨杀手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蝴蝶骨位于西域 里面有个神秘杀手组织 杀手多维女性 该组织很少出现在中原地区 因此 很少有人知道蝴蝶杀手 女人翘脸寒霜 眼眸射出刺骨寒意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你没资格知道 就算玉蝴蝶见了我 都得喊我一声言 叶天宇灿然一笑 两指松开蝴蝶刀 你敢侮辱谷主 我杀了你 女人娇喝一声 手腕一翻 蝴蝶刀在手心打转 朝叶天宇的脖子抹去 叶天宇右手倾抬 直接抓住刀刃 随即一用力 嘎嘣 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女人手中蝴蝶刀 硬生生被掰成了两件 怎么可能 女人瞳孔微缩 松开断刀 左手一扬 一道银芒旋转着 直袭叶天宇面门 旋转蝴蝶标 招招要人命 玉蝴蝶就这样教你的 叶天宇双眸一领 食指弹开玫瑰标 闪电般地探出了右手 一把掐住女人的脖子 嗯嗯 女人顿感呼吸困难 脸色仗成紫干色 双手死死地抓着叶天宇的右手 想要掰开 无奈叶天宇的右手 如铁钳般坚硬 无论它怎么用力 都无济于事 你不是玉蝴蝶派来的 说 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一股刺骨的寒意 从叶天宇体内蹦出 嗯嗯 女人艰难地摇了摇头 凶狠地瞪着叶天宇 告诉我 谁派你来的 饶你不死 嗯 女人脸色猙獰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 说不说 叶天宇眼神彻底冰寒 屋内温度骤然降到了冰点 终于 女人妥协了 嘴里 嗯嗯出声 美女 你是打算说了 叶天宇惊忙一闪 道 同意 就点一下头 女人小鸡灼米似的 点了点头 呵呵 早该这样 美女 叶天宇松开了手 嗨嗨嗨 女人剧烈咳嗽 稍微缓和了一点 才说道 我想喝杯水 叶天宇点头 起身准备取水 嗖 嗖 嗖 荧光闪耀 就在他起身一刹那 三只蝴蝶标 朝叶天宇上 中下三路袭来 叶天宇并未转身 反手一扬 三只金针射出 砍 砍 砍 三声翠响 蝴蝶标与金针一同落地 找死 叶天宇身子腾空而起 如同大棚展翅 魅影一闪 出现在女人面前 手指在他风驰雪一点 女人咕咚一声 跪倒在地 美女 自己找死 可怨不得我 叶天宇寒芒闪烁 叹道 蝴蝶谷培养你这样 玄机杀手不容易 你要自己走绝路 别怪我不给你机会 你到底是谁 女人颤声问道 叶天宇走上前 蹲下身子 看着女人 淡淡地道 玉蝴蝶没告诉过你 有我在 蝴蝶谷杀手 绝不踏入中原一步 你是冥王 怪我没听谷主的训练 遇到你是我的报应 要杀药寡请便吧 女人一脸绝望 闭目等死 告诉我 谁派你来杀我 饶你不死 女人闭目不语 表情决绝 叶天宇淡然一笑 伸手捏住女人的下巴 美女 你不说 那就让来猜猜 红伟哲 想杀我有可能 但没必要费这周折 谭世伟 虽然恨我 但没狠到必杀的地步 我猜 雇你来杀我的 只能说 卢阳蔡家 蔡中原了 美女 我没猜错吧 听完叶天宇的话 女人脸色骤然狂变 她睁开眼睛 是卢阳蔡家管家蔡三 请我杀你的 蔡三 又是这个蔡三 听了女人的回答 叶天宇笑了 笑得狠了 你走吧 回去告诉于蝴蝶 让她记住自己的承诺 蝴蝶谷的人 永不踏入中原一步 叶天宇浑身透着冰冷的气息 力声警告道 我会转告的 不过 你会很快见到谷主的 女人脸色煞白站起来 小心说道 你什么意思 日前 接到飞鸽传书 谷主不日将来颅养 这个臭女人 看来是躲不了 叶天宇脸色一变 心烦意乱地挥了挥手 滚吧 女人对叶天宇鞠了一躬 身影很快消失在门外 凯旋包香 洪伟哲拉着林诗音 眉飞色舞地大谈自己的奋斗事 林诗音微皱眉头 好几次 想要打断洪伟哲 根本插不上话 她怀疑 洪伟哲这次约自己 压根没诚心合作 林总 请喝茶 我继续跟你讲 林诗音知道 再让洪伟哲讲下去 没三天三夜讲不完 自己陪着她干好 毫无意义 于是 林诗音强忍着不悦 微笑说道 洪总 京都洪家 我很尽量 洪海集团在国内也是鼎鼎大名 只不过 今天我是来和洪总谈合作的 你看这样行不行 等咱们合作成功 我们再约个时间 我陪洪总聊个够 林总 我跟你说这么多 就是希望我们今后合作少走弯路 对不对 洪伟哲眼看林诗音有些不耐 于是说道 既然林总迫不及待地要谈合作 那我们就谈吧 嗯 那就再好不过 林诗音点头 洪总 我这次带着十足的诚心 与您谈合作 天威的实力 你想必也知道 咱们两家合作 共同打开海外市场 一定是双赢局面 嗯 林总带着诚心 我洪伟哲何尝不是 否则我来卢洋淡马 洪伟哲豪爽一笑 道 林总 只要双方条件达成 我们立马签订合同 为了表示诚意 我连合同都带过来了 听到洪伟哲这话 林诗音顿时放下心来 刚才 听洪伟哲在那胡吹瞎砍 还以为他约自己过来 根本就没诚意 现在人家连合同都带了 足以表明诚意十足 洪总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了 我们就不拐弯抹角 直接谈利益分配问题吧 林诗音笑了笑 看着洪伟哲问道 不知咱们开拓海外市场 合作收益 你打算如何分配呢 四六分 洪伟哲比划了两个手势 怕林诗音不明白 笑眯眯地说道 你四 我六 我四 你六 文言 林诗音眉头一皱 洪总 这样分配 是不是太苛刻了 苛刻吗 我觉得这很正常啊 洪伟哲点上一根雪茄 淡淡说道 我们洪海集团 带领你的天威药品 不仅提供了海外的销售渠道 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药品在西方世界 属于严格管控产品 老外对药品质量挑剔 要是海外顾客 反映你的药品有质量问题 或是不愿用你的药品 那我们洪海集团不得亏死 所以 这四六分成 对天威已经很客气了 洪总 我们天威医药是老字号 严格执行国际标准 绝不会出现质量问题 林诗音盯着洪伟哲 郑重说道 这些年 我们天威的产品 一直反响很好 国内市场 从未听说天威产品 有任何的质量问题 我相信 只要我们精诚合作 海外顾客 一定会接受我们的产品 林总 你说的我知道 但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吗 洪伟哲吸了口雪茄 淡淡道 这样分成 我是经过充分考虑的 林诗音深吸了口气 陈生道 洪总 如果按你四六分的话 我天威做不了 天威购买原材料 研发生产 广告投放等等 都需要大笔资金 按四六分的话 我天威辛苦努力 也只是在给你洪海打工而已 林总 照你这么说 我的条件有点苛刻 洪伟哲想了想 说道 听洪伟哲说这话 林诗音感觉 事情有转机 潜江孤岛 尊敌会所 雷恒坐在沙发上 手中握着一个高脚杯 杯中 暗红色的液体流转 不明白现在这人 为什么都喜欢喝这东西 是社会潮流 还是味道好 为何 我对这东西 偏偏无感 雷恒看着杯中暗红色的液体 自顾地问道 随即 举起杯子 缓缓倒转 杯中的液体 清晰而下 倒进垃圾桶里 旁边站着一个刀疤男子 一脸的古井无波 自始至终 都不曾开口 尽管 被雷恒倒掉的这一杯酒 几乎可以媲美一个普通家庭的收入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 雷恒淡淡地说道 知道 面对雷恒的话 男子不为所动 即便开口 也是惜字如今 听过暗黑世界杀手榜 听到杀手榜 一直面无表情的男子 微微动容 杀手榜 是西方暗黑世界强者的排名 暗黑世界杀手 只有经历过无数杀伐的狠人 才能脱颖而出 登上杀手榜 具有绝对的含金量 副蛇未列杀手榜单第二十一位 不知怎么 我对他今晚的行动 信心不是很足 雷恒闭着眼睛 似乎喃喃自语 龙头的意思 雷恒睁开眼睛 看着刀疤男问道 阿戎 自从你跟了我 任务从未失守过 不知你与副蛇比 实力如何 阿戎闻言 神色微微一变 不好说 只有交手才能知道 雷恒微微一笑 如果我让你干掉他 你有几成把握 未等阿戎回答 房门被推开 黄信快步走了进来 他顺手关上门 走到沙发前 恭敬道 副蛇 他们已经到位 请龙头下一步指示 按计划行事 雷恒淡淡说道 是 黄信答应一声退出房间 阿戎 你跟着他们 一旦副蛇小组失守 你知道怎么做 等黄信离开 雷恒看着阿戎说道 阿戎明白 注意 不要暴露自己 林总 那我就少赚点 咱们两架五五分 这是我的底线了 洪伟哲端起查明了一口说道 五五 林诗音摇头 洪伟哲约自己谈合作 却根本没诚意 这次合作开拓海外市场 洪海集团提供销售渠道 其他一切费用 都是天威方面出 如此算来 洪海集团躺着赚钱 洪海集团赚着利润 天威承担巨大风险 利润 却被拿去了大头 五分 绝对不行 想到这 林诗音建议道 洪总 我觉得三七分才是合适的 我欺你三 这样咱们两家都有的赚 三七分 洪伟哲冷笑了声 道 林总 你未免把海外生意 想得太好了吧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要起 抢着跟我们洪海集团合作 他们开的条件 比你的优越多了 蔡氏集团与我合作 也就五五分 你觉得天威的实力 比菜式如何 林诗音尽量平复心情 说道 洪总 三七分是天威能给的最大限度 我们天威集团几千员工 我必须要为他们的利益考虑 洪伟哲喝了口茶 笑呵呵地说道 林总 天威集团在江南虽小有名气 但说到底 只是一家地区性公司 在大下国知名度还是低了点 在国际上 更是寂寂无名 天威要做的 是与我的洪海集团这样跨国公司合作 积累知名度 现在少赚点 又能怎么样呢 只要天威和洪海集团有了合作 还怕以后赚不到钱 既然洪总这么说 我们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 林诗音这话一出 洪伟哲顿时勃然大怒 他用雪茄指着林诗音的鼻子 讽刺道 林诗音 你还真把你自己当成了人物 跟你合作 是给你天大的面子 天威在我眼里 不过就是蝼蚁 我想踩就踩 想打压就打压 你不跟我洪海集团合作 我会让你的天威 永远没有机会 进入国际市场 你 欺人太甚 林诗音站起身 郊区颤抖 愤愤不已 我警告你 乖乖跟我合作 不然我会联合菜市集团 让你在卢阳都无法立足 洪伟哲嚣张说道 哗啦 林诗音拿起桌上的茶杯 一杯茶水直接泼在洪伟哲脸上 你天敢泼我 臭不思念 洪伟哲勃然大怒 猛地站起身 仰手就要去扇林诗音耳光 碰 一声巨响 包厢的门直接被一脚踹开 说说 洪伟哲和林诗音的目光 都朝门口看去 只见门外叶天宇 标枪般站着 深邃的眸子 泛着冷冽的光芒 在包厢外 两人的对话叶天宇 听得一清二楚 直到林诗音与对方发生冲突时 他直接踹开了门 他早就觉得这个洪伟哲 不是什么好东西 居然从京都跑到卢阳来 欺负诗音 简直在作死 叶天宇朝着林诗音走了过去 他看向林诗音 眼神温柔 老婆 有我在 没人能欺负你 听到叶天宇这句话 林诗音强撑的一颗心 瞬间崩塌 他的双肩耸动 眼眶泛红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叶天宇突然感觉一阵心疼 他深吸一口气 微笑着说道 老婆 你先出去等我一会儿 这里交给我 天宇 你 你别冲动 林诗音清楚叶天宇的性格 知道他想干什么 洪伟哲不同蔡坤这些人 是京都大族洪家继承人 知名企业家 他担心叶天宇会做出傻事 放心吧 我有分寸 叶天宇搂着林诗音的肩膀 轻声道 诗音 你是天威总裁 是我叶天宇老婆 我绝不容许任何人欺负你 感受到叶天宇身上的男人气息 林诗音娇躯微微颤动 一张俏丽的脸蛋变得烟红 天宇 我在外面等你 别做得太过了 林诗音最后嘱咐一句 离开包厢 叶天宇将包厢门关上 笑眯眯地走向洪伟哲 你你你 想干嘛 洪伟哲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 面对叶天宇的进逼 连连后退 我的保镖就在外面 你的保镖吗 早就被我请到隔壁睡觉了 叶天宇见不上前 伸手扯住了洪伟哲的衣领 我离开前说过 不要欺负我老婆 你是没长耳朵 还是把我的话当屁房 我 我没有欺负她 林总她不是好好的 洪伟哲心虚地说道 哼哼 你以为我不在包厢 就听不到你在说什么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 叫做楼野 话音一落 啪 啪 两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叶天宇巴掌 甩在了洪伟哲脸上 洪伟哲左右脸上 瞬间浮现出两个清晰的掌印 你 你竟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 洪伟哲捂着脸 惊恐地看着叶天宇 似乎没想到这个男人 真的会对自己动手 你是谁 你不就是洪伟明哥哥 京都洪家继承人 但是敢欺负我老婆 就是该死 叶天宇淡默地看了眼洪伟哲 又两巴掌甩在了他的脸上 脸上掌印清晰 嘴角冒出一抹鲜血 我跟你拼了 洪伟哲被打得急了眼 单瘦的身子 居然朝叶天宇扑了上来 麻痹 叶天宇一声轻贺 直接一脚揣在了洪伟哲的肚子上 哦 洪伟哲一口血水吐出 身体飞出了似 无名远 将沙发砸翻在地 他躺在地上哀嚎了起来 小子 你敢打我 我要报警抓你 叶天宇走上前 一脚踏在洪伟哲的胸口 一脸玩味 你要报警抓我 呵呵 那你报吧 我倒要看看警察 到底是抓你 还是抓我 洪伟哲 你别以为你和蔡忠元狼狈为奸 别人不知道 你有本事就报警啊 你 听了叶天宇这话 洪伟哲顿时傻了眼 不敢再嚷嚷着报警了 我什么我 看来教训的还不够啊 叶天宇咧嘴一笑 然后啪啪啪地朝洪伟哲的脸 一阵猛扇 直到洪伟哲脸肿成了猪头 才停下了手 洪伟哲 今天给你一个小教训 如果还敢 对我老婆不利 小心你 叶天宇抬脚在他的 臭小子 你给我等着 还有林诗音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洪伟哲打了一个冷战 直到叶天宇背影消失 才歇斯底里地喊出 走出酒店 叶天宇看到林诗音 在酒店门口徘徊踱步 忧心忡忡 他知道 女人担心自己出手不加节制 天宇 你没说过 你没对他怎么样吧 林诗音抬起头 急忙问道 没怎么样 就是把他揍成了猪头而已 叶天宇撇撇嘴 我发现那张猪头脸 很配他京都豪门的身份 扑哧 林诗音忍不住笑了 低落情绪 一扫而空 你啊 别动不动就打人 这样影响不好 林诗英白了眼叶天宇 说道 我这不是气不过吗 以为他京都洪家多牛逼 敢欺负我老婆 必须给他一个教训 叶天宇打开车门 说道 走吧 老婆 咱们回家 林诗英坐上奔驰大G 离开海王新餐厅 回去的路上 林诗英心情明显很不好 天威集团虽说这几年发展势头不错 可毕竟局限在江南省 要想获得更高发展 天威就得走出去 将产品销往全国 甚至走向国际 这是他林诗英的目标志向 他也一直朝这方面努力 洪伟哲有一点说的没错错 天威要想真正强大 必须与像洪海集团这样的跨国企业合作 真正走出国门 抛开洪伟哲的人品不说 洪海集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合作伙伴 只是 他提的条件太苛刻 或许 洪伟哲根本就没打算与天威合作 一路上 叶天宇都通过后车镜 观察着林诗英的脸色 从上车后 林诗英脸上变换了好几个表情 时不时地皱一下眉头 可见林诗英的心情极为的不好 叶天宇不想打搅他 一个人闷不作声 开着车子 向翡翠庄园驶去 车子经过一处叫西门桥的地段 突然一辆卡车呼啸着 朝马巴赫迎面撞来 卢雅医院 VIP病房内 五六名男子站在病床前 病床上躺着蔡坤 一旁的主治医生 恭敬地对穿着灰西装的蔡忠元 尊敬地说道 宋总 已经第二次手术 暂时不能再动手术 最起码需要静养半年以上观察 我儿还能恢复好吗 蔡坤一脸阴郁 冷冷地盯着主治医生 宋总 公子的腰椎以下瘦肌太重 恐怕 恐怕很难恢复了 主治医生的话刚说完 蔡忠元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 啪 主治医生被抽得惨叫一声 摔倒在地 站在蔡忠元身后的几名黑西装保镖 眼神凶狠毒辣 绝对是杀过人的很差 老板这家伙 怎么处置 一个光头保镖问 蔡忠元蹲下身 看着浑身抖成筛康的主治医生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 治不好 我儿该如何处置 哼 蔡忠元站起来 朝保镖挥挥手 拖出去 你们知道怎么办 是 老板 主治医生在求饶中 被保镖拖了出去 此刻 VIP病房内就剩下蔡忠元一个人 蔡忠元弯下腰 蹲在地上 轻轻地用手抚摸着蔡坤的脸 老脸无比的痛苦沧桑 眼泪都要掉出来了 儿子 你爸一定会帮你报仇的 快了 就快了 再等一会儿就好 堵堵堵 这时候 门外响起了轻轻地敲门声 静 蔡忠元回了一句 沧桑的面容又恢复了冷峻 VIP病房门被推开 蔡三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阿三 情况怎么样了 蔡忠元急切问道 老叶 海王新餐厅刺杀行动失败 蝴蝶杀手 蔡三威低着头 毕恭毕敬地说道 什么 又失败了 蔡忠元勃然大怒 他狠狠拍了一下桌子 怒不可遏地说道 不是说 这次找的杀手非常厉害吗 怎么还干不掉这小子 老叶 我也纳闷 听说那小子好女色 就联系了蝴蝶谷的女杀手 这女人无论是样貌还是身手 都是一等一的 本以为用这个方法引诱他上钩 然后将他一举击杀 没想到还是诗 蔡忠元皱了皱眉 还是小瞧了这小子 阿三 难道就除不掉这小子了 老叶 我探听到一个消息 青龙会今晚对林诗英动手 我现在要那小子的命 跟除不除林诗英有何关系 你还是赶紧重新联系杀手 多少钱都无所谓 蔡三阴森一笑 老叶莫及 这次雷恒不仅要杀林诗英 还有这小子一起 老叶 雷恒找了道上顶级杀手 腹蛇小组出马 听说在一个叫西门桥的地方拦截 这小子这次一准跑不了 您就等着听好消息吧 西门桥 蔡忠元仰头想着这个地面 就在市郊结合部 位置偏僻 因为经常出事 西门桥被当地人叫奈何桥 那小子开到奈何桥 那里就是他的死地 奈何桥 好名字 呵呵 那就送他上奈何桥 蔡忠元点了点头 吉儿说道 对了 阿三 你务必要找到女杀手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老叶 蔡三点点头 巧声离开了病房 吃 叶天宇一把打过方向盘 车身一百八十度飘移 堪堪避开卡车的撞击 他妈的 还没完没了 叶天宇吓出一身冷汗 还好他车技不错 虽然避开了冲击 但也将奔驰逼停了下来 后座上的林诗英 吓得脸上毫无血色 刚才那下实在太险了 叶天宇看了眼驶过的卡车 眼里闪烁着一抹寒光 老婆 你在车上睡一会 到家我叫你 为等林诗英回答 叶天宇迅速转身 探出了手 在林诗英的后颈的昏睡穴上 轻轻一点 很快 林诗英变头一歪 倒在后座上 沉沉地昏睡了过去 老婆 为了不吓着你 只能让你先睡一觉 等你醒来的时候 我们就到家了 叶天宇淡然一笑 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林诗英的身上 做完这一切 叶天宇驾车继续前行 他一边往前开 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周围一切 这条路表面看起来一片寂静 但叶天宇知道 路的两侧埋伏着不少人 看来有人还不死心啊 酒店刺杀不成 又到这里伏击 没完没了 叶天宇眼里闪过一道寒光 加快速度 朝市区开去 果然 车子开了不到一公里 就看到一辆黑色越野车 拦在路的中间 车里隐约有人影晃动 距离越野车三十米 叶天宇停下车 推开车门跳了下来 然后将车门锁好 各位在这里等很久了吧 既然来了 就出来吧 对面越野车门打开 走出一个黑色人影 一步步朝叶天宇走来 叶天宇眼睛微眯 打亮着朝这边走来的人影 下一刻 人影的步伐越来越快 咻 当人影离叶天宇 还有十米距离的时候 人影忽然跳了起来 寒光一闪而逝 锋利匕首 直逼她的咽喉 叶天宇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身子轻飘飘一晃 瞬间避开对方的攻击 人影有些惊讶 对方能瞬间避开她的攻击 惊讶之余 身子落在地上 一个侧身踢向叶天宇的太阳穴 又快又狠 动作没有任何的停顿 一气呵成 叶天宇轻蔑一笑 右手轻轻抬起 挡住人影的侧踢 随即反手一抓 抓住来袭的脚脖子 右拳紧握 一拳轰出 轰 蕴含内力的一拳轰在人影身上 直接将人影整个人轰飞 狠狠摔倒在地上 口吐鲜血 说出幕后的指使 饶你不死 叶天宇一拳将人影轰飞在地 声音寒冷地说道 下一刻 那道人影就感受到了 对方身上令人心悸的杀气 就算是经历过生死的他 也觉得这股杀意的可怕 你 究竟是谁 杀手从地上爬了起来 忍不住吐出一口鲜血 捂着胸口 面色阴沉盯着他 至于我是谁 你没资格知道 我只想知道 谁雇佣你的 说出指使者 饶你不死 叶天宇没那个时间跟他废话 饶 饶我不死 杀手哈哈大笑 双手在背后一叹 随即一柄寒光 向他咽喉抹了上去 叶天宇目光一凝 身子后仰 避过划过咽喉的寒光 杀手一击落空 趁胜追击 君刺再次袭来 速度依然很快 目标依旧是他的咽喉 叶天宇双手倾抬 一手拍掉对方手中的君刺 重拳轰在了对方的面门上 杀手哀忧一声 转身就想逃走 转瞬之间 就接连中招 杀手已经知道 对方的功夫远在自己之上 根本就不是他能够抗衡的 想逃 叶天宇根本就不给杀手这个机会 下一瞬 杀手的咽喉已经被他给扣住 只要他轻轻一捏 就能要了对方小命 杀手眼睛被掐得突出 整个身子直接被叶天宇提了起来 还是不说 看来你是想做死 叶天宇的面色越加寒冷 杀手眼中闪过一抹恐惧的神色 只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太可怕了 平平平 就在这时 公路两侧突然冒出一道道火光 叶天宇将杀手往前一推 身子闪电般窜出 瞬间消失 紧接着 树道火光射中杀手 杀手哼都没哼一声 倒地一命呜呼 几分钟后 树名褐色紧身衣的杀手 沿公路呈扇刑包抄过来 腹蛇居中指挥 这些人配合默契 然而叶天宇突然失去了踪影 这些人也失去了目标 嗯 这时 走在最旁边一个鹤衣杀手 扭头看向一侧 只觉眼前一花 随即身子定在那里 老七 动作快点 磨磨叽叽干嘛 腹蛇回头见一杀手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眉头皱了皱 冲他呵斥到 老七依旧站在原地 动都不动一下 都停下 老七似乎不对劲 腹蛇做了一个 停止前进的手势 然后向老七走了过去 老七 老子跟你说话呢 耳朵聋了 腹蛇走到老七身边 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哄 老七的身躯 在轻拍之下 轰然倒下 瞬间 腹蛇瞳孔紧缩 呼吸变得粗重 他看见老七的脖子上 一道细长伤口 还在不停地冒着血 老七死了 目标就在附近 大家小心 腹蛇是经验丰富的杀手 很快回过神来 冲着同伴提醒一声 啊 然而 他的提醒还是慢了半拍 一声惨叫后 又一名鹤衣杀手轰然倒下 胸口上赫然刺着一根细小的树枝 草 腹蛇勃然大怒 抬起枪口 对准黑暗处 疯狂扣动扳机 哒哒哒 子弹击在地面 扬起一道道火星 啊 啊 两道惨叫声响起 又有两个同伴轰然倒下 胸口上依旧刺着一根树枝 接下来 不断有杀手倒下 全都被树枝刺入胸口而死 混蛋 有种给老子出来 看着兄弟们接二连三地倒下 激怒到发狂的腹蛇 下一秒 他猛然抬起枪口 朝着四周来了一顿疯狂扫射 哒哒哒 弹匣里面的子弹打完了 又换了一个弹匣 直到将所有弹匣打完 腹蛇才丢下手里的M16 抽出一柄弯刀 喊道 来啊 有种出来跟老子单挑 躲 算什么本事 你在找我吗 叶天宇慢慢从一棵树后走出 现在的他 全身杀意滔天 轻染了一身的鲜血 那些血 却不是他的 而是被他干掉杀手的血 溅到他身上的 死 腹蛇反应奇怪 背后掏出一把手枪 向一步步逼近的叶天宇 开了一枪 砰 枪响了 可叶天宇的踪迹再次消失 哦 下一秒 他手腕上传来一阵剧痛 低头看去 一只树枝正插在手腕上 说出主使 饶你不死 一道寒冷刺骨的声音 在腹蛇耳边响起 转头看去 一张冷酷无情的面孔 出现在面前 眼眸冰冷 杀意纵横 去死 腹蛇不是一般杀手 即便是手腕一断 另一只手依然握着军刀 朝对手凶狠劈去 啪 叶天宇轻松将他手中军刀拍掉 右脚抬起 咔嚓一声 硬生生地将腹蛇的另一手腕踢断 啊 两手都废了 那种钻心的剧痛传来 让腹蛇终于忍不住地哀嚎起来 还是不说 叶天宇眼里毫无怜悯 现在他的杀意已经起来 根本无法养殖 这一刻 腹蛇眼中闪出一丝深深的恐惧 男人那冷漠无情的手段 刺激着他剩下的唯一敏感神经 很好 果然是条汉子 眼看腹蛇不打算开口 叶天宇神情漠然抬起脚 狠狠踹在腹蛇的右膝上 咔嚓 腹蛇痛苦地闷哼了一声 身子轰然倒了下去 膝盖粉碎性骨折 有种你杀了我 趴在地上的腹蛇 艰难地抬起头 用着一双充满血丝怨毒的眼神瞪着他 不愧是腹蛇杀手 果然硬气 叶天宇的眼神越来越冷 看着他腹蛇 既然想死 我成全你 说完 他手中赫然出现了一根树枝 朝他的咽喉刺了上去 等等 眼看树枝就要刺入咽喉 腹蛇突然开口 杀了我 你会后悔的 腹蛇冷汗静透了衣服 看着静在咫尺的树枝 抬起头来 我是金蛇王的亲弟弟 你杀了我 我大哥不会放过你的 金蛇王 叶天宇身子一鸣 问道 是他让你来的 怎么怕了 见到叶天宇吃惊的表情 腹蛇笑了 笑得很是狂妄 金蛇王的威名 想必你也听过 杀了我 天涯海角你 无处可逃 哼哼 无处可逃 叶天宇冷笑一声 笑声里 尽是杀意 金蛇王 在整个杀手界 赫赫威名 手下杀手众多 人才极几 见到叶天宇 突然笑了起来 腹蛇浑身一颤 有种不妙的预感 金蛇王是顶级杀手 但在冥王的眼里 屁都不算 冥王 腹蛇双目圆瞪 脸上尽是不可思议 正正看着他 你是冥王 不错 叶天宇淡淡一笑 漆黑的眸子里 竟是杀意 还不想说 什么 你 你真的是冥王 这一刻 腹蛇心中掀起滔天骇浪 雷恒的目标 竟然是冥王的女人 自己在做死啊 就算大哥金蛇王在这 遇上令杀手 闻风丧胆的冥王 又能如何 我说 我说 腹蛇 心里的胆气 彻底破灭 早这样不就结了 叶天宇拍了拍手 道 是 是亲 就在腹蛇 把话说到一半的时候 一阵刺耳的轰鸣声 骤然响起 两道仙气大灯 从不远处的公路射来 强光足以让人 短时间内失明 啊 一辆看不清型号的车子 速度极快 眨眼间游远极近 朝两人狠狠撞来 千军一发之际 叶天宇向后倒纵 而此时 那辆车子 也已经开到了 刚才他们所站的地方 腹蛇瞬间 被碾压成了一团 粘稠的血肉 傻人灭口 凶手的车技极高 压死腹蛇后 车子180度飘移 迅速调转车头 轰鸣着离去 奔驰大计 驶入翡翠庄园 叶天宇透过后视镜 瞥了眼后座上的林诗英 林诗英还没醒来 睡得很香甜 诗英 我们回家了 叶天宇笑了笑 把车停好 回头喊了声 见没有动静 便打开后车门 轻轻将女人抱出 虽然自己早就帮她解了血 但林诗英睡得很香甜 这个时候把她叫醒 实在是不忍心 这个女人累了一整天 也该好好休息一下 这是叶天宇第二次抱她回别墅 林诗英的身体很轻 很软 抱起来就像一团柔软的棉花似的 感觉很舒服 也许是被抱着不舒服 林诗英翻了下身子 她的头就埋到了叶天宇的胸膛中 轻吐出来的热气 不断地吹拂在叶天宇的胸口 让她心里顿时窜起了一团火苗 诗英啊 你可千万别再乱动了 要不然 哥可真的受不了了 叶天宇苦笑着摇了摇头 抱着林诗英 快速走上了楼 房间走了进去 顿时闻到一股心香 这是属于林诗英独有的香味 很好闻 将林诗英轻轻地放在了床上 然后又弯腰 将林诗英的被子 给整理了一下 不知怎的 叶天宇的手指 无意间就触碰到了林诗英柔软的腰肢 感觉像是触电了一般 赶紧把手拿开 这时 女人上面的那件OL套装 网上蹭了蹭 露出了平坦的小腹 在灯光的照耀下 那白嫩的肌肤 更是光滑细腻 散发着一股诱人的芬芳 咕噜 叶天宇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难怪号称卢阳第一美女 实在是太迷人了 叶天宇鬼使神差地 伸手在白嫩肌肤上抚摸了一下 很快 他便摇了摇头 虽然自己喜欢美女 又与她同居一事 但绝不敢趁人之危的事 想到这 叶天宇平顺了一下心气 说了句 好好睡 然后关灯躺在自己的地铺上 然而 叶天宇不知道的是 就在她关灯躺下 林诗音睁开了眼睛 女人的双甲有些微红 眼里波光盈盈 其实 在叶天宇抱自己进别墅的时候 女人就已经醒了 只不过 她不好意思醒过来 只好装睡 刚才她在心里想 如果叶天宇对自己做出什么 自己该怎么应对 是默默接受 还是将她赶出去 然而 男人只是在自己的光滑处抚摸了一下 就收手了 既让她悬着的心放下 又有一丝失望 她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心中呢喃 这独子 心里难道没有我 一日 林诗音手里拿着文件 目光久久落在对面 抄写条例的独子身上 一脸的忧怨 昨晚自己都那样了 这独子也不动她 难道自己魅力不够 正想着 身上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林诗音掏出手机 看了下号码 接通电话 孟汉 这么多天都不来看我 也没个电话 在忙什么呢 电话另一端 除梦汉说话支支吾吾 最近很忙 我 我想向你借一个人 借人 林诗音好笑 自己的闺蜜真的奇葩 有借钱借物的 没听说借人的 呵呵 说吧 你想借谁 说这话 她下意识地目光 看向对面的独子 夜天与目光 也正好看过来 四目相接 诗音 我想向你借用一下夜天雨 孟汉低声说道 果然是借着独子 林诗音暗自付匪 嘴上开玩笑 孟汉 她可是你老公 要用你拿去就是了 还要借吗 说这话 嘴里不自觉冒出酸味 楚孟汉 楚孟汉也听出了 小心翼翼解释 诗音 我想让她中午 陪我办点事 没有其他意思 林诗音也感觉自己 跟闺蜜说话 口气不对 赶紧道 行吧 我知道了 这就让她联系你 抬头看着夜天雨 孟汉 找你陪她办点事 什么事 夜天雨问 不知道 你自己打电话问她 口气酸酸的 说完 埋头看自己的文件 半小时后 楚孟汉上了 夜天雨的奔驰大计 心事重重 满脸阴霾 这些天为了资金的事 她四处奔波 找银行找担保公司 求爷爷告奶奶 可就弄了百十万款子 这些无异于杯水车薪 可是 她不想再麻烦闺蜜诗音了 自从当了楚风的家 她深刻体会到 当家的不容易 虽然天威集团 规模大 实力强 可是她清楚 大有大的难处 资金的压力 几乎让楚孟汉喘不过气来 更重要的是 不光家族内 有人想将她弄下台 台海集团的谭世伟 也对楚风虎视眈眈 一旦资金流断裂 谭世伟势必要对楚风下手 她找了卢阳四大金融机构 却接连碰壁 最后 楚老爷子找了为卢阳大佬出面 对方迫于压力 答应中午一起坐下喝杯茶 去皇城国际酒店 楚孟汉坐在后排 闭着眼睛疲惫道 叶天宇从后视镜中看到女人精致俏脸 苍白憔悴 一阵心疼 这女人活得太累 叶天宇将车子尽量开得平稳 好让她多休息一会 到了皇城国际酒店 将车停好 走到酒店门口 到了门口 迎宾员开始检查每个人的会员卡 哎 你干什么的 请出示你的会员卡 迎宾员拦下穿着保安制服的叶天宇 会员卡 什么会员卡 叶天宇郁闷了 吃个饭还要什么会员卡 难道没会员卡 就进不去吃饭 她回头看了眼楚孟汉 她摇摇头 皇城国际酒店她也是第一次来 根本不知道来这里消费 还要会员卡 对不起先生 我们这里是会员制 没有会员卡 不得入内 迎宾员不懈看着叶天宇 能进出皇城国际酒店 都是有身份的人 一张会员卡百万 一个小保安也能来这里消费 叶天宇和楚孟汉被拦在外面 楚孟汉心中着急 他只想着进去与几位行长洽谈 根本没想到这里是会员制 我和几个老板约好在这里谈事情 能不能行得方便 让我们进去 楚孟汉礼貌道 这个方便可行不得 我放你们进去 若是被经理发现 直接开除 虽然说话的女人很漂亮 但也不能拿饭碗开玩笑 美丽的女士 我很抱歉 这真不行 迎宾员客客气气 但拒绝得很干脆 没有会员卡 不能入内 半张卡多少钱 普通会员卡一百万 高级卡五百万 至尊卡 听到这数字 楚孟汉倒吸一口冷气 俗话说 贫穷限制了想象 虽然家境不错 但让他花一百万办一张会员卡 绝对做不到 小哥 让我们进去吧 我真的有人约好 在里面谈事情 楚孟汉恳求道 不行 迎宾员一口拒绝 便不再理会 楚孟汉一脸焦急 叶天宇默默走到一边 看见酒店墙上有一块公式牌 上面公式酒店职工名册 总经理乔林轩 乔林轩 乔林儿 乔云和 叶天宇很自然将三个名字联系起来 这皇家酒店会不会跟乔公有关 等等 叶天宇走了回来 从兜里掏出一块牌子 你看看这牌子行不行 叶天宇把乔公送他的天地令 递给了迎宾员 迎宾员看了一眼叶天宇手中的天地令 顿时额头冷汗就下来了 先生 刚才对不起 我有眼无珠 请 请跟我进来 迎宾员攻下身 客客气气的 把叶天宇和楚孟汉迎了进来 叶天宇猜得没错 皇家国际酒店正是天地堂的产业 乔林轩是乔公的长子 也是皇家国际的总经理 这些迎宾员 服务员自然知道天地令是乔公的令牌 持有天地令 相当于乔公清零 自从乔公身体抱恙 乔公也有多年没有公开露面 天地令出现 别说他一个迎宾员不敢懈怠 就是经理见了 也要乖乖当孙子 迎宾员对叶天宇毕恭毕敬的样子 让楚孟汉惊讶不已 这可是如阳著名的六星级酒店 服务员苟眼看人低的事情 时常发生 可被迎宾员这样服务着 却不多见 就算公署大佬 来视察 也不过如此吧 先生请 迎宾员三不一回头 生怕叶天宇没跟上 再次怠慢叶天宇这位贵客 楚孟汉跟在叶天宇身后 想要开口询问叶天宇 他手上的牌子是怎么回事 却被迎宾员抢先了一步 先生 我现在就给您安排豪华包厢 在这里用餐 不仅能品尝到美食 还能欣赏卢阳的美景 不用了 我们与人约好了的 叶天宇摆了摆手 问楚孟汉 那些人在哪个包厢 刚才在路上 通过询问 叶天宇大致了解了情况 楚孟汉也不知道 当即拿出手机 拨打电话 第一个关机 第二个关机 连打四个电话 手机都是关机 楚孟汉一脸猛 这些人怎么都关机了 不会这要巧吧 他看了眼时间 时间十二点 这些人约自己十二点 到皇城国际洽谈的 叶天宇看着楚孟汉猛圈表情 知道他是被人放了鸽子 他掏出一包香烟 自己抽出一根点上 然后递上一根给迎兵员 兄弟 来 抽一根 迎兵员受宠若惊 伸出双手接了 富康金融的刘总 沁业银行的何总 他们四位在哪个包厢 叶天宇将火递给迎兵员问道 这 迎兵员一脸谨慎 皇家国际有规定 凡是来此就餐的 不能随便打听 更不能泄露顾客的秘密 叶天宇呵呵一笑 没事 我们是朋友 我是爱赴约的 原来是刘总他们朋友啊 刘总在顶楼八百八十八柜宾厅 要不要我送您上去 不用了 叶天宇拒绝了迎兵员的好意 带着楚孟 焊上了电梯 乘电梯来到顶楼 八百八十八柜宾厅 碰 碰 碰 敲了几下门 楚孟汉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叶天宇跟在身后 包间宽敞明亮 金碧辉煌 足以容纳几十人的大包厢 里面只坐着四男四女 四个老男人年过半百 穿着富贵 容光焕发 只是手脚一点都不老实 坐在他们怀里的女人 各个时髦靓丽 年轻貌美 骤然看到楚孟汉闯入 四个老男人愕然 皇家国际号称 如阳中心浩海 入门费起码百万起步 他们故意将会谈地点安排在这里 没指望楚孟汉能进得了皇家国际 就算进了皇家国际 也上不了这顶层 顶层包厢 只有至尊会员 才能得以入内 没想到 居然被楚孟汉给找上了门 场面有些尴尬 一个秃顶男人 尴尬地将怀里的美女推开 善善笑道 楚小姐 你怎么来了 刘总 陈总 赵总 还有何行长 打扰各位 楚孟汉在这里赔不试 楚孟汉不想太过得罪这些人 毕竟这些人都是卢阳金融界头面人物 现在有求于他们 楚孟汉勉强挤出一抹丝笑容 弯腰致歉 你们都下去 这时 坐在中间位置颇有气势的男人 整了整衣冠 拿出一打钱 扔在桌上 挥了挥手 让这些陪酒女离开 说话的是卢阳最大金融集团 富康金融董事长柳正景 眼看四人私密聚会被楚孟汉给破坏 本想对他发火 一位陪酒女拿着钱 眼里笑出花 几位老总 电话联系 晚上我等你们 说着 四位陪酒女 扭着水蛇腰 咯咯笑着离开了包厢 四位老男人一脸尴尬 呵呵 楚小姐 既然来了 快请坐吧 庆夜银行的合灿 感觉眼前一亮 眼底露出一抹邪淫之色 接着殷勤的帮楚孟汉拉了把椅子 请美女入座 楚孟汉客气地说了声谢谢 坐了下来 叶天宇却像空气一样 被忽视了 在这四人看来 跟在楚孟汉身后 穿着保安制服的年轻人 无非是保镖或司机 这样的身份 没资格与他们坐在一起 叶天宇见无人理睬 也不在意 随便拉了一把椅子 自个坐了下来 胖子合灿 脸色顿时变了 指着叶天宇 骂道 麻痹 什么玩意 给老子滚出去 其他三人也是脸色不渝 他们请楚孟汉坐下 人家那可是大美女 比刚才那些陪酒女漂亮多了 男人那点小心思 谁都懂 没想到一个小小随从 居然一声不吭就坐了下来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楚孟汉看了眼一脸怒气的和灿 解释道 不好意思 各位老总 这位是我 未婚夫 叶天宇 原来是楚小姐的未婚夫啊 恕我眼拙 不知叶先生在哪里高救 何灿愣了一下 随即故意问道 其他三人也好奇地打量起叶天宇来 长得倒是挺帅气 只是一身保安制服 拉低了品位 莫非 楚孟汉故意让司机或保镖冒充未婚夫 以断绝他们的念想 哦 我给楚总开车的 叶天宇随口答道 眼睛却是盯着桌面上的大闸蟹 澳洲龙虾 四人对视一眼 顿时了然 果然是楚孟汉临时拉来的壮丁 做掩护的 腾达荣子总裁陈兴站起来 呵呵一笑 楚总 还没吃饭吧 正好咱哥几个也刚到 不见外的话 咱们一起吃 我们几个兄弟也是刚到 难得 难得啊 对 难得和楚小姐这样美女一起吃饭 不喝酒可不行 卢阳风投公司总经理赵辉 配合陈兴 热情给楚孟汉倒酒 五十多度的果酒 赵辉直接给楚孟汉倒了满满一杯 却瞧都不瞧叶天宇一眼 庆夜银行的何灿 第一个站起来 一脸笑容 楚总 我代表三位兄弟 敬美女总裁一杯 先干为敬 何灿 人称外号 何不倒 在卢阳商界金融界出了名的海量 酒桌上就没见过他醉过 只见他端起足足二两的大酒杯 一饮而尽 根本不给楚孟汉拒绝的机会 楚孟汉端着酒杯 面露难色 自己的酒量 自己清楚 何况这些人 根本就没安什么好心 看着架势不把他灌醉 是不会把守 可为了贷款 他无法拒绝 几位老总 孟汉酒量不行 请多担待 这杯算我敬各位的 楚孟汉站起身 硬着头皮 将二两白酒喝了下去 瞬间 翘脸烟红一片 整个人愈发显得明念动人 看得这些老男人 眼睛都直了 哈哈 楚小姐海量 在商场上 哪有喝不了酒的 来满上 赵辉给楚孟汉倒了一杯酒 顺便也给自己满上 楚孟汉一脸苦涩 美眸 看向一旁的叶天宇 发现这家伙没事人一样 眼里只有 桌上的山珍海味 双手开动 毫无形象地吃起来 几个老色男 都乐了 你妈 楚孟汉在哪找的这么一个吃货 今天 楚孟汉来的目的 他们很清楚 碍于卢阳大佬的面子 答应与楚孟汉见面谈一谈 可是很快 他们便接到谭家的电话 告知他们 一旦贷款给楚风公司 卢阳豪门将彻底断绝 与他们的业务往来 谭家这些年 生意风生水起 是他们的重要客户 一旦谭家联合其他家族抵制 他们的业务将大受影响 四人一和解 决定还是放弃 但大佬的面子 也不能不给 所以挑了皇家国际 他们认定这女人进不了 到时候 既不得罪谭家等豪门 也对大佬有了交差 没想到楚孟汉居然找上门来 既然想从他们手中拿到贷款 就得付出代价 这方面他们是老手 想着怀里搂着卢阳大美女 顿时四位老男人 心仰难挠 这时 傅康金融的柳正景又站了出来 楚小姐 咱们也别歇着 来 我敬你一杯 柳正景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喝完将杯口朝下 一滴不剩 楚孟汉看出来 今天这架势 不和美人喝一杯 他很难开口谈贷款的事情 他转头看去 却发现叶天宇不知什么时候溜了出去 楚孟汉咬咬牙 豁出去了 刘总 希望这杯酒喝完 我能和各位谈谈贷款的事情 柳正景哈哈一笑 好说 只要楚小姐把酒喝了 我什么都好谈 楚孟汉咬牙一饮而尽 喉咙里火辣辣的 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他长这么大 也没这样喝过酒 一口菜没吃 连喝两杯 小半斤酒下肚 他哪里瘦的了 楚孟汉捂着嘴 差点吐了出来 然而 没等他缓过进来 如阳风头的赵辉 端着杯子 已经站到了身边 腾达荣子的沉心 则虎视眈眈 楚孟汉喝了口茶水 硬着头皮 准备接下赵辉的这杯酒 这时 叶天宇从洗手间走了过来 匹手夺过楚孟汉手里的酒杯 咕噜噜将杯中酒一饮而入 好酒 这样一杯杯 喝多麻烦 服务员 再来五瓶 我与各位老总 一瓶一瓶地喝 楚孟汉 你什么意思 什么小猫小狗也带过来喝酒 你这么做 我看贷款的事 不谈也罢 赵辉脸色一沉 将酒杯往桌上用力一顿 直接做了回去 意思很明显 叶天宇没资格和他喝酒 赵总 楚孟汉刚想向对方解释 叶天宇却黑黑一笑 伸手将楚孟汉拉到一边 小声道 你先到外面清醒一下 这里交给我 你想干什么 楚孟汉知道 叶天宇处理方法只有一个 他不希望用武力 这四人都是 卢阳金融界头面人物 自己今后还有求于他们 叶天宇对付他们 只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挽回 如果你想得到贷款 就请相信我 叶天宇嘴唇几乎贴着楚孟汉的耳朵 热气喷出 让喝了一些酒 本就身子发烫的楚孟汉 浑身都酥麻了 你别乱来啊 楚孟汉后退一步 红着脸警告道 放心 我有分寸 叶天宇笑着 将楚孟汉推出包间 这时候 服务员送来了五瓶果酒 几位老男人一旁冷眼看着叶天宇 这小子 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知道这酒多少钱吗 三十年珍藏版果酒 一瓶上万块 一个小小的司机 能有多少收入 这酒钱 别指望让他们买单 看来四位老总不给我面子 既然你们不喝 那我自己喝了 叶天宇咧嘴一笑 抓起一瓶果酒 随手切了下去 瓶 只见瓶口斜着飞了出去 犹如刀切的一般 切口整整齐齐 四 四个男精呆了 接着 叶天宇以相同的手法 将剩下的四瓶果酒 一一切开 气定神闲 瓶口被切除 没有一滴酒液洒落 咕咚咕咚 叶天宇一扬搏 抓着酒瓶 像喝矿泉水一般 一瓶酒干了 随手将空瓶抛向空中 一拳击的粉碎 随后 抓起第二瓶 咕咚咕咚 倒进嘴里 接着是第三瓶 第四瓶 转瞬间 五瓶三十年珍藏版果酒 滴酒不剩 席上 四个老男带傻的坐在位置上 彻底被叶天宇给惊到了 你妈 这是喝酒吗 就算五瓶水 一口气灌下去 也受不了啊 再看叶天宇 除了面色有些发红 没有一丝醉酒的迹象 叶天宇悠然自得的 抓起一只澳洲龙虾 掰开 旁若无人肯玩 这才抬起头 看着四个傻逼一样的老男 脸色突然变冷 各位 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 楚梦汉贷款的事 你们最好给办了 话说到一半 潇洒地掏出一只香烟 悠然点上 别到时候 怪我不仁义 其实 一开场叶天宇就觉得这气氛不对 这些人根本就没想给楚梦汉贷款 利用他想贷款的心理 想灌醉他 于是 他吃饱后 悄悄溜到洗手间 打了一个电话 把这些人的底子 摸得一清二楚 才这么有底气 让楚梦汉出去 他来解决贷款的事 叶天宇将嘴里的浓烟 喷向柳正景 柳正景 柳董事长 您老今年六十了吧 呵呵 老当义壮 原山别墅里的那只金丝猫 服饰得不错哦 满面红光 精神焕发 幸福啊 你说 我把这信息放出去 你家那只母老虎 会不会上门啊 还有 你这董事长的宝座 还能不能坐稳 则则则 真替您老担心啊 柳正景听了这话 惊得差点从以上滑到桌子 前段时间 柳正景花高价 从海外弄了一个金发美人 就豢养在市郊原山别墅里 这是他的绝密 平时 从不让美女公开露面 自己去别墅 都是偷偷乘出租车前往 他自认为没人知道 连眼前低歌几个都没告诉 这家伙是怎么知道的 柳正景 富康金融 卢阳公司董事长 能有今天的地位 并不是他能力多突出 只是因为 娶了一个好老婆 柳正景年轻时 在宋家商行上班 被宋家千金 宋梅相中 一夜之间 由一名基层员工 成为豪门女婿 人生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宋梅极力争取 柳正景入主宋家产业 富康金融 一路坐到卢阳公司董事长 大权在握 春风得意 不过 他清楚自己再怎么威风 也不过是宋家高级打工仔而已 得罪宋梅 分分钟回到解放前 这是要是捅出去 柳正景不敢往下去想 下一刻 叶天宇目光喵 向胖子合灿 嘿嘿一笑 恭喜了 何行长 您的儿子有出息啊 在山姆国底特郡读名校 快毕业了吧 对了 底特郡那边枪支泛滥 嘿帮横行 治安不太好啊 听说 还动不动搞绑架 枪杀啥的 何行长 你得给公子多配几个保镖 不然能不能回来接班 我看够呛 你 何灿脸色变得煞白 他就一个独子 自己寄予了厚望 特地送到山姆国深造 准备毕业回来 接班自己的生意 这家伙把儿子调查得这么清楚 难道 有什么图谋 叶天宇没理会何灿的惶恐 转头看向陈兴 不住地点头 陈兴感觉头皮一阵发麻 腿肚子打转 陈兴 五十七年的 今年六十五了吧 则则则 一点都看不出来啊 如阳国际幼儿园小班的周晓星 不对 应该叫陈晓星 下个月就是四周岁生日 陈总 老来得子 不容易啊 你可得多看着点哦 国际幼儿园的滑题太陡 秋千也不牢固 要是摔下来 可不得了 平 脑袋像西瓜一样爆裂 那就惨了 叶天宇一边说 一边用手笔画 陈兴脸都绿了 周晓星是他跟贴身秘书的私生子 老婆为他生了三个女儿 私生子周晓星 才是他的心头肉 这一刻 陈兴只觉得 后背一阵冰凉 这家伙对国际幼儿园情况这么熟悉 看来盯上孩子 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让他 如何不慌 最后 叶天宇将目光投向 卢阳风投的赵辉 未等叶天宇开口 黄豆大的汗珠 从赵辉的脸颊滚落 叶先生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放心 我回去就安排资金 最迟 明天资金就能到位 赵辉 卢阳风投董事长 酷号赌博 每年投入赌场的资金好几个亿 为了填补窟窿 秘密转移卢阳风投资金 这件事 一旦泄露出去 单单挪用资金罪 就够他下半辈子待在里面了 看这家伙一脸成福 绝对是做了大量功课 自己这点秘密 瞒不了他 赵总 爽快 在这里奉劝各位一句话 做事留一线 他日好相见 今天谢谢各位盛情款待 嗯 今天的菜安排不错 只是酒喝得不够尽兴 来日 我请各位好好畅饮一番 说完 将手里烟蒂弹向空中 哼 巨大的吊灯 轰然砸在桌面上 碗碟汤汁飞溅 各位 你们收拾一下 别吃顿饭 把人家酒店给砸了 传出去影响不好 面对惊魂未定的四个老男人 叶天宇叮嘱了一句 潇潇洒洒离去 留下四人面面相去 出了包厢 发现楚梦汉没在外面等他 打电话 电话关机 叶天宇乘电梯下了一楼 发现也不在一楼 出了酒店 停车场也没见到他的人影子 这女人去了哪里 又回到皇家国际问服务员 都说没看到 叶天宇走出酒店 准备在车上等他 就在这时 一名六七岁漂亮小女孩 朝他跑了过来 大哥哥 有位姐姐叫我把这个给你 他说 你会给我买冰淇淋吃的 叶天宇接过小女孩 递给他的纸条 楚梦汉在前江三十五号码头 笔记奔放 看不出是女孩子手笔 叶天宇双目一沉 随即意识到 楚梦汉可能出事了 他掏出一百块钱 蹲下 抚摸着小女孩的头 乖 告诉哥哥那位姐姐 长什么样 小女孩喜滋滋的拿着钱 那位姐姐穿着一身黑衣 戴着墨镜 看不清长什么样 叶天宇知道小女孩太小 再问也问不出什么来 当即发动车子 打开导航 奔驰大距轰鸣着驶出 半小时后 卢阳三十五码头 三十五码头 位于前江西岸 原来是卢阳老开发区 随着卢阳城市东扩 位于城市西路的三十五码头 也逐渐凋零 一座废弃多年的工厂 杂草丛生 很多厂房都已经荒废倒塌 只剩一堵堵油漆 剥落的残垣断壁 以前这里也是红红火火的 生气盎然 随着城市东扩 新码头的运行 三十五也走进了历史 奔驰车一路咆哮 终于来到这片荒芜之地 在经济一片繁荣的卢阳 很难想象 还有这么一处地方 远远看到一辆红色蓝箔金尼 Revento限量板停在那里 叶天宇心里 基本猜到了原油 能够在天地堂乔工的地盘 绑架一个人 他想不出 除了那丫头 还能有谁 而且自己刚才在问服务员时 一个个支支吾吾的 现在想来 更加确定了 只是 他现在非常不爽 即使是乔工的女儿 又能如何 叶天宇来到车边 顺手抠掉了 兰博金尼 Revento的标志 距离豪车数十米远的一栋 破烂厂房里 十几二十名 黑色短衫打扮的 精壮汉子 手握暗器 蹲守在二楼 所有的暗器 全部瞄准 唯一可以进出的大门 打扮如野小子般的 俏丽女孩乔林 戴着黑色棒球帽 卡着墨镜 黑色小夹克 夹着二郎腿 慵懒地坐在一把藤衣上 手里 赫然一把雪亮的匕首 漫不经心地修整着细长的指甲 大小姐 这个叶天宇 他不会不来吧 一名天地堂弟子 望着门栓上的炸药 低声问道 门后绑着炸药 只要有人轻轻一推大门 炸药就会爆炸 这是要把人往死里整啊 这些天地堂弟子 对乔大小姐的手段 既惊且怕 他已经来了 乔林儿悠长的声音 缓缓道 在哪 身边的十几号人 齐齐一愣 本能地四下张望 下一刻 门骤然被推开 哄 木屑纷飞 原本陈旧不堪的厂房大门 被炸得粉碎 一件黑乎乎的东西飞了进来 咎咎咎 这些天地堂弟子毫不犹豫 各种暗器纷纷射向大门口 手法老练 干净利落 有飞刀 钢镖 铁离子 飞进来的物体 瞬间被砸成了马蜂窝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早就已经死翘翘了 停 乔铃挥了下手 众人俯身一看 惊呼道 卧槽 是一个汽车轮胎 有人 把汽车轮胎给扔了进来 乔铃整张脸都绿了 你妈 这不正是自己那辆 兰博基尼 Rivento轮胎吗 居然让那混蛋 徒手给拆了 这辆车 可是限量版的顶级豪车 感情 兰博基尼最先进的警报系统 对它一点作用都没有 乔铃气得站起来 冲着大门口喝道 叶天宇 缩头缩脑算什么英雄 有种给本小姐我站出来 你眼瘸啊 我早就进来了 身后通往三楼的楼梯上 叶天宇叼着香烟 翘着二郎腿 坐在那里 冷冷看着一脸傻逼的众人 这家伙什么时候进来的 竟然没有一个人看见 乔铃儿倒是面不改色 他知道叶天宇有这个功夫 但他想不通 这个只有唯一出口的厂房 叶天宇是怎么进来的 自己设计这么完美 原以为叶天宇会受阻于门口 门上的炸药 加上十几号人 手中的暗器 苍蝇都飞不进来 然而 叶天宇不仅进了 更让人汗颜的是 这么多人 居然没有一个人见到 难道他除了会点穴 还会通天顿地之术 想到这里 乔铃儿心中的执念更强了 叶天宇冷冷打量着面前的乔铃儿 面如桃花 心如蛇蟹 小小年纪 心思如此歹毒 乔铃儿 看在乔公的面子上 我可以饶了你 楚门汉在哪 把他交出来吧 乔铃儿是如阳出了名的小魔女 因为有乔公的宠爱 做事完全凭着喜好 毫无顾忌和底线 加上身手相当了得 不知多少无辜的人 受到伤害 当然 受伤害最多的 还是天地堂弟子 一个个都成了兽气包 自从那天见识到 叶天宇出神入化的功夫 他便想着拜师学艺 却被叶天宇拒绝 前不久 两人在龙虎山庄再次相遇 叶天宇再次委婉拒绝了他 乔铃儿不死心 他要等待机会 便派人守在天威大厦和翡翠庄园 密切关注叶天宇的一举一动 通过监视了解到 叶天宇除了和林诗英外 还与楚梦汉之间关系密切 于是 乔铃儿有了主意 林诗英 他熟悉 而且老爹跟林家关系不错 不方便下手 于是决定劫持楚梦汉 逼叶天宇教自己功夫 作为骄狂魔女 乔铃儿根本没想到自己这么做 对别人的伤害 刚才也就是碰上叶天宇 要是换一个稍微笨拙一点的人物 早就被门上的炸药炸个屁了 不死 那上百枚各色暗器 也能把人扎成刺猬 不过 乔铃儿想当然地认为 这些对于身手通天的叶天宇来说 根本不是的事 乔铃儿连射两道陷阱 前有炸药 后有暗器 没能难倒叶天宇 反而还让叶天宇 把自己兰博基尼Vivento给卸了 乔铃儿气得气窍冒烟 魔性大发 冷哼道 想教训我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说着 小手一挥 十几名天地堂弟子将乔铃儿 夹载在人群里 齐齐撤退 这些人穿过走廊 来到更大的一间厂房 这里是以前的污水处理厂 厂房上下空间高达数米 池子里 是多年未处理的污水 黑的发臭 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 楚梦汉被吊在池子的上空 嘴巴被胶部封着 看到有人进来 挣扎着 发出痠痠的声音 乔铃儿一行 退进这间厂房 几名天地堂弟子 随乔铃儿上了升降机 其他人分成两队 散布在池子周围 叶天宇跟了进来 扫了一眼厂房 看到楚梦汉在半空中挣扎 原本吓坏了的他 看到叶天宇后 顿时眼泪刷刷往下流 嗯嗯 也许他想大喊 无奈嘴巴被人用胶部封死 急得拼命挣扎 升降机缓缓上升 停在比叶天宇 高一个楼层的位置 乔铃儿捏着遥控装置 冷冷道 叶天宇 你这妖妞 不如咱们就赌一把 楚梦汉的命 陷在我手里 你有本事就把他救下来 不过 我告诉你 绑着他的这根绳子 另一端 也有一枚炸弹 如果你在规定的时间内 不能将他救下来 炸弹就会爆炸 砰的一声 绳子一段 他就会掉进 你别以为掉进池子里就没事了 这个池子多年未处理 里面全是污水毒气 虽然不至于要了他的命 却会让他毁容 这么漂亮的女人 要是被毁了容的话 会不会生不如死 乔铃儿一脸得意的威胁道 还有 我提醒你 别想着偷袭我 我身边的弟兄们 会随时向你出手 就算你有本事 全部杀了他们 但绝对阻止不了 我按下这个遥控器 只要你企图偷袭我 我会轻轻一按 哄 楚梦汉瞬间就会变成 一具红粉骷髅 怎么样 这个游戏好玩吗 乔铃儿说的就像玩似的 根本没想到 这样做真会死人 而死人会有什么后果 叶天宇的眼睛喷火了 这小魔女太魔障 太狠毒 真搞不明白 这么年轻女孩 竟然如此残忍 是生命如儿戏 看到叶天宇脸色难看 乔铃儿得意的大笑 忘了告诉你 她的背上也绑炸弹 就算你神通广大 天下无双 恐怕也就不了她吧 小魔女竟然开心地大笑起来 仿佛是她这辈子最好玩的游戏 不管叶天宇怎么动手 这都是一个死局 一个彻头彻尾的死局 要就除梦汉 首先要摆平这些天地堂弟子 等叶天宇摆平这些人 时间已经不急了 直接偷袭乔铃儿 同样要摆平这些 手握暗器的天地堂弟子 还要在乔铃儿 按下遥控器之前 将她制服 两人相距这么远 这种可能性 几乎很难存在 一旦超过规定时间 炸弹一爆炸 楚梦汉会掉进池子里 纵然不死 也会被毁容 这种结局对她来说 也许比死更恐怖 更要命的是 纵使叶天宇摆平了所有人 制服了乔铃儿 楚梦汉背上 还有一枚炸弹 这枚炸弹 同样会要了楚梦汉的命 乔铃儿根本就设下的 是一个死局 叶天宇无法想象 这么个十几岁的女孩子 心肠居然歹毒到这份上 如果不好好教训 让她常常记醒 今后绝对是一个大祸害 楚梦汉被吊在池子上空 看着 整个人悬在半空中 瑟瑟发抖 叶天宇扫了眼周围环境 愤怒地盯着乔铃儿 随即神色冷漠下来 我给你一分钟时间 打个电话给乔云鹤 叫他准备给你收尸 少废话 有种你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 乔铃儿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计时开始 你还有三分钟时间 动手 一声令下 十几名天地堂弟子 手中各种暗器 再次射向叶天宇 咎咎咎 叶天宇怒吓一声 身子腾空而起 瞬间消失在二楼 上百枚暗器 将叶天宇所停留之处 扎成铁刺猬 也就叶天宇这样的伸手 才能成功避开 换成第二个人 恐怕早就死翘翘了 叶天宇二十年苦练的 出神鬼莫测功夫 在这一刻展现无遗 就在这些天地堂弟子 射出暗器的瞬间 叶天宇已经动了 看到叶天宇消失在二楼 这些天地堂弟子训练有素 立刻封锁叶天宇各处路口 防止他向桥林靠近 下一瞬 一道残影从三楼闪电下 手握暗器的天地堂弟子 手中的暗器冰雹一样 朝残影射去 暗器打在护栏上 墙上 厂房的瓦顶上 陈旧的厂房 瞬间遭到最严重的破坏 被打碎的瓦片 纷纷跌落 只可惜他们再猛 也阻止不了叶天宇前进 叶天宇忽左忽右 忽上忽下 宛如一道道幻影 很快 他们就失去了叶天宇的身影 他人呢 乔林儿攥着匕首 一双激紧的毛子 冷静地打量着四周 厂房里 呈现出死一般的激紧 他在屋顶上 砰 屋顶破了一个大洞 碎瓦砾有如暴雨 一般洒落 伴随着乔林儿一声娇和 所有暗器齐齐 对准他头顶上空 啾啾啾 在暗器沐雨中 一道残影 朝乔林儿扑下 乔林儿 临危不乱 杏手一挥 嗖 一点寒光射向残影 与此同时 残影手中 飞出一道金光 夕阳斜照 演映着那道金色光芒 竟然有如灿烂 星河般耀眼 强光刺眼 所有人眼睛 在瞬间产生一丝 短暂的不适 当 金光击落 乔林儿手中匕首 发出一阵清脆的 金属撞击之声 刷刷刷 叶天宇 在厂房的瓦顶上 重重地跺了一脚 碎瓦力四处飞溅 宛如万箭齐发 纷纷击中 二忧 阿忧 分布在不同方向的 天地堂弟子 无一幸免被碎瓦力击中 一个个捂着身子 在地上打滚 升降机里的四名弟子 也不例外 这一瞬 乔林儿身边 已经空无一人 一个金色的物体落下 掉在乔林儿的脚边 乔林儿只看了一眼 顿时期的脸色铁青 跺着脚尖叫起来 叶天宇 我跟你没完 脚下那个金色物体 竟然是他 兰博金尼 Rivento的黄金标志 自己的匕首 正是被兰博金尼 Rivento标志击落 借助阳光的反射 所有人在瞬间失明 叶天宇一招得手 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 一个声音在他背后响起 乔林儿来不及做动作 叶天宇手指 已经点在他的百会学上 你 欺负一个弱女子 算什么英雄 乔林儿不服气地叫道 自己精心布局 自认为百分之百的万无一失 在叶天宇眼里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还受制于对方 乔林儿心有不甘 有种你杀了我 啪 啪 叶天宇没跟他废话 直接扇了他两剂耳光 两剂耳光打得不轻 乔林儿翘脸 瞬间通红浮肿 嘴唇边一出一缕血丝 叶天宇面对魔女 可眉莲相细域 抢过他手里的遥控器 直接扔近 转身将掉在半空中的 楚梦汉放下来 当楚梦汉双脚落地的刹那 猛地扑进叶天宇怀里 哭得像个泪人一样 身处职场的楚梦汉 哪见过这般电影里 才会出现的惊险场景 楚梦汉知道 今天来的不是叶天宇 换了别人 他就死定了 乔林儿心狠手辣 没有半点同情心 纵使楚梦汉侥幸不死 只怕也会掉进池子里 受伤毁容 如此心境 令人发指 叶天宇理解楚梦汉 此刻的心情 轻轻拍着他的被安慰 没事了 没事了 女人抬起头 含着委屈的泪花 看了叶天宇一眼 哇的一声 哭了声来 叶天宇 你放开我 乔林儿看到楚梦汉 哭得欺怯 他居然说了句 有什么好哭的 你不是没死吗 叶天宇闻言大怒 反身狠狠扇了 他两个大嘴巴 啪 啪 乔林儿的脸 完全被打肿了 但他一脸倔强 咬着唇 眼睛凶狠瞪着叶天宇 有种你杀了我 否则咱们没完 还嘴硬 叶天宇真的火了 你以为老子不敢置你 伸手掐住乔林儿的脖子 眼睛里喷出火焰 不要说你只是乔云鹤的女儿 就算你是天王老子的女儿 今天老子也要收拾你 乔林儿冷哼了声 满脸不屑 一副天不怕地不怕模样 叶天宇比宜地打量着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恶魔 男不男女不女 像个人妖似的 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你 有种你杀了我 啰嗦个屁啊 此时 乔林儿居然还敢顶嘴 叶天宇大怒 就要痛下杀手 旁边哭红眼的楚梦汉 拉了他一下 别 别杀他 呃 叶天宇奇怪了 他都这么对你 你还替他求情 楚梦汉抹着眼泪 抽气道 把他推进池子里 也让他喝喝这脏水 叶天宇惊饿了半嗓才道 嗯 你说得也对 说完 拎起乔林儿 就要往池子里扔 此刻 乔林儿终于怕了 看着漆黑池子 像见了鬼一样 慌乱挣扎 别 别 不要 不要啊 不要 这个时候求饶 刚才干嘛去了 叶天宇拎起乔林儿的身子 就要将他扔进池子里 手下留情 就在这时 厂房门口 风风火火闯进来几个人 乔云鹤带着总管谢平和 贴身护卫阿姨出现了 看到眼前这一幕 乔云鹤急得抹了把汗 大喊道 叶兄弟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啊 叶天宇冷哼一声 根本就不搭理着茶 站在上面 把乔林儿往池子一丢 啊 乔林儿没想到他会真丢 顿时吓得花容失色 绝望地尖叫 叶天宇 我恨你 乔云鹤慌神了 弃了手里的两个钢球 纵身飞了过去 身法之轻盈 动作之敏捷 令人叹为观止 脚是这样 依然吓得众人一身冷汗 幸好 乔云鹤抢在乔林儿落水之前 显而又显定将他截住 乔公果然是身手不凡 叶天宇在心里暗道 除了外公铁杀掌 这亲身功夫也是一流 阿盈忍不住了 纵身跃上 就要与叶天宇动手 上次在龙虎山庄 与叶天宇交手 败下阵来 他心有不甘 乔云鹤对阿盈情通父子 乔林儿在他心里 就是亲妹子 任何人都不得欺负 这次叶天宇对乔林儿不敬 他必须出手 退下 乔云鹤喝止道 乔公 乔云鹤瞪了一眼 阿盈信心而退 多谢叶兄弟手下留情 放开乔林儿后 乔云鹤朝叶天宇做了个衣 以示感谢 众人却是心里一惊 叶天宇毫不留情地 将大小就往池子里扔 乔公居然还感谢他 他们哪里知道 如果叶天宇有意为之 稍微扔低一点 偏移一点角度 就算乔云鹤身手再好 恐怕也无力回天 正是叶天宇 稍微朝上偏移了一点角度 没将乔林儿 直接扔进池子里 而是将他扔向池子上空 才让乔林儿 仅仅只是虚惊一场 除此之外 叶天宇也想看看 如阳地下势力总瓢霸子 身手究竟如何 当然 叶天宇也是为了惩罚一下 这个无法无天的魔女 年纪轻轻 心如蛇蝎 是生命如儿戏 这种女孩不加约束 恐怕日后必成妖念 这群人中间只有乔云鹤知道 叶天宇还有一种用意 叶天宇在试探自己的实力 叶天宇 老娘跟你没玩 乔林儿这爆脾气 又要冲上来跟叶天宇拼命 这小魔女一口一个老娘 简直没有半点素质 估计她都忘了 刚才自己干的那些事 如果不是叶天宇 楚梦翰说不定早就被毁容了 更有可能丢掉小命 像她这种无法无天的女孩 根本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只想到自己刚才的恐惧 回来 乔云鹤 乃能让她再心放肆 怒吼一声 愣是把乔林儿 吓得生生退了回来 老头 他欺负我 乔林儿不满得嘟咙道 乔云鹤的脸完全黑了 冷喝道 跪下 啊 乔林儿一脸惊讶 平时娇宠溺爱的老爹 竟然这样怒吼自己 天哪 还让自己当着这么多人面下跪 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跪下 不带乔林儿开口 乔云鹤一掌拍在乔林儿背后 乔林儿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双膝于水泥地面 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这丫头咬着牙 愣是没在坑半句 叶兄弟 乔某管教不言 多有得罪 叶天宇并不领情 拉着楚梦翰的手 很不爽地道 乔公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这丫头太过分了 区区一跪 就能既往不救 这样只会更加纵容他 今后胡作非为 乔公 你这样管教 害人害己啊 这 乔云鹤老脸一阵尴尬 被叶天宇呛得无言以对 叶兄弟批评了急事 乔某这就给这位姑娘当面请罪 说着朝楚梦翰深深一鞠躬 这还差不多 叶天宇搀扶着楚梦翰 朝门外走去 根本没给这位卢阳一带枭雄好脸色 什么地下王者 什么总瓢霸子 最好别招惹我叶天宇 一阵汽车轰鸣 叶天宇带着楚梦翰飞驰而去 谢饼走过来 乔公 乔云鹤狠狠瞪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乔铃 长叹了口气 你呀 你呀 都是我给惯的 我怎么说你 闺女 你想得到人家 也不能这么做啊 你怎么这么傻呢 让我怎么说你好 乔铃抽气道 我又不是真想害她 谁让她不教我 我就是要她难受 乔云鹤看着一脸倔强的女儿 一时无语 回家吧 天威集团 总裁办公室 林诗英看到叶天宇 搀扶着泪痕满面的楚梦翰 走进办公室 一脸诧异 楚梦翰 你怎么了 你不是说和人谈事情吗 萧青妍正在汇报工作 见到楚梦翰的惨状 也赶紧过来询问情况 叶天宇把事情经过简单述说了一遍 杰驰 乔云鹤的女儿 那个打扮妖孽 像爷小子样的丫头 林诗英听了十分气愤 不过她也知道 平天威的实力 绝对无法跟势力熏天的天地 天地堂抗衡 有乔公的庇佑 乔莲在卢阳恶名累累 活脱脱一个小魔女 不要说普通人 就是道上混的人物 对她也是忌惮三分 怎么就招惹了这个小魔女 面对这样的局面 林诗英也无能为力 天地堂势力这么大 天威集团不能与之对抗 上次 她陪同叶天宇去龙虎山庄 见识了卢阳天地堂的实力 乔云鹤对他们礼遇有加 尤其是叶天宇 看当时乔琳面对叶天宇的眼神 和一脸的期待 除了叶天宇的原因 她想不出其他 小魔女绑架楚梦翰 难道是因为 看到闺蜜受了这等委屈 林诗英愤愤不平 也只能仅此而已 幸好有叶天宇在 一切有惊无险 叶天宇一脸歉意 她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 冲着她来的 楚梦翰只是一个诱儿 叶天宇正要解释 秘书柳冰下进来报告 总裁 乔云鹤 要见我 出了这事 林诗英心里本能的有些抵触 回道 不见 既然人都来了 看看她怎么说吧 叶天宇淡淡说道 林诗英犹豫着望了眼叶天宇 好吧 让她进来 天威会议室 叶天宇等着乔云鹤一行 林诗英搂着楚梦翰坐在旁边 会议室门被推开 乔云鹤带着谢平 阿颖和乔林儿走了进来 见到楚梦翰 乔云鹤居然锯了个躬 楚姑娘 老朽给您请罪来了 楚梦翰下意识地身子欠一欠 目光却落在叶天宇身上 说实在的 乔云鹤行这么大理 让她心里着实有些慌 见叶天宇没什么表情 楚梦翰也就瘦了 可心里总不踏实 卢阳一代 枭雄乔云鹤 可是出了名的强横霸道 什么时候面对小辈这么客客气气 甚至恭敬得有点过分 叶天宇见楚梦翰有些发愣 主动接过话茬 乔公大驾光临 梦翰怕是有些承受不起啊 不知乔公来添威 难道为了讨个说法不成 乔云鹤一阵尴尬 劳莲火辣辣的 善善道 小女不懂事 做出无法无天的事来 我特意来向楚姑娘赔礼道歉 给你们添麻烦了 回头朝乔林喝道 跪下 乔林嘴巴一撇 不服气地跪了下来 这还像道歉的样 叶天宇点点头 乔云鹤一脸歉意 我知道今天这事 的确是小女太过分了 所以 我决定把它交给叶兄弟 小林总 还有楚姑娘 你们任凭处置 我乔某绝无怨言 一旁的林诗音 听到乔云鹤要把乔林 交给他们处理 也不知道这乔云鹤是何用意 堂堂卢阳地下王者 岂是他楚孟汉能得罪的 就算乔云鹤真的是道歉 他也不敢顺着杆子往上爬 正要客气几句 却听叶天宇轻咳了几声 林诗音看了他一眼 暗自思量 难道叶天宇有什么想法 只见叶天宇漫不经心说道 乔公 乔林伤害的是孟汉 我看 还是让孟汉来做决定吧 叶天宇望着楚孟汉 楚孟汉一脸惊诧 嗷了一声 不知该说什么 乔云鹤听叶天宇这么说 也无意义 叶兄弟说得极是 既然这样 那就由楚姑娘来处罚吧 要打要杀 一切你说了算 只要能出了心里这口怨气 我乔某绝无二话 楚孟汉看了眼叶天宇 诺诺道 我 我 还是让叶天宇替我做决定吧 乔云鹤当即表态 那就由叶兄弟做主 乔某 我绝无意义 叶天宇嘿嘿一笑 那我就说了 他眯起眼睛 看着跪在地上 依然桀骜不驯的乔铃 小小年纪 心狠手辣 顽劣不灵 缺少管教 该打屁股 啥玩意 打屁股 在场的大伙 全都愣了 这都是些小孩子的举动 叶天宇是怎么想到的 连一只毫无表情 严肃的像块木头的阿颖 也忍不住差点笑喷 想笑又不敢笑 强忍着 好在长发遮挡了半张脸 没人能看到他的表情 乔链一听 感觉要疯了 一张小脸憋得通红 不行 我不同意 让他脱掉裤子打屁股 还不如要了他的命 他一个从小打打杀杀的女魔头 哪里受得了这委屈 乔云鹤说过 一切由叶天宇做主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何况像乔公这等江湖地位的大佬 只是乔云鹤也万万没想到 叶天宇会说出这种小孩子的话来 乔公向来一诺千金 绝不出而反而 乔云鹤脸色一寒 冲着乔铃怒吓 闭嘴 老爹震怒 乔铃不敢再哼半句 来人 把这丫头给我拿下 两名天地堂弟子走进来 抓住乔铃手臂 按倒在凳子上 乔铃气得蹊跷声音 心里那个恨啊 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屁股 这一刻 他杀人的心都有 偏偏 他看到叶天宇那个王八蛋 竟然掏出手机对着自己 这是要拍视频吗 乔铃气得 甩开两名天地堂弟子 正要发飙 啪 乔云鹤一巴掌扇过去 打得乔铃眼貌惊心 两名弟子重新将他按住 趴在凳子上 乔铃的双腿 经不住颤抖 叶天宇拧起眉头 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 这等顽劣 不值得同情 乔云鹤接过弟子地上的皮鞭 甩开鞭子 啪 啪 啪 毫不留情地抽在乔铃屁股上 每一下都那么用力 每一边下去 乔铃屁股上 就会留下一条血红的印子 这丫头也够将 愣是咬着牙眉坑半生 叶天宇在心里暗道 这魔障究竟是男士女 看他的甜美长相 虽然一副男生打扮 分明是一个标准的美少女 如果说是个女的 他这脾气降得比男人还野蛮 乔云鹤一口气连抽了十几遍 乔铃的屁股已经开花了 被打得一片血肉模糊 乔云鹤每抽一下 一旁的林诗英和楚梦汉 心里就紧张一下 楚梦汉捂着眼睛 简直不敢直视 乔公 乔公 林诗英实在看不下去了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 被这样打成这样 心里哪过意的去 她赶紧过来劝阻 乔公 别打了 别打了 乔云鹤看到乔铃 一副倔强模样 又气又心痛 偏偏这死丫头 就是不服软 一时骑虎难下 咬着牙道 小林总你别劝 今天我非打到他认错求饶不可 总管谢平一旁抓住乔云鹤的手臂 劝道 乔公 不能再打了 再打 大小姐会被打死的 走开 再不管叫 她该翻天了 乔云鹤推开谢平 挥鞭子继续抽打 乔铃趴在凳子上 愣是不吭半句 看到这 连叶天宇都不得不佩服这个小魔女 一个女孩子有这么大韧劲 挨了这么多鞭子 没有几个人能承受得起 不过 四五十鞭抽下来 乔铃的屁股 已是血肉模糊 乔铃终于撑不住了 咬着牙 眼泪开始像雨点一般滑落 此刻 她的屁股 已是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乔云鹤也是看不下去 停了口气 力声道 畜生 你还不向楚姑娘道歉 乔铃咬着牙 我欠她的 这一顿打已经还清了 为什么要道歉 好 有种 乔云鹤举起鞭子还要再抽 林诗英等人都围过来 拉住乔云鹤的胳膊 阿颖则跪在地上 死死抱住乔云鹤双腿 别打了 别打了 乔公 要打让我来受着吧 乔公 不能再打了 叶天宇收起手机 心里暗自叹了口气 太可惜了 没拍到小魔女哭爹喊娘的样子 这小魔女太能扛了 硬是没有一句软话 不愧如扬小魔女称号 乔云鹤被一群人拉到一旁 坐在沙发上喘气 林诗英叫人倒了茶水 递给乔云鹤 乔公 算了 打也打了 罚也罚了 下次 别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行了 毕竟乔姑娘还小 不懂事 乔云鹤喝了口茶 多谢小林总体谅 只怪我平时太惯着她了 以后我会严加管束 她看了乔琳一眼 乔琳趴在凳子上 哪里还动弹得了 心疼得直抽抽 乔琳屁股被打得一片血肉模糊 衣服破裂露出白花花一片 天地堂弟子 赶紧拿过衣服 帮她盖上 乔琳的一双眼睛 则狠狠瞪着叶天宇 依然是一副 桀骜不驯 叶天宇走过来 又添了把火 我看她就该好好管教 一个女孩子家 力气太重 再放任其自由发展下去 以后还得了 这句话一说 乔琳更是气得不行 乔云鹤点点头 叶兄弟说得对 乔某有个不情之情 还望叶兄弟成全 叶天宇一听 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她早就知道 乔琳的想法 这不会是三国演义里的片段吧 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目的就是让她收乔琳儿为徒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 刁钻野蛮的魔女 自己还是不沾得好 哎 你们俩 我出去一下 叶兄弟 请留步 乔云鹤站起来 朝叶天宇拱了拱手 我知道 叶兄弟伸手了德 是难得的英雄 我家琳儿 虽然是个女孩子 但她从小是五 天赋不错 对其他 则完全没有兴趣 这些年 虽然我极力培养 但终究能力有限 如果叶兄弟 看得起的话 不妨帮我乔某一个忙 收了她为徒弟 今后替我管教她 乔某不敢说回报 只求今后 与兄弟同生死 共与患难 以后天威的事 楚姑娘的事 也是我乔某的事 还请叶兄弟成全 什么 乔宫居 然要自己女儿 拜叶天宇为师 除梦汉和一众天地堂的人 一脸猛逼 乔宫可 是道上公认的高手 居然让女儿 拜别人为师 这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林诗英 在龙虎山庄 见过乔林 对叶天宇的崇拜 对此 并不感到意外 叶天宇 当然心知肚明 乔林 趴在凳子上 一脸期盼地 看着叶天宇 他暗暗下定决心 叶天宇成了他的师父 一定要将他 一身功夫 都学到手 尤其那一手 出神入化的 点学功夫 这 这样不好吧 叶天宇 有些为难 乔林儿 烈性难改 男不男 女不女 实在不对自己的胃口 不过想到 以后天威集团 诗英 孟汉老婆 有天地堂乔云和照着 也算是一种保障吧 叶天宇 望了眼乔林儿 最终将目光 落在林诗英身上 林诗英的目光 正好也投过来 朝他点了点头 叶天宇 明白女人的意思 勉为其难 答应下来 好吧 既然乔公 这么有诚意 我就是这收下他 天啊 他答应了 乔林儿顿时忘了 屁股的疼痛 差点蹦起来 乔云和大喜 谢谢叶兄弟 来 林儿 赶紧起来 给师父行礼 看到这一幕 叶天宇真的以为 这就是乔云和 父女给自己演的 一出三国好戏 乔林儿 在阿尹的搀扶下 来到叶天宇 面前跪下 恭恭敬敬 拜了三拜 师父在上 弟子乔林儿 给您磕头 乔云和站在一旁 免须频频点头 对身旁的谢平吩咐道 谢总管 现在就给我安排 今天晚上 我要再大摆宴席 好好宴请 叶兄弟和小林总 楚姑娘一行 并为林儿举行 隆重拜师礼 乔云和 闯荡江湖几十年 现在虽然逐渐隐退 但眼光 依旧犀利 凭着他老辣眼光看出 叶天宇绝对是超一流的舞者 别说是卢阳 就算是放眼整个大厦 也难有匹敌者 就算自己在鼎盛时期 也未必是其敌手 林儿有这样高明的师父 女儿的未来 自己也安心不少 更重要的是 女儿拜叶天宇为师 如此一来 今后双方 就是自己人了 少了叶天宇 这样一个劲敌 绝对是天地堂之性 本来 林诗音不想与道上有什么纠葛 今天 乔云和以他地下王者的身份 主动降低身份 亲自上门道歉 为了显诚意 亲手把乔连打成这样 纵使林诗音铁石心肠 也不得不给他一个面子 何况 乔云和的江湖地位 在那摆着 林诗音也惹不起 当然 连乔云和这样的地下王者 都卖面子给他 那么以后 天威也会少了很多的麻烦 至少 那些企图挤压天威的竞争者 基于天威的各方势力 都要忌惮几分 面对乔云和的邀请 林诗音欣然接受 现在的天威集团与天地堂 因为乔林儿的关系 轻如一家 估计很多人一时拐不过弯来 很快 皇家国际酒店便接到电话 乔公要包下整个酒店 一时有些傻眼了 皇家国际酒店的生意非常好 此刻 刚好是吃饭的时候 许多包间已经做了客人 乔云和突然包厂 多少让酒店有些措手不及 要包厂 首先就要清场 通常情况 包厂必须提前通知 而且卢阳这么大 来皇家国际酒店吃饭的客人 多是些有身份的权贵 如果随随便便一句话 就赶人家走 于情于理说不过去 可是 乔公发话了 说什么 也得照办 总经理乔林轩亲自出面 一桌桌解释 一桌桌陪礼道歉 天地堂是大 在卢阳根深蒂固 更是地下势力的嫖把子 谁都要给乔公一个面子 何况乔云和多年没有公开露面了 可是听说包下皇家国际 为得请天威总裁林世英等一行 个个择舌不已 什么时候天威集团 与天地堂关系这么亲密了 乔云和今天心情格外好 接到长子乔林轩的电话 那边已经清出了酒店 高兴地招呼道 行 我们这就过去 晚上一定要隆重 乔云和雷厉风行 说走就走 马上跟林世英等人告辞 作为晚宴的主人 他当然要先走一步 林世英起身 一直送乔云和等人到集团门口 看到两名天地堂弟子 搀扶着乔林上车 他才返回办公室 叶天宇 这是你怎么看 林世英毕竟是一个女人 哪里懂得道上的事情 她的原则 是能不惹 尽量别惹 可如今看来 今后和天地堂的关系 想撇清都不可能了 与道上的关系 也算接上了 所以 他征求叶天宇的意见 叶天宇道 没事 你只管做你的生意 道上的事 不用操心 林世英思索了一阵 行 我听你的 楚梦汉在萧青年的陪同下 换了一身衣服 被乔林折腾了几个小时 楚梦汉下的够呛 衣服也被磨破了好几块 几个女人稍稍打扮了一下 一行人乘车前往皇家国际酒店 管家谢平带着几名天地堂弟子 站在酒店门口迎接 自从乔云和逐渐隐退以来 极少这么高调露面 让人没想到的是 第一次公开露面 居然是包场宴请天威总裁林世英一行 得知这个消息后 卢阳的道上沸腾了 谁都没想到 卢阳乔公居然和天威集团的关系 好到这份上 现在 天威集团有天地堂罩着 谁有什么心思 都要掂量掂量 而乔林要拜叶天宇为师 更是让卢阳道上人物 眼镜跌了一地 乔公的女儿 拜叶天宇为师 真的假的 这小子是谁啊 何德何能 对于乔公这个人的种种传说 卢阳老一辈都十分清楚 乔云和是铁沙掌门派的传人 一手铁沙掌开杯烈石 纵横卢阳三十年 未逢敌手 他让乔林 拜叶天宇为师 岂不见接 承认自己既不如人 这个消息 简直就是一枚重磅炸弹 这次 乔云和还特意请了卢阳道上大佬 和武林前辈 出席乔林儿的拜师礼 足见乔公的重视 青龙会的雷横 小刀会的李峰等 虽然暗地里不服乔云和 但场面上 还得遵着这位瓢把子 纷纷到场祝贺 一时间 卢阳道上群雄壁志 场面好不热闹 乔云和把叶天宇 临时音一行 请到皇家国际酒店主兵厅 当着卢阳众英雄的面 正式启动拜师之礼 叶天宇被安排坐在主位 乔林儿献查 上前行拜师之礼 所谓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这辈子为师命适从 不得反悔 乔林儿屁股痛 咬着牙给叶天宇跪拜 叶天宇微笑 看着眼前的小魔女 这一刻 小魔女的眼神 带着无限的崇敬与渴望 这是一个对武学 如饥似渴的女孩 但又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孩 教好了会成为一方女侠 教不好则会祸害地方 叶天宇心里暗暗盘算 今后的世交策略 乔工 既然你把林儿交给我 那我就提个建议 她年纪还小 心性顽劣 平时让她到学校里静静心 修身养性 对未来的发展 一定大有益处 什么 让我去上学 乔林儿差点跳了起来 她在社会上混惯了 学校那些规矩 哪受得了 偏偏乔云和听了颇感兴趣 叶老爹 你的建议不错 就按你说的 林儿今后的一切 就请老弟费心了 宴会大厅气氛热闹 一群江湖豪客 腰三喝六的斗酒时 楚梦汉胡乱吃了几口 就跑出来透气 皇家国际酒店 是卢阳唯一六星酒店 环境优雅 酒店院子里绿树成印 还有特意为客人们 提供休息停台楼阁 楚梦汉出来的时候 乔林儿也找了个借口 悄悄溜出来了 远远看到楚梦汉 站在一梁亭内 她咬咬牙跟了过去 林儿 你怎么也出来了 屁股不痛吗 楚梦汉关心道 乔林儿心里有气 自己屁股被打成这样 多少有这女人的责任 可是或是是自己聊起的 现在想想 对楚梦汉做的事 确实太过分了 算扯平了吧 乔林儿走过来 脚架在石凳上 大咧咧道 喂 你帮我跟师父说几句好话 要她别让我去上学了 以后我罩着你 楚梦汉诧意地看着她 突然抿嘴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乔林儿有些恼火 愤愤道 楚梦汉慢悠悠地道 我凭什么 要帮你说好话 你屁股 都被人打开花了 还能罩谁啊 你 乔林儿心里冒火 提起屁股被打的事 就觉得窝火 以她平时的脾气 敢跟自己这么说话的人 已经是个半死人 你别过分啊 我知道你和师父关系不一般 但你想要挑衅我 我 我一样 对你不客气 乔林儿火爆脾气又来了 哼 你敢 原以为楚梦汉会害怕 哪知道她 却是一脸鄙夷 赤果果地蔑视了乔林儿一眼 你知道我和你师父关系不一般 你还敢招惹我 不怕再被打屁股 还有 你以后对我要客气 称呼也要改 知道吗 楚梦汉微微翘起的嘴角 看得乔林儿直撇嘴 不过 楚梦汉的最后一句话 引起了她的好奇 称呼要改 那我以后叫你什么啊 叫师娘呀 楚梦汉一脸得意 难怪 我就说她 怎么在自己面前这么嚣张 就这个身份 的确有蔑视自己的资本 乔林儿 努力抑制住自己的火爆脾气 没办法 谁叫自己刚拜了叶天宇为师 而这女人与叶天宇的关系 瞎子都看得出来 楚梦汉见乔林儿一脸纠结 笑道 不服气 你不是不想上学吗 只要你叫我一声师娘 我帮你想办法 不用上学 真的 这可是你说的 你说话算话 乔林儿一脸惊喜 当然 是 师娘 乔林儿咬着牙 艰难吐出两个字 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女孩 居然成了她的师娘 一天之间 乔林儿拜了师父 认了师娘 难道卢阳小魔女 真的堕落了吗 乔林儿心里憋屈啊 呀呀呀 好想杀人 快来个贱人 让我发泄一下 都说世上的事情 充满了变数和插曲 这句话 好像是为她乔林儿 量身定做的 就在小魔女寻找发泄的时候 愿望很快到来 楚梦汉去洗手间的时候 遇到了意外 她刚刚走出洗手间 忽然感觉到有人伸手 在自己玉屯上 轻轻拍了一击 楚梦汉愕然 愤怒地转过身去 却看到身后一位年轻男子 风度翩翩地站在那里 她手里拿着一个钱包道 对不起 小姐 这钱包是你掉的吗 她笑得很真诚 让人很难相信 是恶意行为 拍楚梦汉的那一下不重 可她意识到 对方的不怀好意 她摇了摇头 想开口斥责这名男子两句 却不知如何开口 年轻男子笑道 你好 我叫卫人杰 能认识一下吗 楚梦汉没有理睬对方 一言不发 朝乔林儿方向走去 如果事情就此结束 也并没有什么 可是 随后她听到身后的笑声 转身望去 却见那个叫卫人杰的身边 多了几个年轻男子 他们纷纷拿出钞票 递给卫人杰 卫人杰的唇角 带着得意的笑容 鼻翼的眼神 细血地望着楚梦汉 身子挡住了路 楚梦汉顿时明白了 这些人肯定是利用她来打赌 一种被侮辱的感觉 让楚梦汉翘脸通红 楚梦汉愤怒道 你们 哎呦呦 小美人生气了 生气都这么漂亮 哈哈 这名年轻男子 是卫阳豪门卫家三公子 卫人杰 今天 他与一群狐朋狗友 在皇家国际酒店吃饭 遇到乔云鹤大摆宴席 卫家与天地堂之间 有业务往来 是皇家国际酒店股东之一 作为皇家国际酒店的主人 卫人杰当然不算是客人 也就参加了乔云鹤的宴会 几个顽固喝得昏天黑地的 出来溜达时 遇到楚梦汉 便打赌摸一下美女屁股 看美女什么反应 对这些顽固的行径 楚梦汉打心里鄙视 好狗不挡道 请你们让开 面对挑衅 楚梦汉不想与这些人纠缠 不带脏子骂了句 卫人杰见楚梦汉骂自己 便诱了一声 小美人长得漂亮 嘴巴却不干净 要不要找个地方 哥帮你洗一洗啊 哈哈 楚梦汉脸都气清了 恰好看到乔铃朝这边走来 冲着乔铃喊了句 铃儿 收拾她 乔铃儿就站在不远处 整个过程都看在眼里 正手痒痒呢 啪 啪 听到楚梦汉的召唤 走上前 直接给卫人杰甩了几个大嘴巴子 望巴 你敢侮辱我师娘 老娘弄死你 卫人杰做梦 都没想到 楚梦汉敢叫人打自己 刚才郑得意呢 没想到乔铃儿 直接呼上来 就是几个大嘴巴子 被打后她才发现 掌乖自己的 竟然是卢阳道上 赫赫有名的小魔女 乔铃儿平时有多拽 卫人杰这种豪门少爷 当然知道 虽然说卫人杰是卫家的三少爷 可也不敢招惹乔铃儿 乔铃儿是出了名的心狠首都 整起人来能让你生不如死 平时 两家经常来往 彼此也算熟悉 可她万万没想到 乔铃儿竟然为了这个女人 打了自己 这一巴掌 把她打猛了 卫人杰捂着被抽痛的脸 你 你什么你 跪下 乔铃儿心里正憋着一肚子气 就想找个人发泄一下 卫人杰就送上门来了 刚才 她看到卫人杰一火的时候 就想着找个理由揍她一顿 没想到卫人杰这么给面子 过来就对楚梦汉伸手动脚 楚梦汉可是自己未来的师娘 这小子不是找死 卫人杰平时没少跟乔铃儿打交道 只是这种级别的少爷 乔铃儿从来都不放在眼里 卫人杰有些急眼 怒道 乔铃儿你疯了 老子爱着你了吗 老娘就疯了 怎么了 跪下 乔铃儿的火爆脾气 才不跟她废话 就算是豪门子弟又能怎样 而且 她开口闭口一句老娘 正是平时在社会上养成的作风 用乔铃儿的话说 老娘揍你 还需要理由 谁叫她正在气头上 卫人杰自己傻乎乎地往上凑呢 可怜的卫人杰 还蒙在鼓里 看到乔铃儿杀气腾腾的模样 这家伙也降起来了 你乔铃儿不就是仗着天地堂的势力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别忘了 卫家也是卢阳豪门 卫家还与天地堂是合作关系 皇家国际酒店的股东 当我小憋三呢 正要咆哮几句 乔铃儿直接冲上来 对着她的小腹就是一脚 哎哟 卫人杰这嫩胳膊小腿的 哪惊得起小魔女抱了一脚 当场就捂着肚子跪在地上 一直沿着光滑的地板 飞出好几米 这还不算 乔铃儿跟上去就是拳打脚踢 很快 卫人杰即被揍成了猪头 皇家国际酒店庭院内 响起卫人杰杀猪一般的哀嚎 这小子愣是没想明白 自己怎么就招惹了 这丧心病狂的小魔女 几名酒店保安闻声赶来 看到挨揍的 竟然是卫家三少 傻眼了 换了平时 他们绝对会出手拦阻 可打人的是小魔女 一个个将在当场没了主意 乔铃儿把卫人杰揍了一顿 还不解气 踢着这小子的衣领 拖到楚梦翰的脚边 给师娘道歉 要不今天老娘废了你 师 卫人杰欲哭无泪 正正地望着 双手抱在胸前 一脸细血的楚梦翰 这个小美女 什么时候成了 小魔女的师娘了 这个问题 卫人杰好长一段时间 都没想明白 道不道歉 啪 小魔女见卫人杰犹豫 又狠狠地甩了她一巴掌 这一巴掌抽得好重 连血都打出来了 而楚梦翰呢 一副标准的师娘做派 别打脸 免得肿成猪头一样 就不好看了 那打哪 乔铃儿问道 男人哪里最宝贝 就走哪里 楚梦翰淡淡道 乔铃儿双眼都瞪圆了 往自己在地下世界 混这么多年 论手段与楚梦翰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啊 乔铃儿服了 提起脚尖 就要一脚踹下去 卫人杰赶紧护住 关键部位 别 别 我道歉 我道歉 好汉不吃眼前亏 这个仇以后再报 卫人杰跪在楚梦翰面前 对不起 美女 我再也不敢了 美女是你教的 乔铃儿拧起眉头 很不满意 叫师娘 卫人杰践小魔女 又要动手 赶紧改口 师 师娘 对不起 以后再也不敢了 乔铃儿又重重地 拍了她的头一下 一点诚意都没有 磕头 磕头 堂堂的卫家三少爷 居然要给 一个女人磕头 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这事要是传出去 卫家的脸 都给自己丢尽了 可看到乔铃儿凶巴巴的 像头小瓷虎一样 瞪着自己 卫人杰眼泪巴巴的 给楚梦汗刻了几个头 乔铃儿一脚把她踹翻 别让老娘再碰到你 滚 大爷的 找个人揍了一顿 心里舒服多了 乔铃儿心满意足拍拍手 卫人杰赶紧爬起来滚蛋 一口气跑出酒店 爬进车里 心裁定下来 臭娘们 老子迟早有一天 要把你们弄死 不行 弄死太便宜他们了 老子要让他们跪舔自己 卫人杰握着拳头 咬牙切齿道 铃儿呢 又跑哪里风去了 乔银鹤抬头在宴会厅 扫了一眼 没发现风丫头的踪影 林诗银站起来 你们接着喝酒 我出去看看 其实饭局要结束了 大家正准备散场 得把乔铃儿找回来 省得又出什么幺蛾子 现场气氛也很热闹 乔云鹤对今天的饭局 非常满意 喝得很尽兴 见林诗银出去找 当然很放心 趁着酒敬 一个敬的跟叶天宇保证 今后天威的事 就是他乔云鹤的事 能交上叶天宇这样的朋友 他乔云鹤这辈子没有白活 林诗银看他们开始说酒话了 便下楼去找乔铃儿 电梯口 碰到乔铃儿 搂着楚门汉的肩膀 两个人亲热的像亲姐妹一样 我们下次什么时候 再找个机会揍他 师娘 咱们可说定了 以后打架的事让我来 你帮我搞定师父 别让他逼着我读书 下午还是冤家的两个女人 什么时候好成这样了 楚门汉抬头看到林诗银 笑着招呼 诗银 林诗银笑着问道 你们刚才说什么师娘 什么读书 楚门汉一脸尴尬 那什么 乔铃儿旁边接口道 哦 我们在探讨 未来我的师娘 一定是大美人 这是哪里跟哪里啊 不知为什么 林诗银的脸 突然疼得红了起来 一日 叶天宇将楚门汉 送回楚风公司 昨晚在皇家国际酒店 喝酒弄得太晚 林诗银留下楚门汉 没让他回去 把楚门汉送到公司 叶天宇打算离开 却被楚门汉留下喝杯茶 叶天宇没有拒绝 这是他第一次来楚风公司 在公司门口 遇到楚武 楚棚兄弟 两人看到叶天宇 只是冷冷淡淡地打了声招呼 他们还对自己的股份 在叶天宇逼迫下 被楚门汉瓜分 很是不满 叶天宇无所谓 本来他就对这对兄弟印象不好 冷淡就冷淡呗 倒是孟晴 孟希姐妹 看到他热情多了 楚家其他人见到叶天宇 一脸谄媚 热情地打着招呼 进入总经理办公室 叶天宇扫了一眼 虽然没有天威总裁办公室气派 但也是有模有样 不一会 工作人员送来热水 楚门汉亲自给叶天宇泡茶 忙完 楚门汉刚坐下 手机响了起来 他接通了电话听了片刻 一脸愕然地看着叶天宇 财务士说 富康金融的柳正景 亲自打来电话 要求公司安排人过去 对接五千万贷款的事宜 叶天宇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并不感到惊讶 这些人的前途和家人的安危 都在他的掌控中 给楚风贷款是必然的 很快就会有其他家来洽谈贷款事宜 果然 就在楚梦汉惊诧之际 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楚梦汉接通了电话 静静地听着 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古怪 放下电话 楚梦汉奇怪地看着叶天宇 昨天 我离开后 你与几位老总都谈了什么 腾达融资的陈欣 说已经准备了八千万贷款 随时等着我们签约 腾达融资的陈欣 可是出了名的抠索 想从他那贷款 难于登天 何况还是八千万 这一大笔数目 叶天宇微笑不语 就在这时 办公室的门被平得一声撞开 楚梦汉疯疯火火地闯进来 孟汉 总经理 卢阳风头的赵辉 亲自带着合同过来 已经在会议室 等着你去签贷款合同 金额是一个亿 啊 楚梦汉傻傻地看着叶天宇 彻底猛逼了 这是怎么一种状况 叶天宇一副成竹在胸 淡然道 我看庆业银行的合灿 也该要到了 他给你的贷款 不会低于一个亿 怎么样 现在资金还周转得过来吗 此刻的楚梦汉 已经震惊得无以复加 他再次打量起眼前这个男人 叶天宇扬了扬眉 一脸平静 好了 茶也喝了 你也该忙你试了 我走了 潇潇洒洒地挥挥手 转身离开 留下两个一脸震惊的女人 很快 整个楚风公司炸锅了 这在楚风公司成立至今都没有过的事 卢阳四大金融财团 主动上门贷款 还是免息 楚梦汉是怎么做到的 副总办公室里 楚武得知这消息 气得狠狠将杯子砸在地上 怒骂 臭女人 咱们等着瞧 叶天宇车子 使出楚风公司 在回天威集团时 车子经过潮阳路 潮阳路是卢阳最繁华路段之一 以IT店铺为主 看着路边满是电子广告亮眼的店铺 叶天宇想了想 将车子停下 走进一家手机店 买了一个充电宝 这段时间玩手机游戏 电消耗大 有这玩意 以后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不担心断电问题 走出店铺正要离开 忽然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叶先生 回头看是卢阳梁神医梁迅 梁神医 叶天宇回应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 梁迅上前问道 我刚买了一个充电宝 梁神医 你怎么也在这 叶先生 我不是跟你说过 千万别叫我神医 说到神医 你才名副其实 梁迅看着叶天宇热情道 叶先生 我的药堂就在旁边 请过去一叙 叶天宇对梁迅印象不错 他又是乔工的好友 便没有拒绝 两人走了几十米 就到了梁氏药堂 梁氏药堂 不仅仅在卢阳市有名 在整个江南省 名气都极大 因为这是梁神医开设的医馆 医馆所在的位置也不错 不过有梁神医这块招牌在 位置在哪都无关紧要 医馆内 一个二十左右的年轻女子 穿着白色的护士服 正在配药 看见有人进来抬头看了一眼 清脆的声音 喊道 爷爷 叶天宇看向这个穿着护士服 没有精致的妆容 自然的清新淡雅的女孩子 叶先生 这是我孙女 梁子薇 你好 叶天宇点了点头 梁子薇清秀的脸颊上 闪过一丝诧异 爷爷很少这么客气的接待人呢 更不用说 这个人还这么年轻 叶先生 里面坐 梁迅对叶天宇的态度 在梁子薇看来 简直客气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 他爷爷梁神一行一一生 多少达官权贵 在他面前 都是恭敬客气的 很少有人能让他爷爷这么尊重 事已 他对叶天宇 生出了浓浓的好奇之心 梁迅请叶天宇主坐就坐 让孙女梁子薇 给他沏茶 等叶天宇坐定 梁迅问了一些疑难杂症 叶天宇 一一帮他解释 梁子薇在一旁听得瞠目结舌 自己爷爷黏鱼花甲 却像一名学生一样 虚心向一个年轻人讨教 这年轻人 看着和自己差不多大 怎么懂这么多 简直不可思议 两人正探讨着医学问题 这时 梁迅的电话响了起来 是他小儿子梁天宇打过来的 爸 你在家吗 梁天宇急切的声音 从电话中传了出来 在家 什么事 梁迅皱了皱眉问道 我的领导突然中风 现在搞得半身不随 所有的医院都看了 准备带过来让你看看 梁天宇说道 梁天宇在卢阳公署工作 是一个小领导 梁迅听出儿子焦急的声音 催促道 我在家 你赶紧带他过来吧 中风是个大问题 越久越难治疗 到时候 真的成半身不随了 梁迅知道事态的严重性 连忙催促梁天宇快些带过来 叶先生 我来了一个病人 等忙完了 我们俩好好喝两杯 梁迅挂完电话 歉意地说道 好 梁老你忙正式要紧 叶天宇说道 刚刚梁迅接听电话时 叶天宇也听见了 梁神医的儿子的领导得了中风 好像情况还比较紧急 叶天宇跟梁迅聊着天 没一会就听到外面停车的声音 梁天宇下车 匆匆走进药堂 看见坐在家里的叶天宇 他不认识叶天宇 也没多想 还以为是上门求医的小年轻 梁子薇喊了声小叔 他也是随意点点头 梁迅还没来得及介绍 门外的医护人员 就把梁天宇的领导 公署大佬陆仲连 用担架抬了进来 因为中风导致的半身不随 已经无法走路 只能抬着担架进来 梁神医 麻烦你了 陆仲连躺在担架上 看着梁迅客气说道 快别说客气话 梁天宇没少受你的照顾 我先帮你看看 梁迅连忙摆了摆手 蹲在陆仲连的身边 开始为他把脉 梁迅认真的把着脉 屋内鸦雀无声 没人敢说话 梁久 梁迅这才松开手 无奈地说道 陆领导 你这拖得太久 我也没把握 我先给你用银针通通经络 具体情况如何 我试过才知道 由于陆仲连中风 先是送医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 并没有任何好转 这才想起梁迅 已经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期 陆仲连听后 眼神有些暗淡 却依旧面露笑容 客气道 梁神医 不管结果如何 我都感谢你 陆领导太客气了 我先给你用银针疏通经络 梁迅不敢耽误 连忙拿出银针 开始朝陆仲连的吸眼学 血海学 足三里学 三个重要学位扎了上去 梁迅人老动作未老 扎针的姿势又快又准 丝毫没有拖泥带水 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 梁迅在陆仲连的膝盖处 用木锤敲了敲 没有 除了扎针的时候 有些火热之外 然后就没感觉了 陆仲连黯然摇了摇头 梁迅随后一连按了几处穴位 陆仲连都摇头事已没有 陆领导 真的很抱歉 我一时也没办法了 梁迅深表歉意地说道 同时还有些自责 毕竟别人相信他的医术 他没有滞吼 救死扶伤 是梁迅一生行医的标准 没事 我都这个年纪了 早已经看看 剩下的时间坐轮椅 就坐轮椅吧 陆仲连反而去安慰梁迅 老书姐 别太担心 我会继续帮你想办法 梁迅保证道 大家见梁迅也无能为力 都有些沮丧 毕竟该用的医疗方法 都已经用上 现在陆仲连注定要在轮椅上 度过剩余时光 陆仲连是一个正直的官 一生未鸣 眼看事业蒸蒸日上 却摊上了这么个病 换谁心理都难以接受 梁神医 那就麻烦你了 陆仲连听到梁迅这样说 感激地说道 随后陆仲连又朝医护人员说道 走吧 别在这里打扰梁神医了 梁天一听后 蹲下身子 把陆仲连的裤脚放下来 并嘱咐道 领导 回家好好休息 我爸会想办法的 会的 我的性格 你还不了解吗 陆仲连释怀地笑了笑 梁天一听后点了点头 这才招手示意医护人员 抬着陆仲连离开 等等 就在众人准备抬起担架的时候 叶天宇起身走了过来 喊道 众人这才发现 屋内还有个小年轻 之前新系陆仲连 没有人注意 坐在客厅沙发上的叶天宇 而梁迅则眼睛一亮 自己刚刚一时急糊涂了 身边还有一个真正的神医 却忘了 通过救治临阵南和乔工 梁迅被叶天宇的医术 深深折服 梁天一见叶天宇突然插话 不由眉头皱了皱 刚要出声制止 却见父亲大喜道 陆领导 你这病有救了 都怪我 都怪我 梁迅说着 连续拍了自己额头三下 一副欢喜的模样 年鱼花甲的梁迅这样表现 给大家整猛圈了 若眼前的人不是梁天一的父亲 他们都怀疑 这是哪里冒出来的怪老头 梁神医 这是何医 陆仲怜诧异地看着梁迅问道 陆领导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叶先生 他的医术远在我之上 你的病 如果他都没有办法 那就真没办法了 叶先生 鲼鱼花甲的梁神医 居然称呼一个毛头小伙子 为先生 别说陆仲怜愣住了 就连梁天一也愣住了 梁天一知道 他爸在医学上 可是相当自负 很少有他看得上的医生 更何况是一个年轻人 看着眼前的小年轻 被父亲这么推崇 让梁天一 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这位 陆仲怜看着叶天宇 不知如何称呼 陆领导 他是我的忘年交叶飞宇 你教他叶先生就行了 一会由他给你治病 梁迅连忙介绍着 多谢小神医 陆仲怜见梁迅极力推荐 也不好搏了他的面子 再说 自己已经这样了 还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 爸 叶飞宇他 梁天一的话还没说完 被梁迅严厉地打断 同时不悦地拉下脸来 怒道 叶飞宇也是你教的吗 他是你的长辈 目无尊长 你这些年都学了什么 梁迅非常生气 叶天宇虽然年轻 但在他心中 一知一失 亦有相处 尊师重道 在梁迅眼里大于天 而自己儿子可能看 叶天宇太年轻 再加上他担任公署领导 有些拉不下脸面 所以没有喊叶先生 别人怎么喊 梁迅管不到 但梁天一直呼 叶天宇的名字就不行 梁天一被骂得哑口无言 纵然他是卢阳公署领导 挨老爸的骂也是天经地义 梁老 没事 刚刚怎么跟你说的 叶天宇看向梁迅询问一声 叶天宇见梁天一有些不情愿的样子 连忙岔开了话题 先给这位领导看病吧 哼 梁迅瞪了儿子一眼 冷哼一声 随后 看着陆仲连正色道 陆领导 让你见笑了 先让叶先生帮你看病 好 陆仲连见梁迅父子两人 有些不对付 也不知道如何归权 这时 叶天宇走到陆仲连身边 蹲下身子 伸手去给陆仲连把脉 陆仲连一脸感激地说道 多谢你了 小神医 不管叶天宇是不是有梁迅说的那么神奇 但人家也是一片好心 陆仲连自然要道一句感谢 不客气 叶天宇笑了笑 随着叶天宇给陆仲连把脉 众人都没有说话 双目注视着叶天宇的动作 叶天宇把脉没有梁迅那么久 稍微一会就把手拿开了 抬起头看向梁迅说道 梁老 借你的银针一用 梁迅听后 连忙把银针递过去 叶天宇接过银针 准备为陆仲连扎针 叶天宇不像梁迅那样 一针一针地扎 而是一气呵成 同时扎下七根银针 七根银针的位置分布 看起来像七星 而且针尾 发出嗡嗡的颤动 梁迅瞪大眼睛 震惊地看着 别人看不懂叶天宇的针法 但梁迅看得懂 他再次看到了失传已久的玄天颤针 在场的人这些人 多数没学过一 但是从叶天宇手法上初步也能看出 他要比梁神医的针灸高明得多 大家仿佛看到了希望 包括陆仲连本人 此时 他感觉腿部被扎针的地方开始发热 就像一滴水滴在白纸上 慢慢地朝四周扩散开 陆仲连目前就是这种感觉 他感觉腿部非常的舒服 有一股气息四处蔓延 大约五分钟左右 陆仲连的额头开始冒汗 因为银针上散发的灼热 开始遍布全身 人体经络是相通的 陆仲连中风导致下半身不随 主要原因是经络完全毒死 再加上大脑对下半身的神经失去了控制 这才无法动弹 从表面上看 叶天宇也是扎针 可银针里蕴含着他的内镜 这才能够打通经络 让下半身的神经系统跟大脑联系上 叶天宇看着梁迅震惊的眼神 笑着点了点头 梁迅得到叶天宇的肯定后 心里暗暗想到不愧是玄天颤针果然了得 老领导感觉如何 叶天宇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看向陆仲连问道 我有感觉了 我能够感觉到我的双腿有一股灼热感 陆仲连惊喜地大声喊道 那我说真了 叶天宇说完手掌一握 七根银针自动飞入他的手中 这一手操作震撼了众人 包括梁天忆在内 全都看傻眼了 这 叶先生这么厉害 梁天忆在心里不知不觉地喊出一声叶先生 随着银针拔出后 叶天宇快速地在陆仲连腿上的穴位按了几下 这时他才起身 笑道 老领导 你可以站起来试试了 不用叶天宇说 陆仲连早就新潮澎湃 双腿上的直觉完全能够感受到 哪怕他现在躺着也能感觉到自己的双腿存在 在这之前 陆仲连根本感觉不到自己还有腿 看着陆仲连准备爬起来 旁边的两名医护人员连忙上前搭了一把手 小神医 你这一手医术无人能比 陆仲连开心地哈哈大笑 这种失而复得的喜悦 旁人根本无法理解 原本已经做好失去双腿的打算 准备跟轮椅相伴 没想到来梁迅家里还能碰上神医 这让陆仲连如何不兴奋 陆仲连兴奋的同时 众人无不惊叹叶天宇的医术 别看叶天宇年纪轻轻的 这一手医术 完全有国之圣手的标准 梁子薇美目之中 顾盼生辉 毫不掩饰轻木之色 叶神医 请问枕肺多少 陆仲连兴奋的同时 不忘给叶天宇枕肺 不用 叶天宇摆了摆手 示意不用 他出手救治陆仲连 最主要原因是 看在梁迅的面子上 再者就是 叶天宇关陆仲连一身正气 这明显是一个好官 治病也讲究缘分 正好被叶天宇碰见 那怎么行 我去外面治病 也是要花钱 如果叶神医诊费都不收 这让我心里难安 陆仲连坚持要付给叶天宇诊费 梁迅见两人为了诊费的事情 来回推诿 他出声道 陆领导 那你就按我的诊费给吧 梁老 你诊费怎么收取 陆仲连连忙问 八百 梁迅说道 这 陆仲连听后无语了 八百块 还不是等于白送 自己这个病 单独检查各方面的费用 已经花费了几万块 虽然有大部分报销 但这也是实实在在的花费啊 要是出国治疗 就算治疗好 至少花费几十万上百万 现在梁迅说八百块 这不是白送是什么 陆领导 我有我的规矩 你就别再坚持了 梁迅见陆仲连欲言又止的样子 连忙开口道 好 梁老 叶神医 这份情意我铭记于心 陆仲连忙感激道 随后让陪同的医护人员 拿了八百现金 递给叶天宇 这次叶天宇没有拒绝 结果八百元现金 如果还推诿 那就让陆仲连难做了 关键是从面向上看 陆仲连是难得的好领导 他也想结交这样的朋友 陆仲连临走前 再三谢过叶天宇 还互相留下电话 并嘱咐叶天宇 有什么要帮忙的 尽管说 陆仲连是欠着叶天宇人情不假 但叶天宇高超的医术 这才是陆仲连留下电话的主要原因 这种神医难求 碰上了那真实缘分 陆仲连走后 梁天忆留下来 陪着叶天宇聊了会天 看着父亲对叶天宇 极其尊敬 暗暗心惊 梁迅一身傲骨 从小到大 梁天忆就没见他父亲对谁服软过 唯独在叶天宇面前表现的无比尊敬 叶天宇在梁迅家里吃完午饭离开 在梁迅家吃完饭 又去了趟中兴医院 看到郑凯的伤势恢复得不错 陪着他聊了会天 才开着车回天威 回到天威大厦 赶下午上班时间 陆陆续续有员工往大厦走 天威集团女性员工居多 美女云集 在大厦门口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 看着经过的美女 叶天宇将车速降到归宿 频频向路过的美女放电 可是车子刚开到门口 却被栅栏拦住了 喂 你哪个单位的 来天威干什么 一个穿着保安服的年轻人 从门房走过来 看着车里的叶天宇 一脸警惕问道 叶天宇看着这个陌生面孔 笑了笑 兄弟值班呢 我就在天威上班的 年轻保安名叫吴刚 刚应聘上等的新保安 与叶天宇没照过面 吴刚面无表情 冷冷到 少套近乎 然后伸出手 你说在天威上班的 那请出示你的工作证 呃 工作证 叶天宇一时之间愣住了 在天威这么长时间了 一直被人吹着捧着的 哪里需要工作证 随即苦笑道 我没工作证 不过 我真在这里工作的 没工作证 听了叶天宇的话 吴刚眉头一挑 脸色随即严肃起来 看你鬼鬼祟祟的 盯着公司女人看 我怀疑你居心叵测 下车跟我去一趟保安室 接受调查 不是吧 叶天宇瞪大眼睛 麻痹的 不就是看了几眼旁边经过的美女吗 怎么就成了鬼鬼祟祟的 喂 下车 跟我去一趟保安室 见到对方坐在车上 没有下车的意思 吴刚再次喝倒 我说了 我就在这上班的 你爱信不信 说着 叶天宇就要开车大厦里 闯 见劝阻无效 吴刚身形一晃 动作敏捷地挡在车前 一双眼睛紧紧盯着叶天宇 像一头好斗的猎豹 叶天宇将车门打开 走下车 好奇地打亮了对方一眼 吴刚皮肤有黑 身材健硕 红无有力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蟒气 你叫什么名字 叶天宇饶有兴趣地问道 吴刚 如果你想投诉我 尽管去 但你必须跟我去保安室 一副公事公办 叶天宇听到对方的话 笑了笑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退役军人吧 你怎么知道 吴刚依然不为所动 你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很欣赏你 我是总裁助理 如果想换个岗位 随时来找我 叶天宇一脸欣赏地笑了笑 吴刚一听 眉头皱了皱 跟着他干 口气到不小 还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大人物 吴刚西部战区侦察兵退役 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便应聘了天威的保安 他在部队练就了一身功夫 虽在天威当保安 可是心性却不低 听到叶天宇自称是总裁助理 吴刚有些不信 总裁助理在天威也算高层了 这小子这么年轻 穿着随便 不过开的车子挺高级的 甭废话 你跟我去一趟保安室 核实一下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吴刚硬邦邦说道 叶天宇咧嘴一笑 你要怎么不客气 想跟我动手吗 你不要挑战我的耐心 吴刚眉头紧皱 语气也变得不善 显然已经被叶天宇消磨完了耐心 我要是挑战你的耐心呢 叶天宇向前一步 似笑非笑地看着吴刚 这一刻 他已经有了招揽对方的想法 这是一个不错的苗子 如果好好培养的话 今后会是天威保安的中间力量 吴刚身上突然涌现出一股寒意 双拳紧握 目录霍霍地看着他 呵呵 想动手 那就来吧 叶天宇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 一副欠揍的样子 吴刚 你替他干什么 保安副队长李志大喊一声 从大厦里跑了出来 来到叶天宇面前 李志满脸恭敬地叫道 老大 在郑凯住院这段时间 李志负责大厦保安 叶天宇点点头 老大 难道这个男人就是耳朵 都听出老简的保安部传奇人物 叶天宇 这一刻 吴刚才知道自己错了 并且错得很离谱 吴刚 你替想对老大动手吗 李志怒色呵斥道 李队长 吴刚有点委屈 他第一次见到叶天宇 好了 李志 你别难为他 叶天宇笑了笑 接着拍了拍吴刚的肩膀 欣赏道 不错 想跟我干 随时来找我 说完 吩咐李志将车子停好 朝大厦里 走了进去 李志瞪了一眼吴刚 赶紧停车入库 留下一脸疑惑不定的吴刚 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乔公大摆宴席 宴请林诗英 消息很快在卢阳 广泛传播 天威集团 果然受关照不少 之前的一些烂账 一些商业纠纷 也在无声无息中 就解决了 这让林诗英压力 减轻不少 叶天宇 最近心情大好 一是郑凯 从医院康复回归 二是在他软磨硬泡下 林诗英终于免除了他 抄写条例的惩罚 并解除了他的禁足令 他现在终于可以随便在大厦出入 还让他专职负责大厦安保 并给他单独安排了一间办公室 叶天宇将林诗英送进办公室 乐呵呵地走进秘书室 手里拎着路上买的早点 平时 秘书室里的那些秘书 文员 没少给他带可口的早点 投桃报李 今天在路上 叶天宇特意开车到 卢阳一家著名的早餐店 买了早点 一进门 叶天宇喊道 来来来 大家辛苦了 我给大家带了早餐 想吃什么 自己拿 话音刚落 一群美女围了上来 目光欣喜地看着叶天宇 哇 烤火腿 给我包子 有肉的吗 我要烧吗 还要面包 豆奶 秘书柳冰下手拿一杯牛奶 用肘撞了下叶天宇 目光看向坐在后排的青年 叶天宇立刻会议 这青年面生应该是天威刚招聘的网络管理员 应该上班没两天 自己都不认识 现在正在给秘书室电脑升级 青年戴着一个黑矿眼镜 面容销售 文质彬彬的 一身工作服 叶天宇将剩下的早点拎了过去 微笑问道 兄弟 吃过早餐没有 青年迟疑地看了眼叶天宇 没有说话 低下头继续鼓道着电脑 叶天宇拿出两块面包 一杯牛奶 递给他 兄弟 来 吃点东西 青年一愣 随即冲叶天宇摆了摆手 示意自己不饿 叶天宇点头 将早点放回袋子 眼睛不经意看了下青年的手 瞬间 眸中射出一抹寒光 不过很快掩饰了过去 叶天宇走到柳冰夏身边 随意问道 柳秘书 这次公司招了几个人 什么收入值的 柳冰夏将嘴里的烧卖咽下 喝了口牛奶说道 就一个呀 说着 手指着林峰道 林峰 今天第一天上班的 第一天上班 叶天宇眉头紧锁 心里产生一丝不安的感觉 怎么了 柳冰夏见叶天宇 面色有些严峻 奇怪问道 没什么 我看他不怎么搭理人 叶天宇笑着掩饰道 谁说不是呢 自打来秘书室 就一直坐在那里弄电脑 一句话也不说 和谁都不搭话 柳冰夏看着林峰 奇怪道 不会吧 一句话都不说 叶天宇微微有些诧异 按理说 新来的应该尽力 和同事打好关系 不应该这么不合群啊 我骗你干嘛 刚才萧米来这 也和你一样 感到奇怪呢 柳冰夏说道 叶天宇目光一宁 再次看向林峰的手 静止走到林峰面前 伸出右手 友善说道 你好 我叫叶天宇 林峰抬起头 眼里闪过一丝警惕 一闪而过 但还是让叶天宇捕捉到了 林峰 语音声色 林峰礼貌地握了握叶天宇的手 随着两只手握在一起 叶天宇的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 他 已经确认了对方的身份 至于林峰什么目的 叶天宇不想猜测 但他的手绝对经常握枪的 松开手 叶天宇转身走开 脸上笑容顿时消失 之后 林峰继续自己的电脑升级工作 叶天宇也没有回自己办公室 而是找了一个空位置 打开电脑 浏览起新闻来 但真正注意力 却在林峰身上 柳冰下见叶天宇玩电脑 主动到了一杯热水递给他 叶助理 给 谢谢 公司招人 一般都谁面试 叶天宇接过热水 若无其事地问道 一般都是人力资源部 不过 柳冰下委婉说道 话说到一半 就见林峰起身朝外走去 却不是电梯方向 而是总裁室 叶天宇眯了眯眼 问柳冰下 柳秘书 总裁室电脑也要升级吗 嗯 整个大厦的电脑系统 都要升级 这样啊 柳秘书 你忙 我先回办公室了 未等柳冰下反应过来 叶天宇已经跟着林峰走出去 叶天宇出了秘书室 就看到林峰已经走到了总裁室门口 令他诧异的是 林峰左右看了看 没敲门 直接推门进去了 进总裁室 不敲门 叶天宇微微诧异 这林峰虽说是第一天上班 难道连敲门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 除非 叶天宇想到了一种极其可怕的想法 想到这 叶天宇快步跟了过去 啪 接近总裁室时 一声清澈杯子破裂的声音 从里面传来 叶天宇暗叫糟糕 像剑一般 射向总裁室 碰 一脚踹开办公室的门 办公室内 林峰拿着一把手枪 顶住林诗英额头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 林诗英并没有显得惊慌 经历多次风险后 林诗英心理承受能力已飞往日 你来了 林诗英看到破门而入的叶天宇 心里彻底安定 淡淡说道 我来了 叶天宇也是淡淡回道 眼神阴冷地盯着林峰 放了他 饶你不死 林峰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 他把枪口从林诗英额头挪开 瞄准叶天宇 饶有兴致地问道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叶天宇丝毫没在意 对方手上的枪 淡淡地说道 身为一个杀手 你很不合格 在你和我握手时 握力很大 这不是你刻意为之 而是常年玩枪导致的 还有你食指关节内侧 厚厚的老茧 让我更加确定 你的身份 继续 林峰用枪指了指叶天宇 脸上带着一抹顽味 你不与人交流 说明你有很高的警觉性 因为你有浓重的抑郁口音 你怕话多暴露 叶天宇脸上 始终挂着淡淡的笑容 面对手枪视而不见 一番话 让林峰眼神凝重起来 不知觉后背一阵冰凉 你分析得很到位啊 林峰 面目变得猙獰起来 你是一个不错的保镖 观察很仔细 可惜 我就想知道 是谁安排 你进天威的 叶天宇沉声问道 进入天威集团入职 需要有严格的审核 何况还是进入秘书室 接近林诗音 必须有相当的关系 很简单 你死后就都知道了 林峰疯狂地说道 叶天宇轻叹一声 无奈地说道 我给你机会 你非要逼我出手 林峰还没明白 这话什么意思 只见一道荧光闪过 一枚极细金针 瞬间插入他的手腕经脉 啊的一声惨叫 手枪落地 未等他回过神 叶天宇已经鬼魅般出现面前 咔嚓 咔嚓 两声翠响 林峰两只手腕被捏断 未等他张嘴惨叫 叶天宇闪电出手 轻点风驰 终婉穴 顿时 林峰保持站姿 站在那一动不动 一切那么的突然 林诗音愣住了 他不明白 几秒钟前还掌握主动权的林峰 一瞬间就被叶天宇制服了 他甚至都没看清 叶天宇是怎么动的手 他是谁 林诗音很快恢复镇定问道 我只知道 他叫林峰 是 叶天宇惊愕地看到一个红点 在林诗音的太阳穴上凝聚 叶天宇表情凝固 惊恐地大喝一声 啪响 说完一瞬间扑了过去 将林诗音按倒在地 双手正好按在那杀上 一只腿抵在他的短裙之间 流氓 林诗音又羞又急 扬起手 就给了他一巴掌 叶天宇位于理会 抱着林诗音一个侧滚 躲到办公桌后 平 一声巨响 子弹击穿落地窗玻璃 巨大的办公桌角 被削掉一大块 别动 狙击手 叶天宇警告一声 没有丝毫停顿 抱着他几个翻滚 在林诗音惊呼声中 几颗子弹接踵而至 在地面打出弹坑 子弹跟着两个人 直到叶天宇抱着林诗音 翻滚到办公室的角落 旋即一道红线 对准满脸惊骇的林峰 平 子弹正中眉心 只见一道血线 从林峰面门迸发而出 林峰瞪着大眼 身子直挺挺地栽倒在地 妈的 杀人灭口 叶天宇暗骂一声 刚想探身过去查看 平 平 平 几颗子弹划破空气 接连至 在地面上 溅起一道道火花 叶天宇 林诗音冲叶天宇喊道 叶天宇中指放在手边做虚声手势 从地上捡起一块玻璃 小心伸出 平 一声枪响 玻璃化为碎片 利用这件系 叶天宇从玻璃的缝隙中看出对面楼上的情况 狙击手就在对面的楼上 藏着 僵持一会 叶天宇再次将玻璃伸出 这次没有子弹射击 叶天宇观察了两分钟 才站起身 对林诗音说道 没事了 林诗音小脸煞白 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 职业群滚得乱七八糟 十分狼狈 枪手已经离开 不过 立刻报警 让警察过来处理 叶天宇半抱着林诗音走出办公室 这时 秘书室的秘书们 看到如此情况 但谁也不敢过来 叶天宇 我怕 林诗音轻轻将脑袋埋进男人的怀中 柔软的胶躯色色发抖 别怕 有我在 叶天宇看着埋在怀里的女人 神情浮现出一抹温柔 这才是林诗音柔软的一面 毕竟她也是女人 经历这种事情 肯定会害怕的 将林诗音安置在会议室 过了好一会 林诗音慢慢恢复了阵地 她摸着叶天宇脸上红红的手掌印 迁就道 对不起 是我误会了 打疼你了 没事 我皮糙弱厚 叶天宇玩笑说道 林诗音的指尖冰凉 触碰在叶天宇火辣辣的掌印上 说不出的舒服 而 林诗音觉得更加歉疚 二十分钟后 几辆警车拉着警笛 驶进天威大厦 数名警察冲了进来 林诗音这才长欲一口气 扶着桌子站了起来 诗音 发生什么事 带队的女警官陈月月 看到林诗音脸色苍白 摇摇欲坠 慌忙将她搀扶在椅子上坐下 接到报案 陈月月第一时间带队来到天威集团 圆圆 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林诗音终于忍不住 哭了出来 诗音 到底怎么了 我接到报案 说这边有枪声 陈月月着急问道 有杀手 想要杀我 林诗音趴在陈月月的肩头 唾气不已 陈月月环顾四周 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叶天宇 突然想起那天晚上 和这个男人莫名其妙地睡了一晚上 顿时来起 喂 你 带我去看看凶案现场 口气冷冰冰的 这时 叶天宇也没心思理会这些 她将林诗音交给肖青年 带着陈月月来到总裁室 陈月月走进总裁室 看到案发现场的一片狼藉 再看直听亭躺在地上的林峰 认识到事情的严重 她立刻打电话 让警局刑侦技术和法医过来 全力勘查 不一会儿 市局刑侦技术和法医都到了 拍照 取证 验弹痕 验尸 现场都是警察 很快 一些新闻媒体便赶了过来 只不过 现在整座天威大厦 都被警察封锁 记者们采访不到警察 便采访一些围观的天威职工 如阳市 有着七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每天的刑事案件都很多 但是枪击案国内都是大案要案 上级非常重视 总裁市 案件现场 陈渊渊面色凝重问道 怎么回事 还没找出枪手开枪的位置吗 枪手就在对面那几栋楼开枪的 具体那是洞 还没有勘测出来 一名警察正拿着勘测设备 测试弹道角度 你过来 陈渊渊走到被枪手击碎的落地窗前 朝对面看了看 对叶天愚喊道 你找我 叶天愚指了指自己 对一脸严肃的陈渊渊问道 能看出什么吗 陈渊渊看着对面几栋高楼 问叶天愚 叶天愚走到窗边 朝对面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伸手摸了摸地上留下的弹痕 枪手用八型号特M95改进行 距离1200米 叶天愚在心中默散了一会儿 她抬头看着对面的住宅区 指着其中一栋高楼 枪手 就是从那开的枪 陈渊渊顺着叶天愚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那是一栋高达五六十层的商住楼 几百上千个住户和商家 住户调查 怎么也得好几天 她对叶天愚的回答 有些失望 叶天愚将手做瞄准状 不断转换角度 最后锁定目标 指着对面一扇窗户 道 枪手就在那个房间开枪的 嗯 一旁勘察淡痕的警察愣了一下 顺着叶天愚指的方向看过去 怀疑道 没有仪器勘测 你怎么知道 他的发射距离和方向 当然是算出来的 只不过 你们使用仪器 我是目测 叶天愚淡淡说道 啊 这些警察听得目瞪口呆 年轻人 不要吹牛 我们用仪器都没有测算出来 你能目测出来 你以为拍电影吗 这可是技术活 不是能吹就能破案的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行针 一脸不屑道 距离一千二百米 角度三十八 闭光 风力三十 叶天愚微微一笑 随口说出一串技术数据 几个勘测数据的警察 拿着仪器在一旁目瞪口呆 叶天愚说的数据 与仪器上的数据 完全吻合 这家伙是怎么算出来的 陈圆圆一直在观察 叶天愚的一举一动 从她的观察 动作和分析 陈圆圆基本能断定 叶天愚一定干过狙击的活 并且还非常优秀 这些数据分析只有非常优秀狙击手才能做出 叶天愚 你真的确定枪手隐藏位置就在那房间 陈圆圆有些扭捏的问道 是不是在那里 看一下现场不就知道了 叶天愚没有废话 带头朝楼下走去 陈圆圆知道 叶天愚真不是在吹牛 听林诗英过去对她的描述 叶天愚绝对有这个实力 她提供的数据 是重要破案线索 虽说不一定能抓到枪手 至少方向不会错 陈圆圆默默跟了下去 来到楼下 警察正在封锁现场 大厦内外禁止出入 不过 陈圆圆是带队警官 和 叶天愚与陈圆圆 进入对面那栋高楼 在楼下 见到几名警察 正在挨家挨户的敲门问询 叶天愚摇摇头 这样低效率的侦察 等到他们搜到枪手藏身位置 枪手早就逃出颅阳了 陈圆圆并没有阻止这些警察 单独随叶天愚乘电梯 直达二十八层 走到门牌 挂着两千八百零四的房间外面 叶天愚伸手一推门 发现里面是反锁的 他掏出一把片刀 在门缝里搅动几下 一推门 门阴盛而开 两人走进房间 发现屋内躺着一个老年妇女 手脚都被绳子捆着 嘴里塞着毛巾 处于昏迷状态 叶天愚伸手探了一下老人鼻息 鼻息正常 应该是被吓晕的 松了一口气 告诉陈圆圆 立刻安排救护车过来 这房子面对天威大厦 有两个房间 一个房间空空荡荡 中间摆了一张办公桌 和一组书柜 应该是书房 走进另一间屋子 陈圆圆美眸瞪圆了 只见房间里乱七八糟的 一张大床上摆满了食品和饮用水瓶 靠窗放着一张桌子 地板上落有十几颗蛋壳 这正是枪手开枪的地方 陈圆圆看向叶天宇的眼神 多了几分敬佩 叶天宇走到窗边 弯腰将地上的蛋壳捡了起来 摊在手掌中 放到鼻端闻了闻 发现了什么线索 陈圆圆看到叶天宇 对蛋壳仔细检查 上前问道 枪手故意把蛋壳留下 让警方以为是个线索 其实这是扰乱视线的烟雾 星号 叶天宇笑了笑 这是个很有反侦查经验老手 这里不会留下线索的 我们现在怎么办 陈圆圆看着叶天宇 完全忘了自己 才是破案的 叶天宇是帮忙的 先问问目击证人吧 不过 枪手敢留他活命 应该不会让他看到什么 叶天宇说道 几名警察协助医生 将老人放到担架上 老人显然受到不少的惊吓 眼神飘忽不定 陈圆圆上前问了几句 垂头丧气地走了回来 果然被你说中了 老人说 枪手戴着帽子蒙着面 什么都看不到 不过个子很高 这就够了 我们走吧 叶天宇当先走出去 上哪啊 陈圆圆跟在后面 疑惑问 当然去抓枪手啊 还能干什么 叶天宇看了陈圆圆一眼 认真道 可 我们什么线索都没有 到哪里去抓枪手 虽然他很认可叶天宇的能力 可在一点线索 没有的情况下 去抓枪手 怎么听着向天方夜谈 从床上堆积的食物 枪手在屋里潜伏了几天 我们先去附近的商场 超市 把监控调出来看看 说不定从监控中找到线索 叶天宇说道 好吧 陈圆圆感到机会渺茫 周边大型超市 就有数十家 小商店不计其数 每天在这一区域活动的人有数十万 还不知道这些食品具体哪天买的 不过 在毫无线索的条件下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行政的同事 将附近街区的半个月内监控 都拷贝了一份 送到局里 警局的放映室 打开电脑 看着里面几百小时的监控 陈圆圆傻眼了 天威大厦靠近繁华街区 周边路口 超市 写字楼都安装有摄像头 还有分散在街道的各个角落 这是一项艰巨而繁琐的工作 陈圆圆估计 将这些监控仔细看完 至少需要数名警察半个月的工作量 不过 这里摄像头几乎实现全覆盖 那名枪手想要绕开 也是根本不可能 换句话说 枪手一定在监控录像里面 问题是 枪手根本没有必要绕开 因为这么长监控录像里出现的人 何止千万 想从千万人中 找出没有具体特征的枪手 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开始吧 叶天宇脸上挂着自信的微笑 淡淡说道 陈圆圆点点头 打开电脑 将录像画面投放到大屏幕上 将所有监控画面都打开 叶天宇说道 都打开 陈圆圆怀疑地看着叶天宇 同时打开几百个画面 能看得过来吗 对 全打开 技术警察将所有监控画面全部打开 顿时幕墙上一片闪烁 一会的功夫 陈圆圆的眼睛就花了 太慢了 画面加快倍速 叶天宇盯着画面 不动声色说道 不可能吧 几百个画面同时看 还要加快倍速 陈圆圆点开2.5倍速 画面上的行人 脚步顿时快了不少 她的眼睛很快就跟不上画面的节奏 再快点 叶天宇还是嫌慢 哦 陈圆圆答应一声 将画面点开到5倍速 她的眼睛完全跟不上画面的节奏 几百个画面在眼前模糊跳动 还是太慢 最高能开到多少倍速 叶天宇问道 这 还嫌慢啊 陈圆圆惊愕地看着叶天宇 真能看清吗 最高能开到32倍速 再快的话 画质就会受损 画面或会报销 旁边技术警官 回答道 就32倍速吧 叶天宇盯着画面吩咐道 技术警官将画面调整到32倍速 顿时屏幕上人影 建筑和道路 已经是连成一条线 完全模糊不清 陈圆圆眼睛扫了一眼 就受不了 眼前白花花一片 技术警官也赶紧将眼睛移开 镜头闪得太厉害 眼睛根本受不了 但是 叶天宇死死盯着屏幕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32倍速 这都能看清 太夸张了吧 陈圆圆揉了揉眼睛 不敢再看屏幕 偷偷地描着叶天宇 比起监控录像 神秘的叶天宇 似乎更有意思 几百小时的监控画面 开到32倍速 叶天宇眼睛一顺不顺 看了两个小时 还没看完 陈圆圆在一旁目瞪口呆 这家伙 眼睛是怎么长的 这种高强度的闪击下 眼睛目不转睛地看两小时 居然没有闪下 不知不觉中 陈圆圆趴在桌上睡了过去 陈警官 叶天宇忽然一拍桌子 兴奋喊道 看完了 饿了吧 陈圆圆被叶天宇惊醒 迷迷糊糊站起起来 问 还真的饿了 叶天宇的肚子 咕咕直叫 我请吃饭 陈圆圆见叶天宇目光 依然盯着屏幕 说道 走吧 现在不行 得先找到枪手再说 叶天宇用手指着第17块屏幕 道 你把画面调回到125分钟38秒的地方 你发现了枪手 陈圆圆看着叶天宇 一脸的震惊 还没有 你把第9块画面 跳回到78分钟24秒的位置 叶天宇让陈圆圆 又选了几个时间点 然后将速度放慢观察 终于 在递个6个画面 96分钟15秒的地方 叶天宇叫了暂停 指着画面中的男人道 就是这家伙 画面定格在一个穿着披风的高个男人身上 叶天宇走过去 拿着笔 在屏幕上圈了一个圈 将这男人的身影框在里面